你穿成了爽纹里的最强反派 可空友逆天背景却只会吃喝玩乐 空友一副帅气皮囊只会坐肩饭科 甚至把男主后宫抢卤过来当老婆 但他怎么也不愿嫁给你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伟长生 我也不会嫁给你 按照原剧情柳静雪被迫才嫁给你这个反派 而你也将在这一张被主角萧妍抢婚打成废人 于是你干脆选择不结这婚 柳静雪长得再漂亮又怎样 你自己的条件只要狗一点 女人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因为光听名字就没法跟主角斗 萧妍是个撒泡尿都能获得逆关机缘的气韵之子 小说里自己每次出场必然被萧妍打得哭电喊鸟 于是下定决心的女人 当场表示二人的婚约就此作罢 可预期中感恩戴德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甚至还起到了反作用 短暂的沉默过后 只见在场所有的柳家人 忽然冷汗直流全部跪倒在地 尤其是刘景南 更是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贤侄 莫说这种话 我明白你心中定有所怨气 但柳家绝无退婚之意 雪儿也只是一时被那个什么硝烟蒙蔽了心 然而你在心里却翻了个白眼 我没有要威胁柳家的意思 你现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女人带走 绝不会有人来 还没等你把话说完 刘景南直接冻的一下磕了个小头 柳家不敢 更像一个老乌龟一样死死趴在地面 贵公子求你把退婚之言收回去吧 否则我宁可跪死在这里 而此时其他跪在地上的柳家人也好似都反应了过来 一时间各种物业求起声响彻整个房间 听到满屋的鬼哭狼嚎 你简直是目瞪口呆 好玄没直接气晕过去 而就在此时 原本已被封住穴位无法动弹的柳靖雪 居然也挣扎说道 只要你肯放过柳家之言 我愿意嫁给你 顿时你长叹一口气 感情里面就是合起火来非要逼死 退婚终究还是失败了 但硝烟肯定会来抢人 人不狠站不稳 最终你决定动用关系直接把他弄死 毕竟按照小说的时间线 现在属于前妻 硝烟的实力还没完全成长起来 反正家里有这个实力 因为你跟所有飞扬跋扈的反派一样 身后必然有一个 势力极为庞大的家族 魏家是除皇室外最大家族 父亲魏贤智玄境私指挥事 掌控着整个王朝最大的官方情报监察机构 母亲秦彩真天罗跳圣女 两人都是长期在江湖黑榜上 名列前茅 现在你也只能回家从堂记忆 刚到家 不远处看见一对衣着锦绣的中年妇妇 正坐在小亭子里喝茶聊天 随后你顺着石桥走到湖心凉体 当魏贤智和秦彩真看到你时 二人脸上都乐呵呵的 魏贤智重重拍了一下你的肩膀 今天柳家知识处理得不错 明白了形势不一定用刀 也可以用事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跟你娘都很欣慰 你终于懂得了朱星为上的道理 听完你一阵语色 你这个老头是不是误会什么 你只是不想结这个婚而已 但还未等你说话 就听见秦彩真在旁谱冲道 不过该杀人还是要杀的 有时候还是刀拐弄 魏贤智对此身表赞同 如果要杀就切记一定要斩草出根 突然魏贤智仰头感叹 你我负人 无人负我 你顿时有些无语 一个特务头头 一个魔女 就这种教育理念 难怪前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随后你咽了咽口水说道 我要杀的人 话落魏贤智和秦彩真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能让儿子如此郑重其事要杀的人 恐怕背景不弱 严肃地问道 你要杀谁 你一本正经道 我要杀萧炎 听到萧炎二字魏贤智一愣 就是儿媳口中要来接他走的人 你点点头 顿时魏贤智哑然是笑 我当是谁呢 你放心我已派人去查了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你沉吟片刻沉声回答道 不用查了 萧炎明天会来咱家 你明白萧炎是天命主角 怎么可能放心 二话不说直接泄露剧情 顿时魏贤智立刻察觉到什么 一时间表情似乎有点惊讶 伴上过后 他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吩咐下人不依偎调人过来 从狐心凉亭出来 你回到自己剧展 思来想去考虑到主角光环 你还是不放心 虽然明天能把萧炎杀掉 所有的一切就都解决了 但还是怕会出现什么幺蛾子 随后决定还是要先去找一下柳静雪 魏芙蓉冬月 柳静雪此刻却是被他爹主动的 进在这 夜色中你进到院内 而刘景岚早就等在院中 神色有些担忧 随后你开门见山道 柳叔我来看看雪儿 柳静岚哪里敢阻拦 盲目叠硬道 应该的 他就在内屋刚才沐浴过 闲之直接进去就好 你冷笑一声知道柳静岚肯定又误会 不过也懒得解释 点了下头就迈步穿过庭院 静止推开内屋的房门 直接绕过屏风走到被轻慢环绕的床榻旁 伸手不快不慢地把沙漫揭开 只见一着轻薄沙衣的柳静雪 也一动不动地躺在床面 脸颊上满是泪痕 他直直地看着 眼神里全是怨恨和绝望 就是没有钉点好感 一想到等下这个废物 就要趴在自己身上 柳静雪只感觉无比恶心 恨不能当场咬蛇自尽 但遗憾的是他并做不到 就当是拿自己本想留给萧妍的身影 换了柳家上下一百八十条人命 最后在绝美的毛子里 滑落出最后一滴泪珠 随后缓缓闭上眼睛 不想去看到等下要发生的遗弃 然而就在下一刻 你却突然说了一句 他最没想过的话 别想歪了 我今日不会碰你 顿时察觉到柳静雪的眼皮 微微跳动了一下 紧接着你沉声继续说道 我虽然做尽坏事 但所承诺之事绝不会仿佛 今晚之所以来找你 是因为有些事想要跟你聊一聊 你如果愿意就睁开眼睛 我立刻为你解决 片刻后柳静雪 自视鼓起全部勇气睁开眼睛 但眼神中依旧满是厌恶 相比于刚才却多了一分好奇在其中 而你也不废话伸手就点开学位 屏风外的堂厅中 两人在一张小桌前相对而过 柳静雪看着对面正在气定神闲喝茶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好半天才冷哼一声开口问道 你解开我学位 就不怕我寻死吗 你顿感好像 你如果真想死之前有的是机会 又何必等到今天 倒茶 话落伸手点了点自己面前 已经空掉了茶盏 柳静雪一瞬间愣住了 她感觉眼前的男人似乎和之前不同 你直接开口说道 说说我们二人的婚事吧 我知道你不仅不愿嫁给我 甚至还对我十分厌恶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 其实是想多变你一个选择 柳静雪一听选择两字眉头微微促起 她从未想过你这大魔头 居然会给她选择的机会 而你抬头直视着柳静雪微微闪动的萌子 继续说道 明月一早我可以去找我爹退掉这门婚事 也会尽量劝她不要动柳家 如果你想保柳家周全 那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明月乖乖配合完成婚礼 至于之后你想做什么我不逼你 只要你在半年内留在未家即可 半年之后你若还执意要走 那我绝不再强留 我严禁于此这个婚结与不结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说完你就又低下头自顾自开始喝茶 而柳静雪却陷入了两久的沉默 脸上不停流露出挣扎之色 过了很久她才有些忐忑地抬起头 小声问道 那萧炎 我要如何做你才肯放过她 好家伙 都这时候了还想着主角吗 果真就是死心塌地 你明白柳静雪之所以会这么明 一定是觉得萧炎都不过自己 所以才想通过这种方式 保心上人一命 随后你毫不犹豫等回答 她必须死 顿时柳静雪的脸一片惨白 然后她急切地前倾身子 结结巴巴的语气中 再也没有了钉点傲气 求你放过萧炎 我可以嫁给你 会努力做好你的妻子 还没等她说完你 沉声打断柳静雪的哀求 我说过 她必须死 柳静雪瞬间闭上了紫 痘大的泪珠低落在手卷上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你的声音不大 但却清晰可恶 而当这句诗传入柳静雪耳中时 那如珠莲般的泪线便突然断了 她猛地抬起头来 死死盯住你的背影 神情有些恍惚 隔天一早 正在赶路的萧炎忽然听到 不远处那两个 配柳叶刀男人的对话 话说这陆家也是倒霉 就一个女儿 居然还被那个混世魔王看中 听脸赶出的兄弟说 柳静雪那曾几次寻死 慎炎 你不要命啊 顿时硝炎脸上的表情 变得极为阴沉 他此次回京城 是为了一桩大纪元 结果谁曾想还未进城 就听得如此恶好 红颜知己居然被仇家抢掳去了 要知道掌控的玄静思的魏贤智 曾下令杀死他全家的罪魁祸首 一共17口人 一夜之间全部毙命 只有他因在外游历 才躲过一劫 虽然自打那开始 自己的气韵就变得很好 但如此血海深仇 却绝无不报的道 更何况如今还牵扯到了柳静雪 不过今天的柳静雪还算佩服 虽然中间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但看来心中已做出了选择 虚实一更 屋内沉默半赏的柳静雪突然排起头来 心提白玉酒壶给你把酒中添满 奴家想与你喝一杯酒 你看了他一眼把酒杯举到左边 但心中却想的是在外面怎么还没动紧 按照小说里写的 这时消炎就该动手 难道是做戏没做到位 这时你毫无征兆的一把将柳静雪拉入怀中 顿时惊疼的尖叫声如气响起 而这时五万树叶摇颤的声音突然变得一成吉 好似刮过一阵大风 然而还未等风停 整个院子周围便忽然响起一片刀剑出 你听得之后终于松了口气 成了 电光火时间通体黑色的长剑上下翻飞 消炎阴冷地看着周围十几个身着不一 却各个身手不凡的强敌 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陷入如此困境 他下午就到了位置 然后便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暗中潜伏起 准备等到晚上众人防备松懈时 在以闪电站的方式把柳静雪抢走 然而就在他听见柳静雪的惊吊声 准备冲进去救人之时 这群手持刀剑之人就突然从四面八方出现 消炎并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披露导致自己暴露 但心里更清楚现在不是琢磨这个的时候 什么救人报仇眼下都不重要 逃出去才是首要目标 眨眼功夫双方便交手的数招 一时间金歌交错声响成一片 这时魏贤这才不仅不慢地从竹林的阴影中走出来 嘴里随意地鼻鼓道 长生说的没错 此子确实有些门道 也不知修的什么功能 居然能强行拉高一个大境界 恐怕寻常的武品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魏贤智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整个魏家彻底消失 另一边叶峰如刀掠过耳边 消炎的双眼已是鲜红如血 就在一瞬间 消炎突然潜意识里锦林大阔 疯狂提醒着他又到了生死攸关之际 还有高手 消炎人都快疯了 来不及细想 下一瞬便用尽全力起伏 赶现自己前冲的方向 不过这次他并没能完全躲开 强烈的冲击力让消风瞬间倒飞出几丈鱼 然后便哭通一下狠狠杂落在地面之上 剧痛和死亡危机让消炎并未失去意识 当他艰难抬头看着那个一步步走近的美妇人 不管心中如何不该 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此时此刻 他的生死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你不用这么看望 秦彩真俯视着消炎 这种仇恨的眼神他已经见过太多次 所以眼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只是温柔笑道 既然你想抢魏家的媳妇 那就要做好丧命的打算 天下没有白赚便宜的好事 下辈子记得这个道理了 说着话秦彩真微微抬起一只手 不过就在此时 旁边的魏贤志却突然想起什么 盲目蝶出言阻止道 夫人你等会儿 儿子是不是跟咱们说过要活口 夫人别急 赶紧去把他喊过来 不用喊了我来了 你不紧不慢地从竹林走出 身边还跟着柳靖雪 但当柳靖雪看清地上 那个满身血无之人时 便瞬间变成了惊恶 萧公子颤抖的呼唤声中 充满了无以复加的心痛之气 而萧妍也在此时抬起头来 眼神里似乎有着 无穷的愧疚的歉意 雪儿对不起 是我没用 没能兑现我们之间的诺言 这两句道歉就像是子弹一样 击中了柳靖雪的内心 随后他跌跌撞撞扑到萧妍身上 泪珠滚落在翘脸 你为什么要来 这时你看在 趴在地上的两个人说的 你们说的差不多了吧 该我说两句了 这句话像是提醒了柳靖雪 他一下子回身抱住你的 跪在地上不顾一切的哀求的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放过萧妍吧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而你并没有理会随后亲我见面 泛着寒光的渐渐低垂 在萧妍与柳靖雪之间 萧妍 基于你们两人中 我可以放走一个 谁死谁活 你来选 周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你这个幸福 二选一的操作 给整个说不出话来 一边是自己的命 一边是深爱着自己的女人的命 这个选择的难度不亚于前世 我跟你妈同时掉水里的经典送命题 此时的萧妍咬牙死死盯着你 眼神里的恨意越发浓郁 她知道你这是要诛心 可偏偏她又没得办法 直到这一刻萧妍才深切体会到 原来阳谋其实比阴谋更可怕 这时刚从惊恶中回过神来的柳靖雪 抢先一步慌张喊道 萧公子 你不要管我 今日能在卫家见到你 我死而无憾 很明显这个傻女人是怕萧妍为难 所以准备来得自我两极 你怎么会被她计划 微微一闪身 想要抢夺剑的柳靖雪便扑了空 一下狼狈地摔在地面上 而你也将目光投向萧妍 我的耐心有限 最后再给你三夕时间 你说话可作数 萧妍突然抬起头来一脸凝沉 你轻轻一笑 当然 随后萧妍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雪儿对不起 顿时柳靖雪的脸色瞬间一片惨白 前所未有的绝望感涌上心头 玄机萧妍也没脸再说什么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之类的狠话 而是慢慢从地上支起身子 无比落寞地拖着重伤之躯 一步步向魏府外走去 可同为反派的魏贤志当即大笑道 吴尔虽然放过你了 但我可没说要放过你 无形的掌宫呼啸着 跟向那道亮亮呛呛的人影 估计下一秒就是一场血肉烟花 结束了 你美滋滋地松个口气 然而下一秒所发生的的是 却让你瞬间又瞪大双眼 只见玉漆中血肉横飞的场面并未出现 紧接着一团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绿光 突然包裹住硝烟的整个身体 也将你爹的一掌消灭于无形 所有人都张大嘴巴 看着这从未见过的诡异灵雾目瞪跑来 不等你下令那团绿光变呼的又消失了 原地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硝烟的身影 你也是暗暗咬牙 固然还是没能杀掉这气韵之子 不过死要见尸 我也要见尸 此时的你也明白 跟硝烟相比你最大的优势 就是已经知道剧情 如此一来只要谋划到位 完全可以把本属于硝烟的机缘 抢先一步占为己有 虽然魏家家底身后修炼资源已经拉马 但前身只会摆烂 如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 你决定请陪婉来和自己对打 首先对方实力要强风格还要多变 最关键的下手要懂得轻重 既要给足自己压力 又特么不能真的下死手 于是你隔天一早来到玄境司总牙设下擂台 成妖八方豪杰上台打泪 因为你的身份一连好几日都没人敢上台挑战 不过台下的吃瓜群众倒是越来越多 此时的你脸色越发不自然 纵使你脸皮在后 被一群人围着当猴看的滋味也不好受 正当发愁怎样解决眼前困境时 人群中却是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紧接着一个心眉剑目的六品男子拨开重脸 纵身一跃潇洒落在擂台之上 却不料是手下为了缓解尴尬重惊情的演员 故意放水隐藏实力当场输掉比赛 但拙劣的演技被你一眼看穿 为了拍个马屁也是辛苦你了 不过围观的人群并没有散 都在等着看你会如何收场 在他们看来你这位混世魔王 大概率是要没了兴致转身就走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又一次出乎每个人的预料 你当即立下新规 自今日起 不论是何人皆可上台硬类 凡胜我者得饮五十两 并且自己绝不报复 何日我胜购白场何日此言作罢 因为硝烟为死威胁尚在 这也算是逼自己一把 很明显大部分人并不相信你刚刚的承诺 玄境思普通差一每月的俸禄最多二两白银 而现在你一张口就是他们两年的收入 也难怪没人感谢 不过俗话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个有些瘦小的不一男人 突然在人群中举了举手 表情有些忐忑说道 卫大人 小人十月 不知可否上台是上一事 你冲他点点头 当然可以 很快两人便缠斗在一起 相比于上一场的一招定胜负 这次倒是颇有点平分秋色的意思 只不过这并非你突然进步 而是因为这十月的水平实在也不咋低 所以两人能打得有来有回 反倒更加凸显出了你的拉垮 不多时十月一个拳头突然出现在你眼前 而你也最终躲闪不及被十月击中分出胜负 就这样十月捧着五十两人跳 只感觉好似在做梦 连什么时候下台的都忘记了 而就在此时 察觉到自己并无大碍的你也已经重新直起身 朗生问道 第二场谁来 就这样你每天都会拖着一身伤回家 但始终赢不下一场比赛 直到五天后 一大清早百十号大汉便翘首以盼等在门口 这架是颇有点大爷大妈手在超市门口 准备抢特价鸡蛋的感觉 很显然他们已经把你当做提款机 把人扁一顿还能拿到两年的工资起步快活 为了抓住商机 甚至有些人在擂台下开设盘口 今日依旧是看你十场之中能否胜一场 还未等他喊完人群立刻一拥而上 即使赔率低得可怜 大家也要砸过麦铁压一手不能 可就在这时 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 却突然找上了那开赌盘之人 将所有家当全压在你今日能胜一场 不然台面之上又掀起一片尘 你再一次砸落在地 五十八连败 你每多比一场 就会多刷新一次由自己创下的记录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 现在虽然一招一招依然至难 但要是跟五天前相比 反应速度到出招的合理程度 再到内力的运用 却已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你喘了几口粗气 开始迎接下一场胆位 此时男子立刻翻身上台 冲你一抱拳 为公子抱歉了 发音刚落就气步上前 一拳直奔你胸口 不过现在的你已不是五日前的水子 贴着对方的同时 只取对方喉咙 却不料手肘内侧被一整顿住 只是蹭倒了对方的衣领 旋即两人分开 第一招六四开你这次略战上风 其实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个状况 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就必须在内力耗尽之前 找到一击决胜的机会 面对对方的疯狂输出 为了迫使对手上勾你不省一臂 只为了寻找转瞬即逝的破绽 忽然你抓住对方走位失误 眼睛一臂紧剩的内力全部上流 竟然直接用头朝对方凶狠壮举 两人的额头轰然撞在一起 台下之人瞠目结舌看着这一幕 仿佛连心跳都跟着停滞了一排 虽然这场战斗并不算精彩 但却足够惨烈 看着那个衣服沾满血污 浑身上下哪哪都是伤的身影 许多人第一次真正对你产生了一丝敬畏 无关为闲置无关为假 只是因为这份能在连拜五十八场后 还依旧拼命想要赢的勇气 此时你可出一口血沫 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积分排前 内力透支慢慢在圣子之后 刻下了第一条横盘 回头望向台下时 众人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 震耳欲聋的那喊声 顿时响彻整个玄境丝 此刻的你心情十分愉悦 虽然身上到处都疼得厉害 但语气却是很轻松 今天还有最后一场 谁的 严毕 一道倩影纵身一跃潇洒落在擂台之上 当你看到此女时 表情多少有点惊讶 无并不是惊讶为什么换了人 只是单纯好奇玄境思这种机构 居然还能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当差 这脸蛋 这腰 这腿 等会儿 你忽然愣了一下 然后不太敢相信地试探到 徐清婉 而女子听后表情不变淡淡的 为公子知道我的名字 有所耳闻 你勉强一笑心中 实则瞬间掀起波澜 徐清婉 小说里最能打的女主 跟柳静雪不同 徐清婉是中期才出场 因为一件案子与萧炎结识 之后又因一番机缘巧合 对玄境思彻底失望 转而跟着萧炎混乱 不过他的结局比路径窑惭惨 最后是为了救萧炎 死在了魏贤之的一掌之下 从时间线上来看 徐清婉还有很久才会跟萧炎第一次见面 自己本来还没想那么远的事 但既然现在人都送上门了 那肯定要再次截胡 打定主意后的你也不着急打架 决定先交流交流感情再说 不过还没等你说话 徐清婉反倒是先开口了 以你如今的情况 已经不适合再打一场 这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女人已经被我所吸引 怕我伤势加重 所以刻意上来放水了 你闻炎一息赶忙确认的 所以徐姑娘是不准备跟我打的 徐清婉点头不过手 却向前一伸 但是五十两银票你要给我 另外那剂公计我也不要 再换做五十两银 一共是一百两 此时的你目瞪口袋 半晌过后才问道 徐姑娘 你缺钱就直说 徐清婉也不遮掩直直看着你 所以这钱我一定会要 你如果非要打也可以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就好 但是你突然心生一记抬头笑看回去 徐姑娘 如果你这么需要钱 我这里倒是有个好夥 既轻松赚的又多 考虑一下 不久过后在飞驰的马车上 手下王二一脸郁闷 公子 那个徐清婉虽然实力尚可 但指导您稀五趴时还不够 再说您给他开的价也太高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也能教 你一听这话顿时骂道 哪两块哪呆着去 王二文言有些受伤 不过很快又想起一事 对了公子 您之前让我查的杨柳氏有结果 你点点头说来听听 王二压低声音小声道 柳氏姑娘是青州夫人 家中本颇为富裕 后全家丧命于一场大火 只有她活了下来 后来她便来京城投奔了一家远房亲戚 因为长得国色天乡 这家亲戚便想将她许配给户部的张氏郎 给自家儿子换个一官半职 可柳氏姑娘宁死不从 于是那家人一气之下 便将她迈到了凤七本 谁料她一入沟篮后 就跟换了个人一样 竟然是混得如鱼得水 去年更是在平花会上摘点花榜之手 此时你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实则却是跟明镜似的 什么全家丧命于大五 全都是假的 这杨柳氏压根连人都不是 她就是个狐狸妖 从西南十万大山中来 混入京城就是为了找机会 从玄境寺的大牢中就一个人 并且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过分的是 她每次接客都是用幻术铺门的 太可恶了 必须要去给她点颜色瞧瞧 随后你眉毛一羊问道 杨柳氏哪几月迎客来着 王二如实回答道 柳氏姑娘还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 会迎三次客 但客人必须是三平以上官职 不过今晚她会去花船夜用 并且放出风来说是可破一次令 你点了下头命令到 现在就去会会她 好的公子 王二低头领命心里暗自付费 虽然公子最近性子温和了不少 已经好几天没出去杀人了 但老色P这一点果然还是没变了 随后驾车往河边开去 汪汪汪 咕咕咕咕 头顶刚刚吸血的日头回到卫府 魏长天一进院子 就看见大鬼在追一只老母鸡 两只畜生从东跑到西 从南跑到北 一副再生动不过的鸡飞狗跳场面 哪来的街 魏长天走到屋檐下 满脸无奈的秋云身边 惊讶问道 又是巧琳弄来的 是呢 秋云揉了揉额头 小姐说是咱们院子里太闷 这样能热闹一点 沉默半晌 魏长天咬牙又问 他人在哪 在屋中跟夫人学写字呢 巧琳 学写字 魏长天愣了一下 便往屋里走 不过没走两步 便又转回身来 脚下蹬地 直奔那只大母鸡而去 咕咕咕咕 扑通 正好 今晚吃鸡 书房中檀香鸟 特置的小木桌前 魏巧琳正握着一只 最小好的毛笔 粪笔疾疏 莫知乱飞的样子 颇有几分狂野派艺术家神韵 陆敬尧站在旁边 虽然衣裙上满是墨点 不过倒是也不嫌弃 脸上居然难得挂着一丝笑容 这还是魏长天第一次看到他笑 平心而论 说句笑叶如花 不算过分 大哥大哥 你回来了 听到房门处传来的动静 尚不知自己痛失爱激的魏巧琳 立刻从小桌子后 蹦起 直奔魏长天而来 别动 魏长天忙不迭 捏住两只袭来的小黑肘 帮助魏巧琳 用他自己的衣服 把手擦干净 大哥 你看我写的字 魏巧琳并不知道 自己又被嫌弃了 拉住魏长天的手 走到小木桌前 得意地举起自己的杰作 其上歪歪扭扭 写了几个字 爹爹 娘 大哥 嫂嫂 大鬼 魏长天一愣 有些后悔 刚刚宰了那只大母鸡了 其实魏巧琳之前也蛮可怜的 前主虽然也算疼爱这个妹妹 但主业仍然是逛妖子 所以 偌大的魏府中 除了几个小丫鬟 实则并没人能陪她玩 难怪这小丫头 特别喜欢养动物 并且能这么快 就跟陆静尧混到一起 魏长天一阵沉默 正在心想 要不要让人再去买只鸡回来之时 于而却突然从门外探进来一个脑袋 公子 邱云姐让我来问 那只大母鸡要怎么吃 魏长天 魏巧琳 大姑姑 哇 半住香后 魏巧琳抹着眼泪 跑去看顿鸡了 然后就是日常上药时间 魏长天赤着上半身趴在床上 陆静尧则是坐在床边 仔细涂抹着药膏 相比于偶尔会做些粗活的秋云 她的手要更柔软一点 动作也很小心 若有若无的呼吸声 回荡在房间中 整个过程 两人都没说话 直到完事之后 魏长天才发现 陆静尧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她一边穿衣服 一边问道 怎么了 陆静尧有些犹豫 你 你要不要学写字 嗯 魏长天一愣 突然想起 自己写给陆静尧的那首诗 果然被鄙视了吗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确实也需要提高一下毛笔字水平 便大方点了下头 可以 以后我若有空 每日跟你学一个时辰 那你现在要学吗 陆静尧低头盯着自己的斜肩 小声说道 离吃饭还有段时间呢 行啊 魏长天问道 我们去书房 嗯 书房被巧琳弄得有些乱 陆静尧念如道 去我房间也行的 魏长天 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 怀疑你的动机并不单纯 事实证明 果然还是魏长天想多了 带着点白勺味道的体香 萦绕在鼻尖 他看了眼一脸认真的陆静尧 只好又一遍提笔 开始鬼话服 平平平噬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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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噬 这是陆静尧独创的办法 将练字和学习诗词的平字格律结合在一起 事半功倍 前世对此有个名词叫融合式教学法 只可惜在封建社会的女人做不得教书先生 所以注定是无法推广如此先进的教学方式了 魏长天心思又飘回到前世 底下的字自然也越发走样 陆静尧看了一会儿 终于忍不住小声提醒道你认真一点呀 听到这话魏长天不仅没有愧疚 反而直接把笔一溜 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 可这还不到一个时辰啊 那也已经够了 陆静尧哑然半晌 然后才默默起身归整笔宴等物 笔豪在双鱼模样的笔戏中轻轻晃动 黑沫在清水中成团韵染开来 他伸手捏了捏笔豪根部 突然轻轻说道 其实你很有才分的 若是肯学几年书去考功名 定能有所成就 魏长天愣了一下 笑问 怎么 你这是想劝我浪子回头 陆静尧正正地看过来 不好吗 哈哈 魏长天大笑两声 调侃道 我如果想要做官 现在就可以做 为什么还要费力去跟那些读书人争 再者 我才懒得去关心家国如何 百姓如何 那些跟我有何干系 不是这样的 陆静尧摇了摇头 目光坚定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你能写出这样的诗 就定不是一个自私自利之人 魏长天想不到 这女人居然这么能联想 一时间哑然笑道 一句诗能说明什么 这种水准的诗 我随便就能做出来 我不信 陆静尧只当魏长天 是被自己猜出心中所想之后 在成口舌之力 便刻意挑拨道 除非你现在再做一首 你若做得出 我便信你 你信与不信与我有何用 魏长天瞥了他一眼 再说做事要有油头 哪有随便做的 陆静尧见魏长天推托 心中越发得意 这里这么多物件 你随意挑一样 做油头就是 呵呵 魏长天冷笑一声 本来不想搭理陆静尧 不过 当他看到窗外院中 正在陪为巧琳丸的秋云和约儿时 却又改了主意 秋云 约儿 啊 公子 二女忙不迭小跑过来 站在窗外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 魏长天看都不看陆静尧 直接说道 我要给你们做首诗 啊 做诗 二女一愣 脸上都写满了大大的不解 公子啥时候又会做诗了 难道是夫人刚教的 虽然疑惑 但是他们 还是顺从地点点头 眼神有些期盼 公子 我们听着呢 嗯 魏长天装模作样的沉音片刻 然后才慢慢背出 一首小诗 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能被陆静尧清晰听见 物谷风消妙剪裁 秋云香送上摇台 陈渊一线时时段 碧海青天认出来 窗里窗外 一时寂静 秋云和渊儿虽然文化水平仅限于会写自己的名字 但也能听出这诗是在写止渊 并且 诗中又出现了秋云二字 人是有着对美丽事物的天然欣赏能力的 对文字亦是如此 跟何况这些文字还跟自己有关 二女瞬间捂住嘴巴 眼中的感动之色无以复加 而至于陆静尧 惊讶 震撼已经无法形容她此刻的心情 如果非要找一个词的话 心惊神尧 难以置信 她看着气定神闲的魏长天 实在想不出到底是要达到何种文采 才能在短短几戏之间便做出这样一首既和主题 又一惊深远的整诗 陈渊一线时时段 碧海青天认去来 这份感情太豪迈大气 又太细腻了 陆静尧不似秋云和渊 她是懂得诗中更深一层含义的 而郑英懂便更想不通 怎么会只怕是大宁第一才子 只怕是被誉为失先的苏无 也不过如此吧 晚饭时 陆静尧一直都心不在焉的 连筷子都掉了好几次 秋云和渊要好一些 但也总忍不住偷偷去看魏长天 只有魏巧灵化丧鸡之痛为食欲 对着那只顿鸡就是一顿发力 吃过饭 赵丽氏讲故事环节 经过这几日 情节已经进展到 孙悟空和唐僧二人 在高老庄遇上猪八戒了 魏长天当然记不得 《西游记》全文 不过电视剧小时候 倒是看了好几遍 所以 也不存在卡壳之类的情况 窗外月明星熙 屋内烛火晃动 似女听得全神贯注 表情时而紧张 时而惊喜 就连大鬼也温顺地趴在地上 尾巴贴着地面左右扫动 看似很是惬意 嗨时初 故事会结束 邱云和约儿 去送魏巧琳回自己的小院 陆静瑶则是赶紧回屋 去把刚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 房内安静下来后 魏长天喝了口茶 开始琢磨徐清婉和杨柳诗之事 即便只是为了系统点数 这俩女人 她也是必要拿下的 前者还好 毕竟时间十分充足 完全可以徐徐徒之 但后者就多少有些难搞 一方面是因为杨柳诗 作为狐妖 警惕性很强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萧峰也差不多 都快要跟她遇到了 应该就是在中秋之后的几日 魏长天不知道 萧峰受了重伤 会不会影响后面的剧情发展 但总要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中秋游船时 没能拿下杨柳诗 那也绝不能让她能跟萧峰见面 大不了就未明除妖 慢慢想着一些细节 杯中茶水已完全凉透 就在魏长天 大致有了一个计划 准备上床继续训练之时 房门却突然被敲响了 公子 你还未睡吗 秋云和约儿轻步走进来 不过手却都藏在身后 表情有点忐忑 魏长天疑惑 怎么了 那个黄昏时公子做的那首诗 能不能写一份给我们啊 二女不太好意思地 把手从背后拿出 手中居然捧着纸墨笔焰等物 准备得还挺充分 看着他们紧张的样子 魏长天哑然失笑 哈哈 当然可以 不过我字很丑 你们不嫌弃就行 不会的公子 约儿年龄小 说话要比秋云没顾忌得多 反正我们也不识字 只是怕以后不小心把诗忘掉 好拿着这张纸 去找说书先生念给我们听 这样啊 魏长天看看低着头的秋云 没多说什么 只等墨枝言开后 便提笔认认真真 把那四句诗疼了一遍 写完后 他又在最上面 加了一个诗名 赠秋云与约儿 字还未干 要稍微晾一会儿 放下笔 魏长天把阵纸压在宣纸上下两端 嗯啊 秋云和约儿轻轻点头 眼巴巴站在一旁等着 不过很快 他们的脸上就满是红韵 呀 公子 嗯 娇柔以你之声穿过房门 钻进正站在门口的路径摇耳中 他本来是忘记了 今晚故事中的一处细节 想要过来问一下 但是现在 快步回到自己屋子 背靠房门大口喘了几下粗气 一只手死死捏住裙脚 一只手摸了摸自己 有些发烫的脸颊 心头不知为何 竟然有些失落 昨天一整晚 陆静尧都没睡着 魏长天却是精神抖擞 睡前一番体力大战 睡后一番脑力大战 即便如此醒来后 却依然不觉乏困 头脑清明 只能说 梦到确实神奇 早饭时 陆静尧不在 据于而说 她是身体不是没胃口 至于究竟是何原因 就只有鬼知道了 一口闷掉 邱云特意嘱咐厨子 做的大补汤 魏长天摸摸嘴 准备出发去玄境寺 继续挨打 不过也就在这时 魏府的门童 突然跑来禀报道 有个李公子来了 李公子 魏长天一愣 问道 哪个李公子 门童有些惊讶 就是李府的李扬公子啊 哦 让他进来吧 魏长天点点头 已经记起这个李扬是谁了 每个反派 都会有一些舔狗跟班 主要作用 就是用来凸显反派人物的 嚣张跋扈 以便主角能更好地打脸装逼 前主的这种跟班挺多 但在书中有名字的 便只有这个李扬 他爹李勘 是大理寺少卿 相当于前世最高法的二把手 官职不高不低 要分跟谁比 沾家里的光 李扬也在大理寺 混了个一官半职 不过跟魏长天一样 都是个吃空想的主 平日里最多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 逛窑子 二 跟魏长天一起逛窑子 简单总结 一个不学无数的官二代 唯一的优点 就是对魏长天足够忠诚 小说中更是身先士卒 去找萧峰麻烦 至于结局嘛 当然是家破人亡 魏兄 几日不见你怎么精神如此之好 唉 自打上次咱们大闹探春楼之后 我便被我爹禁足了 今日才对已脱身 听闻你已经取那路径摇过门了 那时我还被关在家里呢 今日特意过来 给你补上鹤脸 我知道你也不缺银子 所以特意从我爹那里 偷出一份 最近将要压界教方司的 犯官女卷名单 这里面可是有不少完毕之身 我们好好研究一番 到时定能拔得头筹 长相颇有些猥琐的男子 唾沫横飞 手中纸张被挥舞的呼拉 作响 魏长天则是越听越头大 想不到这李扬居然还是个话牢 打从见面开始就疯狂避避 并且 新婚贺里送小姐名单 又是什么神仙操作 等了半天 还不见李扬住嘴 他终于忍不住干咳一声打断道 李兄 名单我收下了 不过 我现在要去玄境司 我与你一同去 李扬热络道 正好路上我还有正事 要跟魏兄说 魏长天 行吧 马车很快准备好 王二充当车夫 魏长天跟李扬在车中相对坐 待马车跑了一会儿 魏长天无奈问道 李兄 有何正事 哦 是这样 李扬凑过来一点 声音压得很低 昨日我去找这份女卷名单时 恰好在我爹那里看到了一纸诉状 一下子状告了魏兄 你当街杀人 抢抢名女 寻资闹事之类的七八条罪状 嗯 魏长天文言后 先是本能地紧张了一下 不过很快又放松下来 今时不同往日 以自己现在的身份 还怕被告 魏兄 这次恐怕不太一样 李扬似乎是看出了他的无所谓 语气有点着急 寻常这种事 应该早就被衙门压下了 可这次却交到了大理寺 怕是要这儿八经三思会审的 是吗 魏长天一愣 陈英片刻后才问道 那李兄觉得 是何人要针对我 定是柳家 李扬气愤地一拍自己大腿 言之凿凿 上次魏兄把柳宗亮羞辱的那样狠 这个憋孙 是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 这次肯定是柳家要为他出窃 柳宗亮 虽然对这个名字很是陌生 不过柳家的情况 魏长天却是知道一二 大宁三大家族 柳魏许 每家在民间都流传着一句戏言 想请财神入家门 先问许家准不准 不为鬼来不为神 只为魏家刀下魂 若想官服却变艳 便拿柳婿来做眠 坊间戏言虽有夸张的成分 但也基本能反映出三家的情况 一个有钱 一个有刀 一个有权 从综合实力来看 权倾朝野的柳家 无疑是最强的 家主贵为当朝宰相 权力之大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 不过柳家一直就跟魏家不对付 再加上前主无法无天的性格 魏长天已经大约猜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估计就是前主不知道啥时候 跟那个叫柳宗亮的柳家 小辈起了冲突 然后柳家想要报复 所以在背后指使一些人来告自己 反正前主的这种把柄 一抓一大把 随便找两个都够判斩力绝的 当然了 斩事肯定不可能斩的 但恶心一下 魏家却是足够了 想到这 魏长天的表情终于严肃了一些 李兄 多谢你将此事告之于我 魏兄 你这是什么话 李扬豪迈道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我今晚就去求我爹 如果真要三思会审 大理斯定会支持魏家 这事儿先不急 魏长天摇摇头 想了一会儿后才说到 近几日 我想去登门拜访一下令尊 见我爹 李扬一愣 你有啥事直接跟我说就是了 魏长天笑笑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还是到时候再一起说吧 好吧 李扬点点头 那等我跟我爹说过后 再来通知魏兄时间 好 多谢了 魏长天拍了一下李扬的肩膀 而马车也在此时缓缓停下 看着牌匾上龙飞凤舞的玄境丝撒字 李扬这才想起来问道 对了魏兄 你是来找魏大人的 不是 那你来坐身 难不成也是被家里逼着 要来上职 唉 魏长天没有解释 叹了口气 便跳下马车 往阳武堂走去 李扬在身后疑惑地挠挠头 犹豫了一下 还是屁颠屁颠跟了上来 然后很快 他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到目瞪口呆 这些人为何敢做魏兄 不要命了吗 魏兄又为何任由他们打 总感觉哪里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 刚刚在车上时魏长天的反应 似乎也有些异样 难道说 这就是结过婚的男人 甲二类上一番激战 八负二胜 当魏长天打完今天的十场类时 李扬已经不见了人影 李公子说是 不忍再看您的惨状 所以回家退婚去了 王二如实禀报 退婚 魏长天揉了揉身上的淤青 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这二者间有什么关系 不过他也懒得多想 从王二手中接过一张银票后 便挥了挥手 不管他了 你到马车那里去等我吧 公子 要不我还是跟着您吧 王二面露纠结 万一那个徐清晚 要对您不利 我心里有数 魏长天打断道 你正好趁着功夫 去买只鸡 王二以为自己听错了 买 买只鸡 魏长天点头重复 对 大母鸡 王二一阵沉默 半晌后才直无这说道 那个 公子 我多嘴问一句 您说的这个鸡 它是正经鸡部 玄境寺内 一处僻静的武士 因为在玄境寺当差的 大多是武人 平时基本都会有修炼习武的需求 所以 这种配套设施倒是不少 而今日 便是魏长天的第一节高价私教课 徐姑娘 这是说好的五十两 魏长天笑着把手中银票递给徐清晚 后者倒是毫不客气 认真查看过金额后 就揣进了胸口 魏公子 那我们现在便开始吧 不急 魏长天摇摇头 饶有兴致地问道 徐姑娘 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徐清晚平静反问 你是不是想问 昨日我为何会压你胜 魏长天点头 为何 因为我前几日一直在观察你 虽然你一直在输 但却日日都有极大的场景 徐清晚如实回答 再加上昨日你的对手之中有 两人实力偏弱 我便觉得 你应当可以赢下至少一场 原来如此 看来这徐清晚的观察分析能力 确实挺强 魏长天想了一下 又问 那如果我昨日没赢呢 你那三十两 岂不是就打了水漂 没赢便没赢 既然是赌 自然是输赢兜认 徐清晚从发间解下红绳咸鱼口中 双手背在脑后 将长发盘成发剂 魏公子还有要问的吗 还有一问 魏长天看着徐清晚的嘴唇笑道 你似乎并不怕我 为何要怕 徐清晚将红绳剂到发剂之上 露出白皙的脖梗 你并打不过我 魏长天好笑道 可我爹是玄境司指挥使 我知道 这又如何 你就不怕 罢了 就当我没问 魏长天摇摇头 突然感觉调戏徐清晚这种女人 很没意思 咱们开始吧 我现在要做什么 全力攻击我 徐清晚走近半步 却并未摆出任何架势 我要先了解你的弱点 才能想办法为你补足 好 魏长天了然点头 深吸一口气 我用什么手段都行吗 是 搜 魏等徐清晚说完话 魏长天便出手了 一上来就直奔上三路 更准确地说 是直奔徐清晚的凶 他才不管什么武德不武德的 既然人家都让自己放开来了 那肯定是要怎么胜率高 怎么打 不过可惜的是 这种流氓招数 对徐清晚却是没用 倒不是说他没有凶 而是因为 早就对此有所防备 只见他微微侧身 躲开这几偷袭 同时勾脚前踢 目标竟然直指魏长天的下三路 靠 这女人怎么也不讲武德 魏长天瞬间冷汗直冒 立马撤身 想要躲开 不过下一秒 他却绝望地发现 已经来不及了 干啊 看着足够让他断子绝孙的 一脚越来越近 心中生起无比的悔意 早知道这样就该让王二跟来的 这还买哪门子鸡呀 自己的鸡都要没了 也不知道 系统里有没有能够补救的道具 嗯 预期中的痛感并没有传来 胯下除了有点凉嗖嗖的 好像并无一样 原来那只脚 终究还是在最后关头停住了 还好还好 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魏长天刚欲说话 一抬头 却发现一只小拳头 已经近在咫尺 魏长天 那个 这次还能停住不 碰 半竹箱的功夫过后 魏长天终于气喘吁吁的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毫无还手之力 徐清婉绝对是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强对手了 要不是他刻意留守 自己估计都走不过三招 要知道 经过这几日的梦到训练 魏长天现在打类时 虽然还是输多赢手 但再怎么样 也能跟对手过个十招以上的 可到了徐清婉这里 自己便能明显感觉出不一样 似乎他完全跟别人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果然是小说里的最强女主 明明境界没有多高 但对战斗技巧的运用称一句 如火纯青 绝不过分 比我想象的要好 低头看着魏长天 徐清婉冷静分析道 够凶 够狠 够不要脸 这些都是 你的优点 怎么听起来 不像是优点呢 魏长天欲言又止得张张嘴 徐清婉却并不管他 自顾自继续说下去 不过你明显从未吸过任何技法 一朝一世更像是那些七行霸式的泼皮 不入流 遇到一般对手还好 但若遇到高手 是定会吃大亏的 那依你所说 我现在应该开始学习技法 魏长天从地上爬起来 徐清求教道 应当先从什么开始 拳脚 身法 兵刃 自然是身法 徐清婉如实回答 身法是吗 魏长天微微皱眉 各类上等技法 魏家有的是 身法肯定也不少 但刚刚经徐清婉一说 他却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 好像徐清婉本身就会一门顶尖身法 应该是叫什么扶摇部之类的 可 徐姑娘 想到这 他当即有了主意 你是不是习得一门祖传的身法 嗯 徐清婉眼神中一闪过一丝诧异 你是如何知道的 你派人查过我 魏长天很淡定 你既然叫我习武 那我肯定会派人调查一二 否则万一 你是我仇家派来的呢 也是 徐清婉点点头 但我徐家的身法 你怕是学不了 为何 难道只有女子能习 那倒不是 徐清婉看了魏长天一眼 只是祖上有规矩 扶摇步法绝不外传 外人想要学 除非嫁入徐家为习 或者娶徐家女子为妻 这 魏长天很想说 要不我娶了你算了 但考虑到徐清婉的战礼 便还是闭上了嘴 然而就在这时 他却又听得徐清婉主动问道 那个 你真的想学吗 嗯 魏长天心里一喜 忙不迭点头 当然 既然如此 那我倒是可以破例教你 徐清婉略一沉吟 脸上难得有些红郁 不过得加钱 哈 什么玩意儿 给钱就能交 不是 说好的祖上规矩呢 魏长天以为自己听错了 下意识地问道 你要多少钱 徐清婉把手往前一伸 二百 不 三百两银子 三百两银子就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了 徐清婉这么猜谜的吗 徐姑娘 魏长天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小心试探道 如果我要你从了我的话 你看多少钱合适 徐清婉 碰 半个时辰后 鼻青脸肿的魏长天已经坐到了马车上 身边是一只被五花大绑的大母鸡 公子 我看那徐清婉定是不怀好业 王二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您看上他是他的福分 他居然如此不识好歹 以我之见 干脆直接掳来就是了 掳掳掳 就知道掳 魏长天没好气地骂道 虽然咱们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但做事能不能用点脑子 啊 是小人多嘴 公子息怒 王二心里委屈得很 心说 公子之前明明一直教导自己的事 不管刀子绳子 能把人弄到床上 就是好法子 怎么最近改成用脑子了 不过他也不敢问 沉默半赏后才 突然又想起一事 便试探地说道 对了公子 中秋游船的事已经办妥了 不过好似凑热闹的人不守 要不要提前警告一下 我的意思是 您还有什么安排 嗯 魏长天沉吟半赏 慢慢说道 到时候多在花船周围埋伏一些高手 随时听我命令 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还有 顺便去查一查 徐清晚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知道了公子 王二应了一声不再说话 而魏长天 则是把目光投向旁边那只背 以一种奇妙方式捆绑住的母鸡 绳子穿过鸡翅 在鸡脖上饶了一圈 又在鸡胸位置交错打劫 鸡胸 不是 鸡妹 委屈你了 碰 碰碰碰 就在魏长天跟母鸡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后秋村旁的矮山上 萧峰正在对着一只虎妖的尸体 拳打脚踢 这虎妖从体型上来看 已有至少三十年道横 本不该出现在这种小山矮林中 但正所谓主角在处 必有惊艳宝宝 所以很明显 他肯定是被天道安排来 强行给萧峰送人头的 碰 泥土已被妖血染成红色 又是一拳下去 早已死透的虎妖顿时脑袋开瓢 血液脑将崩飞 吓得旁边的小姑娘顿时脸色煞白 看着那个还在挥拳的人影 他终于站立道 萧 萧大哥 他 他已经死了 嗯 轻音入耳 萧峰大梦初醒般猛然停下动作 他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腰尸 嘴中大口喘着粗气 足足实习过后 方才缓过进来 银儿 我 扭过头去 想要安抚一下 被吓坏了的小姑娘 但后者下意识地退步 却让他一时间顿住身形 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萧儿 对不起 我也不想这样 萧大哥 叫萧儿的小丫头 眼眶中禽着泪水 一番挣扎后 突然鼓起十二分勇气主动走过来 颤抖着掏出一块布手绢 替萧峰擦拭起身上的血污 萧大哥 我 我不怕的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鼓劲 小姑娘嘴里不停重复着 我不怕 只可惜 内心的恐惧 却不是说说就能掩盖的 更重要的是 他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在怕这些血浆脑液 还是在怕眼前之人 好可怕 萧大哥 他到底是怎么了 清风拂过山岗 血腥卫十分刺鼻 萧峰低头看着那张因为害怕 而变得煞白的清秀小脸 不自觉死死攥住双拳 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那日在卫府被卫贤之一掌击中后 他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谁料到在睁眼时便已经身处后秋村 不仅伤势莫名其妙全好了 内力甚至还更上一层 居然直接达到了七品巅峰 只差一步便可迈进六品 本来这因是天大的好事 可打那之后 自己便总感觉有些不对 平时还好 但若是溅了血 就会变得无比暴力 严重时 甚至还会像刚刚一样 几乎失去理智 萧峰研究了很久 也不知道 究竟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最后只能 是把这一切 归结为魏家的阴谋 可是魏家为何不直接杀掉自己 绕这个弯子的意义 又在哪里 想不通 萧峰觉得 如果想要知道真相 他就必须再去一次魏家 银儿 想到这里 他突然轻轻握住眼前的小手 温柔道 既然我的伤已经痊愈了 便也是时候离开了 啊 银儿莫地抬起头来 恐惧之情 瞬间被抛之脑后 萧 萧大哥 你要走 嗯 萧峰点点头 目光远跳向京城的方向 有些事我必须去搞明白 萧大哥 银儿正正地看着萧峰 声音里带着哭腔 那 那你还会回来吗 萧峰微微一笑 傻丫头 你若不负我 我定不负你 阳光透过树叶缝隙 洒落在少女头顶 银儿灯时红了脸 捏着手绢捏如道 那我回家给你做饭 昨日爷爷刚买来的猪肉 不用了 我现在就走 萧峰松开软糯的小手 回身走到那具虎妖尸体旁 黑剑出鞘 几下 便从妖尸头颅处 取出一颗鸡蛋大小的腰单 此物可换不少银两 你收好 等我回来 萧大哥 我等你 满事不舍和依恋的呼喊声 回荡在林间 眨眼萧峰便没了踪影 而就在他走后不久 几个瞻赶出的探子 也后脚赶到了后秋村 相当 你可曾见过此人 后秋村村口 一个大汉举着一纸画像 其中画得正是萧峰 这不是萧少侠吗 被问询之人一脸兴奋 当然认得了 嗯 几个探子对视一眼 表面却都不动声色 那他人现在在哪 在老刘头家住着呢 前几日 萧少侠不知为何受了伤 这几日一直在老刘头家养 嗯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问这个 呵呵 为首的探子没有回答 而是笑着地上几枚铜钱 老兄 不知这刘家怎么走 哎呦 我一看你们 就不是歹人 定是萧少侠的好友吧 静止走 看到一颗骨槐往左拐 第一家就是了 好 谢过老兄了 谢什么 你 你们 扑通 光影闪过 说话之人瞬间瘫倒在地 瞪大的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若是仔细看去 便可发现 他的脖梗上有一道细微的血痕 但奇怪的是 却并未流出钉点鲜血 老四 你去处理此人尸体 围手的探子 收起脆毒短刀 弯腰掰开那人的手指 将几枚铜钱 重新取回手中 老三 你立刻回寺里叫人 老二 你给我守在此处 说吧 他伸手轻轻抚过倒地之人的眼皮 老兄 对不住 当卫长天守灵老母鸡推开院门时 院中的两只鸡顿时一通乱叫 向他质疑了最热烈的欢迎 啊 公子你怎么也买了只鸡回来 月儿躲开一地鸡毛 快步走到卫长天身边 语气中有些好奇 卫长天目瞪口呆地问道 不是 你先告诉我这两只鸡是哪来的 月儿如实答道 有一只是小姐刚带来的 有一只是上午的时候 夫人让秋云姐去买的 卫长天有些惊讶 陆景瑶让买的 是的呢 夫人说是怕小姐怪罪公子 炖了他的鸡 所以才要买的 月儿看了看卫长天手中的鸡 无嘴笑道 公子也是如此响的吧 哼 现在看来 也不差我这一只 卫长天鼻孔出气 把母鸡随手扔到地上 这下 他们都能斗地主了 斗地主 月儿眨巴一下眼睛 可 打发时间的小游戏 等以后有机会教你们玩 卫长天打了得哈哈糊弄过去 迈步走进屋里 卫巧琳已经失去了学写字的兴趣 此时正趴在大鬼身上睡觉 陆景瑶则是坐在桌边看书 见自己进来 便把书盒上 开口轻声问道 你今日回来的 要比往日晚一些 哦 以后都会是这个时候回来 卫长天随口回道 找了个人叫我习武 每日一个时辰 是吗 陆景瑶还满心想着要怎么把卫长天改造成一个文坛大家 现在一听 每日仅有的练字时间都被习无己战 不免有些失落 可他又没法真以妻子的身份去要求卫长天什么 最后只好委屈巴巴的小声试探道 那你答应的练字 有时间会练的 卫长天哪里想得到陆景瑶的心理活动如此复杂 随便又应付一句便准备去换衣服 而就在此时 王二却突然自门外进来 神色着急道 公子 老爷让你赶快过去一趟 说是消 可 余光看到旁边的陆景瑶 他瞬间有些紧张地闭上了嘴 而卫长天也斜眼向前者看去 两人只见陆景瑶低着头 眉毛微微皱起 似是在思索什么大事 屋内一时间寂静无比 只有卫巧琳跟小猪式的憨声在此起彼伏 王二 坏了坏了 这可如何是好 等下肯定要被公子怪罪了 卫长天 看这样子 果然还记挂着消风呢 嗯 怎么又不太像 陆景瑶 到底该怎么样做 才能让相公弃武从文呢 好苦恼 把事情的经过 好好再讲一遍 暗室内 卫贤志和卫长天 各坐一张椅子 旁边则是站着一个粘杆处的探子 是 卫大人 探子应了一句 躬身看向卫长天 卫公子 我们是在城北的后秋村 发现的消风踪迹 据村民说 消风是几日前因受伤 流落至后秋村 之后便一直住在一户 流姓老者家里 由老者的孙女照料 哦 后秋村不设村政 村中大小事物 都是这流姓老者说了算 等会儿 神旺打断问道 几日前 究竟是几日 还有 那个老头的孙女叫什么 回公子 探子沉声回答 是七日前的晚上 那女子叫刘盈盈 年方十二 好 你继续吧 是 探子顿了一下 接着说下去 当时粘杆处 供去了四名弟兄 我担心恐不是那消风的对手 便拆人回死里求援 同时带着其余两人 盯住了那刘家的里外动静 我等始终未敢松懈 但确实并未察觉到异样 之后等四中高手赶到后 我们便一同摸入刘家 不过除了两件消风的衣物外 却没有寻得人 估计消风是自我们来之前 便已离开了此处 属下无能 请公子恕罪 探子啪的一下站直身子 不再说话 而魏长天思考一阵后 才问道 那个刘盈盈 还有他爷爷 都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 正压在刑狱中 审过了 简单审过 还未用刑 两人都称 并不认得消风 好 魏长天扭头 看向魏贤志 爹 我想去一趟 玄境司 刑狱 玄境司的只能是查案和杀人 长期关押犯人 那是刑部的活 所以 司中除了 专门用来关妖怪的镇妖狱 之外 便只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刑狱 主要是用来审讯的 潮湿逼自的过道中 火光闪动 魏长天看着身侧之人 总感觉有些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黑衣差异忙不迭回道 魏公子 小人郭英 大前日有幸在肋上跟公子交过手 哦 我说呢 魏长天点点头 郭兄 那两人现在 关押何处 魏公子 大得在甲二 小得在柄三 郭英被一声郭兄叫得受宠落惊 满脸讨好之色 公子想先审哪个 先审大的吧 魏长天想了想 又小声在郭英身边语几句 清楚了吗 是 小人清楚 郭英脸上闪过一丝惊异 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 几分钟后 甲二号刑房的铁门被缓缓推开 各色刑具的包围中 一个白发老头被捆在椅子 不得动弹 魏大人 郭大人 两名差异赶忙起身 然后就被郭英挥手打发出了刑房 你们出去吧 是 嘎吱片刻过后 铁门合死 魏长天环顾一圈 然后信步走到满脸决然的老头面前 轻轻开口 萧峰的事 将你知道的都说一说 我不认得萧峰 老头目光坚定 摆明了一副我知道 但就是打死也不说的架势 你为何不愿意说 魏长天自言自语道 让我猜猜 按照一般的狗血套路来说 他怕不是救了你们的命吧 老头眼神中闪过的惊恶之色 无疑证实了这个的猜测 魏长天一笑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宁死也不肯出卖救命恩人 你倒是有情有义 不过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孙女吗 你知道 她会是什么下场吗 老头的脸色煞白一片 但仍咬牙不肯松口 而就在此时 旁边的郭英突然走进一步 一脸淫荡与奸邪的英森笑道 大人 那丫头骗子长得不错 嘿嘿 小人们天天守在这不见天日的大狱之中 早就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喜六宁要不别审了 兄弟们都等不及了 看着郭英登峰造极的演技 魏长天一阵雨色 这泥马 他不是本色出演吧 心中暗自负匪 他脸上却十分平静 按照剧本配合道 既然如此 就给那丫头灌下迷魂汤 抹去记忆 你们先轮着玩几日 玩够了 就冲作预计吧 看着浑身站立 机遇昏厥的老头 魏长天最后又俯身补了一句 则则则 老人家 你把自己的亲孙女害成这样 就不怕她死后 化作厉鬼去找你吗 魔 魔鬼 你们都是魔鬼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求求你们 放过我孙女 放过我孙女啊 一炷香过后 魏长天和郭英一前一后 出了刑防 事情大约搞明白了 但又似乎没搞明白 郭英开口问道 公子 您接下来 还要审那个刘盈盈吗 等一会儿 我先想点事情 靠在冰凉的青石墙上 魏长天眉头紧锁 对照着记忆中的小说情节 开始梳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七日前 肖峰路过后秋村 顺手收拾了一只猪妖 这跟小说剧情相符 但之后的发展 就不对劲了 按照小说所写 肖峰应当是在处理猪妖案的 拆一口中偶然间听到了自己要跟陆敬尧结婚的消息 于是立刻奔赴魏府抢婚 中间就没有白发老头宋玉牌的情节 这段内容自己穿越前才刚刚看过 绝无可能记错 还有那个叫刘盈盈的小姑娘 整部小说更是压根就没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 所以 为什么跟小说里不一样 要知道自己当时连肖峰的面都没见到 哪怕是蝴蝶效应 也不应该这么早就产生影响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冥冥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在阻挠自己杀死萧峰 天道庇佑 气韵护身 靠 这还咋玩 揉了揉额头 魏长天苦笑着低声自言自语一句 穿越家系统VS气韵之子 魏公子 您刚刚说什么 一直站在旁边的郭英有些疑惑 他明明听见魏长天说了一句话 但并没听懂意思 没什么 魏长天摇了摇头 走吧 再去见见那个刘盈盈 是 郭英躬身在前方带路 不多久 两人便停在了丙三号刑房之前 所有的刑房从外面看起来几乎都一样 如果是外人进来 根本分不清哪是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劫狱 看着刑房之中紧闭双眼的少女 魏长天突然回头说道 郭兄 我想单独跟他聊聊 嗯 郭英愣了一下 这其实并不合规矩 但既然是魏长天 魏公子 我就在门口候着 你有事喊我一声即可 嗯 我知道 身后的铁门慢慢关死 本就安静的环境 瞬间变得真落可闻 没有着急问话 魏长天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流盈盈 然后又把目光投向了桌上摆放的几件物品 除了一些姑娘家随身携带的小物件之外 最显眼的 应该就是那颗散发着荧光的腰单了 这玩儿魏长天认得 因为自己屋中有个箱子 就装的全是这个 并且从品项来看都要比眼下这颗要好上不少 这是萧峰给你的 魏长天拿起腰单看了两眼 随意说道 差不多只几百两银子 足够你花到下一次再见他了 当然 前提是他得能活到那时候 刘盈盈默地睁开眼睛 眼神里除了恐惧外 还有一丝疑惑 在他心中所有要对萧大哥不利的都是坏人 但眼前这个男人至少从相貌上来说 并不似刚刚那些官差一样凶神恶煞 我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认得萧 行了 魏长天白白手打断道 你爷爷已经都招了 他是何时杀了那只猪妖 何时受了伤 你又是如何照料他 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 十 什么 少女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盯着魏长天 好半上才颤抖着问道 萧 萧大哥犯了什么罪名 你们为何要抓他 他没犯罪 魏长天毫无逻辑地回答 但就是必须得死 这 这是什么道理 刘盈盈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很明显 这个答案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 没什么道理 魏长天看了他一眼 回答我几个问题 然后你跟你爷爷就可以回去了 萧峰走之前 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不说话 那就是确实说了 走进两步 魏长天弯腰指示着刘盈盈的毛子 淡淡说道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 你们保不准还能再见面 但要是你不说 我保证你们不会再见到了 不 不会的 高压之下 刘盈盈终于有点受不了了 突然失声否认 萧大哥武功那么高 才不会被你们杀掉 杀他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魏长天表情不变 说的话却让刘盈盈一瞬间毛骨悚然 杀掉你 你们不一样见不了面吗 啪哒 恐惧的泪水布满脸庞 顷刻便顺着少女精致的下巴 一滴滴砸落在地面 死亡永远是最有效的威胁手段 只要时机正确便可以撬开任何人的嘴 更何况 只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十二岁小姑娘 刘盈盈死死咬住嘴唇 似乎是在强迫自己不要说 但却还是有声音不受控制的 一字一句从牙缝中挤出来 萧 萧大哥说 他要去搞明白一些事情 一刻钟后 玄金丝大门外 魏长天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宠郭英笑道 郭兄 金玉芝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不辛苦 小人的分内职责而言 郭英英勤地拉开马车车帘 嘴里小声问道 公子 那两人该如何处置 放回去吧 派几个人盯紧点 萧峰肯定会回去的 魏长天看了眼乌云密布的夜空 然后便弯腰钻进马车之中 王二挥动手中马鞭 车轮隆隆滚动 向着远处飞驰而去 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而就在永宁巷再次恢复平静之时 程西的一处堵荡中 却是一片喧闹 星号星号宰赞 赶到我玄金会的贵方闹事 看你是嫌自己病太长了 妈的 弄死他 操 一群手持各式兵刃的大汉 将易容过的萧峰团团围在当中 虽然嘴中呜呜呱呱 但始终没人敢真的上前 躺在地上 那几个不住哀嚎的同伙 就是他们的前车之剑 他们不打 萧峰也不动手 两边就这么在原地对峙 直到人群突然闪开一条路 一个文质彬彬的白袍男子 自外围缓步走了进来 这位好汉 不知我玄金会哪里得罪了你 犯得着在这里大打出手 萧峰面色阴沉 我只不过要见你们堕主 这些人却几番阻拦嘲笑 我没杀了他们就不错了 呵呵 好大的口气 白袍男子一声冷笑 我们堕主可不是 苍狼 黑剑出鞘 幽光凌链 下一秒 白袍男子便失声惊呼道 玄天剑 你究竟是何人 此剑为何在你手中 你别管我是谁 萧峰淡淡问道 现在我可以见你们堕主了吗 可 可以 那就带路 在玄天会众人惊诧无比的眼神中 萧峰跟白袍男子两人走出赌当 很快就融入进夜色中 天上的乌云越来越密 他们对垒在月亮的东西两侧 像是即将开战的百万大军 这屹立数百年而不倒的大宁都城 突然有点风雨欲来的意思了 几日时间匆匆过去 魏长天每日安排不便 依旧是上午打泪 下午跟徐青晚习午 若回来的早便再练练字 然后晚上给四女一狗 讲孙猴子的故事 倒是十分充实 就是不够反派 至于萧峰 魏长天笃定 他一定就藏匿于京城中 可不论玄境司的探子怎么查 也毫无线索 最后只好暂时将此事搁置一边 撤去了大部分搜查人员 不过魏长天却能明显感觉到整个魏府 包括自己身边的安保力量 有所增强 虽然明面上还是只有王二一个 但暗哨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反正应该能达到24小时全天后覆盖 哦 最近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时值得一提 那就是 魏长天经过一番钻研后 终于完成了穿越后的第一个发明创造 叫魔头 抢魔头 不抢 我抢 院中凉亭的八仙桌旁 魏长天 陆静遥 秋云各自拿着一叠硬纸片 嘴里念念有词 这就是魏长天的杰作 斗魔头 毕竟地主在这个世界并不算什么贬义词 还是魔头的代入感更强一些 斗魔头一经问世 立刻就在魏府掀起了一阵热潮 风靡程度堪比前世的抖音 一举击败喝酒 聊八卦 逗区区之流 成为最受欢迎的消遣项目 尤其是府中的仆人丫鬟 更是最喜欢这种 不识字也能玩的游戏 经常逗到大半夜 搞得魏府醉精蜡烛 灯油等物的消耗量飞增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魏长天这也算是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梁亭忠 成功当上魔头的陆敬瑶 伸手轻轻将三张底牌拿走 皱眉思索一阵后才慢慢放下一叠牌 三到八 顺子 公子 下家的秋云看向魏长天 见到后者摇头后 立马轻轻说道 不要 哈哈 好 我正好管上 魏长天恬不知耻地 甩出六张纸片 四到九 你 你慢 陆敬瑶瞪大眼睛 咬着嘴唇气节道 你们这是暗通款区 不愧是大家闺秀 骂人都这么闻周周的 什么暗通 我们就是明通 魏长天撇撇嘴催促道 你要不要 搞快点 月儿和巧琳还等着呢 哼 不要 陆敬瑶委屈地嘀咕一声 不满地看向秋云 后者有些羞愧地低着头 但是心中却并不后悔 一边是夫人 一边是公子 自己当然要向着公子 不要我可出了呀 一张三 一张八 一张内卫 在魏长天和秋云的密切配合下 陆敬瑶很快便输了 按照之前说好的规矩 他此时便应该下台 换冤上台 来打 但可能是因为 刚才说得太冤枉 一向知书打理的才女 此时竟然也耍起了无赖 刚刚不能算的 我 我还要再玩一局 什么玩意儿就不算了 魏长天不耐烦地挥挥手 输了就是输了 你 你欺负人 陆敬瑶一个没忍住 当时就红了眼眶 秋云见状 赶忙在旁打圆场道 公子 让鱼儿换我吧 夫人她 不用管她 魏长天毫无莲花惜玉的觉悟 刚想直接把陆敬瑶赶下去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呼喊 魏兄 魏兄 从声音来判断 应当是李扬 李兄 你怎么来了 魏长天瞥了陆敬瑶 一眼站起身来 看着满脸喜色的李扬 有些奇怪 遇到什么好事了 这么高兴 哈哈 当然是有大好事 李扬跑过来刚欲开口 目光却被桌上的纸牌所吸引了 咦 魏兄 这是何物 这是纸牌 等下再与你细讲 魏长天迈步走出凉亭 李兄 咱们屋里说 哦 李扬虽然好奇 只排为何物 但还是跟着进了屋 秋云给二人奉上茶水 便退了出去 不多十月内 就又响起一阵叫魔头 抢魔头的声音 魏长天干咳咳一声问道 李兄 到底是什么好事 啊 李扬终于回过神来 喜笑言开道 魏兄 经过我这几日的软磨硬泡 我爹终于同意 替我去跟张家退婚了 嗯 魏长天一愣 想起那日李扬不告别 就是说 要回去退婚 难不成李扬的未婚妻很丑 还是说他另有新欢了 总不能也跟自己一样 有个死对头 主角 要抢婚吧 虽然这个问题不甚重要 但魏长天还是随口问道 李兄 一直没有问你 你到底是 为何要退婚 嗨 还不是 李扬本想说 还不是看到魏兄你这么惨 但转念一想 此话又不太合适 便摆出一个 懂得都懂的表情 魏兄 何必明知顾问呢 啥 明知顾问 你呀 哥这跟我打谜语呢 魏长天 只当是因为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便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那个 李兄 我上次说拜见令尊的事情如何了 我正想说此事呢 李扬跟着正色道 我爹前几日一直在忙一桩案子 今日才得闲 如果魏兄你有时间的话 等一下便可跟我一起回去 那也好 魏长天想了一下 点点头 那你稍等一会儿 我让人去背里 好 大户人家间的走动很讲究礼节 所以李扬也没客气 喝了几口茶后 便又响起那花花绿绿的纸牌来 魏兄 那纸牌 是我闲着没事 琢磨出来打发时间的 魏长天随口应道 你若感兴趣 我让丫鬟讲解与你听 好 谢伯卫兄 一住相后 邱云看着坐在对面的李扬 小声问道 李公子 您可曾听明白了 要不要奴婢再讲一遍 明白是明白 李扬皱眉道 但我实在想不通 这东西到底有何乐趣 邱云眼嘴笑道 您完一局就知道了 是吗 李扬一脸不幸 但反正也闲着无事 便点了点头 好 我就玩上一局 公子这边请 又是一住相后 王二已经把礼品装上了马车 魏长天 则是在凉亭中 找到了激战正憨的李扬 李兄 咱们可以走了 嗯 李扬一脸兴奋地扭回头来 飞快说道 魏兄你稍等一下 带我玩玩这局 咋 三代一 哈哈 要不起吧 我可是只剩三张牌了 魏长天 李扬从气派程度上来说 自然比不过魏府 甚至有点寒酸 不似一个正三品官员的府邸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李勘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可能要更懂得低调才能长久的道理 老爷 魏公子已经正门了 管家模样的人 进来离报一声 李勘想了片刻 还是站起身走到院中 作为长辈 他其实并不用出屋来营的 但毕竟魏长天身份特殊 传闻中性格又极为乖张 所以还是把姿态摆低一些 更稳妥 伸手整理了下衣服 很快魏长天和李扬 便出现在视野当中 嗯 这魏长天的相貌 竟如此俊朗 气宇轩昂的样子 也不似那种暴力凶恶之人啊 最起码比自己儿子强多了 心中胡乱想 李勘脸上却是露出笑容 快步赢了上去 哈哈 犬子屡次在家中提起魏公子 今日得见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李大人真是折杀我了 魏长天在李勘对面站定 很客气地拱了拱手 今日初次登门 听李兄说 您平日里素爱喝茶 便带了些茶叶来 望李大人不要嫌弃 魏公子有心了 李勘余光撇过王二手中拎着的匣子 笑容更甚 作为行家 他只一眼便看出了这些茶叶的档次 魏长天要是给钱 他还真不一定要 但是茶叶吗 看了管家一眼 后者立刻心神领会的接过木匣 魏公子 咱们屋里说话 好 李大人请 正堂内 魏长天和李勘分座茶桌两侧 背后挂着一张出自明家之手的山水图 至于李扬 则是只能在下手位置陪坐 魏公子 令尊最近可好 李勘抿了口茶 笑道 我与魏大人上次见面还是在去年 现在想来 竟已过去一年之久了 真是时光荏苒啊 李勘和魏贤智都不是朝官 平时并不上朝 所以确实很难有机会见面 要不是李扬和前主俩人臭味相投 估计两家压根就不会有什么交集 劳烦李大人挂念 魏长天含笑回答 家父一切都好 前几日还提醒您 说您是当今难得一见的好官 哈哈 魏大人过誉了 李勘心里一百个不幸魏贤智会记得自己 但嘴上还是客套道 都是为了皇上和百姓操劳而已 李大人不必过谦 魏长天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 大理寺掌刑欲案件审理之事 责任本就重大 更何况谁都知道张大人体弱多病 寺中大小事物 实则都是您在打理 自然当得起好官二子 小子说句僭悦的话 李大人 您其实早就该再进一步的 唐屋内一时间有些安静 因为魏长天这番话正如他自己所言 的确太过僭越了 他嘴中的张大人叫张洪文 官职大理四卿 也就是李勘的顶头上司 魏长天既然说 李勘该再进一步 那意思大概率便是指 取代张洪文的位子 李勘当然想升官 甚至巴不得张洪文赶紧病死归西 可他也明白 这绝不是魏长天所能决定的 甚至连魏贤智也不行 哈哈 魏公子说笑了 我于仕途并无太大追求 现在就已很知足了 喝茶 喝茶 打了个哈哈 他想赶紧跳过这个话题 可谁知魏长天却不依不饶 不仅不喝茶 反而还又说了一句更震撼的话 李大人 我没有开玩笑 张大人 他确实该挪挪屁股了 你 李勘猛地看向魏长天 一瞬间冷汗沉沉 他不清楚 魏长天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但却很清楚 这要是传到张洪文耳中 自己跟魏家绝对都要有麻烦 魏家可以不把张洪文看在眼里 但他不行啊 再退一步讲 即便魏长天是真想帮自己 那手段无非也就是 玄境斯最常用的暗杀那一套 这样容易露线不说 就算最后真的搞死了张洪文 按照大宁律法 自己也是不可能顶上 大理四卿的空缺的 非军中之职 上官猝死者 下官不可补缺 魏家掌控玄境斯 魏长天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所以 难不成是魏家要害自己 想到这 李勘也顾不上照顾魏长天的面子了 脸色顿时一沉 魏公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还望你说话前三思 如果你在这般胡言乱语 还请公子回去吧 一瞬间 屋中气氛猛然跌至冰点 茶香营绕中 李勘和魏长天都没说话 反倒是李扬仙愤愤不平地开口了 爹 你这是做什么 我觉得魏兄说得没错 张洪文那个老不死的 闭嘴 你懂什么 李勘一声怒吓 打断了儿子的话 李扬一愣 表情明显很不服气 而就在他刚准备辩驳两句之时 魏长天却突然轻声说道 李兄 你先出去吧 魏兄 李扬犹豫地看向魏长天 见后者点了点头 这才不情不愿地对着李勘一躬身 然后便拂袖而去 李大人 看着李扬将房门关好 魏长天收回视线 突然问了李勘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问题 大宁律中的死罪有哪些 李勘是大理寺少卿 当然知道答案 但却实在想不明白 魏长天问这个干什么 沉默办上 他才强忍怒意地说了一串罪名 谋反 谋逆 谋判 大不敬 不道 不义 嗯 魏长天耐心听完 然后自顾自诱问 那能致死一个三品官员的罪名呢 四 李勘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大宁律的第一页就写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实际上 谋反 谋逆 这一次 罪名比之刚刚要足足少了七八成 而李勘好似也知道 魏长天要说什么了 李大人 不瞒你说 果不其然 他很快就从魏长天口中听到了这句话 这些罪名 张大人他便犯了其中一条 李勘咽了咽口水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 那 哪一条 他知道自己或许不该问 但实在是忍不住 而魏长天也没打算藏着掖着 陈寅片刻后 嘴中便吐出两字 四妖 跟很多小说的设定一样 大宁王朝对妖怪 一直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 自打百年前 险些被一只黄皮子登基做了皇帝之后 妖怪在大宁境内的生存环境就愈发艰难 不仅妖无可涉写进大宁律 玄境司更是第一次 设立了官方除妖机构 柳叶处 对九成九的妖来说 一旦被发现 等待他们的绝对是不死不休的追杀 剩下的那一小部分 则是会被官境玄境司专门的镇妖玉 成为某些珍贵材料的生产机器 每日每夜吐司的大蜘蛛 灵片可作凶甲地聚于 能觅天下最毒之物的九丈白蛇 一只只尚未化形的大妖 从全国各处被抓至镇妖玉 直到被榨干最后一点价值 而镇妖玉是唯一的合法私妖场合 私人若是胆敢饲养任何妖意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一律是同谋逆 绝无网开一面的可能 所以现在魏长天说 张鸿文四妖 无疑是给他判下了一个 足够株连九族的滔天大罪 唐屋内空气几近鸣固 清澈透亮的茶水已经凉了 李勘瞪大双眼看着魏长天 侯杰微微如动 他无从判断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但魏长天表情严肃 并不似在开玩笑 半晌过后 李勘终于平复了一下情绪 开口问道 魏公子 你可知 你方才所言代表着什么 知道 魏长天点点头 代表着整个张家都要掉脑袋 李勘深吸一口气 又问 那你可知 此事绝不可有半句虚言 当然 我既然敢当着李大人的面说出来 自然是已经有了十足的证据 魏长天言之凿凿 小说里 萧峰就是凭借着张鸿文四妖的把柄 威胁张家魏己所用 最终成为了对付魏家的一大利器 即便 天到现在再怎么跟自己作对 也绝无 可能改变 这个 已经发生的事实 好 而见魏长天如此笃定 李勘终于是信了一半 沉默许久 脑海中开始慢慢有了些别的念头 张鸿文如果是因罪而死 那他确实可以更进一步 当然 魏家定是 有所图谋的 就是不知道 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可以跟魏贤志谈谈 魏公子 此事太过重大 还是带我明日去府上见过魏大人在 李勘打定主意 准备直接跟魏贤志谈条件 可不曾想 却被魏长天直接打断道 李大人 此事 现在只有我知道 神 什么 李勘一愣 语气中满是不可置信 此事不是玄境司查出的 不是 魏长天摇摇头 是我手下的人查出的 我也亲自确认过 绝对属实 我如何相信你 李勘几乎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在他心里魏长天和魏贤志的信用等级 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 而面对质疑 魏长天也没多解释 只是淡然说道 李大人 你信与不信都没关系 但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只要我想 不出三日 那张宏文便会沦为阶下囚 只要我想 李勘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 知道魏长天 这是要提要求了 思考片刻后 他一咬牙 决定直接把话摊开来说 魏公子 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咱们 也就都开门见山吧 你如何才肯对张宏文动手 需要我做什么 哈哈 李大人爽快 魏长天大笑两声 知道自己今天的事 已经成了一半了 实不相瞒 我想李大人帮我一个小忙 前几日 我听说柳家 指使不少恶名状告了我数条罪行 好似 还要三思会审 李大人 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嗯 李看一愣 没想到魏长天 居然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更没想到 魏长天居然能查到这件事 要知道 这次三思会审的幕后黑手 可是柳家 从刑部到督察院 再到大理寺 一共也没几个人知晓内情 且保密十分严格 为的就是打魏加一个措手不及 这也是为什么 他刚才一直没往这上面联系的原因 可谁料到 他们一群人遮遮掩掩掩半天 结果人家魏长天早就知道了 难道此子真的掌握着一个 比玄境司更诡计的情报组织 李看一时间 看向魏长天的眼神都变了 只是估计 他打死也想不到 此次泄密的罪魁祸首 居然是李扬 日防夜防 家贼难防啊 却有此事 既然魏长天都说出来了 李看也清楚 现在在藏着掖着 并没意义 所以干脆大方承认到 柳相亲自过问此案 知情人很少 之前一直是在秘密推动 嗯 我明白 魏长天点点头 直接说道 李大人 我只需要你 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此案的人证名单 以及他们现在关押何处 李看瞬间面色大变 你是要 杀了他们 李大人 我可没这么说 魏长天笑笑 你只需要把名单和地址 告诉我即可 别的我自会处理 这 李看陷入了场考 他很清楚 这次的选择 并不是一个情报 换一个升官机会这么简单 这是关乎他官图 乃至性命的一次战队 柳家还是魏家 如果魏长天所言为真 那似乎选魏家会更靠谱一点 毕竟 即便自己把人证名单交出去 柳家也不一定就能查出是自己干的 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有麻烦 而要是不交 无疑从此刻起 就跟魏家结了仇 但是 魏长天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张鸿文到底有没有四要 李看无比纠结 可又不能不选 就在他由于半天始终无法下定决心之时 魏长天却突然扭头 看向身后的那张山水图 看似随意地问道 李大人 这张画意境幽远 不知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 李看一愣 不过还是如实回答 叶已安 叶化圣啊 魏长天扎扎嘴 则则 那这么大一幅 怎么也要值千金吧 魏公子 这话是我一位好友所赠 李看正色道 当时我并不值其中价值 否则是断然不会收下的 啪啪啪啪 扶掌之声 突然回荡在安静的堂屋中 充满了嘲弄之意 看着脸色仗得通红的李勘 魏长天一边鼓掌 一边笑道 李大人这话就有点谦虚了 区区千金而已 对您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吧 魏公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魏长天起身 走到山水图前站定 伸手摸了摸起上画着的一叶小粥 单是这面墙后所藏的宝贝 就够买几十张叶一安的画了吧 狂狼哗啦 扑通 一阵桌椅翻倒之声自身后传来 一把年纪的李勘 竟然被这句话 吓到直接摊在了地上 这次 他是彻底没得选了 魏 魏公子 以后我任凭您差遣 还 还请高抬贵手 高抬贵手 魏长天没回头 也没回答 只是又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那些人被柳家藏在哪里 人 人安芳 槐花巷 黄昏时分 魏长天的马车驶离离府 与来时不同 这次李勘一路送到了大门 李扬对他爹的转变十分惊讶 更好奇 他走后 两人到底说了什么 不过李勘当然不会告诉他 只是看着自己的儿子 重重叹了口气 围观者 越往上走 就越危险 他本想处在夹缝中独善其身 可谁曾想到 头来居然被一个小辈给拿捏了 实质如今多想无意 只能期盼着魏家这个出了名的混世魔王靠点谱 别把自己带到沟里 唉 李勘这边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不已 而马车里的魏长天 也是看着手中的两张纸 摇头叹息 一张是人证名单 一张是李勘刚刚亲笔写的谋逆信 有了这两样东西 自己就算是掐住了李勘的七寸 不怕他以后不听话 虽然这个结果 基本符合来之前的预期 不过魏长天还是觉得 过程并不算太顺利 其实他一开始并没打算威胁李勘 本来是想把巨额贪污这张牌 留到以后再用 但当时李勘举气不定 明显是信不过自己 最后也只好将牌提前打了出来 把两张纸收进胸口放好 脑海中又一次想到了萧峰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啥 又在琢磨着什么坏心思 刚刚要是换作萧峰 估计只需三言两语 李勘就得倒戈投降吧 干特么的主角光环 魏长天愤愤地拉开车帘 放眼望去 此时正行之闹是 行人摩肩接踵 路边店铺挂着的各色招番迎风抖动 自打两百年前与西边大风的举国之战后 大宁便在为经历过大的战事 就连独魔很怪的妖精 近些年都快被数以万计的柳叶杀干净了 如此太平盛世 百姓自然大多也生活得滋润 甚至都要忘记了 这份平静到底持续了多久 视线的尽头 谢可卿的天幕之上 剩下最后一道温柔的橘红色目光 看着这唯美祥和的日落之景 魏长天突然没来由地 小声嘀咕了一句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魏长天回到魏府时 正好赶上晚饭时间 他一直没回来 也没差人带回口信 陆敬尧等人自然是不敢先吃 便都守在院里等着 然后就又等到牌桌上去了 夫人 您还有几张牌 月儿皱着眉头 谨慎问道 两张 陆敬尧将纸片捂在手里 笑眯眯地回答 那 月儿一喜 轻轻将一张捂放到了桌上 夫人 我出一张捂 十 陆敬尧瞬间把手里 唯一一张牌丢掉 高兴地摊开双手 我赢了 啊 月儿愣了半晌 明白过来后 玄机不满地嚷嚷道 夫人 您骗人 我 我这叫兵不厌诈 陆敬尧脸有些红 不过微微勾起的嘴角 却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喜悦 公子 就总是用这招骗我 想不到夫人也学会了 月儿撅着小嘴 还欲继续谴责陆敬尧 不过却被秋云突然打了一下脑袋 输了就是输了 哪里来的这么多话 月儿一听 就连秋云都不站在自己这边 一下子更委屈了 公子也是 每次都说这话 你 你们欺负人 你 秋云看着快要哭出来的月儿 大感头痛 而陆敬尧此时则更是内疚 忙不迭拉住月儿的手安慰道 是我不好 我以后打牌时不再骗你了 你莫要哭呀 夫 夫人此话当真 当真 希希 我就知道夫人最明白事理了 月儿瞬间喜笑颜开 哪里还有半分委屈的模样 陆敬尧这才明白上了这丫头的当 好气又好笑地撒开手不再管他 把牌归拢到一起后才招呼到 快点 再来一局 好呢夫人 叫魔头 我抢 清风拂过梁亭 微晃的青丝之下 是三张各具特色 却又都楚楚动人的俏脸 如此另类的主仆关系 放到别的大户人家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但在魏长天 这却已是常态 再次成功抢到魔头的陆敬尧 很是开心 尤其当看到月儿因为牌不好 而又皱起的小脸时 更是差点就要笑出声来 而就在他抿住嘴唇 喜滋滋地整理着手中支牌时 一个略显悲伤的念头 却突然闪过脑海 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笑过了 夫人 您想什么呢 快出牌啊 催什么催嘛 我这不就要出了吗 晚饭的时候 魏长天总感觉路径摇不太对劲 平时吃饭时 他总是一言不发的 这次居然主动问起拜访李勘的事情 甚至还扬言过 几日要上街买点布料 亲自给自己封件衣服 怕不是兽医吧 魏长天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忙不迭拒绝掉这份好意 并且连吞了几大口米饭压惊 陆敬尧对此似乎有些失落 又恢复到了闷头吃饭的常态 魏长天懒得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匆匆吃过饭 换了件衣服 就去找魏贤智商量今日李府之事了 整个过程很顺利 魏贤智理所当然的很震撼 不过魏长天也没把所有的经过都合盘托出 只是选择性地讲了张红文四邀和三思会审的事情 至于李勘的那封谋逆信 则是始终没有拿出来 此举倒不是不信任魏贤智 而是魏长天觉得是时候要开始组建 只效忠于自己的势力了 王二 走在回去的路上 他突然问向提着灯笼的王二 你来魏贤多久了 魏公子 小人五岁便进了魏贤 王二如实回答 到如今已经整三十年了 嗯 魏长天点点头 很直白地又问 那你会不会有一天背叛魏贤 绝无可能 虽然这个的问题有些无厘头 不过王二却是想都没想 就沉声达道 公子 小人虽然本事不大 但生是魏贤的人 死是魏贤的鬼 哪怕您就是现在让我去杀皇帝 我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魏长天点点头 嗯 我信你对魏贤的忠心 不过 如果我希望你以后只效忠于我呢 效忠魏贤 效忠魏贤独子 乍一听 好似这二者并没有区别 但王二却懂得其中不同 灯笼中的火光猛然摇颤一下 周遭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也不知过了多久 黑暗中才突然想起的一句 是 公子 天极十五年 八月十二 任安芳是京城南边的一处礼方 住着约么几百户人家 大都是在附近做点小买卖的生意人 而槐花巷则是任安芳最小的一条街巷 平日里来往行人并不多 只是每年三四月份时 会有些百姓过来摘槐花 拿回家闷饭或者蒸来吃 除此之外 便再难有人记得 这条普普通通的小巷龙了 日暮之时 几个家仆模样打扮之人 停在了槐花巷的一处宅子前 他们各自拎着几个大大的石盒 其中隐约有饭箱飘散出来 大哥 咱们都来送了近十日的饭了 你说 这里面之人到底在干什么 其中一人小声问道 不该问的别问 另一人瞥了他一眼 将手中石盒放到地上 三块一满 扣了四下大门上的铜环 门内毫无动静 嗯 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领头之人也有些疑惑 犹豫一下后 便又重新扣了一遍 咚咚咚 咚 还是没有反应 大哥 不太对啊 要不我翻墙进去看看 不要多事 我们在此守着 你赶快回去 把情况告诉刘长氏 是 我这就回去 说话之人答应一声 很快便跑走了 而留在原地的几人 则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各自找了个空闲处 坐下休息 只有为首那人没有坐 他目光严肃地看着院门 鼻翼微微抖动几下 嗯 怎么这风中似有些血腥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几个大活人 能就这么不见了 要你们这群废物 有何用 马上去给我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刘甫 正堂之中 一个身着紫衣 配金鱼带的老头 正冲着几人大发雷霆 他正是柳家家主 当朝宰相 柳元山 忙了一天 刚从宫中回来 连官服都没来得及托 就听见如此坏消息 柳元山实在很难 做到平心静气的讲话 身前几人都搭拉着头 不敢吱声 唯独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 走进一步 公身轻轻说道 老爷 莫要因为这种小事 气坏了身子 一奴才之见 偌大的京城 恐怕只有玄境司 能让十几人 如此悄无声息地消失 定是魏家 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消息 杀人灭口 唉 柳元山叹了口气 情绪也稳定下来 身居巷位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他没见过 发火归发火 脑子却是一直清醒得很 我自然明白 这是魏贤智的手笔 却不知到底是何人走落的风声 老爷 这可以查 但估计难有结果 老者平静道 此事除了柳家之人外 刑部与大理寺也有几人知情 咱们自己人好查 可他们 你是说告密者会出自刑部或大理寺 奴才捉见 柳元山深吸一口气 既然如此 那便罢了吧 反正此次本来也伤不了魏家根本 既然已经这样了 再为此与两肆交恶 并不值当 老爷远见 老者轻拍一下马屁 又提醒道 大公子那边将棕量喊来 我亲自与他说 柳元山摇了摇头 否则他怕事更咽不下这口气 是 老爷 对了 还有一事 何事 有位玄天会的好汉想见您 已经等了一下午了 玄天会 那群脱皮 柳元山不耐烦的白白手 想要拒绝 但是就在不见二字 即将脱口而出时 一个有些莫名的念头 却突然冒了出来 见一下吧 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让他进来 就在柳元山和肖峰 即将第一次历史性见面之时 玄境斯某间暗示中的气氛 却是格外肃杀 整120个身着黑色胡椒服的差翼 森然站立成六列 每一个人都是腰杆笔直 头戴斗笠 左掌虚浮于刀柄之上 要不是高矮胖瘦略有不同 完全就跟一个母子刻出来的一样 人群正前方 魏长天同样身着胡椒服 脸色冷酷 身侧则站着一名留着长胡子的千户 暗示内尽到真落可闻 似乎连呼吸声都没有 虽然很不科学 但魏长天确实感觉到了一股再明显不过的杀气 又或者说 杀气更合适 他看着对面这黑压压一片斗笠 心中不禁感叹了一句 玄境丝牛屁 一天不到的时间 一百二十个七品镜以上高手 外加一个五品镜的千户 要知道 这股力量放到一些小锅线 甚至都足够造反了 而今夜却将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 嘖嘖嘖 果然是背靠大树好乘量 公子 害时已至 耳边突然想起一句提醒 魏长天立刻收敛心神 很严肃地轻轻点头 黄大人 出发吧 是 黄信千户应了一声 旋即抬头看向众人 朗声命令道 自现在起 如有擅自离对者 立斩 训司王法者 立斩 杨凤英伟者 立斩 他一连说了数条禁令 而后大手一挥 紧紧武夕 刚才还满满灯灯的暗示 眨眼便只剩下了他和魏长天两人 魏公子 咱们要往哪去 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好 魏长天稍稍扭头 第一次说出了任务目标 大理四卿 张福 黄千户的眼神中 瞬间闪过一丝不可置信之色 但很快便被强行压制下去 他深吸一口气 沉声答道 是 半住香后 十几辆各式马车 从玄境司的各处小门驶出 在夜色中停在张福附近 然后再分散前行至院墙四周 整个张福静悄悄地 对这一切毫无察觉 公子 我们的人已经守住所有出口了 黄千户抬头看了看 就在前方挤帐出的珠红色大门 以及那块刻有张福的大牌匾 终究还是咽了口唾沫 虽然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张家人到底犯了什么罪 但从这个架势上来看 恐怕绝不会简单 看着一脸淡定 甚至还有些兴奋的魏长天 他停顿了一下 才将一个竹筒递过来 公子 这是令火 您只需扭转底部 就能射出火光 千万注意别拿反了 魏长天 他此时很想问一句 我看起来像弱智吗 不过终究还是忍住了 只是瞥了黄千户一眼 然后便接过竹筒对向夜空 碰 巨大的环形火团 猛然炸开在夜幕之上 旋即亮起的火把 瞬间将张福围在其中 短暂的沉默过后 嘈杂声开始自辅内响起 翻入院中的差异 也将大门彻底推开 你 你们是什么人 可 可知 这里是张福 几个门仆哆哆嗦嗦地 跪在寒芒之下 充满恐惧地 看向正迈步走来的魏长天 魏长天却是压根不管他们 只是轻轻向前一挥手 刷 刷刷刷 上百道举着火把 手持长刀的黑影 瞬间冲入内府 同时还伴随着 让无数人闻之丧胆地呼喊 玄境思办案 通通出来 跪于门槛之上 反抗者是同谋逆 逃者同罪 内称 大宁皇宫 魏贤志快步行走在 一尘不染的青砖路上 来往巡逻侍卫不紧不拦 反而见到他后 还会躬身喊一声魏大人 能自由进出皇宫的重臣 就那么几个 他们自然都认得 只不过会在半夜进宫的 一般只有魏贤志 大多数时候是皇上召见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要有大事发生 月光清冷 夜风如刀 又有大人物要掉脑袋了 有个年长的侍卫 轻声嘀咕了一句 另一边 魏贤志一路脚步 匆匆地赶到御书房 写有十曲格仨字的金边牌匾 就在前方 不过他却反而放缓了步伐 最后更是干脆停下不走了 藏身于暗处 他磨叽了一会儿后 突然扭头 看向身后的夜空 无垠的夜幕中 似乎有一点火光 转瞬即逝 寻常人是定不会察觉到 这点异常的 而魏贤志身为三品高手 却是将那火光的形状 看得一清二楚 脸上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微笑 再次快走两步 眨眼便到了御书房门口 魏大人 守在门口的老太监 有些惊讶 尖着嗓子问道 您这三更半夜的来找皇上 是 我有要事禀报 魏贤志急切道 事关重大 还请李公公快进去通报一声 魏大人莫及 撒家这就去 老太监倒也不莫及 留下一句话 就进了御书房 很快又去而复返 魏大人 皇上让您进去 好 魏贤志一拱手 脉步踏过门槛 屏风书架等物 精美滑贵 巨大的扇形桌案后 坐着一个身着宽松白袍的男子 正是大宁如今的皇帝 宁永年 魏爱卿 你这么晚来找我 恐怕不会是什么好事 宁永年笑看过来 语气轻松 说吧 正好今日我高兴 皇上 张洪文他于府中四邀 魏贤志半句废话也没有 直接开门见山道 探子说那妖物极为凶恶 一旦出逃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请皇上放心 臣得知 此事后 已经立刻派人前往张府 定不会让此妖物霍乱京城 张洪文 四邀 宁永年一愣 问道 何时的事 这尚且不知 还需审过张大人才清楚 我问得你何时知道的此事 哦 臣是一个时辰前才得知的 魏贤志面不改色 臣不只好捉妖之事后 就即刻动身来向陛下禀报 一刻也未曾耽误 你呀 这种是犯得上如此吗 宁永年笑问道 你是怕我不许你动张洪文 皇上 陈梅这个意思 魏贤志 依旧是一副大意凌然的表情 他当然知道 宁永年已经知道自己是先掌后座 也知道宁永年已经知道 自己知道 他知道自己先掌后座 但话还是不能说破的 在皇帝身边混 即便再怎么套娃 只要心里明白就好了 罢了 你还是把他撕腰的事详细讲讲吧 果然 宁永年并没有非要让魏贤志承认的意思 把话题又重新转移到张洪文身上 是 皇上 就在魏贤志如亲眼见过 一般给宁永年讲解 那妖物有多可怕之时 远在张府的玄境司众人 甚至还不知道 他们来这一趟到底要干嘛 他们当中有些人之前也执行过保密程度特别高的任务 但最起码等到了第二 还是会被告知具体情况的 可现在倒好 张府上上下下进百口人都已经尽数被控制在院子里了 而最高指挥官魏长天却还是不说张家到底犯了什么罪 这搞得众人实在有点茫然 魏公子 黄千户看着密密麻麻跪在院中的男女老少 又一次小声问向魏长天 这张家 魏长天直接打断道 张府上下仔细搜完了吗 啊 还有几个兄弟没回来 那就等他们回来 是 黄千户无奈地点了点头 算了 都等了这半天了 也不差这一会儿 只不过他能等 可张宏文却不能等 玄境斯就是如此行事吗 他铁青着脸 双眼满是怒火的质问道 平白无故闯入我府中 连个理由都没有 就将我族人逼跪此处 如此行径与山匪流寇又有何意 放开我啊 我要去见皇上 我就不信玄境斯还真能遮住这大宁的天 说实话 张宏文这老头 虽然身体不咋地 但嘴皮子倒是挺利索 几句话就给玄境斯扣了顶大帽子 郭躁 魏长天瞥了他一眼 扭头问道 黄大人 能不能让他闭嘴 这个 黄千户小声解释 按照律法 四平以上官员为定罪之前 不可封嘴 不可逼跪 不可重刑逼供 傻狗屁规定 魏长天小声嘀咕一句 又把头转向身边的另一个人 正是被他点名 来当贴身护卫的徐清晚 伸手指了指张宏文 魏长天命令道 徐姑娘 你去让他闭嘴跪下 除了是我负责 刷 还未等魏长天的话说完 俏丽的身影便瞬间闪出 眨眼就到了张宏文身后 不得不说 徐清晚的服从意识 确实很强 他压根不管面前之人 大理四卿的身份 抬起一脚 就踹在张宏文的膝窝上 扑通 张宏文立马跪倒在地 还没来得及呼喊 衣袖便少了一截 然后下一秒 这少掉的一截 就出现在了他嘴里 踹人 胳膊 独嘴 徐清晚这一套动作 一气呵成 看得魏长天 险些给他叫得好 而旁边的黄千户 却是吓得不轻 你马 这要是等一下 查出张宏文有问题 还好说 但要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别说魏长天了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估计都要跟着倒血眉 心中无比后悔 为啥要掺和这件案子 而不远处 最后几个搜索张府的差异 也在此时空着手回来了 他赶紧第一时间禀报道 公子 张府上下都细搜过了 包括丫鬟家仆在内 所有人都已在这里 确实没有藏匿之人 好 魏长天长舒一口气 心想 终于要到了揭秘时刻了 他之所以这么谨慎 完全是为了不给张宏文 任何胡搅蛮缠的机会 妖怪这东西 又不是金银珠宝 虽然现在是被关着 可到底是长了腿的 万一有张府之人藏在暗处 一听情况不对 偷偷去把妖怪放了 那到时候 无疑又平添了许多麻烦 更何况 魏贤志和秦彩真教导的 斩草要除根 可还立立在目呢 自己要是一上来 就奔着妖怪去 这些张府之人 又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 心存侥幸地束手就擒 既然是做反派 又没有气运加成 凡事还是小心一点好 嘖嘖嘖 我真是太稳了 心中小小地夸了自己一句 魏长天终于是看着 张宏文沉声喝道 张大人 你可知罪 从玄境司冲进来的那一刻 张宏文就开始猜测 自己到底是被抓住了什么把柄 他并不是傻好官 如果把犯过的罪 一件件摊开来算的话 足够上一百回断头台了 但封建社会的法律约束力 从来就是跟身份地位成反比 正如李堪那日所说 能够在现实中 判死一个三品官员的罪名 其实并不多 而张宏文并不觉得自己 四邀的事情会被查出来 此事已经近五年了 从未出过意外 知情者全部都是他的心腹之人 断不可能做出背叛之举 至于除了四邀之外的其他问题 张宏文觉得自己 都尚有周旋的余地 当然了 主动认罪肯定是不可能的 口中不调才刚被取出 他便瞪眼看向魏长天 仿佛受到了莫大屈辱般颤声喝道 卑鄙小子 你休要血口喷人 我为官数十载 一言一行上 对得起皇上 下对得起百姓 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问我可知罪 我倒要问问你 你玄境思无事大凝律 风口逼跪一个三品朝廷命官 又是何罪 张宏文的声音中充满了悲凉与愤怒 同时又有些问心无愧的坦荡 就这演技放到前世 怎么着也得拿个影帝 换作别人 很有可能就被当场迷惑住了 可惜魏长天是个剧透党 所以听完后只是冷笑了一声 不急不缓地笑道 张大人说得好 看来常年抱恙 倒是没影响你的口条 不过就是有点健忘 要不这样 我带去个地方 帮你回忆回忆如何 黄大人 几乎是瞬间魏长天的声音 就变得冰冷无比 带上张大人 跟我走 留下五十人再次看住张家家眷 自即刻起 反起身 出生者 立斩 连片的火把 像是一个大功率灯泡一样 将周遭照亮 七十名黑衣差役 把张红纹里三层外三层 夹在其中 手持利刃 紧跟在魏长天身后 再往前 还有一名哆哆嗦嗦的带路家仆 大 大人 此屋就是老爷的卧房 家仆颤抖着指了指屋门 旋即就被两名差役拖到一旁 在众人的注视下 魏长天一边回忆着书中的描写 一边一步迈进屋中 徐清婉板着一张小脸 跟黄千户一左一右 护在他两侧 而张红纹的脸色 则是越发煞白 抬眼仔细打亮了一番乌中布局 视线慢慢锁定在 一直摆放在角落里的落地大煤瓶之上 五彩煤瓶镀骨身长 其中插着一捧金斩菊 魏长天虽然不知道 金斩菊具体长什么模样 但也能看出 眼前这白半黄心的小花 正是菊花的一种 没错 应该就是他了 上前一步 在煤瓶前站定 扭回头来 看向张红纹 张大人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 张红纹双腿如筛 冷汗早已净透全身 他现在这副模样 任谁也能看出不对劲来 铁有事啊 黄千户至此 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后便见得魏长天 突然一伸手 刀 啊 是 苍狼一声寒刃出鞘 能让无数官员 做梦都吓醒的花灵长刀 递到魏长天手中 单手挪开煤瓶 找到底下的 那条石砖缝隙 魏长天将刀刃对准 旋即用力向下猛的一插 咔 咔咔咚咚 无尺长刀毫无阻拦的 尽数没入地缝之中 旋即整个地面 便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机关运作之音 不 不 张红文莫的惨叫出声 身体疯狂挣扎 不过下一刻 他就立刻又被塞住嘴巴 手脚也被摁住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扇 隐藏着张家最大秘密的暗门 一点点打开 呼 阴风流窜而出 门内是一串向下而去的石阶 镜头如何并看不清楚 但从眼前之警来判断 这绝对是个大工程 就是不知如此 暗室内到底藏着什么 一群人大气都不敢出 全部死死盯住魏长天 不过后者却在此时 突然面色古怪地后退了一步 不是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 往里进啊 难不成还要我第一个进去 对于一个反派 并且是有背景的大反派来说 亲自一马当先 以身涉嫌 无疑是脑瘫才能干出来的操作 主角冲在前面 是为了装逼 魏长天觉得自己 还是老实待在后面 比较保险 虽然书里没提 但万一 这暗室之内 藏着什么夺命机关呢 即便最后事实证明 是他多虑了 一炷香过后 先前派下去的 实名差役 陆续回来了 他们并未受伤 但脸色却都很不好看 魏大人 黄大人 为首差役 铁青着脸禀报道 台阶通往一个巨型石洞 大约方圆50丈 我等仔细检查过 一路并无机关暗数 黄千户忙不迭问道 石洞里有什么 有 有一滩泥沼 其中是 到底是什么 黄千户眉毛一皱 立声道 为何吞吞吐吐 是一只蛤蟆腰 蛤蟆 是 可笑至极 真是可笑至极 黄千户 此时是又惊又气 惊的是 张红文竟然敢于家中四妖 气的是 玄敬斯堂堂好男儿 居然会被一只蛤蟆给吓住 乳袖未干的毛头小子 一只蛤蟆 再怎么丑陋怪异 又能恐怖到哪里 自己办案这么多年 什么血腥残暴的场面没见过 哼 我跟卫大人下去看看 黄千户瞥了那几个差异一眼 旋即一头钻进暗门 半竹相后 哦 可可可 喂 魏公子 这 你离我远点 别吐我身上 魏长天嫌弃地挪开两步 但脸色 其实同样很难看 虽然他 早已有心理准备 不过眼前景象 却还是足够冲击任何一个人类的心理防线 只见偌大的泥沼中 趴着一只足有两人高的巨型蛤蟆 身上布满着如同西瓜般大小的凸起之物 周身被数十条碗口粗的铁链死死拴住 他浑浊的眼球中满是恶毒之色 嘴角挂着半条人腿 身下布满了残肢断臂和森森白骨 甚至就连这一片的泥沼 都全部变成了深红色 看来这种活人攻势的方式 已经不知持续多久了 这尼玛我一个反派都看不下去了 瞥了一眼身后已经晕死过去的张红文 魏长天突然问向黄千户 黄大人 你说我们要不要让张大人 近距离指认一下他养的妖物 指认妖物 整个石洞里就只有一只蛤蟆 压根没什么好指认的 所以魏长天此言的意思 无非就是要将张红文送入妖口 也不怪魏长天会有这样一个冲动的想法 其中道理就跟前世战争中 竟用化学武器一样 真刀真枪杀人可以 但要是反人类 那实在就太过分了 很明显不少人此刻的想法都跟他一样 所以这句话一出口 立马就得到了周围很多差异的响应 不过黄千户还算冷静 想了一下后才正色劝道 魏公子 张红文他以人似妖 定会被处以寡千刀之类的急行 丧命妖口 反而是便宜了他 况且 如果他现在死了 难免会落人口时 日后恐遭小人利用 所以您看 黄千户此时多少有点紧张 他其实也很想立刻手认了张红文 但更清楚这么做 除了一时痛快外 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就是不知道 魏长天会不会听自己的 石洞里突然有些安静 就连那只被锁住的蛤蟆腰 也像是能听懂人言一样 一对眼珠死死盯着魏长天 沉默半晌 魏长天终于是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吧 公子明智 黄千户松了口气 不过其他人却都感觉有些憋屈 然而就在此时 两声金戈摩擦之音 与一声怒吼 却突然响彻石洞 赠 搜 你看你妈的看呐 魏长天抱贺着 从徐清婉腰中抽出佩刀 旋即猛然向蛤蟆腰左眼之去 这一下 他用足了内力 刀身撕拉割裂空气 几乎是瞬间便已到了距离腰眼不足几寸的位置 但这癞蛤蟆反应到也够快 在最后时刻终于闭上了眼皮 赠 似是撞击在一块盾牌之上 锋利的刀尖并未能刺入眼皮 刀身停顿片刻后便失去力道 呈现出掉落之势 没办法 这蛤蟆腰五十年道横 如若不是有锁链捆绑战斗力 几乎等同于五品高手 虽然眼皮应该算是他最脆弱的一部分皮肤 但也不是魏长天之一刀就能破防的 紧闭双眼的蛤蟆 周围散落的无数残肢尸尸骨 摇摇欲坠的柳叶长刀 唉 也不知道是谁叹了口气 似乎在为魏长天这次偷袭失败 感到惋惜 不过就在下一刻 众人却看到 一道黑影 不知何时 已经高高跃起到了蛤蟆脑袋的位置 草 魏长天看着近在咫尺的丑陋蛤蟆头 咬牙出脚 狠狠踹在刀柄之上 脚为锤 刀为钉 扑吃 就如同刺进了一块被铁皮包裹的豆腐 刀身砸入腰眼 一时间年夜纷飞 光朗朗朗 数十条铁链猛然绷紧 蛤蟆腰吃痛之后 瞬间张开血盆大口 身体疯狂挣扎 而魏长天此时 却已借着反冲之力平稳地落回了原地 感受着包括徐清婉在内 所有人投来的惊恶目光 他只感觉心中一阵畅快 我靠 老子简直是太帅了 难怪小说里 萧峰这么爱装憋 特么的真爽啊 半课中后 徒劳挣扎半天的蛤蟆腰 再次恢复平静 并没出现什么 挣脱锁链之类的狗血桥段 而魏长天冷静下来之后 也反思了自己刚刚的行为 冲动了 还是冲动了 最后不该上去补那一脚的 虽然这样就装逼失败了 但万一刚才那大蛤蟆 突然一口 把自己吞了 到时候跟谁说里去 魏长天越想越后怕 瞬间决定 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装逼可以 但一定要在足够安全的情况下装 他这边表情无比严肃 旁边的黄千户 却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憋了好久后 才终于忍不住喊了两声 魏公子 魏公子 啊 魏长天回过神来 看着 都在等自己发号施令的众人 突然想起 今天来张府还有一件事要做 黄大人 你带人把这个蛤蟆腰处理一下吧 该杀就杀 该捉回郑腰狱就捉回去 我先出去透透气 是 公子淡去无妨 黄千户攻身阴生 接过指挥拳 开始着手处理大蛤蟆 而魏长天看了两眼后 便带着徐清婉走出暗室 跟守在外面的差异说了几句后 又直接出了张红文的卧房 站在院中深吸了一口空气 他这才看似随意地往院外走去 徐清婉依旧寸步不离跟在身边 发间系着的红绳随风微晃 两人并肩走了一阵 魏长天突然随口问道 你平日在柳叶处当差 是不是经常会遇到四妖案 是遇到过几件 不算很多 徐清婉想了一下后 小声说道 我见过不少妖食人的事 但已人四妖 今日却也是第一次见 不知以如此手段 养这样一只妖物 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掉命 魏长天看了有些惊讶的徐清婉一眼 回答道 张红文得了一种怪病 本来早就该死了 但后来却偶得一片方 发现可用这蛤蟆 妖眼角密出的毒物来掉命 不过这种毒物 须以人肉 喂妖才可得 他一开始会去找些 以死之人的尸首来喂 但哪里有那么多新鲜的死人 况且 将死人带入府中 还不如活人来的方便 于是渐渐便走到了今日 阴静中秋 今日月亮已经算是满园 整个张府静悄悄的 好似比天下所有地方都要清冷 徐清婉愣了半晌 才轻轻点了下头 原来如此 他没问魏长天是怎么知道的 魏长天也没再说话 两人各自沉默一会儿 直到在一颗鼓柳前停下脚步 徐清婉看着四下乱瞅的魏长天 有些好奇 怎么了 你在找什么 赵 有了 魏长天脸上一洗 伸手摁在一块树干的凸起之上 哈哈哈哈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嗯 徐清婉先是一头雾水 但很快就知道 魏长天所说的好地方是哪了 看着地面上突然露出的方形大洞 他惊恶地张了张嘴 又是一间暗室 对 不过这一间可没有妖管 魏长天已经手攀木梯半个身子进了洞口 喜悦之情异于眼表 快点吧 里面全是你最喜欢的东西 当徐清婉俏脸通红地站在暗室中时 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数颗夜明珠将整个房间照亮地挽如白昼 一排排木架上摆满了碧玉珠宝 名家自画 成乡成乡的金银元宝随意堆放在一旁 反射出令人心神荡漾的光芒 这简直就是梦中的场景呀 这 小嘴微微张开 呼吸有些急促 徐清婉只感觉自己的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好了 见他这副模样 魏长天不由的一阵想笑 这才是他今天带徐清婉来张府的真正目的 之前他让王二去查徐清婉为何如此需要钱 本以为这女人会有什么高尚的动机 但结果却大跌眼镜 没有重病在床的父母 没有没钱读书习武的兄弟姐妹 没有需要帮助的穷苦百姓 什么也没有 这女人就是单纯的财米 这不就好办了吗 别愣着了 这里是张家的宝库 待会儿就要充公了 魏长天催促道 看中什么赶紧拿 反正都是张红文脸来的不义之财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我 徐清婉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 魏长天却已不再管他 把话说完就直奔暗示得最深处 寻常的金银珠宝他看不太上 但有件东西却势在必得 拨开一堆乱七八糟的珍贵药材 某个檀木架上单独悬挂之物 终于映入眼帘 一件软甲 通体深棕色 紧密的线条细致排列 如果仔细数一下 会发现横竖各是1080条细线 看起来虽然平平无奇 但魏长天却知道 这才是整个张府最值钱的物件 主材料取自一只90年的穿山甲腰 将其鳞片磨成粉 混合上玄铁和黑金石 融成液体后 再金铅锤百炼 最终才得到这2160条细丝 哪怕是个寻常人穿上 四瓶以下都无法破防 萧峰前妻就是 靠着这玩意儿保命的 虽然魏长天并不觉得 萧峰少了这软甲 就会真的被别人杀掉 但最起码对自己来说 可是个大宝贝啊 有了他 人身安全就有了保障 有了他 自己行事就可以更加嚣张 有了他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 可 串台了 魏长天越想越美 干脆当场宽衣解带 直接把软甲贴身穿好 不错 合身 重新穿好虎胶服 美滋滋拍了拍胸口 又有些遗憾地 把目光投向周围 可惜了 其他的 也都是值钱的好宝贝 但大都不适合随身携带 而像银票这种 需要在钱装过手的东西 这里自然是没有的 毕竟太容易留下痕迹 跟前世贪官为什么只藏现金 不藏存折和银行卡一个道理 魏长天并没做下次再来拿的打算 此处肯定瞒不了多久 只要玄境思回去 审一审张家之人 估计就能找到 算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随便抓了几件做工无比精美的珠宝首饰 塞进怀里 这才想起来还有个徐清晚 转了一圈后 魏长天终于在入口处找到了这个女人 不是 你在这干嘛呢 东西已经拿够了 啊 我 徐清晚攥着衣角小声回答 我没拿 没拿 魏长天一愣 为什么不拿 这里的东西随便一见 就够你一年俸禄了 可 可这是偷 一向冷冰冰的徐清晚 难得会露出如此挣扎的表情 足以证明 他是真的很纠结 不过目前看来 还是道德底线占了上风 那就算了 看了他一会儿 魏长天终究没再劝 走吧 再不回去 别人该起疑了 哦 徐清晚应了一声 不过脚下却没挪布 他看着不远处的一箱金元宝 突然窃窃地问道 你 你要不要再拿一个 不 两个金元宝 魏长天一脸问号地扭回头来 不是 这女人自己不愿意投 结果却让我多偷点 我已经拿了不少了 没地儿装了 他表情古怪地回答一句 但徐清晚却是不依不饶 一双美目直直看过来 波光练艳的眸子 好似在说 你不拿我就不走 魏长天一阵无语 犹豫一下后 只好走过去 摸起两个半长大的金元宝 统一规格 一个二十两 两个就是四十两 按照大宁金银间 一点十分的兑换比例 值四百两白银 行了 这下可以走了吧 魏长天把金元宝 在徐清晚面前晃了晃 准备转身去爬木梯 可很快就又一次被叫住了 等 等一下 徐清晚轻喊一声 很不好意思地伸出一只小手 把 把元宝给我 啥 魏长天瞬间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操作 我凭什么给你 你想要自己去拿就是了 我说过 我不偷东西 那你这是干嘛 不想偷 所以直接从我这抢 我不是抢 徐清晚红着脸 不太敢去看魏长天 只是轻轻指了指 自己腰间的刀鞘 牛皮刀鞘空空如也 因为其中的柳叶刀 刚刚被魏长天拿去戳蛤蟆了 你把我的刀丢了 这 这是你要赔给我的刀钱 魏长天 好家伙 这波洗钱操作 我扶 魏府 紫时 枝丫 房门轻轻打开 正守在堂厅等 魏长天回来的秋云和渊 立刻站起身来 夫人 这么晚了 您怎么还没睡啊 我 入境摇摇了摇头 轻声问道 相公还未回来吗 嘻嘻 原来夫人是在担心公子呀 月儿抿着嘴笑道 您放心好了 您嫁过来之前 公子每日都回来得很晚 一个月里 怎么也要有十天夜不归宿里 啊 那他每晚都是 去做什么 当然 是去勾兰瓦寺 咳 秋云的咳嗽声来得有些晚 等月儿反应过来 自己失言时 陆静摇已经变了脸 羞愤与难过涌上心头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便只好轻声催道 呸 登徒子 秋云和月儿俩人互相看了看 都没作声 陆静摇可以骂魏长天 但他们是无论如何 也骂不得的 更何况 他们本来也不觉得 公子有做错什么 话说 男人喜欢去那种地方 不是很正常吗 魏长天回来时 已经是子时末了 陆静摇早就回了自己屋中 也不知道睡没睡 反正秋云和月儿 是一直熬到现在 他们之前就是这样 每天都会等到 丑事的邦声响起 如果那时魏长天还不回来 才会去睡觉 公子 你今日不是去的平常芳啊 看着魏长天身上的胡椒服 二女有些讶异 这身衣服他们认得 因为魏贤智偶尔也会穿 只不过 两人衣服上所绣的胡椒 一个是用的金线 一个是用的银线 谁告诉你们 我是去逛窑子了 魏长天喝了口茶 从怀中摸出那几件 他在张府顺回来的首饰 笑道 正好 给你们带了些小物件回来 这事 几乎是一瞬间 二女就被桌上那堆 珠光璀璨的各式首饰 吸引走了目光 就像是西方魔幻 故事里的那些恶龙 女人可能确实天生 就喜欢这种亮闪闪的东西 更何况 眼下这堆三钗 不摇 而坠等物 要比寻常的首饰 名贵精美了不知多少倍 就连魏长天都能看出 这些玩意儿价值不凡 就更别说秋云和鸢了 二女小心翼翼地 将首饰一件件 拖在首星仔细观赏 眼神中的喜爱之意 简直就要从眸子里溢出来 看着他们这副样子 魏长天突然想起了 自己前世第一次 躲在被窝里学习时的模样 也是这般全神贯注 目光炯炯 既兴奋又激动 之后虽然有了女朋友 不用再自娱自乐 可当初的那种感觉 却也再没出现过 简单追忆了一番失去的青春 魏长天开口问向二女 怎么样 有没有看中的 直接拿走就是 公子 秋云恋恋不舍地 放下了手上的首饰 表情有些感动 又有些坚持 我们配不上戴这样好的首饰 您还是留给夫人吧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呢 鱼儿也在一旁点头 我跟秋云姐夹起来 都没有这一个簪子之前 真要是戴上呀 怕是脑袋 都要被压得抬不起来呢 二女 你一言我一语 铁了心 不要这等贵重之物 而魏长天听着 他们的种种理由 心中则是既好气又好笑 说的什么胡话 过来 不由分说 一把先将银儿 拉到自己身边 从桌上 拿起那对她目光 停留最多的红珍珠而坠 银沟金线 两颗红珍珠中 还点缀了一只 很符合鱼儿俏皮的气质 低头别动 魏长天表情严肃地命令一句 而鱼儿愣了一下后 也猜出她要做什么了 由于片刻 通红的小耳朵 终究还是慢慢凑近了一些 银沟入孔 顺手捏了一下鱼儿 热得有些发烫的耳垂 将一对耳垂挂好之后 魏长天又看向秋云 用不用我帮你 这 秋云红着脸迟出半晌 终于是伸手 从桌上拿起了一只 离自己最近 也是看起来相对最便宜 玲珑布瑶 轻轻将捶着五彩玉珠的布瑶 插入发簪 低垂的眼帘中 隐藏着几分忐忑与欣喜 这不就对了吗 魏长天笑看向两人 怎么就待不得了 我看你们的脖子 也没被压断啊 公 公子莫要取笑 秋云低了低头 好似真的被一只布瑶给压住了 反倒是鱼儿适应得快 此刻小脸上 已满是迎宁笑意 女孩子嘛 得到了心爱之物 肯定是会开心的 当然也要显摆一二 轻轻晃了晃脑袋 她强忍住 现在就回屋照镜子的冲动 小声问道 公子 秋云姐 好看吗 必须好看 魏长天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月儿不解地眨了眨眼 公子 这是什么意思呀 嗯 魏长天一愣 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 这个世界 没有希望雕阳四大美女 所以 自然这俩成语 也就没被造出来 可 意思就是 鱼见到你 都要忘记游泳 大雁见到你 都要掉下来 几句解释完 月儿旋即被逗得笑出了鹅叫 嗯 公子 你哪里学来的这些哄人的话 这还用学 以我的才分 还不是张口就来 那你夸一下秋云姐 容我想想啊 阵阵嬉笑声回荡在屋中 满是愉快和谐 而藏在门后偷听的陆敬瑶 则是好学没酸晕过去 她其实一直就没睡 听说魏长天去逛勾兰 她哪里睡得着 一直干坐着等到现在 可结果这还不如去逛勾兰呢 自己比搓云和月儿哪里差了 明明长得要漂亮一些 还精通琴棋书画 又是大户人家出身 可为什么她带首饰回来 都不想着自己的 哼 陆敬瑶越想越气 越想越不甘心 最后竟是连外面的说话声 什么时候停下的都不知道 混蛋 讨厌死了 她一边抹眼泪 一边小声骂着 不过下一刻 却被耳边突然响起的声音 吓了一大跳 你在这骂谁呢 啊 看着身前之人 陆敬瑶只感觉自己的心脏 仿佛都停跳了好几拍 然后就很不争气地 一屁股蹲跌坐到了地上 你 你 我什么我 我都在这里看你半天了 魏长天如同看智障一样的 瞥了眼陆敬瑶 明知顾问道 你刚刚是在跟谁志气呢 陆敬瑶不说话 他很想哭 但又不想在魏长天面前露怯 于是便红着眼眶 死死咬住嘴唇 眼神既委屈又倔强 魏长天也不搭理他 自顾自往屋里走 陆敬瑶趁着这个空荡 赶忙从地上爬起 然后就看到了 桌上突然多出的几件首饰 郊躯微颤 柔波入谋 所有的郁节 瞬间消散了一大半 心中既有喜悦 但也还剩一点不满 果然他还是记得我的 但为什么要让邱云和月儿先选 是不是因为他刚才以为我已经睡了啊 嗯 一定是这样的 呀 那只钗子好漂亮 陆敬瑶的心理活动 一时间精彩无比 甚至已经开始想要不要先故作 矜持地拒绝一番 然后他便听得魏长天淡定说道 我明日不在家 你将这些东西 带我送给巧琳 全 全部吗 对啊 不再给别人了吗 给别人 对 多亏你提醒 魏长天一拍额头 从中拿出一件看起来最华丽的琉璃华盛 这件给我娘 还有呢 没了 这下真没了 魏长天摆着指头数道 我娘 巧琳 秋云 月儿 所有人都有了 陆敬瑶 一日一早 虽然刚办完一件大案 但魏长天还是按时起床 准备去玄境司打嘞 推开窗伸了个懒腰 清晨的微风将新鲜空气送入屋中 愿中秋云正弯腰在鸡窝里捡鸡蛋 对 没错 就是捡鸡蛋 那三只大母鸡 经过这几日的适应之后 终于特么地开始下蛋了 魏长天始终感觉 反派家里怎么也不应该出现会下蛋的母鸡这种东西 但几个女人倒是对此十分有兴趣 最后 她也就不了了之 又不是会下蛋的攻击 有什么好稀罕的 嘴里嘀咕了一句 抬眼看向天边 朝阳出展 硬着一地鸡毛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穿好软甲 套上便装 早饭跟往日一样 不过魏长天却没什么胃口 因为昨夜梦到中的对手 多了一只大蛤蟆 实在把他给恶心得够呛 你们怎么没带那些首饰 喝了口白粥 魏长天问向 依旧还是老样子的秋云和鸢 秋云笑道 公子 我们白日里要做活 带首饰做什么 魏长天撇撇嘴 这种玩意儿不带 还有什么意义 哥哥 秋云和鸢也不降嘴 只是捂着嘴笑 似乎是在笑话魏长天 不懂女人的心思 看了他们一眼 摇摇头把粥喝完 起身离开饭桌 秋云在身后急问 公子 你今日怎么吃得这样少 没胃口 魏长天摆摆手 就出发去玄境司了 而秋云和鸢 则是关心则乱 两个小脑袋 凑到一起开始脑补 秋云姐 我们是不是惹得公子生气了 她怕不是以为 我们不喜欢那些首饰吧 这要不以后我们还是带着吧 公子开心最重要呀 嗯 也是 晚上等公子回来 夫人 月儿突然闭嘴 看向正缓步走来的陆敬摇 呀 夫人 您这只钗子真好看 是吗 昨日相公非硬塞于我的 不要都不行 公子对您真好 一只钗子而已 谁又缺这点首饰似的 这话 你们别讲与相公听 阿铁 坐在马车上的魏长天打了个喷嚏 谁骂我 估计是张红文 这老头肯定恨死自己了 昨晚将蛤蟆腰和张家众人带回玄境司后 他就走了 剩下的审讯过程是由魏贤智亲自主持 也不知道 现在审完没有 但其实魏长天知道 审不审的对结果并没什么影响 蛤蟆腰现身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整个张家一个也活不了 不管知情与否 全都得死 顶多是死法有所不同 马车缓缓停在玄境司大门 魏长天脱掉软甲后 钻出车帘 两个门是立马迎了上来 脸上写满敬佩之色 魏公子 您来了 您一刀捅破妖眼的事 我们都听说了 死里的兄弟们 现在都对您佩服得紧呢 可惜我等昨夜没能亲眼所见 嗯 这么快就都知道了是吗 一直住心头的狂喜 魏长天伸手虚压两下 低调低调 我只是憎恶于这等凶恶妖物 不要大惊小怪 公子真乃正道之光 俗话说得好 文人相亲 武人相众 相比于谁也看不上的读书人 想得到习武之人的承认 就要容易得多 你比别人能打 比别人不要命 比别人更勇 更狠 更凶 或许都能得到认可 因此 昨夜之事已经传开 玄境司现在大部分人 对魏长天的印象 都有了极大改观 甚至不少人 今天还特意跑到阎武堂来 一睹他的风采 杀 碰 碰碰 动 两个人影一番交错 突然有一人倒飞而出 狠狠摔到地上 魏长天收脚站定 台下旋即响起 阵阵欢呼 今日十场打完 七胜三负 总胜场也来到了五十 终于完成了百胜目标的一半 之所以能进步得如此之快 除了每晚不间断的梦道练习之外 徐清晚所教的扶摇步 也发挥了极大作用 不过可惜今天徐清晚出任务去了 没有私教课可上 公子 回府吗 围观人群散去 王二将没送出去的银票 重新收进怀中 不回 魏长天摇摇头 我去找一趟我爹 晚饭时再回去 你去告诉李扬医生 让他晚些去魏府找我 是公子 王二点头领命 很快转身走了 等他离开 魏长天又留在阎武堂 看了一会儿别人打泪 然后就起身去找魏贤志 张家之事 不知皇宫那边什么反应 要了解一下 张洪文虽然栽了 但李堪顶缺大理寺卿 也不一定就板上钉钉 魏家这边 可能还要再出点力 柳家这次报复失败 肯定不能甘心 要早做打算 而除了这些之外 他还有一件事 要跟魏贤志商量 自己要上班 魏长天想上班 当然不会是因为劳动最光荣 也不是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他是为了撰系统点 这几天他仔细想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何才能被系统判定为成功改变剧情 为什么自己提前认识徐清晚 拿下李堪 抓了张洪文 都没有得到系统点 而与陆敬尧完婚却就算 思来想去 魏长天终于想到了一个 还算靠谱的答案 那就是 系统的判定 是以跟小说同一时间线为标准的 比如原剧情中 陆敬尧此时早该被萧峰抢走了 但现在没被抢 那么这段剧情 就算是被改变了 可至于其他人 自己的行为 还尚未影响到 他们在目前 时间点上的发展或结局 徐清晚的剧情 此时压根就还没开始 李堪还没真的当上大理寺卿 依旧是少卿 张洪文也还没死 他们在当下 依旧保持着小说中的情况 即便有些东西变了 但还没有产生结果 所以 也就没有系统点入账 这种判定方式 会将判定时间拉得很长 对自己来说 无疑是不利的 既然如此 那就需要一些短平快地改变剧情的手段 也就是针对小说中那些 只占一两章的小剧情发力 跟女人谈情说爱 打脸狗眼看人低的服务员 痛摸不长眼的小混混 诸如此类 而对于肖峰来说 她前期干的最多的事就是 杀妖怪 肖峰之所以爱杀妖怪 一方面是出于正义感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她有这方面的金手指 杀了妖怪 就能从其身上吸收部分道横 转化为自身的修为 我在大宁 斩妖三十年 老冯何怪了 既然肖峰要杀妖 而魏长天又提前知道 这些妖怪的藏身之处 那这人头 不 妖头 哪有不抢之理 虽然自己现在还没有同款金手指 但最起码能减慢肖峰的成长速度 当然了 肯定不能一个人去杀 有现成的帮手不用 不是傻子是什么 玄境司 自大宁开国以来就存在的机构 本来只承担着监察百官之职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 才慢慢变成如今的庞然大物 而旗下 设立的部门增增减减 最终稳定在了如今的三位三处 三位 那位 元大内侍卫 数百年前并入玄境司 负责保护皇宫及皇室安全 不一位 前身四方会 后辈昭安 负责处理江湖门派 帮会事务 花灵位 玄境司最初的核心职能所在 只不过监察之职 后来被督察院分去了一部分 现在主要管抄家杀官 三处 宗密处 管理全国宗教 灭恶邪门 大宁总体来说 遵从信仰自由 但官方倾向于到家 所以 玄境司一直跟佛门不太对付 柳叶处 百年前才刚刚设立 专门处理妖异怪质之事 妖怪杀得多 因此在百姓心中 形象最好 年甘处 差异人数最多 专门负责打探各类情报 是玄境司 自主创收的主要依仗 魏长天原来是 挂名在最核心的花灵位之下 而现在 既然是要去杀妖怪 那肯定要把关系 转到柳叶处 此事倒是简单 不过 听堂内 魏贤智听完魏长天的要求后 微微点头 但同时又有点担心 在这六个部门中 最危险的 便是柳叶处了 长天 你若是想历练一番 其实也不一定 非要去行那斩妖之事 昨日张家私妖案 你处理得就很好 我看不如便继续留在花灵位 如此对你日后 接手玄境司也有帮助 爹 我心里有数 魏长天心说 等我接管玄境司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当下坚持道 你放心好了 我定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罢了 那我等一下 便差人带你去路测 魏贤智见儿子 都这样说了 便也没再坚持 话锋一转 又说回到张家的案子上 昨夜审了一宿 张洪文该招的都招了 人现在已经压界行不天牢 估计中秋过后 便会当众处以极刑 关于此事是如何查出的 我已经安排妥当 你不用担心 但皇上那边却已起了疑 皇上是怎么说的 魏长天好奇问道 哎 魏贤智叹了口气 皇上说玄境司此次立了大功 但他却担心一件事情 什么事 他日若你未加犯法 正当奈何 魏长天哑然半赏 然后呢 然后皇上便大笑两声说是戏言 让我不要记挂心上 魏贤智摇摇头 然后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说的有些多了 这些事 儿子听了又有何用 脸上露出一阵苦笑 不过当他看到 眉头紧锁的魏长天时 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却又涌上心头 保不准 还真有用呢 半个时辰后 在柳叶处 一个叫周成的差异陪同之下 魏长天将自己的花灵味黑令牌 交还给内务处 换了一块银色的柳叶状腰牌 外加一柳叶刀 柳叶处的差异分三集 金叶 银叶 铜叶 魏长天因为保留了总旗的官职 所以一来就是银叶 跟徐清婉一样 不过 银叶对他来说只是起步 但对徐清婉来说 却是终点 按大宁律 女子为官最高七品 而玄境司总旗 便已是七品 想到徐清婉 魏长天突然记起一事 扭头问向身边的周成 周兄 这柳叶刀 如果我不甚一师了 该如何是好 这是简单 周成同样是个银叶 人很热情 如果是出情师一师 只需报备一下即可 再领一把新的 但要是自己私下里不小心丢了 那就要赔点银子才行 多少银子 二两 魏兄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一路说着话 两人很快便走到了柳叶处的大本营 玄境司内单独一处院子 外加三四座小楼 只不过 此时里外人不多 显得稀稀落落的 此刻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出情呢 周成解释道 咱们负责的范围 是京城和周边五个郭县 平日如果有妖情便需出情 除非遇到大妖 否则一般都是两三人一对 在远些的地方便不归咱们管了 各州府的玄境司 分舵自会处理 对了 平时上职时 并不一定非得待在这里 但一定要时刻注意腰牌 咱们这牌子 乃子母郁所致 灼烧母郁 子郁也会发烫 只要腰牌变热 就说明有任务分派 需在一刻钟内赶回衙门 周成仔细给魏长天 讲解了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又带他去见了柳叶处的头头 孔长贵 虽然名字很俗 但这位孔大人 却是实打实的四品巅峰高手 就是发型有点特殊 居然是个光头 单独的厅堂内 孔长贵首先表态 自己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下属 然后又热情邀请魏长天下之后 一起去教方厕逛一逛 魏长天其实挺想去的 但想到今晚还有事要做 最后只好忍痛拒绝 并保证下次一定 从孔长贵那离开 他在院中四下转了一圈 又在暗宗阁里 看了半天大名妖怪图露 直到代表着下职的钟声响起 腰牌也始终没有变热 透过窗户 看着形色匆匆于院中来往的同僚 再看看自己身前的一杯香名 和手中涂测 难道这就是官二代的职场日常吗 既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那就撤吧 魏长天并没有加班的觉悟 再说 即便加班也无事可做 他原本计划 是先跟着别人去做一两个任务 然后再慢慢借柳叶处之手 去杀那些本该死在消风剑下的妖怪 可现在看来 自己第一次出情 还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呢 算了 顺其自然吧 坐着马车回到卫府 吃过晚饭后 李扬便准时来了 并且一来就开始张罗排局 好不容易把他劝进书房 魏长天又看着正准备回屋的陆敬瑶 突然说道 你也来 啊 陆敬瑶扭回头来 四下张望一番 似乎是在寻找 那压根不存在的第三人 这女人之前不是挺聪明的吗 怎么最近越来越憨批了 魏长天翻了个白眼 再次开口 别找了 说的就是你 我我 陆敬瑶脸一红 这才快走两步 跟着也进了书房 魏长天回身去关门 而李扬见陆敬瑶进来 便顺嘴问了句号 小嫂子 他拿魏长天当大哥 再加上陆敬瑶年龄比他小 身份又是妾 这声小嫂子 喊得没问题 不过陆敬瑶的脸 却是一下子红得更厉害了 李 李公子 二人对视一眼都不再说话 李扬 这陆敬瑶漂亮是漂亮 但居然是个结巴 给大哥做妾 勉勉强强吧 陆敬瑶 居然被人叫做嫂子了 哎呀 该怎么办才好 李兄 你处着干嘛呢 坐呀 刚走过来的魏长天 看着两人 有点莫名其妙 好 李扬答应一声 跟魏长天相对坐下 旁边的陆敬瑶 则是犹犹豫豫的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不是 你又在这干啥呢 魏长天没好气地提醒道 倒茶呀 哦 我我 陆敬瑶如梦初醒般 赶忙端起茶壶 给两人侦查 不过可能因为太过慌张 手一抖 便不小心洒出几滴茶水 李扬暗自摇了摇头 而魏长天看了一眼 又傻站在一旁的陆敬瑶 只能是无奈地再次指挥道 你现在可以坐了 幸好陆敬瑶还没紧张到 忘记做这个技能 总算是咬着嘴唇 成功坐到了魏长天身边 那什么 李兄 今天找你来 是有件事与你商量 魏长天此时也没啥心情 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了 直接开门见山道 我准备开一家书方 开书方 李扬很是惊讶 他倒不是惊讶 魏长天怎么突然要做买卖 而是不明白 为何选择开书方 这应该是最不容易做的一门行当了 礼部之下设有印书局 基本垄断了市面上八成的书刊 而至于私人开设的书方 他们印不了受官方保护的书籍 自己好不容易寻得一两本好书 可往往一问世 就很快会被倒印 倒印的书 因为不用给作者分成 所以要便宜得多 这年头又没什么版权保护意识 一来一去 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魏兄 如今天底下的书方 哪有赚钱呢 李扬以为魏长天不懂其中环节 赶忙借用反例劝道 前几年师胜苏无 不也办过书方吗 到头来 还不是疗草收场 你若真想做点买卖 我觉得倒不如开家标局 别看李扬干别的不行 但说起经商倒是头头是道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找他来的原因 耐心听李扬说完 魏长天喝了口茶 这才慢慢开口说道 李兄 你说的我都明白 不过 我有自己的打算 等一下再与你细说 至于书方能不能赚钱 此事就要看谁来做了 有些人或许就能做成呢 比如说 李兄你 我 李扬一愣 没错 魏长天点点头 你爹是大李四卿 魏兄 我爹是大李四少卿 李扬提醒 可 很快嫂子就没了 魏长天察觉失言 干咳一声糊弄过去 在李扬不解的目光中继续说道 就算你爹现在还是少卿 但已足够震慑大部分倒映书饭了 再加上玄静思出手杀上几个不长眼的 你觉得还会有人敢倒映我们的书吗 这 李扬并不笨 很快就明白了魏长天的意思 魏兄 你是想让我带你来开这家书方 可你直接出面 岂不是更好 玄静思可比大理寺虎人多了 魏长天摇摇头 买书的大都是些自视清高的读书人 而我的名声原来如此 李扬秒懂 不过却还有一个疑问 可是即便没人敢倒映我们的书 那也得手头有卖得出去的书才行啊 此事你不用管 你只负责印书卖书即可 魏长天看了一眼自始至终 就没说上一句话的陆静摇 笑道 至于书从何来 姚儿会帮你的 啊 陆静摇听见自己被突然cue到又是一愣 但也知道魏长天指的是那本西游记 平稳了下呼吸 他打定主意不能再给魏长天丢人了 李公子 相公说的没错 此事却可包在我身上 你放心就好 是吗 小嫂子怎么又不结巴了 李扬有点奇怪 不过也没多想 思考一番后便点了点头 魏兄 既然如此 那开书方之事可行 好 魏长天满意地一拍掌 然后就跟李扬以茶代酒 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 一旁的陆静摇虽然没跟二人碰杯 但也有些开心地跟着举起茶盏 只是还没等他喝呢 便听见魏长天谢莫杀驴道 行了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走了 哦对 就把王二喊来 陆静摇 茶终究是没喝成 陆静摇气鼓鼓地走了 不过好歹没把魏长天嘱咐的是忘记 不多时便换了王二进来 公子 李公子 嗯 坐吧 魏长天直指空位 待王二坐下后 这才看向一脸疑惑的李扬 李兄 我现在与你说实话 其实开书方赚不赚钱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又或者说 只是一个幌子 我真正想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若还愿意帮我就留下 如若不愿也没关系 我绝不怪你 但我要提前与你讲清楚 此事可能会掉脑袋 关于该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 这件事 魏长天已经琢磨了几天了 他之前本来没想如此操之过急 计划是 先把书方弄起来 然后再以书方做掩护 建立一个帮会性质的地下暴力组织 但白天魏贤智的那一番话 又让他觉得此事不宜脱太久 于是干脆决定二者同时进行 书方在明 帮会在暗 一个李扬出面 一个王二出面 至于自己 肯定是尽量藏在幕后不露面的好 倒不是怕事 而是反派的格局一定要大 魏兄 虽然我尚不知你要做什么 但既然你问我了 那我肯定会帮你 李扬的答案在意料之中 深深看了一眼面前正惊微作的两人 魏长天终于开口说道 我计划建立一个完全效忠于我的秘密帮会 而书方便是摆在明处的面子 我虽背靠魏家 但很多事并不便借玄境私之手去做 所以必须要掌握这样一只属于自己的力量 李兄 王二 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两人 这次我需要你们帮我 书房里静悄悄的 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 因为魏长天跟邱云和约尔打了招呼 所以他们自始至终都没进来伺候过 就连竹灯燃进也没人添油换辣 扑吃 最后一团烛火终于摇颤着熄灭 整个房间顿时陷入黑暗 只有微弱的月光透窗而入 照在三个男人无比严肃的脸庞之上 魏兄 此事 李扬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虽然是典型的顽固子弟 但又跟魏长天有些区别 李堪好歹也是个法律工作者 而魏贤志却是特务头子 或许正是由于家庭教育不同 使得李扬 其实并没做过太多伤天害理的事 因此 如今听完这一番话 尤其是当他明白了魏长天的最终目的后 脊背瞬间便冒出一片冷汗 魏兄没有虎字解 这搞不好 真要掉脑袋的 黑暗笼罩周身 急促的呼吸声 清晰可闻 魏长天没有接话 只是静静等着 直到李扬咬牙 一字一顿地吐出一句话 魏兄 我干了 轻舒一口气 起身翻出一支辛辣 点燃 光明再次浮现 直到此时 魏长天才看着李扬 真心道了一句 谢了 李兄 两人对视几秒 原本建立在一起嫖过昌之上的友谊 在这一刻 升华成了一起扛过枪的过命交情 虽然此番场景 颇有点狼狈为奸的意思 不过魏长天却觉得 这个词没什么不好 至少相比于志同道合的伪君子 同恶相继的真小人 总要值得信任得多 书房中的气氛 逐渐回归正常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后 王二突然想起一事 公子 既然要见帮会 那总得有个名字吧 对啊 差点忘了这茬 李扬此时已经化忐忑为兴奋 很有组织归属感的提议道 不如就叫长天会如何 魏长天 你呀 是生怕别人看不出这事 跟我有关系是吗 可 此事我已经想好了 哦 叫什么 叫 在李扬和王二期待的目光中 魏长天 慢慢说出一个充满了恶趣味的名字 共济会 转日 8月15 中秋 李扬和王二已经各自开始忙碌着筹建春深书方和共济会 魏长天则是照常去了玄境思 春深 这个名字是陆敬尧取的 出自名剧《读书不绝》以春深 一寸光阴一寸金 魏长天 对此倒无所谓 反正要比李扬起的聚宝好得多 就全当增加一点 陆敬尧对书方知识的参与感了 上午演武堂打泪 下午玄境思中秋休幕 也就是放假 除部分留职人员外 其余人皆可提前半日回家 与亲朋团聚 魏长天当然没资格 进入到留职人员名单当中 便也只好提前回了魏府 跟魏巧琳玩了一会儿 把昨晚没能讲的西游记给小丫头补上 时间很快便是黄昏 朦胧的圆月已从东边升起 橘红的夕阳尚未落下 正值着日月同辉之时 两个家仆也来喊魏长天去吃团圆饭了 去年这顿饭是四个人吃的 今年又多了一个陆敬尧 席间魏巧琳依旧是只顾着吃 魏贤志跟儿子痛快饮酒 只有秦彩珍和陆敬尧那边的气氛 多少有点不一样 姚儿 你进魏家也有段时间了 最近月事可否正常 我 哎呀 看把你吓得还没怀上也没事 此事毕竟急不得 我知道了 婆母 不过还是要早做打算 你又不习武 要早些伤孩子才好 姚儿 你表情怎么这般样子 啊 我 我没事 你老是跟我说 你跟长天几日行一次那事 虚实出 范壁 魏长天本来想多待一会儿 可却被秦彩珍挥着手给赶走了 走时 他还不忘跟路径摇屎了个眼色 吃饭时 我娘跟你说什么了 走在回去的路上 魏长天好奇问道 没 没什么 陆敬尧低着头 沉默半晌后突然大脑短路般说了一句 婆 婆母 让我们早点休息 哦 魏长天不在意地点点头 管得还挺宽 陆敬尧偷偷看了一眼 那张在月光下无比俊朗的侧脸 一时间有些气脑 他既气自己不争气 又有些气魏长天的冷漠态度 之前不是很想得到自己吗 怎么现在 你要是强硬一点 我可能就从了呀 陆敬尧越想越憋屈 便也不再说话 两人就这么各走各的 直到看见正守在院门口的王二 夫人 王二先跟陆敬尧问过好 然后小声向魏长天说道 公子 马车已经备好了 好 我回去换件衣服就走 魏长天应了一声 而陆敬尧闻言 则是有些惊讶 你要出去吗 嗯 有点事要办 哦 陆敬尧第一反应是 魏长天要去勾篮 但转念一想 又自我否定了这个想法 今日是中秋 他应该不会去那种地方吧 再说 看样子 也不像是要去行苟且之事的 轻轻松了口气 心中瞬间放松不少 不过 他这次确实猜错了 魏长天今晚的目标很明确 逛窑子 游花船 玩花魁 今年中秋 正逢太后八十大寿 再加上全国风调雨顺 各地大丰收的奏折雪花一样 飞入皇宫 最后宁永年一高兴 一纸万名照飞出皇宫 上书四个大字 普天同庆 魏长天出门时 整个京城早已热闹起来了 家家户户门前挂上了大红灯笼 满城鞭炮声其词彼伏 甚至就连在街上巡逻的捕快都人人 在刀柄上系了一段红筹 喜庆之意无可复加 尤其是城内几个主要商圈 那场面就更有点前世春运火车站的感觉 长街之上摆起了万民宴 虽无好酒 菜也算不得精致 但全部是官家掏钱免费供应 卖小时和花灯的商贩 穿梭在人群中大声吆喝 孩童一手举着唐人 一手拽住大人的衣角 如若在路上偶遇有人 便停步交口称赞几句 这太平日子 夜越来越深 很快便知害时 大宁除边境几城外 均不设宵禁 所以 城里各处的狂欢盛况 丝毫不见衰减 寄托着人类思念之情的圆月 已经游到夜空正中 银白的月光 毫无遮拦地洒向大地 映照着云云众生的身影 有农户借着万民宴不要钱的酒 在街边喝到鸣鼎大醉 有读书人 为了一个灯迷 争得面红耳赤 迟除在勾拦门前的青年五人 苦涩地摸了摸干瘪钱袋 顾盼生姿的女子 以窗向路过的熟客挥舞着手帕 衣着锦绣的男人 将视线投向不远处的妻儿 那孩童却正盯着青年腰间的佩剑 面露向往 此时此刻 世间的一切都被这皎洁月光联系在一起 如同一场大戏 在黑夜中缓缓展开 而就在城南的青磁河畔 一张小小的戏帘 此时也终于拉开 只不过 看客大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 和几个酸辅文人罢了 青磁河算不得多宽多深 但乘在几条花船 还是绰绰有余 魏长天立身于一条小舟之上 身后的船夫正奋力撑干 船身拨开 倒映在河面上的点点滑光溢彩 不快不慢地向着一艘花船驶去 此时距离那花船 还尚有一段距离 但船上嵌影舞动 彩蝶纷飞的景象 却是已经隐约可见 不禁令人心生向往 人不少啊 魏长天自言自语一句 身旁的王二立马揭察道 公子 大多数人都只是为了能见 一面柳诗姑娘而已 跟您相比 完全没有竞争力 竞争力这个词 王二还是跟魏长天学的 想不到现在 已经达到了活学活用的地步 嗯 杨柳诗 我今天是一定要上手的 魏长天点点头又问 之前让你办的是怎么样 已经办妥了 公子您看 王二伸手指了指 隐藏在花船周围的几叶小粥 同时将一枚 童少递了过来 全部是六品高手 他们只要听得哨响 不出三息 便可冲上花船 好 魏长天接过童少不再说话 脚下小阀 也在此时 停稳在了花船一侧 魏公子 是魏公子来了 船上负责接应来客的 归宫大喊一声 立刻令人降下软踢 不过爬梯子实在太跌分 魏长天粗略一姑娘 这花船的高度 稍稍攻腿 竟然是蹬蹬蹬几下 踩着船侧 直接翻身上了甲板 公子好伸手 那归宫和几个小丝先是一愣 旋即齐声叫好 看那样子 就差放门里泡庆祝了 魏长天很有高手风范地拍拍袖口 抖出一小钉银子丢过去 柳氏姑娘出来了吗 哪能呢 这不是等着您吗 归宫忙不迭捧住银子 满脸堆笑着弯腰侧身 公子这边请 我先您领去坐下 嗯 沿着曲乐传来的方向走了十几步 进到坊楼当中 眼前景色瞬间便变了副模样 跟屋外仿佛是不同的世界 十几个指着薄杀的女子 正在以你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举手投足 一平一笑间 都透露着无比勾人的魅意 只让人忍不住想要立马上去跟她们 可 共舞一曲 而围坐在旁的 几乎全部是衣着华贵的年轻公子哥 抛开仆从不算大约有二三十人 此时正各自搂着侍女饮酒作乐 这些侍女名义上是杨柳式的丫鬟 但实际都有赔税之责 甚至看起来 已经有不少 就快要行使责任了 如果要找个词来形容眼前之景的话 纸醉精迷 终鸣鼎时 声色全马 又或者 魏长天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词来 海天圣言 很快 魏长天在手牌位置落座 一个样貌不输秋云渊的丫鬟 过来献上没九小时 然后轻挪两步靠过来 估计只要等他点头 便会立刻投怀送抱 不过魏长天此时 却没工夫干这事 挥手把丫鬟打发走 他扫尸了一圈屋中众人 开口问向王二 你给我说说 这些人各自是哪家哪府的 一个也别漏 是 势力在后的王二 立刻弯腰凑到魏长天耳边 压低声音依次介绍到 那边那个正在摸丫鬟大腿的 是樊家的樊贤公子 欺负乃礼部侍郎 那位正在跟丫鬟亲嘴的 是贺家的贺首元公子 家中经营着京城最大的顺龙钱庄 那个正拉着小丝之手的 是杨家的杨云庆公子 姐姐是宫里的杨贵妃 你等会儿 魏长天看着那个一脸阴柔的杨云庆 疑惑道 他来干什么 这位杨公子 男女通吃 哦 你继续 是 不多时 王二就如鼠家针般 将屋中之人介绍了个七七八八 直到轮到一人时才稍微停顿了一下 回想起魏长天刚才嘱咐的一个别漏 他这才继续说道 公子 那个正同是跟三个丫鬟调情的 是柳家的柳宗亮公子 柳宗亮 再次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魏长天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虽然不知道 前主之前是怎么羞辱的这个人 但从目前对方的反应来看 其程度应该不亚于胯下之辱 碰 酒杯猛然砸落在地 三个丫鬟惊叫着跳开 察觉到魏长天也在场的柳宗亮 瞬间站起身来 目光中满是熊熊木火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吸引到了不少人的注意 但众人却都是抬头看一眼 便赶紧低头 该干嘛干嘛 毕竟不管是柳家还是魏家 他们哪个都惹不起 一边表情淡定 嘴角挂笑 一边脸色通红 木火中烧 魏长天就这么跟柳宗亮对视了一会儿 而音乐却在此时突然停了 音乐声缓缓停下 正前方 红飞翠舞的清官也跟着站定 齐齐试了个万福后 低头退下 丁清脆的灵音响起 然后众人便见一袭红衣飘然而至 如同降落凡尘的仙女一般 青丝如铺 勃梗如玉 乡间半路 顾盼生姿 虽然杨柳是穿的并不算太少 但仅仅是裸露在外的极小片肌肤 就已经让屋中 响起阵阵吞咽口水之声 这女人要是放到前世 回头率估计能达到百分之一千 魏长天跟柳宗亮两人 此时也顾不上对视了 早就把目光转移到郑主身上 相比于哈喇子都快流出来的柳宗亮 魏长天就要淡定得多 因为他心中清楚得很 呀就是一狐妖 不过有一说一 杨柳诗确实是他两世见过的所有女人中 最漂亮的一个 而在此之前的话 林青霞和陆敬尧不相上下巴 数十道贪婪的目光中 杨柳诗款款坐下 天香绝色的小脸上 没有丝毫羞怯 诸位公子 水柔般的声音 自樱桃小嘴吐出 酥酥麻麻的 你们今日来捧场 奴家受宠若惊 方才更衣时 记错一根裙带 不小心耽搁了些时候 奴家先自罚一杯 给各位官人赔罪了 长袖半遮面 袖眉微醋 仅是杯酒下肚 杨柳诗脸颊上 便涌起一抹红韵 他眉眼如丝地望了众人一眼 手中轻轻捧着 已经空掉的酒中 我陪柳诗姑娘一杯 不知道是谁突然喊了一嗓子 而其他人也回过神来 纷纷大声附和道 我也陪一杯 柳诗姑娘莫要自责 我等绝不会怪你 此言即是 一时间 屋中热闹非凡 别看这些人 都是些不可一世的豪门公子 但舔狗这事 跟身份 身价 并没有太大关系 谁规定 有钱有势 就不能舔女人了 想你的夜了解一下 一众公子哥 故作豪迈的举杯饮酒 企图给杨柳诗 留下一个好印象 唯独魏长天没动 他一直看着满面寒春的杨柳诗 心中略有感慨 难怪人家能当花魁呢 不光长得飘飘 说话也是茶味满满啊 更衣 记错裙带 所以来迟了 虽然这借口无比敷衍 但很难 让人不联想到 他宽衣解带时的样子 可以说只这一句话 就比很多女子脱光了衣服 来得更诱人 并且 他后面还很心机地用了 官人这个指代对象 十分暧昧模糊的称谓 嘖嘖嘖 这应该算是顶级绿茶了吧 魏长天一边想 一边顺手摸起一把瓜子开� 如此与众不同的行为 自然被杨柳诗注意到了 盈盈秋水般的眼神看过来 又似乎带着些撑罐 魏长天有些玩味的对视回去 顺便吐了一口瓜子壳 此举已经算是 很不给杨柳诗面子了 可后者脸上 却不见羞脑之色 只是轻轻抿嘴一笑 似乎是真的被逗乐了 果然难搞 魏长天收回目光 而杨柳诗 也在此时再次开口了 诸位公子 今夜正值中秋 本该是那团圆的时候 奴家已没了爹娘 可信得有诸位相伴 心中感激不尽 便想着先唱一首小曲 以表心中情意 不知可否 软糯的语调中 带着些悲凉 似乎真的寄托了一个 苦命女子的私亲之情 底下立刻有人安慰道 柳诗姑娘莫要伤怀 我等都是你的家人 正是正是 今日得以聆听仙音 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好家伙 家人都出来了是吗 魏长天心说 杨柳诗要是去直播带货 怕是一把好手 而台上也在此时 传来了阵阵情音 知上留音何类文 心提横见就提横 一春雨鸟无消息 千里观山劳梦魂 无异语 对方尊 安排长段到黄昏 否能至得登而了 雨打梨花深闭门 取臂 擒生指 窗外水声荡漾 月上的嫦娥 好似不见了 台下众人愣了片刻 玄疾哗然 不同于给钱 就能挂一地寻常青楼女子 像杨柳诗这种花魁 或者各楼各馆的头牌 它们跟客人之间 往往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般称之为 打茶围 或者吃花酒 具体的选择方式不尽相同 大部分都是 玩对对子 或者飞花令 也有喜欢玩头子 头虎等游戏的 但很明显 不合适今天如此高端的局 当然了 让这些不学无术的公子哥 来背诗 无疑是为难人 而这时候 他们身边文人默克 便派上了用场 就像此时 一个头树逍遥金的书生 就在替他主子行飞花令 山 此字太过简单 山光雾太弄春灰 莫为轻音便你归 好 有人立刻叫好 那书生得意坐下 然后便听得下一人紧接着行令道 归来双病个萧然 见话又能记西年 年 我也有了 年时凉宴双双在 肯为人仇便不来 阵阵宋师生接连响起 不过却只是文人间的自娱自乐罢了 因为众人都很清楚 杨柳师肯定不会凭借这个来决定 今夜要跟谁共勉 若不是 为了加深一下柳师姑娘对自己的印象 这种事 其实参不参加都无所谓 比如魏长天 他就没参加 魏家也养着几个文人门客 但他觉得 找别人替自己被施这种事 实在太蠢 至于自己上场 不好意思 这个世界的 施他一手也不会 不知不觉 飞花令已行过几轮 窗外的圆月 也已逐渐吸血 就在岸边代表子师的帮声响起之时 杨柳师也轻轻挥手 将一丫鬟招至身边 小声语了几句 众人瞬间闭嘴 紧接着便听那小丫鬟脆声说道 诸位公子 我家小姐说 已许久没听过心词心诗了 想让我出一题目 请诸位来做 不知公子们意下如何 小娘子只管出题 以师定胜负 呀 快出题吧 众人纷纷呼应 心中都清楚 终于到了决胜时刻 为此他们早有准备 不仅带来的 都是家中才华最高的门客 甚至有不少人 更是早就提前写好了 以中秋为题的诗词 只等稍后 拿出来一名惊人 最后抱得美人归 然而 这小丫鬟所出的题目 却让他们为之一愣 中秋踊跃太过俗套 只见丫鬟俏皮一笑 我家小姐生得如此好看 就连跟那嫦娥 比怕事也不慌多让 不如 就以小姐的美貌为题吧 这 好 正当如此 听到这个题目 有人面露苦涩 有人神情淡定 也有人沾沾自喜 而为常天 却是有些惊讶 这题目肯定是杨柳诗出的 只不过借丫鬟之口说出而已 让别人作诗夸自己漂亮 这狐妖这么自恋吗 屋中陷入一片安静 虽然不是大家预料中的中秋诗 但这个题目 倒也不难写 当然 不管好不好 写都是读书人的事 至于那些公子哥们 只要等着门客献诗即可 做得好肯定重重有赏 做不好轻则回去打上一顿 重则脑袋搬家 就这么简单 一群文人门客 看着面前似有些困乏 但却更有一种 慵懒魅意的杨柳诗 一时间闻思泉涌 各种赞美之词跃然脑海 只等着他们去排列组合 很快 便有一人成诗了 只见他俯身 在自家公子耳边说了几句 应该是在念自己刚做的诗 好让主子拔个头筹 可那位那家里开钱庄的贺公子 却是眉头紧锁 听完之后有些犹豫 似乎是没能背下来 如此反复几遍后 他干脆懒得再背 一个眼神过去 门客立刻心神领会的朗声说道 柳诗姑娘 我家公子已做出诗来 特令我送与姑娘听 谢过贺公子了 奴家听着呢 杨柳诗当然不会拆穿 笑看向贺公子 好像这诗真是他做的一般 门客的声音 在屋中清晰响起 千秋无绝色 岳目是家人 倾国倾城貌 惊为天下人 四言绝句 一共二十字 很快便送完了 有人眼睛一亮 但大部分人 却只是撇了撇嘴 千秋绝色 岳目家人 倾国倾城 惊为天人 此诗是在四个成语上 各天一字而成 既可看作巧思 也可看作投机取巧 更关键的是二 四两句 以同字为伪 严格来讲并不合格律 所以 总体来看 只能算是中下水准 杨柳诗笑着夸赞 看几句便不再说话 明显也是 对此诗不太满意 那位贺公子的脸色 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而其他人 则是信心大涨 很快便有第二个人 站出来献诗 柳诗姑娘 在听我家公子这首如何 母家听着 一首一首又一首 很快就出了十来首诗 之后的诗 虽都比第一首要强些 但也只能算作勉勉强强 虽是新诗 却无新意 只不过是把几个词 反复着说而已 魏长田本来听得 都快睡着了 柳宗亮却在此时 突然站了起来 因是柳家人 他一站起 众人便都不说话了 而柳宗亮 也不似别人 要先客套一番 潇洒抖了抖衣袖后 就直接高声奉道 芙蓉不及美人装 水电风来朱翠香 谁分寒体眼秋善 空悬明月后君王 屋中安静几秒 玄机有人一拍桌子 红着脸赞道 好诗 惊他这一吆喝 其他人也跟着反应过来 一时间叫好声响成一片 公子哥们大都是为了 八戒柳宗亮 而文人们 则是真心觉得这诗好 前两句以芙蓉 珍珠 翡翠 来与美人的容貌 虽然思路平平 但写法却自然天成 毫不做作 而后两句 则更是直接将整首诗的水准 拔高了数个层次 谁分寒体眼秋善 空悬明月后君王 将人比作等待君王的明月 暗喻 即便是皇上王爷见到杨柳诗 也要为之折服 这对一个青楼女子来说 无疑是偌大的荣耀 此诗如果不是提前准备的 便只能说明一件事 做诗之人的诗才 非同凡响 听着众人的交口称赞 柳宗亮很是受用 同时略显得意地看向杨柳诗 柳公子 杨柳诗先是愣了一会儿 玄机娇媚一笑 看来奴家今夜是你的人了 这话一出台下 虽然一片骚动 但却没人有意见 虽说文无第一 但那是在文章诗词 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说的 如今柳宗亮的诗 明显要比别人高出几个档次 自然也不会有人 跳出来自取其辱 柳宗亮文言也是一阵狂喜 但玄机又听见杨柳诗继续说道 但不知此诗 究竟是府上哪位门客所作 恳请公子告知奴家 依旧是柔柔诺诺的语气 但这话却是瞬间让柳宗亮的脸色 由白变红 由红变青 完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如果说 这诗就是自己做的 不仅无人会信 更显得自己是一个虚伪之徒 可要是承认不是自己做的 那又太跌面子 思来想去半天 柳宗亮终于是指向 站在人群中的一个年轻男子 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柳诗姑娘 是此人所作 哦 杨柳诗转眸看去 眼神中满是柔情春意 不知这位公子尊姓大名 竟有如此失财 姑娘谬赞了 那名青年 一步迈出人群 淡定道 只是柳府一门客而已 公子都不肯将名字告诉奴家吗 杨柳诗声音七晚 这 青年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柳宗亮 终究还是没有抵挡住美人的诱惑 带着几分傲气挺胸回答道 无名情欲 诗成苏武 华 众人瞬间哗然 苏武是谁 诗圣啊 所以 眼前这个样貌平平的青年 居然是诗圣之徒 难怪有此失财 一片喧道中 杨柳诗第一次露出一丝惊讶之情 看向秦玉的眼神 似乎更软了几分 而柳宗亮则是大感不妙 生怕再这样下去杨柳诗该改逐一根秦玉睡了 赶忙大声问道 可还有诗要拿出来的 宣闹停止 没人说话 虽然还有一半人尚未诵诗 但大家都清楚 既然已有诸玉在前 那现在在献诗 无疑就是真的献丑了 好 既然没有 柳宗亮早已迫不及待 稍微等了几夕 便准备阅祖带袍 宣布本场打岔为结束 可也就在此时 自始至终未出一言的魏长天 终于说话了 折什么急 赶着去投胎呢 咿 柳宗亮无比愤怒地看过来 要不是自知打不过魏长天 估计早就冲过来拼命了 他瞪着眼不说话 别人不敢掺和柳威两家的恩怨 此时也就只有杨柳诗 能出来打圆场了 魏公子 您也有诗 是 可我未见您带门客过来 杨柳诗看了一眼 明显是五人的王二 笑问道 那此诗 就一定是公子自己做的咯 是 魏长天息字如今 而柳宗亮也终于找到了机会 赶紧开口嘲讽道 哈哈哈哈 今日我才知道 什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 你再说一个字 信不信我让你从这里躺着出去 魏长天冷冰冰地打断 就像嗓子眼卡了一口痰 柳宗亮一瞬间脸色涨红 但终究是没敢再说话 魏长天不去管他 扫射一圈屋中 众人后才慢慢站起身 拎起酒壶 仰伯 灌下一大口酒 目光直视着杨柳诗 你听好 这才叫诗 美人 仇人 围观群众 穿越过来这么久 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李太白 反正那么多人用过你的诗 今天我也借来用一用 咕嘟咕嘟一口酒 一句诗 四口酒入喉 诗成 银湖落地 发出当郎一声脆响 除此之外 台上台下真落可闻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魏长天 脑海中空荡荡的 只剩下那足以让杨柳诗 从此天下闻名的二十八字 云响一长花响容 春风福建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月下缝 扑通 一个人影 亮枪跌坐在地上 正是那师圣之徒 秦玉 他不可置信地 反复将这四句诗低难数遍 最后颤抖着总结出一句 吴师恐不解 秦玉已经服了 不过柳宗亮 却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本来自己马上就要得手了 可最后却被横插一脚 换作别人 他可能也就忍了 但偏偏 又是魏长天 只见他愣了半晌后 居然一下子跳降起来 胡乱吼道 此事不过二 远不及我的好 你们说是不是 说话呀 极其败坏的吼声 回荡在坊楼之中 看着气火攻心的柳宗亮 在场众人无人答话 有些文人甚至还露出了鄙夷之色 连人家师圣之徒 都承认比不过了 你在这里杂杂呼呼地干什么 他们虽不敢直接反驳柳宗亮 但却可以通过沉默 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也就在此时 不知有谁说了一句 好与不好 还是由柳宗姑娘来评骂 对 柳宗亮如梦初醒 拿手师好并不关键 归根结底 还是要看杨柳宗愿意选谁 自己还有机会 柳宗姑娘 想到这 他赶忙看向 仍然正在原地的杨柳宗 急切地逼问道 你觉得拿手师好 啊 杨柳宗茫然抬起头 直至此时才回过神来 就光凭他这个反应 答案便以不言而喻 大家都在等着杨柳宗 打柳宗亮的脸 然而等了半赏 得到的却是一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话 这两首诗都写得极好 奴家也选不出呢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些惊讶 选不出 怎么可能选不出 别说杨柳宗本就精通诗文了 哪怕是个大字不识的农夫在这里 恐怕也能感觉出后 一首诗更好吧 无视了众人诧异的目光 杨柳宗又含笑望向魏长天 魏公子 你的诗确实好 刚刚奴家都显悉要哭了 但秦公子的也不差 好为难哪 好家伙 跟我玩欲擒故纵这一套是吧 那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办事的 魏长天心中冷笑一声 伸手指了植柳宗亮和情欲 随意说道 为难是吧 好 那我且问你 如果你最后选了他们的诗 这俩人 你今晚打算赔哪个税 卧槽 此话一出口 一众看客全都人傻了 你嘛 还能这么问 不亏是魏公子 太勇了 其他人目瞪口呆 而杨柳宗此时 也被这个问题给高猛了 他混迹于勾兰瓦斯已有数年 哪怕是那些朝中大官 也被自己玩弄于鼓掌之中 却从未见过魏长天这种 不按套路出牌之人 紧紧咬着嘴唇 过了很久 杨柳宗才小声回答 自 自然是柳公子 那好 魏长天点点头 表情淡定 然而就在下一秒 他却毫无征兆地突然抱起 脚蹬地面 眨眼便冲到了柳宗亮身边 没有任何犹豫 势大力尘的一脚 直接踹上后者胸口 碰 闷响声猛然响起 一群人眼睁睁看着毫无防备的柳宗亮口吐鲜血倒飞而出 直到撞破窗户 扑通一下杂入河水之中 哗啦 窗檐上的一块碎木砸落在地 然后便再无动静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 太粗不及防了 足足舞蹊过后 低声尖叫才误得响起 然后整个坊楼中瞬间乱作一团 柳家的仆从哀嚎着 连滚带爬跑去救人 丫鬟侍女惊叫着躲到角落 其余那些公子哥也纷纷面露惊恐地撤开几步 使得魏长天周围立刻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 现在 魏长天对周遭的一切熟视无睹 只是扭头 看着瞪大眼睛的杨柳师 平静道 不为难了吧 宽敞滑贵的卧房中 缭绕着朦胧水气 足以容纳两人的大木桶中 杨柳师笑着探出脑袋 脖梗上挂着几滴水珠 公子 你不来一起吗 坐在桌边的魏长天 向那边瞥了一眼 强忍住心中的燥热 心中反复告诫自己 现在还不是时候 哥哥哥 既然公子不愿意来 那奴家便过去 哗啦 美人出狱 薄杀遮身 杨柳师笑着赤脚走到桌边 轻轻伸手 奔在魏长天胸口 温室的空气钻入耳中 有些痒 公子呀 奴家美吗 看着近在眼前的山峰沟壑 魏长天一阵头大 眼神开始迷离 然而就在此时 腰间却突然传来一阵刺骨的冰凉 靠 差点就着了道 幸亏提前从魏贤志那里 弄了这块可破幻术的清心玉 呼 轻舒一口气 眼眸中的痴迷 慢慢变成戏弄 魏长天顿了顿 同样凑近杨柳师耳边 小声反问道 我帅吗 怀中的郊躯瞬间僵住 杨柳师默地扭过头来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行了 别费力气了 魏长天将他一把推开 开门见山道 你都用这招骗了多少人了 奴 奴家听不懂公子在说什么 别装了 魏长天撇撇嘴 紧接着说的话 直接在杨柳师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我不光知道你会换术 还知道 你其实是狐妖 更知道 你混入京城 是为了从镇妖狱中 救出你们西南十万大山的妖王之子 没错吧 看了一眼脸色煞白的 但手已经伸向桌底的杨柳师 魏长天连动都没动 我劝你 最好别有什么歪心思 现在船外全是我的人 杀你一个不足五十年道行的小妖 绰绰有余 摸刀的动作瞬间停住 杨柳师有些惊恐地看着魏长天 此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自己好像在这个男人面前 没有任何秘密 你不用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肯定不会告诉你 另一边 魏长天手中暗暗捏住童少 语气却十分轻松 我今天来 其实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情 杨柳师一愣 合作 对 就是合作 魏长天点点头 你知道我的身份 肯定明白 我在玄境寺中的地位 最起码要比你勾搭的那些 朝官说话管用 一年之内 我帮你就出那个什么妖王之子 但你也要帮我几个小忙 我们各取所需 大家都开心 怎么样 魏长天说完后 便坐等答复 但这次杨柳师的反应 却有些出人意料 只见他狐疑地看过来 犹豫了一阵后 才轻声说道 魏公子 前几日有一个萧公子找到我 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什么玩意儿 萧峰 魏长天的瞳孔猛然收缩 无数疑问疯狂涌出 但仅仅愣了片刻 他就反应过来 这些可以以后再想 眼下最重要的是 该如何处理杨柳师 杀了 还是留着 等会儿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脑海 很快便拓展成一个大体的计划 再杀萧峰的计划 深吸一口气 魏长天立刻平稳住心态 抬头看向杨柳师 我不知道他具体跟你说了什么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应他 但有一点 我跟他肯定不一样 那就是 如果你不答应跟我合作 身体微微前倾 眼神瞬间变得冷酷 我绝不会像那位萧公子一样 让你活过惊艳 魏长天并不是在吓唬杨柳师 毕竟这个女人虽然有用 但是如果不是完全为自己所用 那无疑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 因此 只要后者感受一个不自 他会毫不犹豫地吹响童哨 立刻为名除妖 卧房中的阴晕水气已经散去 深夜的寒风挤过窗缝 绕过绣着团团牡丹的屏风 吹动轻薄的杀群 不知是不是因为川太少的缘故 杨柳师突然打了个寒颤 脸上露出一丝七碗的哀怨之情 公子 当真舍得杀奴家吗 别废话 魏长天没功夫 跟他搁着整这些虚头八脑的战术拉扯 语气冰冷道 你如果下一句还没有答案 一样要死 如黑宝石般的毛子 微微收缩 细窄狭长 杨柳师沉默了好一阵 这才裹了裹杀群 苦笑道 我不想死 说明白点 我 我愿意与公子合作 魏长天深深看了他一眼 希望你说话算话 杨柳师正色道 公子放心 我们妖族最守信用 那就好 魏长天点点头 表情放松一些后 突然想到一个比较莫名的问题 你们妖族化形之后 还能变回妖的模样吗 不能了 杨柳师如实回答 化形一旦完成 便是不可逆转的 那你现在跟人又有何区别 外貌并无区别 但修行方式 法术神通 却依旧与妖无异 就是人面受心呗 杨柳师一阵漠然 无奈地点点头 是 行 我知道了 魏长天了然 心中有点放松 又有点遗憾 至于到底是为何放松 又为何遗憾 只能说懂得都懂 扎扎嘴喝了口茶 思绪回到正式之上 把那萧公子的事 完完整整讲一遍 是 杨柳师不敢违逆魏长天 轻声回忆到 萧公子是前日夜里找到我的 他也知我是妖 但并不知我 我混入京城 是为了做什么 魏长天问 你告诉他了 自然没有 杨柳师摇摇头 脸侧几缕青丝 也跟着摇晃几下 他愿以百年 道行之术的妖灵丹为代价 想让我帮他一个忙 妖灵丹 魏长天立刻记起此物 虽然跟妖丹只一字之差 但两者的价值 却是天壤之别 妖丹这玩意儿 凡十年以上道行的妖怪都有 除了好看之外 作用十分有限 一般都是 荡宝石来用 或者摆在家里避邪 不过妖灵丹却不一样 此物只有五十年以上道行的大妖 才有可能与死后淡出 其中蕴含着 此妖一成修为 虽然人与妖的修行原理完全不同 但希娜的天地灵气 却是相同 因此 五人便可借着妖灵丹加速修行 只要佩戴在身 即能缓慢 希娜其中灵气 魏长天就随身带着一枚 也就是斩杀百年大妖 才可得的妖灵丹 即便其中的灵气 只有两三成能 最终转化为内力 可这已经算是这个世界 最有效的修炼辅助手段了 而妖灵丹如果给妖化链 吸收转化率则会更高 按照一般情况 如果想要得到百年道行之术的妖灵丹 那就需要至少斩杀累积 超过千年道行的妖怪 且每只不低于五十年 且不说一般五人有没有这个实力 光是这么多大妖 要去哪里找恐怕也不知道 但这对肖风来说 却不是实 因为人家有金手指啊 神通练妖 不仅可将妖怪的部分道行 直接转化为自身修为 剩下的还能再自动练化成妖灵丹 只需杀个二三十年的小妖 便可练一枚十年道行的灵丹 利用率直接拉满 也难怪开口就能给杨柳诗这么多 你九百九十六天天加班 一个月挣几千块 人家出去收趟房租就是几万 这出手能一样吗 唉 魏长天暗自叹了口气 再次问向杨柳诗 他肯付出如此代价 是想让你做什么 杨柳诗没有察觉到魏长天的异样 轻声答道 萧公子希望我能去勾引一个人 谁 柳相 勾引完之后呢 萧公子没讲 只是说 待我同意后再告诉我 所以 你还没答应他 是 我当时说要想一下 萧公子也没有逼我 杨柳诗有些哀怨地看过来 那眼神似乎是在说 也就你这种人才会动不动 就要杀掉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魏长天直接无视了这可怜兮兮的眼神 皱眉思索一番后突然说道 答应他 啊 杨柳诗一愣 表情很是惊讶 魏长天瞥了他一眼 慢慢问道 你可知 我跟那萧公子是何关系 不知 那我告诉你 我俩 是生死仇敌 生 什么 杨柳诗默然瞪大双眼 半晌过后才正正地问道 你 你是想让我 别问那么多 照我说的做即可 魏长天表情严肃 如果他问起惊艳之事 你知道该怎么说 知道 那就好 魏长天略一停顿 将手中童少随手丢到桌上 然后直视着杨柳诗的双眼 我信念 小巧的童少翻滚两圈 慢慢停在杨柳诗面前 此时此刻 他哪里还不知道 这没哨子 便是魏长天用来呼叫帮手的工具 眸中闪过一丝无比复杂的神色 先先御手将童少握于掌心 抬头对视着神色如常的魏长天 现在 他有了一个逃离这个男人魔爪的机会 屋中空气激进凝固 窗外水声婉转荡漾 杨柳诗沉默许久 突然轻轻拉过魏长天的手 竟是将童少递了回去 小嘴微张 柔情默默 公子 你 你想要奴家吗 魏长天目光一致 犹豫了一秒之后 再次确认道 你确定 不会再变回妖身吧 算了 爱变不变吧 大大的袖床晃得厉害 一个时辰后 如绸缎般丝滑的青丝散落相间 杨柳诗拽住 被脚挡在胸口 妩媚俏脸上满是委屈之色 公子 你这就要走吗 对 魏长天此时已经穿好了衣服 颇为正经地点点头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开玩笑 自己怎么可能在这里流速 这女人虽然目前还行 但万一晚上趁自己睡着 突然给自己来一刀呢 安全第一 魏长天稳到不行 而另一边杨柳诗 当然是不信她的鬼话 红着眼眶不再出声 好一个复兴啊 亏得刚刚我还 她羞愤地咬了咬嘴唇 抬头望着那个绝情的背影 然而 眼神很快就又揉了下来 可公子真的很有食材呢 云响衣裳花响容 会向摇台月下风 真美 叮 检测到情节有所变动 奖励系统点数3000 叮 恭喜宿主 系统达到升级条件 以自动升级 成为天下无敌系统 叮 恭喜宿主 您以天下无敌 躺在家中床上 魏长天不停自言自语 每一声钉都寄托了她 作为一名穿越者的 殷切期盼 可惜的是 系统界面还是老样子 显示剩余55点系统点数 想完狐妖 只加了50点 杨柳诗这么没排面吗 还是说 网文里的女人都不重要 也不对啊 为什么陆静瑶就给了300点 俩人的戏份 明明差不多 难道说是因为 心服和口服有区别 从陆静瑶最近的表现来看 他对自己应该是心服口不服 而杨柳诗很明显 则是口服心不服 原来如此 魏长天恍然大悟 悬急在心中大骂 呸 垃圾系统 整这么复杂的吗 人家的系统 不说直接无敌吧 好歹现在 也已经称霸小地图了 就你压的存在感这么低 要你有何用 疯狂吐槽一阵 魏长天终于慢慢平复了情绪 开始思考今晚的得失 虽然出发前的三个小目标全部完成了 但结果顶多算是喜忧参半 他万万没想到 萧峰居然提前找上了杨柳诗 如果说之前那块莫名出现的保命玉佩 是天道在庇护萧峰的话 那现在又算怎么回事 这明显是萧峰的主观行为啊 不仅时间比书中提前了 就连一些细节也变得不同 魏长天越想越乱 蝴蝶效应 天道变数 气韵胜衰 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 使得那冥冥中的命运之轮 在向着完全不可控的方向前进 魏长天甚至觉得 即便明天 徐清晚也突然认识了萧峰 他都丝毫不会惊讶 恐怕用不了多久 自己未卜先知这个能力 所能发挥的作用 就要越来越弱了吧 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还没到那一步 最起码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一切都勉强还在掌控之中 王二 黑暗中 魏长天突然从床上坐起 喊了一嗓子 房门很快被推开 公子 何事 你找人查一下玄天会 萧峰可能混在里面 还有 明天悄悄去给杨柳诗 送筷子母浴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联系我 是 王二没有多问 行了 你也去休息吧 摆了摆手 魏长天便一头躺回床上准备睡觉 决定把想不明白的事 留到以后再慢慢想 不过也就在此时 王二的略显惊讶的声音 却突然传了过来 夫人 嗯 我来找向东说点事 是 那小人先出去了 王二很快躬身退走 而陆静瑶 则是自顾自点亮了一只烛灯 轻轻在桌边坐下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 魏长天无奈地重新从床上坐起 什么事 就不能明天再说 你 陆静瑶抬眼看过来 犹豫一会儿后终于 无比纠结的小声问道 你今夜去做什么了 管你什么事 魏长天打了的哈欠 问这个干什么 陆静瑶没有回答 而是将问题进一步具体 是不是去逛勾兰了 嗯 魏长天一愣 倒不是说 有什么愧疚之情 只是单纯惊讶陆静瑶 是怎么知道此事的 难不成我师承震情欲 脚踹柳宗亮 抱得美人归的光辉事迹 这么快就传开了 没有否认 他随口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 陆静瑶胸脯起伏得厉害 好半赏 才瞪着大眼睛给出答案 你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 第二天 陆静瑶又没吃早饭 魏长天已经发现 他这个习惯了 只要生气就不吃饭 也不知道这种稚气 对他自己有啥好处 吃过饭 去找魏贤志 把昨晚险些 踹丝柳宗亮的事情 说了一下 然后照常到玄静司打泪 今天徐清晚没有出情 因此 又有私教课可上 还是那间武士 魏长天正在上碰下 跳练习身法 徐清晚看了一会儿后 突然问道 气息不稳 脚不虚浮 你昨日做什么了 好家伙 人均名侦探 魏长天停下动作 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昨日多饮了些酒 哦 徐清晚没有多想 只是认真劝道 既然习武 平日里还是少饮酒的好 知道了 难得被徐清晚关心一次 魏长天并没反驳 而是换了个话题 你觉得我现在 身法练得如何了 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练拳脚 或者冰刃 嗯 徐清晚想了一下 点头认可道 不到半月 便已将扶摇不练之入门 你确实是我见过的 武道天分最高之人 至于拳脚和冰刃 可以试试 不过我徐家 却没有好的技法 恐怕教不了你 这是包我身上 魏长天心说 你没有我有啊 到时候来个双修 岂不是美滋滋 魏家就是不缺这种东西 等我回去找几个合适的 咱俩一起学 徐清晚愣了一下 摇摇头 我怕是 没你学得快 那就换我教你 你为什么不找 自家的教头学 嗨 你看你这话说的 魏长天从秀中 掏出今日的学费 这钱给谁不是给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哦 见到银票 徐清晚的眼神立马变了 小心翼翼 结果揣进胸口 他这才反应过来 一件事情 不对啊 相比于魏家的教头 自己好像才是外人吧 看着笑容满面的魏长天 徐清晚刚准备说话 但却突然又表情严肃地 闭上了嘴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将手探入腰中 分别摸出两块一模一样 镶着银边的柳叶壮玉牌 来活了 宽敞的厅堂内 魏长天再次见到了 那个大光头孔长柜 身边则站着徐清晚 和那天陪他去路测的周城 三人都是银叶 如此阵容在柳叶处中堪称豪华 但也代表着 此次任务所要面对的妖怪 一定十分凶恶 魏长天倒是不怕 反正他有内戒内甲 只要不是遇到百年大妖 最起码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毕竟是第一次出任务 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魏长天很是谨慎 徐清晚和周城也一脸严肃 三人一言不发 看着孔长柜 然后便听见后者慢慢说道 山阳县衙传来消息 他们县属的一处村子中 有人报官说 遇到了妖群 县衙的官差 已经做了初步调查 你们现在即刻出发去处理一下 这是卷宗 妖群 听到这个字眼 三人皆是一惊 大宁境内 多久没出现过妖群了 无比郑重地接过卷宗 魏长天摊开在桌上 与徐清晚和周城一同看去 然后仨人的表情 就越来越不对劲 也激腰 平均不足五年倒横 总共十只左右 还被当地村民自己杀了两只 懂了懂了 原来这波叫人情世故 有人说过 两男一女 是一种故事最多的性别组合 尤其当这个女人还很漂亮 挂着玄境四虎交骑的马车 飞奔在官道上 而车内的气氛果然有些微妙 周城看看徐清晚 又看看魏长天 有些尴尬地摸了摸头顶 那什么 这次的任务还挺轻松的 两人都没搭话 尤其是魏长天 此时更不知该说点什么 虽然孔长贵刚刚也说了 这次主要是为了让自己 熟悉一下工作流程和节奏 但三个营业去对付一群野鸡 确实有点离谱 恐怕要是去得晚了 那群野鸡妖 估计都要被当地村民全部杀完了 唉 叹了口气 魏长天刚准备换个话题 而周城却在此时突然想起一事 脸色顿时有些兴奋 对了魏兄 昨夜你在花船上 施压施胜之徒的事 我听说了 嗯 这么快就传开了 魏长天有点惊讶 那可不是 周城府长笑道 我今早出门的时候 听我弟弟说的 他平日里就喜欢跟那帮酸秀才混在一起 结果今早吃饭时 嘴里反复念叨着 想衣裳什么的 我还以为他要买新衣裳呢 就问了一嘴 结果才知道 原来是魏兄所做的诗 听他说 现在全京城的读书人 都在传着诗呢 魏长天心说 这年头又没有社交软件 能传这么快也是 辛苦这群人了 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文明大宁诗坛 脚踩诗圣 拳打诗仙 说话也不由得有点飘 周兄 区区一首诗而已 不足挂齿 会作诗 又不能当饭吃 除了以后去逛勾兰 可能不用掏银子 也就没别的好处了 周城本来还好 现在一听逛窑子不用掏钱 瞬间是既羡慕又佩服 厉害啊魏兄 我虽是一介五人 不懂诗词 但却明白 能让花魁侧目 是何种能耐 他凑近一点 满脸期待地问道 魏兄 那柳氏姑娘 是何种滋味 嗨 魏长天摆摆手 不过而 除了漂亮些之外 便与寻常女子无异 那到底有多漂亮 有没有徐总棋好看 徐总棋 魏长天心中咯噔一下 脸色瞬间僵住 无比尴尬地扭头 看向徐清婉 只见后者也正一脸 平静地望着自己 薄唇微气 语气波澜不惊 花魁 你昨日不是饮酒去了吗 那什么 我就是跟花魁饮的酒 哦 徐清婉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而周承看到两人这副模样 一时间也没搞懂状况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没忍住内心的好奇 又一次小声说道 魏兄 你仔细给我讲讲其中滋味吧 我这辈子肯定是没有这个福气了 你全当让我过过而已 听你说完 咱不也就知道 其那花魁是何感觉了 魏长天 山阳县是离城最远的一处复郭县 其后锦铃一座大山 名为望龙 据说立于山顶 可隐约望见京城 魏长天三人 是下午未时出发的 等到达山阳县衙时 以至黄昏 马车停稳后 周承第一个跳下去 狠狠吸了两口新鲜空气 这一路上气氛太过压抑 可把他给憋屈坏了 而魏长天看着对面双眼紧闭的徐清婉 终于开口提醒道 徐总棋 咱们到地儿了 眉目缓缓睁开 徐清婉瞥了他一眼后 也自顾自弯腰下车 只留下一句话 你以前都换我徐姑娘的 醋味真浓 摇摇头 魏长天最后一个从马车上下来 而周承已经跟一高一矮 两个山阳县的捕快客套上了 见魏长天出来 他赶紧介绍道 两位 这是魏总棋 玄敬司指挥使大人之子 魏 魏公子 两个捕快笑容逐渐消失 从双腿的动作趋势来看 应该是要当场跪下行李 我靠 兄名在外啊 魏长天赶忙迈不向前 笑着抱拳道 二位兄弟无须客套 都是为官家做事而已 咱们还是赶紧先说说案情吧 两个捕快一愣 似乎是在想 魏长天为什么跟传闻中不一样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反应过来 忙不迭连连点头 是是是 魏公子 啊 还有两位大人 这边请 小人马上去禀报支县大人 还请三位稍等片刻 倒是挺会来似的 不过办这种小案 还要见支县 再这样下去 估计就变成了公费旅游了吧 魏长天有点无奈 周承心中窃喜 无动于衷 三人就这样 进到县衙的会客厅坐了一会儿 然后很快便见到了山阳县的支县 而这位操着南方口音的支县大人更直接 一进门就要拉三人去吃饭 最后在魏长天的坚持下 好歹才同意先讨论一下案情 三位大人 据报官的村民说 这群鸡妖已出现有数月了 不过之前一直未曾伤人 他们便只以为是 长得大了些的寻常野物 没有多在意 刚刚那个高个子的捕快递 上报官者的口供 继续说道 不过就在几日前 村中有名男童 被一只鸡妖灼瞎了眼 还有一个汉子 晌午在地头瞌睡时 被灼坏了 可 那个误件 当地的村民这才察觉到不对 村民自发围杀过妖群 杀掉两只 剩下的都逃脱了 那两只死掉的鸡妖头颅中 都有指甲盖大小的妖单 于是我等推测到横阴不足五年 案情很快汇报完毕 情况基本跟案宗里说的一样 并没有太大出入 不过魏长天却有一个疑问 为何村民察觉到那些山鸡已经妖化后 不第一时间报官 而是要先自己围杀 这个 高个子捕快面露难色 而等在一旁的支县 则接过话查解释道 魏大人有所不知 虽然遇到妖物 一律是要立马报官的 但实际上 如果妖物道横不深 大部分百姓都不会报官 这是为何 是为了妖单 支县回答道 如若报官 所得妖单便归官府所有 可若不报自己 偷偷将妖物杀掉 那妖单便是自己的了 就拿这次的妖妖来说 虽然妖单甚小 但也是能换几千碎银子的 嗯 魏长天又问 他们就不怕杀妖不成 反而还把命搭上吗 自然会怕 不过 支县苦笑一声不再说话 而魏长天此时 也懂他的意思了 有时候 一条人命 还不一定能值几千银子呢 讨论完案情 吃完饭 确实有点晚了 最后三人在支县家里休息了一夜 临睡前 有一个小丫鬟说是奉老爷之命 要来给魏长天更衣 不过却被他赶了出去 开玩笑 徐清晚就在旁边房间呢 除此之外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三人便跟着那两个捕快赶到了刘家村 不过一路上周成脸上 却略显疲态 魏长天找了的机会笑问他 气息不稳 脚步虚浮 你昨夜做什么了 可 独自在屋中多饮了两杯酒 原来如此 不过周兄啊 我等既然是习武之人 平日里还是要少饮酒的好 多谢魏兄关心 周成一愣 突然好似明白了什么 跟魏长天一起向徐清晚看去 后者视若无睹看着前方 发尖红绳随尘风晃了几下 刘家村一共几十户人家 大都是种地的农夫 围杀鸡妖虽有所收获 但也害得几个汉子受了伤 最后 村里人合计一番后 便报了官 简单找几个村民问了一下情况 得知这群鸡妖神出鬼没 经常搞偷袭 三天两头 就会来村子转悠转悠 不过最近两天却是没来 如此没准头的事情 魏长天他们 肯定没功夫搁着干等 商议过后 便准备主动出击 当然 在此之前 定要有所准备 妖物最喜人血人肉 人肉虽然没处可寻 但人血倒是有的事 两个捕快自告奋勇 拿了一只酒囊 在村子中转悠一圈 不多时 便带了一囊新鲜的人血回来 无常献血 为了全村安全吗 高尚的 带着血 由一个村民领路 一行人很快就进了望龙山 清晨的山林中静悄悄的 只是偶有几声鸟叫 和众人踩在土路上的脚步声 回荡其中 众人闷头走了约么两刻钟 领头的村民 终于是缓缓停下脚步 伸手指了指 前方隐匿在林间的一座 已经荒废的土地庙 庙顶的黄娃已破碎不全 残垣断壁中满是杂草 透过破门 隐约可见一尊缺胳膊少腿的土地野神像 几位大人 那群鸟妖经常出没于此庙 小人之前看见过好几次的 在神仙眼皮子底下 羞妖痴人 倒是挺会挑地方 魏长天撇撇嘴 而旁边的矮个捕快 则已经悄悄走进庙中 将囊中鲜血尽数洒出 然后又撤了回来 现在能做的 就是等妖先生了 简单交流几句 五人各找一处 分散藏于四周 村民不敢独自回村 便躲到了周城旁边 很快 临终便再次重归寂静 头顶日头缓缓挪动 草叶上挂着的露水 慢慢蒸发殆尽 就这样 过去了将近半个时辰 鸡妖却一直没有出现 特么的 不是主角 果然半点啥事都费劲 背靠一棵足有两人粗的大树 魏长天揉了揉 有些发酸的眼睛 又习惯性地 开始跟萧峰做比较 这个世界 虽然妖物很多 但关于如何见妖 寻妖 却一直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即便是柳叶处这种专业机构 想要找到妖怪 也只能用人写勾引的笨办法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 缺少能检测妖气的工具 不过萧峰就不一样了 他之所以 又是知道张红文四妖 又是知道杨柳诗是狐妖 完全是因为有一件神奇道具 剑妖罗盘 方圆一里之内 有妖怪便会有所反应 甚至还能指出妖怪的方位 再搭配上练妖的特殊神通 升级简直不要太快 自己要是有个这玩意儿 现在哪里还用得着在这里干等 早就去把那群鸡妖一锅端了 唉 下次要是能再抓到肖峰 能不能杀掉先不管 但最起码 一定要先搜一遍身 把这些好东西都抢来再说 第一次当反派 还是没有惊讶 魏长天长须短叹一阵 抬眼看了一圈 藏于其他位置的几人 高矮两都不快 因为角度关系看不清楚 周成跟自己一样 满脸无聊 那个村民正躺在他旁边睡大觉 至于徐清晚 这女人倒是静夜 依旧在一丝不苟盯着土地庙的动静 甚至连动作都跟刚才一模一样 跟个尼菩萨似的 想到尼菩萨 魏长天又将目光投向 那尊连脑袋都没了的土地神像 心中有点疑惑 土地是道教的神 按道理 讲在大宁这样一个重道侵佛的国家 不应该遭受这种待遇 即便没人祭拜荒废了 也不该有老百姓 敢做破坏神像这种遭天谴的事情吧 难道是自然损坏 可这破庙虽然烂 但主体结构尚且完整 这神像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的 怎么会就掉了脑袋 魏长天越想越不对劲 眼神死死盯住神像 然后就在某一瞬间 他居然透过神像胸口的一条裂痕 看到其中 好似有什么东西动了动 卧槽 神身藏妖 魏长天没有妄下结论 又观察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确定 这神像里面确实藏着东西 当然了 不一定就是那群鸡妖 但既然现在苦等无果 哗啦 枝叶一阵摇颤 魏长天直接站起身来 一步步往那土地庙靠近 其余几人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很快也各自从藏身之处现身 一起跟了上来 直到魏长天 在距离神像十步远的位置停下脚步 身后的周成 才压低声音开口问道 魏兄 你发现什么了 魏长天一边警惕地看着神像 一边小声回答 神像里 好像有东西 不能吧 周成有些惊讶 这种神像 都是泥塑实心的 再说那么多只鸡 也藏不进这么小的地方 我也说不好 魏长天摇摇头 但我刚才确实看到有东西动了 这 周成刚想接着说点什么 不过却被徐清婉突然打断了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们一直盯着此处 如果那些鸡腰真藏在其中 现在也定没有逃走 他似乎有点不满 魏长天和周成两个大男人 磨磨叽叽的 说完话 就直接向前走去 甚至连刀都没把 你等会儿 魏长天在身后张了张嘴 想要阻止 他本来是计划在远处扔块石头之类的东西 把神像砸开的 毕竟万一里面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样总归能保险一点 可还未等他把话说出口 只见那尊土地神像 便抢现一步猛然炸裂 紧接着就有一道矮小的黑影 急射向徐清婉胸口 碰 一声闷响 娇躯到飞 猝不及防的偷袭 让众人瞬间大惊失色 不过此事也不能全怪徐清婉 因为谁也想不到 这土地神像里居然会藏着如此妖物 白面黑发 脊背弯弓 浑身沾染着粘稠血迹 与人类相差不大的瞳孔中 满是凶恶暴力之色 竟是一只猿妖 这妖物一击得手后 并未追击 而是四肢触地 嘴中不停发出圣人的嘶吼 仿佛是在观察魏长天等人的战斗力 他身后散落着 一地碎骨羽毛 估计便是那群众人 连面都没能见到的野鸡妖了 赠 赠 赠 周承和两个捕快接连拔刀 而魏长天则是一动一步 从脸色上来看还行 死不了 没有问你有没有事之类的废话 魏长天飞快掏出一瓶 自己天天荡糖豆吃的疗伤药 塞进他怀里 然后便紧跟着拔出柳叶刀 一步挡在徐清婉身前 跟周承形成脊脚之势 两个捕快是九品 战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周承六品 自己七品 而对面这个圆腰 既然能一击打伤徐清婉 实力至少也相当于六品 妈的 说好的倒横不足五年的野鸡呢 魏长天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跟周承对视一眼后 两人都很默契地 没有轻举妄动 在摸不清对手底细的情况下 他们宁愿先放着妖物逃走 但可惜的是 人家圆腰却不一定愿意逃 可能是感觉 面前几人并不是自己对手 停顿几期过后 他终于是再次发难 目标直指那个高个不快 还特么地知道 先捏软柿子 魏长天瞳孔一缩 跟周承两人直奔圆腰而去 同时嘴里大喊道 你们躲到远处用弩射 当 周承挥出一刀 显而又显地 在最后关头拦住了圆腰 而捡灰一命的 高个不快没有犹豫 立马拔腿就跑 直到撤出十来丈远 才停下脚步 快速取下强弩 开始上肩瞄准 矮个不快也同样如此 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以他们的实力 不仅帮不上忙 反而还会拖后腿 而没了他们 周承和魏长天 也确实好打很多 碰 动 刷刷刷 两人一腰站作一团 周承应该是 练过某种刀法 出刀极快极重 再加上他是六平静 自然作为主攻 而魏长天 因为从徐清婉那里 学了扶腰步 身法上腰略胜一筹 便充当起了牵制的角色 你进我退 你退我进 两人始终对圆腰 保持着极高的进攻频率 配合得也越发默契 再加上偶尔从远处 积射而来的剑矢助力 最后竟是隐隐压了 这足有无品尽实力的 圆腰一头 可惜了 若不是徐清婉受了伤 直接将此腰当场斩杀 也不是不可能 好 杀 碎石乱剑 沙尘纷飞 柳叶刀的破空之音 与邪义的嘶吼声 混杂在一起 搅乱了整片山林的空气 魏长天这边 越打越轻松 可圆腰却是越打越吃力 似乎他也察觉到 自己的处境有些不妙 背部再次挨了一刀后 居然突然变化打法 几乎完全放弃了对魏长天的防守和进攻 转而全力对付 威胁更大的周成 一个畜生 竟然会在打斗过程中变化战术 这着实令两人猝不及防 周成本来步伐 就偏弱 此时只能是边挡边退 瞬间显向还生 而旁边的魏长天 虽然已经使出吃奶的力气疯狂进攻 也确实在圆腰身上 留下了一道道血痕 但杀伤力着实有限 他倒挺想去攻击圆腰的要害之处 怎耐着畜生也不傻 只是放任后背胸口这些皮糙肉厚的位置 给魏长天砍 咽喉脑袋等处 却是护得很死 双方优劣眨眼间便发生了变化 不过也算不上就此逆转 圆腰这种主攻一人的打法 有力有弊 只要周成能多抗一会儿 魏长天哪怕是一刀刀磨 也能最终把他磨死 局面就这样又一次陷入了另外一种僵持之中 而魏长天和周成两人 一个忙着攻击 一个忙着防守 都没有察觉到在圆腰眼神中闪过的那丝阴鬼之色 以及先前受了重伤的徐清婉 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 妖人双方都已经打红了眼 颇有点不死不休的意思 两个捕快看着远处缠斗在一起的三个黑影 也没什么机会再射箭帮忙 只能是在一旁干着急 他们心里很清楚 眼下去搬救兵肯定来不及 只能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柳叶处的两位营业大人身上 赢了 都有功 输了 都得死 至于偷偷逃跑 那他们的下场估计比死于腰口还悲惨 二人握住弓弩的手 心中满是汗水 而魏长天和周成此时 却根本顾不上紧张 更不敢有丝毫分神 这种级别的战斗 哪怕只是走神半顺 代价可能就是自己的命 当 长满黑毛的拳头 狠狠砸在横于身前的刀身之上 周成死死握住刀柄 终于控制住了疯狂震动的柳叶刀 好歹没让兵刃被震飞 妈的 力道太大了 骂一句 但瞳孔马上便猛地收缩 只见这猿妖突然就跟发了疯一样 居然不顾魏长天 从侧面刺向他内部的一刀 而是以更快的速度 再次向自己冲来 草 周成一声怒吼 知道这下 自己肯定挡不住 便直接拖刀向侧方翻滚 企图避开这一击 躲尸确实躲开了 不过 当他滚出一丈远 无比狼狈地再回头看时 脸色却瞬间变得惨白 原来那猿妖压根就没来追击自己 看着刚刚恰好在自己身后位置的徐清婉 急射而去 噗哧 细长的柳叶刀 足有三分之一没入妖泪 这是魏长天自开打以来 对原妖造成的最重的伤害 但原妖却对此依旧视若无睹 甚至连看都不看魏长天 身挂长刀继续前冲 仿佛眼里只有 勉强能支撑起身子的徐清婉 啪哒 弓弩坠地 两个捕快跟石化了一样 瞪大双眼一动不动 皆是打从心底 生出了一股无比寒意 这不是偶然 而是原妖早就计划好了的 他知道自己大概率 没办法解决掉这两个男人 但又不甘心就这么撤走 于是便将目标 对准了受了重伤的徐清婉 转移战场 找准机会 全力一击 一个妖物 居然有这等心机 两人如坠冰枯 而另一边徐清婉的脸上 也露出了绝望之色 即便是他全胜之时 也无法阻挡的一拳越来越近 一双美目缓缓闭上 无数念头涌上脑海 自己已经攒了1236两四千银子 都还没有花泥 好可惜 爹娘听到自己死掉的消息 会很难过的 出葬那天 很多同僚会来吧 未长天 那日 真的只是跟花魁饮酒吗 碰 耳边一声闷响 巨大的冲击力 自胸口传来 结束了吗 也不是很痛啊 不对 徐清婉愣了一瞬 突然默得睁开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 正咬牙抱住自己 努力向侧方翻滚的未长天 你 碰 才待他嘴里吐出一个字 比着刚才要墙上数倍的撞击感 便再次传来 徐清婉正正地张大嘴巴 眼睁睁看着那圆腰的一拳 是如何直接砸在未长天的后背之上 吃了 两人抱在一起 在地上滑出 足有七八丈远 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未长天依旧在疯狂吐血 脸色就像一张白纸 徐清婉强忍剧痛 抬起头来望着他 眼神中是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柔情 圆腰再次向两人扑来 他高高跃起在空中 又是一拳砸下 未长天还没死 但好似也离死不远了 所有人都傻愣在原地 只有那只圆腰 双眼通红地追击而来 准备给这只刚刚砍了他无数刀的蝼蚁 补上最后一击 他大吼一声 跃起在半空 双拳高高举起 其中蕴含的力量 足以将未长天连同他身下压着的徐清婉 一起砸成肉泥 周成瞪大双眼看着这一幕 手中的柳叶刀微微颤抖 他不明白 未长天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去挡 只死徐清婉一个 去挡 两个都死 英雄就美吗 可是连命都搭上了 还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 最终也没能救下徐清婉 充其量 只是让他多活了几夕而已 周成不懂 徐清婉也不懂 并且 圆腰也没留给他时间 去想这个问题 看着头顶那团黑乎乎的腰影 他只来得及做出一个最本能的反应 他要替未长天去挡这一拳 即便挡不住 双手死死抱住怀中的男人 咬牙忍住胸口的剧痛 准备翻身将未长天压在身下 而就在此时 一只血淋淋的手掌 却将他重新奔了回去 你 徐清婉仰面躺在地上 距离那张满是血污的脸 只有几寸远 看着未长天 因为痛苦而扭曲变形的五官 他突然很心疼 甚至要比把他辛苦攒下的所有银子 全部抢走 还要心疼 一滴眼泪划出眼角 很快就被血迹染成了红色 这是徐清婉 自打五岁 开始习武之后 第一次哭 也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哭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 稍许停滞 而当他再次开始流逝时 未长天居然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中 一点一点站了起来 苍狼 徐清婉腰间的柳叶刀 又一次被拔出窍 不过相比于在张辅的那次 这次未长天的动作却很慢 他大口喘着粗气 抬头看向已经落下一半的圆腰 你躲开 徐清婉在身后嘶声喊着 不过挡在他前面的身影 却质弱网闻 颤抖的膝盖微微弯曲 柳叶刀刀间向上举起 未长天略一停顿 然后便用尽全身力气 朝着圆腰迎事上 曹你妈 徐思 好 好 一人一妖嘶吼着对撞在半空中 猛然爆发出的气浪掀起无数尘土碎石 久久不散 碰 陈炎中 未长天就如同一只破麻袋般倒飞而回 狠狠砸落在地 旋即弹起 又再次落下 最后 整个人趴在地面一动不动 而至于那只圆腰 长刀整个刺穿了他的脑袋 甚至连刀柄都没入了一半 扑通 腰身轰然落地 空中一片血雾 不过徐清婉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他手脚并用地爬到未长天身边 也不管后者是死是活就从怀中摸出药瓶 准备喂药 但可能是因为手抖得太厉害 小小的药瓶竟然不小心从掌心滑落 其中丹药哗啦一下洒了一滴 徐清婉紧摇嘴唇 跪在地上慌张去捡那一颗颗丹药 没捡到一颗都要赶忙回身 喂到未长天嘴中 你 你不能死 我的刀又被你弄丢了 你 你要陪我的 求求你了 不要死 一个时辰后 山阳县主街 此时正值赏午 街上支棱着不少卖包子吹饼的小摊 附近店铺的伙计 大都会花几文钱 在这里解决一下午饭 可以说是这条街一天当中 最为繁忙拥挤的时候了 不过就在此时 街东头却好似有些骚乱 很多百姓好奇的抬眼看去 紧接着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有远急尽传来 玄境斯办案 让路 让路 拦路者一律可斩 所有人让开 一匹枣红色大马之上 周城单手高举玄境司令牌 双腿不停拍打马腹 所到之处 人群皆是 慌忙躲到路两侧 面露惊恐地让出一条通道 而在他骑后 紧跟着十几骑之线清兵 将一辆飞驰的马车护卫其中 一时间 整条主街上鸡飞狗跳 混乱不堪 虽然大多数百姓都心有不满 不过没人敢在此时之声 顶多也就是 跟有人讨论几句那马车之上 究竟是何等人物又或者发生了什么大事 不过这些事情 终究还是离他们的生活太远 代周城众人呼啸着跑远之后 主街很快便又恢复了刚刚热闹的场面 好似无事发生过一般 这么说也不严谨 有些人其实还是受到了些影响 就比如一个卖包子的胖男人 此时就在看着龙屉里 莫名空掉的几个位置 骂骂咧咧 这些地方本来是有包子的 现在却没了 很明显 是刚刚有人趁乱偷走了 呸 几个包子也偷 生孩子没屁眼 不 这种人就该断子绝孙 玄境思 哼 有功夫耍威风 还不如多抓几个贼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小 似乎不太敢接着说下去 而是将怒火转移到了手中的面团之上 他狠狠将面团揉捏几下 然后高高举起 重重摔在案板之上 啪 各位客观 咱们上回书 说到这白面书生静惊赶口 行至一处山林时 却遇见大雨 京城一处酒楼之内 说书先生手举金堂木重重落下 嘴中一扬顿挫 他近几日讲的这个江湖怪谈叫夜叉状元郎 说的是一个书生赶考路上 被夜叉吃了 然后拿夜叉化作书生模样 去参加科考 最后居然中了状元的故事 故事并不算新 但陆敬尧没听过 所以 已经在这里连听了四五天了 三扇屏风挡住三面 只有面对说书先生的方向没有遮挡 陆敬尧坐在雅间中听得津津有味 而鱼儿则是在旁边打哈欠 满脑子都想着早些回去打牌 周围一切如常 但就在某一时刻 两女却突然同时皱了皱眉 鱼儿 我刚刚没来由地心慌了一下 呀 夫人 我也是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不会是公子出什么事了吧 呸呸呸 别瞎说 陆敬尧伸手打了约一下 然后又轻轻拍了拍胸口 这才感觉稍微舒服一些 此时说书先生正讲到 那书生被夜叉吃掉了 屏风之外 顿时响起一阵嘈杂之声 大家都在为那名书生感到惋惜 却没人注意到 有一个相貌普通的年轻男子 正吃出在陆敬尧的屏风之外 玄敬尸一直在寻找肖峰 肖峰其实也在一直暗中 监视着魏家众人的动向 他三天前就知道 陆敬尧在这里 不过却始终没有露面 一方面是怕 这是魏家设下的圈套 另一方面 也确实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陆敬尧 茶馆中的喧闹声 盖住了屏风里的动静 嘈杂且热闹 肖峰站在原地 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 心中却是思绪万千 自己那晚做出的选择 也儿会理解的吧 他现在过得如何 唉 想必一定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也不知道 姚儿见到自己会是何种反应 要不要今日就将他救走 他身边的小丫鬟 会不会是魏府的高手 万一自己因此暴露了呢 肖峰越想问题越多 越想越犹豫 而此时台上的说书先生 却正好讲到一句 大丈夫行事当为所欲为 畏畏缩缩 定成不了大妾 为所欲为 肖峰身体微微一颤 醍醐灌顶般 突然想通了 对 大丈夫就该如此 自己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胆小了 姚儿无时无刻 不再记挂着自己 自己当然应该 将他救出苦海 再也不能让姚儿 多受一天的虐待了 想到这里 肖峰也不再犹豫 豪气甘云地 便准备 进到屏风中救人 但就在这时 自背后突然传来的 急促呼喊声 却让他又停下了脚步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侍女模样的女子 亮亮呛呛 一边往这边跑 一边大声哭喊 他这副凄惨样子 顿时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肖峰也只好低头让到一边 皱眉看着女子 一路跑进屏风 很快便有急促的对话声 传了出来 秋云 你怎么哭了 有话慢慢说 夫 夫人 您快回去吧 公 公子他 啊 相公他怎么了 他 他 你快说啊 他 乌乌 连 连御医都来了 哐浪 噼里啪啦 屏风之中 突然响起一阵捉翻瞪倒的声音 紧接着 便有一道让无数男人 心向神往的倩影冲了出来 所有人一时间都将目光聚焦到路径摇身上 但他却根本不在乎 满脑子只想着再跑快一点 只不过这年头 女人的裙子都是拖地长裙 哪里能如此大步跑动 果然还没等他跑上几步 就一不小心踩到裙脚 然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 扑通一声 狠狠摔倒在地 摇儿 萧峰下意识地呼唤一声 伸手想要去扶 可陆静摇却像是压根没听到一样 只是咬住嘴唇 手脚并用地从地上爬起 然后就继续向着停在门口的马车跑去 短短几十米的距离 他一共摔了三次 最后更是连掉了一只鞋子都不知道 夫人 邱云和渊儿紧追在后面 同样跌跌撞撞地穿过茶楼前厅 扶着陆静摇钻进马车 马车很快消失在道路尽头 茶馆中一时间人声鼎沸 萧峰正正地站在原地 脸上满上惊恶与诧异 他不敢相信 当刚发生的那一幕 是真的 为什么 姚儿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才仅仅过去不足一个月 他居然就这样背叛了自己 暴力之色突然涌上双眼 萧峰赶忙深吸一口气 努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可这次 无论他如何压制 心中的那股郁节 却始终盘旋不散 半竹箱过后 某处无人的小巷子 一个汉子一动不动跪在地上 身下屎尿横流 他是这附近有名的市井无赖 平日里经常干一些 吃霸王餐 开游 收保护费之事 阳光将他的影子拉长 一阵风吹过 便上下分坐了两节 魏福 大哥你不要死 孙猴子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汪汪汪汪耳边传来一阵飘渺的狗叫 当魏长天睁眼看到屋中景象时 差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此时正在神佑灵堂呢 好家伙 不大的房间 里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 男的哀声叹气 愁眉苦脸 女的泪眼婆娑 伤心欲绝 像极了哭丧时的场面 而当他的余光 扫到那正趴在床边瞪大眼睛 盯着自己的一人一狗时 却又明白自己并不是灵魂出窍 就说嘛 自己怎么会就这样轻易地狗蛋 虽然没有主角光环 但那件那甲 可不是个摆设 不过确实被震得够呛 恐怕怎么样 也得在床上躺个几天了 也不知道徐清婉的伤怎么样 有没有因此爱上自己 魏长天一时间冒出一堆奇奇怪怪的念头 而魏巧琳也在此时反应过来 蹭地一下 从床边跳起 大哥活了 大哥活了 大哥他刚刚睁眼了 我跟大鬼都看到了 嗯 众人文言瞬间围了上来 最前面的 当然是魏贤智和秦彩珍 两人估计早就知道 魏长天其实死不了 所以此时倒也不惊讶 一个一脸严肃 一个一脸心疼 魏长天动动嘴问道 爹 娘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还没入夜呢 秦彩真抹了把眼泪 一把拉住魏长天的手 儿子你放心 张御医 说你没事 只是断了几根骨头 歇息个几日就好了 毕竟是修真世界 伤筋动骨 远用不了一百天 魏长天点点头 又看向魏贤智 爹 其余几人有没有事 都无大 魏贤智有颇有深意地回答道 那个徐青晚上的有些重 不过也没有性命之忧 你放心就好 嗯 魏长天松了口气 而魏贤智却是扭头 看向一个大光头 语气瞬间变得冰冷 这次因为情报有误 导致你们险些命丧腰口 爹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听到这句话 束手站立在人群中的孔长柜 顿时打了个哆嗦 哪里还有半点四品高手的风范 他其实很委屈 但也没有办法 从五年道行的野鸡 腰到五十年道行的圆腰 其中误差确实有点大 最终两个营业受了重伤 其中一个还是魏长天 如此重大事故 肯定要有人负责 而这个人也只能是他了 不过也就在孔长柜心如死灰 以为自己要被一炉到底的时候 魏长天却突然开口了 爹 此事不怪孔大人 嗯 魏贤智一愣 你是何意 魏长天苦笑着回答 孔大人只不过是赵立芬派任务而已 山阳县 刘家村的人也都只提过激腰之事 明显都不知还藏着一个圆腰 再者 我与孔大人挺投缘的 不如这次就算了吧 魏长天并不觉得 这次是有人要故意害自己 即便有 那这人也不可能是孔长柜 否则他不会派徐青晚和周成跟自己去 直接找两个同业 岂不是更简单 而至于自己 为什么要保孔长柜一手 这是为了之后的 抢腰头大计做打算 另一边 听见儿子都这样说了 魏贤智自然也不会不给面子 他沉吟片刻 这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这次就先记下 谢指挥使大人 谢魏公子 孔长柜长舒一口气 赶紧攻身表态 小人以后愿为魏家出生入死 安前马后 效忠对象从玄静思变成了魏家 无疑是在表忠心了 魏贤智对此没啥反应 魏长天则是微微点头 三句话 让四品高手为我卖面 大家好 我是一个精通人性的男讲师 很快 众人见魏长天醒了 也就放了心 叮嘱一番后 便各自散去 只有他院中的几人留了下来 直到这时 刚才一直站在人群后面的陆敬尧 才得以靠到床前 你 娇美的脸庞上满是泪痕 他有好多话 想跟魏长天说 可置物办上最后只问了一句 你饿吗 有点 魏长天很诚实地点点头 两顿没吃他 确实有点饿 秋云立刻去端早就准备好的饭菜 于而则是慢慢将他从床上扶起来 靠着床头 魏长天在三女的伺候下 开始吃饭 其实他勉强也能自己吃 不过 人生就是要多体验一下新鲜事物嘛 今天先体验被三个美女同时喂饭 以后有机会 还可以再体验一下被三个美女同时 吃过饭 秋云和渊儿在陆敬尧的眼神威胁下 不情不愿地退出了房间 魏长天看着他欲言又止的表情 不由得好笑道 想说什么 你 陆敬尧低着头 手中揉捏着衣角 以后出去做事 记得小心一点啊 哟 我还以为你巴不得我快点死呢 魏长天本想拿这句话 故意逗一下陆敬尧 不过当看到他那通红的眼眶时 终究还是改了口 我知道了 房间中突然变得安静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 都没再说话 直到魏长天干咳一声 随便找了个话题 可 书方的事 李扬已经开始准备了 你有时间可以多帮帮他 对了 西游记的书稿 整理得如何了 你讲过的 已经都整理好了 陆敬尧脸色稍稍恢复正常 小声问道 可是书方开张之前能讲完吗 讲完 魏长天一愣 玄机明白了陆敬尧的意思 这个年代的小说 没有连载这一说 从来都是作者写完之后 才会问世 有的中间 甚至会间隔数年 甚至数十年 即便市面上有的书 也会分上中下好几部 但那都是书商 为了多卖书想出来的法子 实际上 整本书早就已经写完了 其实不一定非要写完的 魏长天简单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连载 陆敬尧听完后 当然是大感惊讶 想不到 相公不仅文武双全 竟然还懂得经商之道 他瞪大眼睛愣了好一会儿 这才突然又想起一事 对了 相公要不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 哦对 还有这茶 魏长天一拍脑门 这年头 确实很少人会用真名写书 更何况 自己还准备隐居幕后 不过叫啥好呢 脑海中瞬间蹦出数个选项 吴承安 蓝灵笑笑声 周树人 选择困难症啊 想了好一阵 魏长天突然恶向胆边生 终于决定了一个充满穿越者恶趣味的笔名 就叫 卖爆小郎君吧 卖爆 陆敬尧对这俩字有些有些疑惑 这是何意 你不用管 只要记住就行了 魏长天强调到 暴是暴于 可 管暴之交的暴 哦 陆敬尧虽然更茫然了 不过还是点头记下 而魏长天也在此事摆摆手说道 行了 我有点事要做 你先出去吧 相公你要做什么 我帮你就好 不用 可你现在 我都说了不用 陆敬尧一时间无比委屈 不过很快脸红的 就跟着苹果一样 因为魏长天 终于忍无可忍地喊了一句 老子要接手 第二天上午 房间中又响起了熟悉的叫魔头 抢魔头之声 以魏长天眼下的情况 最近几天肯定是啥也干不了 便只能靠打牌消遣时间 虽然最近众女的牌技都大有长进 尤其是陆敬尧居然还无视自通地学会了计牌 不过他们却依旧是输多赢少 至于原因吗 相公 你还有几张牌 陆敬尧端坐在桌旁 眼神紧紧盯着魏长天手中的纸片 魏长天也不遮掩 大大方方如实回答 五张 嗯 陆敬尧思考一阵 确认这五张牌够不成顺子后才点点头 那你出吧 好 魏长天啪的一下 把五张牌全部摔到桌上 三代二 我赢了 陆敬尧瞬间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道 三代二 不是三张牌 只能带一张吗 魏长天面不改色 哦 我忘记告诉你们了 三张牌也可以带一对 这就是三代二 陆敬尧沉默半赏 知道自己哪怕抗议 也会被一句不明所以的我有最终解释权给赌回来 委屈中又一次想起魏长天说过的那句话 你要是想改变规则 就得先能打败制定规则的人 陆敬尧毫无疑问打败不了魏长天 最后只好默默伸手洗牌 也就在此时 邱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公子 有位徐姑娘在门口 说是想见你 嗯 魏长天精神一震 快让她进来 是 邱云点头退走 鱼儿也很自觉地站起身来 唯独陆敬尧纠结了一会儿后 突然鼓起勇气开口说道 相公 我想留在这 魏长天一愣 留在这干什么 陆敬尧表情认真 我想见见那位徐姑娘 哦 魏长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伴住相后 陆敬尧站在自己房间 满脸气恼地跺了跺脚 讨厌死了 不让我在里面 肯定是要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嘴中小声骂着 眼睛一直盯着窗外 很快 两道倩影便出现在视线当中 一个是邱云 至于另一个 不用想 一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徐姑娘了 陆敬尧跟做贼一样 悄悄趴在窗口 上下打量着徐清婉 脸上时而担忧 时而放松 哼 长得 应该没有我漂亮吧 不过听说 武功好似很厉害 有什么用 还不是害得相公 受了那么重的伤 并且一看就不懂师叔李悦 出身也定没有我好 一边碎碎念着 一边目送徐清婉进到屋中 很快就听见了房门开合的声音 陆敬尧犹豫一下 打定主意 准备去偷听 可他才刚出屋 便碰见了守在门口的院 夫人 您准备干嘛去啊 月儿严嘴笑道 公子猜到 您要去偷听 他跟徐姑娘说话了 要我拦住你 不让你去呢 我 陆敬尧的小脸 灯石就红了 强行碗尊道 谁 谁要去听他们说话了 咦 那夫人 您要去做什么啊 我 我 我要去接手 房间中 魏长天和徐清婉相断做 黄花里矮桌上点着檀香 淡淡青烟不断 像是一尾鱼 在两人的衣袖间划过 我本想昨晚来的 徐清婉脸色有些发白 但你醒来之后 魏大人便派人告诉我了 让我安心养伤 所以 我便今日才来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 又死不了 魏长天喜滋滋地摆了摆手 不过动作有些大 立马便呲牙咧嘴地 喊了一声卧槽 徐清婉一愣 不由得好笑道 你昨日那般样子都没有喊痛 怎么现在又这么不忍痛了 我 魏长天本来想解释一下 什么叫肾上腺素 但转念一想 这个概念实在太过超前 便只是摇摇头 当时那种情况 哪里还顾得上喊疼 听到这话 徐清婉脸上的笑容 顿时脸去 他紧紧攥着手 好半嗓才抬头轻声说道 对不起 若不是我非要走进去 查看那尊神像 你也不会受这样重的伤 除了在张福宝库那次 徐清婉很少会如此小声说话 所以看得出 眼下是真的很愧疚 魏长天早就料到他 要跟自己道歉 便顺嘴安慰道 这是不怪你 毕竟当时谁也不知道 还有个圆妖 徐清婉轻轻咬着嘴唇 可要是我警惕一些 就不会被圆妖打伤 便也不会害得 我们三人险些丧命 现在不也没事吗 魏长天笑道 无非就是多在床上 躺两天而已 全当休息了 没出事是因为有你 否则 徐清婉没有立马说下去 由于很久后 才望着魏长天的眼睛 终于问出了 那个早就想问的问题 你 你当时 为什么要救我 可 瞧你这话说的 魏长天故作豪迈道 咱们是同僚 我还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妖怪 拍死不成 同僚 徐清婉心中一阵黯然 嘴里小声争辩 可你是舍命救我 舍命 魏长天摇摇头如实回答 我当时很清楚 自己最起码有九成几率不会死 所以谈不上舍命 徐清婉张张嘴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昨天便已见过 魏长天的神奇那甲 所以倒没有怀疑 这话的真实性 可是 真的只是出于共事之情吗 低头看着斜肩 回想起那个举刀 挡在自己面前的身影 他突然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如果你没有那件那甲 当时还会救我吗 谈香燃尽 长长的香灰 终于砸落在流金香炉中 溅起小小一团灰雾 不是 怎么女人都喜欢问这种问题 会不会的 自己心里没数吗 就非得找点不自在 唉 魏长天在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此时 如果是换做路径摇来问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俩字 不会 至于徐清婉 徐总齐 这个如果没有一眼 没有违心地说 我会 也没有直接说 不会 而是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但其中意思却很清楚 薄薄的嘴唇颤抖一下 魏长天这才注意到 从来不涂脂抹粉的徐清婉 今天好像 抿了一点唇脂 不过化妆技术 一看就不胜高明 只能勉强遮盖住 因为受伤 而有些苍白的唇色 看这样子 他不是今天特意去买的胭脂吧 一想到这个傻女人格格不入地站在一群大家闺秀之中 无比拘谨挑选纯知识的场面 魏长天有些哑然 而此时 徐清婉却仿佛恢复了正常 慢慢站起身来 魏公子 我回去了 你救了我的这一命 他日我定会报答的 一声徐总齐 一声魏公子 两人的距离 好似在此刻被突然拉远 魏长天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点了下头 他知道 如果自己刚才换个答案 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不过他却并不想在这种问题上骗徐清婉 更想提醒自己 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 就不能被感情冲昏头脑 任何时候 自己的利益都应该摆在首位 尤其是关系到性命的核心利益 魏长天打定主意要彻底贯彻这一行事方针 而此时快要走到门口的徐清婉 却突然回过身来 最后又轻轻说了一句话 有那一成 我真的便已满足了 一成 魏长天一愣 很快便明白了徐清婉的意思 九成概率不死 不就意味着他 昨日那一扑 还有这一成风险会死吗 半晌过后 一声苦笑回荡屋中 哎 看来还是没办法真的做到完全铁石心肠啊 五天之后 嗖嗖 碰 呼 左腿收回站稳 双手自上而下 慢慢压制丹田 魏长天长输一口气 打完了一套广播体操 没办法 他还尚未开始练习拳法腿法 前世军训时 学的军体拳也早忘了 就只剩广播体操 还能勉强记住 啪啪啪啪 魏晓琳在旁边一边吃灵嘴 一边鼓掌 似乎对这套看起来很奇特的功法 颇有兴趣 大哥再打一遍 吃你的吧 魏长天翻了个白眼 默默感受了一番身体情况 问题不大 已经好了个七七八八 不过想要完全恢复 怎么还要一段时间 哎 一只圆腰就让自己在床上躺了五天 这次教训很深刻啊 不过情报有误这事 毕竟不受自己控制 如果要从自身找原因的话 还是因为实力太弱 虽然魏长天现在打类 已经是胜多败手 但面对境界高于自己的高手时 还从未胜过 如此战力顶多处在同境界的中上水平 就更别说跟萧峰比了 所以必须继续抓紧时间 提高实力 想办法快速拉升境界是一个方面 但技法也同样重要 就比如说那圆腰 当时自己如果掌握一两门杀伤力巨大的战绩 恐怕也不至于会落得如此结果 想到这里魏长天也不拖延 立刻就动身前往魏府中的五哥 一座三层高的石塔并不算多大 但明里暗里不知有多少家丁护院在看守 魏长天之前路过好几次 不过今天却是第一次真的进到里面 本以为所见之景一定会大为震撼 而事实却让他大失所望 至少第一层是这样的 五六排黑色的木架平平无奇 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秘籍 有纸质的 有竹筒做的 还有的是刻在石片上的 乍一看石杂乱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些什么好玩意儿 随手拿起一本已经泛黄的薄册子 撇了眼封面 魏元霹雳手什么破名字 一听就不行 魏长天撇撇嘴把书丢回去 刚想着再去二楼看看 却突然又停下脚步 有些不确定地打开了系统界面 不多时过后 他脸上表情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嘴也越张越大 魏元霹雳手 掌法 地级 以掌为刃 招式极快 可徒手断铺 二百五十点数 孤独 魏长天反复确认过系统中的介绍 和刚刚那本册子首页写的话 然后又看了一圈周围少说 也有近百本的各式秘籍 不自觉咽了口唾沫 那什么 系统 你有回收功能不 半个时辰后 魏长天乐呵呵地捧着两本秘籍 越看越喜欢 虽然系统并没有回收功能 导致这一堆功法没法折现 但他却也发现了一个系统的妙用 那就是可以作为功法的评级工具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 除了最基础的内功 会分作天地玄黄四个级别之外 其他诸如拳法 剑法 身法之类的功法 都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评级的 毕竟武功这玩意儿 能发挥出多大威力 很大程度取决于使用者的实力 所以 颇难比较熟优熟练 就像是两个拿着不同武器的人打架 最后输赢归属 究竟是取决于人 还是取决于武器 谁也说不好 因此 武人们选功法时为了求稳 大都遵循家族传承 又或者是江湖口碑 而如果碰到 那种比较少见的功法的话 便只能是撞运气了 当然了 这是对别人而言 魏长天可不一样 因为系统对这些功法 都是有明确评级的 你们不知道的 系统知道啊 只要直接奔着等级最高的选 就完事了 就比如 他现在手里拿着的 便是这所有一百多本功法中 仅有的两本天级 一个叫天罗拳 是秦彩珍作为天罗教圣女 嫁到魏家时的嫁妆 招式极为刚烈 全权都附带定点爆破特效 一个叫龟尘刀 据说炼制大圆满后 即便不使用任何内力 一刀也可断流水时息 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我一刀砍下去 这水流时息之内就断了 接不上了 好家伙 不亏是天级 牛顿的棺材版 都有点压不住了 美滋滋将两本密集收入怀中 白嫖了一千系统点数的魏长天 迈步走上木梯 静止又来到了石塔的二楼 二楼比一楼要小一些 放着的是各式兵器 刀枪棍棒抚越勾差 应有尽有 并且很多一眼就能看出 绝非反品 魏长天眼睛一亮 立马打开系统 准备故技重施 查看一下这些兵刃的品级 不过这一次 确实没能白嫖 因为他并不知道 这些兵刃的名字 不知道名字就不能检索 而他又不可能从系统商城中 茫茫多的商品里 一样一样比对 唉 看来要装运气了 叹了口气 魏长天随便走在一排排木架之间 东看看西瞅瞅 目光主要还是聚焦在刀上 刀剑便于携带 任何时代 都是最主流的冷兵器 再说 他还刚拿了一本天级刀法 肯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起来 虽然剑也可施展刀法 但是 反派不配用剑 整个二层逛了一圈 魏长天很快便看中了鸡柄刀 反正也不知道 这些兵刃的质量具体咋样 那他干脆就以颜值 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 待选的这几把刀都不错 最起码看起来就很屌 不过到底选哪把呢 选择困难症又来了 要不干脆都拿走 一天换一把 算了吧 兵刃这玩意儿 又不是越多越好 还是用着顺手更重要 来回看着面前 这几柄放到外面 足以引起无数江湖人 争夺的神兵利刃 魏长天突然感觉自己 现在好像富二代在选飞 别人屈之若鹜的女神们 排排坐在自己身前 自己竟然还要挑挑拣拣 啊 多么幸福的烦恼 胡思乱想一会儿 魏长天依旧没有选出来 最后 他决定采取一个最古老 且有效的决策方法 抓究 谁跟我有缘 就选谁 点兵点将 点到 嘴中念念有词 手指在几把刀上来回移动 就在答案即将揭晓之时 魏长天的目光 却突然被某排木架 最下方的两把刀所吸引了 两把刀摆放在一起 一柄稍长 一柄稍短 都是类似唐刀的制式 从刀鞘来看 颜值都不错 应该是同一人 以同样材料练成的一对 咦 这要是自己一把 再给徐青婉一把 妙啊 魏长天立马把刚才那几柄刀 抛至脑后 走过去将双刀 拿在手中 仔细端向了一番 刀饼应该是童心裹木 其上绑着竖圈缠绳 刀鞘道没什么特殊 不过 却都在底部刻着两个小字 长的是龙吟 短的是雀蹄 怎么这么相间的名字 魏长天嘀咕一句 随手拔刀出鞘 然后瞬间就懂了 这两个名字的意思 两柄刀的出鞘声 一个悠长四肖 一个清脆四少 的确很像龙吟和雀蹄 虽然魏长天压根就不知道 龙吟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 不关键 最重要的是刀 确实不错 这次魏长天毫不纠结 直接就做出了决定 就他俩了 把其他刀放回远处 怀揣两本秘笈 手持两把宝刀 魏长天此时已经无比期待 石塔第三层中是什么了 各种神奇道具 极品丹药 无上神通 还是魏府的传家之宝 蹭蹭蹭几步迈上三层 然而眼前出现的 却是一扇紧锁的厚重铁门 这 魏长天顿时停步 站在原地看了截眼铁门后 便扭头就走 似乎对铁门之后 到底是何物 毫不感兴趣 开玩笑 前世看过那么多恐怖片 他早已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 好奇害死猫 千万别闲着没事 打开锁着的门 从五格里出来 魏长天便直接坐马车 去了玄境司 然后 一现身 就引起了轰动 上次他在张府一刀刺破蛤蟆眼的事情 其实就已经让不少人佩服得紧了 可谁知这才没过几天 他便又一次完成了一件壮举 五十年道行的原妖 竟然被魏公子宰了 并且还就下了玄境司丝花 五人普遍没啥文化 对男女之间你浓我浓的爱情故事 毫不感冒 就喜欢这种满是江湖侠气的英雄救美桥段 因此 魏长天现在在他们眼里 早已不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废物公子哥 而是一个有情有义 侠肝义胆的好男 魏公子 将如何杀的那原妖 给我们讲讲呗 对啊 对啊 尤其是就许总其那段 魏大人 我小妹年方十五 你看看 能给你当个小妾不 哈哈哈哈 你想得倒霉 你不知道 即便是陆家那国色天香的独女陆境娘 也只能给公子做妾吗 哼 那又怎么样 我妹妹可不比那路径遥叉 嗯 被人群围在当中的魏长天 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 立刻精准地凑到那人身边 这位兄弟 你说你妹妹不比路径遥叉 啊 说话之人一愣 玄机挺起胸膛骄傲道 那可不是 别的我不敢说 但是范亮这一块 他绝对在整个京城先有对手 魏大人 你一下 魏大人你人呢 从玄境寺大门到柳叶出院子 一共几百米的距离 魏长天走了半小时 幸好柳叶处中人并不算多 应该大都出勤去了 找到孔长贵聊了几句 又跟这个大光头 约好 等自己好利索了 便一同去逛勾兰 魏长天这才问道 孔大人 徐总齐呢 他出勤去了 孔长贵回答一句 不过看到魏长天微微皱起的眉头后 赶忙又解释道 徐总齐伤未痊愈 我自然不会让他去执行寻常任务 正好今日是张家问展的日子 百姓去看热闹的颇多 衙门那边捕快不够 想从玄境司借些人手维持秩序 我便将他派去了 哦 张家是今天问展 魏长天一愣 这才想起此事 魏贤智之前跟他提过一嘴 不过这几天打牌搞得都忘了 是 就是今日五十三刻 孔长贵看了眼屋中的济石沙漏 此时估摸着 已经游完接押到菜市口了 好 那我等一下也去看看 魏长天点点头 不过却没有立刻起身 而是突然又问道 对了孔大人 柳叶处征立 是怎样一个流程 征立 孔长贵不知道魏长天 为什么问这个 不过还是如实达到 一般来说 都是司中统一招人 然后再分散 派至三位三处 但要只是寻常差异的话 我们倒是能自己说了算 这样啊 魏长天心中了然 大宁的官吏制度 跟前世有点相似 分为有编制的力 和没编制的义 玄境司这种特殊机构 对正式官吏的选拔标准很严 不仅武功境界有门槛 还要做严格的背景调查 但依旧不一样了 基本上只要各部门 一把手点头 即可录册 孔大人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想了一会儿 魏长天抬头问道 不知处理最近缺不缺人手 如果缺的话 我这里倒是有些人选 还算不错 都是些平日里 跟着我的小兄弟 个个为人正直 遵纪守法 就是想找点活干 嗯 孔长贵一愣 立马就明白过来 魏公子 这是要走后门色然啊 缺 当然缺了 他立刻表态 我最近还在犯愁此事呢 公子恰解我燃眉之急啊 哈哈 好 魏长天才 不管是真缺还是假缺 点头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之后几日 便派人将他们陆续领来 孔大人看着安排就好 若是有人不中用 孔大人也不用顾忌 千万不要因为是我建来的 就坏了规矩 是是 我明白 孔长贵赶忙点头 然后又听见魏长天补充道 还有 我爹平日公务太过繁忙 这种小事 就不要去讨扰他了 这 孔长贵文言有些诧异 但看到魏长天似笑非笑的表情后 还是低头应道 是 下官清楚 嗯 谢孔大人 魏长天拱了拱手站起身 那我就先走了 好好 公子慢走 孔长贵连忙跟着站起来 一路把魏长天送出门口 才松了口气 他看着紧闭的房门 然后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情 不对啊 好像我才是领导吧 细事 才是口 魏长天赶到这里时 已经是五十一刻了 刑场之上 正在进行示众缓解 数十个张家之人 五花大绑跪在地上 后背各插一只名固 也称王命牌 上书着每个人的姓名 以及罪行 四妖 按大宁律 犯人在问展前 是可与家属见面诀别的 不过眼下却明显不需要这个过程 因为几乎整个张家的人都在这里了 仅剩的一些女子 也被关押在刑部 只等过几日 便会被宋志教方私论做官计 四妖之罪等同谋逆 这跟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可不一样 绝不是一句空话 呸 信任敢养妖怪 就该千刀万剐 我看啊 他们就是妖怪变的 我娘就是死于妖物之口 我 我要砸死你们 据说这张红纹 居然还是大理四卿呢 狗官 鸡蛋菜叶子乱飞 围观百姓义愤填膺 魏长天站到高处找了一会儿 很快就看到了 正在认真维持秩序的徐清晚 他负责的区域 明显要比其他地方规矩许多 唯一有点碍眼的就是 旁边还站着一个紫衣捕头 此时好似正在对徐清晚大献殷勤 靠 老子的女人 也是你能舔的 魏长天脸一黑 当即挤开人群 直接来到两人身边 你 徐清晚看到魏长天突然出现 脸上的烦躁之色 瞬间消失不见 转而变得惊讶 而那紫衣捕头 却是不认识魏长天 他本想展现一下自己的威风 可又见后者穿着气质结实不凡 犹豫了一下后 便还是挺客气地提醒道 这位公子 前面乃法场重地 还请止步 哦 魏长天用眼神 制止了准备说话的徐清晚 扭头笑道 你倒是挺尽责 不过 我方才见你光顾着讨好这位女官人 似乎有些玩乎职守啊 你是何人 紫衣捕头被接了敌 有些羞恼 但还是强忍怒气 没有立刻发作 莫要胡言乱语 魏长天轻笑 我就是一普通生意人而已 生意人 捕头一愣 语气瞬间变得不善 哼 给你三夕时间 退回人群 否则便跟我回衙门 回衙门 我犯了何罪 魏长天眯着眼依旧在笑 我又未曾进到法场之中 为何不能站在这里 别他妈废话 捕头被气得够呛 一时间有些口不择言 老子说你犯罪你 便是犯罪了 呵呵 魏长天一脸嘲讽 那你打算拿我怎么样 怎么样 去了衙门你就知道了 捕头大喊着 便准备拔刀威慑 可还没等他摸到刀柄呢 脖子便突然感觉凉嗖嗖的 孤独 猴杰如动 低头看去 犯着寒光的长刀 正随意搭在他的肩膀之上 你 你敢习惯 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心中突然涌上无比的恐惧 魏长天却懒得跟他废话 手腕翻转 直接一刀斩下 哗啦 人没事 裤子掉了 一时间周围安静无比 无数百姓都愣愣地看着那通红的蟹裤 目瞪口呆 甚至魏长天也有些惊讶 我跟你拼了 小秘密被公之于众的捕头 修奋到无以复加 也不管魏长天手里还拿着刀了 冲上来就想拼命 可也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却突然不知从何处出现 砰的一脚 便将他踹飞出几丈远 扑通 哀嚎声自不远处传来 可出手之人却像没听到一样 二话不说 直接冲着魏长天单膝跪道 低头沉声道 惊讶六扇门总捕头 纪洪安 见过魏公子 跟前世很多影视作品中所展现的不同 六扇门 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多么牛逼的机构 说白了 就是首都警察局跟玄境司这种国家安全部门根本没法比 不过 人家既然是总捕头 魏长天肯定还是要给点面子的 纪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弯腰将纪洪安从地上扶起 他直接笑问道 你是要给刚刚那个捕头求情吗 是 纪洪安也不瞎客套 公身说道 那人乃我手下兄弟 有眼无珠冲撞了公子 我在这里替他向您赔个不是 还望为公子高抬跪手绕他一命 倒是挺会说话的 魏长天暗自点头 反正他本来也没想真杀了那个捕头 现在正好还能卖六扇门一个人情 既然纪大人都这么说了 那此事便就这样算了吧 谢公子恕罪 纪洪安稍微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 不过很快就收脸回去 日后公子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我绝不推辞 哈哈 好 魏长天笑了两声 此时就算接过了 目送纪洪安 拖着那个没了裤子的捕头离开 他这才看着 徐清婉笑道 怎么样 我来得及时吧 徐清婉的脸稍微红了一点 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轻声反问道 你是来找我的吗 没有 我原本是来看砍头的 魏长天故意逗他 恰好看到你在这里而已 哦 徐清婉瞬间有点窘迫 看得魏长天忍不住想笑 这女人最近是越来越可爱了 不像陆静谣 整天就特么地知道吃醋 行了 不逗你了 我确实是来找你的 魏长天把手中的雀体往前一地 杀圆腰的时候 又把你的刀弄坏了 这次干脆陪你一把好刀 陪我的 徐清婉愣了一下 瞬间回忆起 当时他给魏长天 喂钥匙说的那些 你不能死 你还要陪我刀之类的话 一张小脸 顿时红得更加厉害了 那 那时你不是晕了吗 是周成告诉你的吗 你说啥呢 周成告诉我什么 魏长天一头雾水 啊 徐清婉立马反应过来 自己好似搞了个乌龙 赶忙咬着嘴唇疯狂摇头 没 没什么 奇奇怪怪的 魏长天面露不解 但也没在追问 而是把雀蹄塞进他怀里 刀收好 这可是好刀 要是丢了 可不是二两银子就能解决的了 又一次被魏长天调侃 徐清婉只感觉自己 这辈子所有尴尬时刻 仿佛都集中到了今天 他无所适从地闭着嘴不说话 好半天才想起来 好像不应该要这把刀 我 我不能要 将雀蹄举到魏长天眼前 徐清婉很认真地轻声拒绝道 柳叶刀就已经很好了 我不需要这样好的刀的 是吗 魏长天故作惋惜地摇摇头 没有接刀 而只是伸手将刀刃拔出几寸 清脆的出鞘声响起 他自顾自解释道 这刀叫雀蹄 其实跟另一把龙鹰刀是一对 我本来想把雀蹄给你用 龙鹰我自己用的 哎 既然你不要 那就算了吧 苍狼还刀归翘 他手上轻轻用力 将雀蹄往回拽了拽 而徐清婉果然没有撒手 咦 你这是干什么 魏长天明知故问道 你不是不喜欢这刀吗 我 徐清婉头都快要低到胸口了 嘴里不知在嘀咕什么 魏长天笑道 你说啥呢 大点声啊 我 初秋正午的阳光洋洋洒洒 虽然已经不似夏日时 那样耀眼 但也足够明媚惊慌 青丝间系着的红绳 突然跳跃了一下 然后魏长天便隐约听了一句 我喜欢 这一句轻声细语 似乎连远处刑场上 监长官的喊声 都给盖住了 五十三刻一道 行行 没有狗血的刀下留人 也没有刺激的劫法场 张家四十七名男丁 外家十九名女丁 全部人头落地 死在了这熙熙攘攘的菜市口 而至于那 将要压戒教方司的六七名 未成年女眷 她们以后 或许会死在调教过程中 或许会被发配至边境 又或许会成为像杨柳诗一样 备受瞩目的花魁 这些尚且未知 但有些事情 却早已注定好了 不得姓张 不得赎身 不得生子 夜夜生歌的勾兰瓦斯 便是她们此生唯一的容身之处 直到死的那天 才能重获自由 即便坟头 只能留下一座无名碑 这些女子 包括张家所有对四一知识 并不知情的人 似乎都很远 但她们 却一定要死 一大宁律所言 是这为了以警校游 一位长天看着是统治者 为了斩草除根 她作为一个接受过 现代文明教育的穿越者 同时也算是 亲手将这些人 送上刑场的罪魁祸首 很难以什么客观的心态 来评价连坐 这种制度 更难说这些人 到底该不该死 甚至为长天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反派 想这些问题 都纯属多余 数十具尸首 已经被马车拉走 有差异正在往血迹之上附土 用不了一个时辰 这里就会再次挤满卖菜的小贩 和讨价还价的农妇 刚刚发生的一切 会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 被人们遗忘 张洪文或许还能在史冠笔下 留下一行小字 而其他人的死 则是连一丝浪花都不会见起 你在看什么呢 徐清婉的声音 自耳边传来 魏长天扭头看去 只见他正紧紧抱着雀蹄 脸上有些疑惑 这女人 别看打架 杀妖一点不含糊 但心思却是单纯的很 在他眼里 钱便是最好的东西 刀便是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简单一点也挺好的 没看什么 魏长天摇了摇头 随口问道 一起回旋径司吗 徐清婉像是请示式的小声回答 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去做 可以吗 行 你快去吧 那你呢 我在这站一会儿 你不用管我 哦 那我先走了 徐清婉慢慢悠悠走开一段距离 然后又忍不住回头看去 来往的百姓 遮挡住了大部分视线 他只能透过人潮的缝隙 勉强看见魏长天的身影 好像是冲着那刑场 微微拘了一躬 玉通点当行 高高的跪台之后 一个老头正看着徐清婉 表情颇不在意 像这种打扮的女子 大多拿不出什么好物件 估摸着就是破烂首饰而已 不过来了便是生意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他还是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 这个姑娘 你要当什么 这把刀 徐清婉犹豫了一下 将雀蹄递入窗口 脸上有些忐忑 哦 我看看 老头接过雀蹄 只瞥了眼刀柄后 瞳孔便猛地一收缩 百年黄花梨 虽然锦刀柄这一小块 并不算多么贵重 但能以此目作柄 想必刀也定不简单 看过刀鞘 缓缓拔出一截刀刃 羞如黄梨提名般的出鞘声 清晰可闻 没有一丝杂音 有些干瓶的手指拂过寒刃 下一秒 老头的脸色便瞬间大变 张大嘴巴看着徐清婉 此刀 姑娘是如何得到的 你问这个做什么 徐清婉面露警惕 到底能当多少钱 你若看不出 我便去别家了 别别别 老头赶忙摆手起身 姑娘稍等 此事我一人做不了主 须得跟掌柜地商量一下 他说完也不等徐清婉答话 立刻便抱着刀进到内屋 足足有一刻钟才出来 姑娘久等了 老头小心翼翼将确题放到桌上 然后竟然是直接命令伙计 关门巨客 待当铺的所有门窗都关好 他这才看着徐清婉 慢慢伸出三根手指 姑娘 这刀你若要当 我们可给你这个数 三百两 徐清婉大感惊讶 市面上的普通兵刃 一般才卖几千银子 即便是像柳叶刀 这种金刚锻造的官方武器 也才几两成本 而这确题 直接就底白把柳叶刀 也难怪他如此震惊 徐清婉这边 不懂何种宝刀 才能值这个价格 可还未等他想明白 却见那老头神色复杂地摇了摇头 轻声纠正道 姑娘 是三千两 三 三千两 徐清婉默得瞪大双眼 这 这刀值三千两 不是值三千两 是可当三千两 老头深吸一口气 看向确题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刚刚出狱的角色美人一样 一刀千斤 此刀至少可值万两白银 万两 听到这个再创新高的价格 徐清婉仿佛变成了复读机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正正地不停重复万两二字 老头也不急 等了一会儿见徐清婉的情绪 稍微平复一些后 才开口问道 这个价格 不知姑娘可否满意 你若想卖那更好 我玉通当行 即刻便能将银票奉上 我不当 也不卖 徐清婉苦涩地摇摇头 我本来只是想来问问 他值多少钱的 什么 老头一愣 玄机面露怒涩 没有这个规矩 你若想把刀拿回去 也不是不行 一摆两银子见 当郎 某物突然摔在柜台之上 并不是银子 而是一块黑色的令牌 老头像是被掖住一样 顿时脸色涨红 好扮上才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原来是玄境丝的大人 刚刚晓得多有冒犯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很快 徐清婉便抱着雀提 走出了当铺 他脸上不仅没有大赚一笔的喜色 反而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一万两 好贵啊 自己现在只有一千多两 也不知道何日才能攒够钱还给他 低头看看刀鞘上的雀提二字 小手紧紧握起 徐清婉突然面露坚定地挥舞了一下小拳头 似乎是在给自己打气 继续赚钱 我可以的 就在徐清婉主动背负上 一万两银子的巨额债务之时 作为债主的魏长天已经回到魏府 此时正在听李扬和王二做工作汇报 春生书方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李扬买下了一处带着门面 仓库的院子 前面可以做书寺 后面可以做印刷工厂 火机已经朝起 印书设备已经到位 陆敬尧也已经将西游记 上部拿给了李扬 万事俱备 暂定8月28开张 大约就是这样 共计会的兄弟 我也安排妥当了 跟正常的伙计混在一起 一般人绝看不出端倪 李扬犹豫了一下 接着又说道 魏兄 关于卖书之事 我有个想法 还想你来拿主意 什么想法 魏长天满意地点点头 李兄你直接说就是了 客套什么 好 那我便直说了 李扬不太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想将西游记 与魏兄 你发明的扑克牌一起卖 扑克牌乃从未有过的新物件 我觉得 只要推广得当 定会大受欢迎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印刷作坊 可将扑克牌的制作成本 压制很低 如果能搭配 西游记一同兜售 不仅可以大大增加销量 更可以 李扬试探性地解释着他的新想法 而魏长天 则是越听越惊讶 好家伙 这不就是捆绑销售吗 这么现代的概念 都让你玩明白了 李兄 我觉得可行 魏长天赶紧予以充分肯定 你只管放手去做就好 此举不出意外 定会大获成功 是吗 那魏兄再听听我这几个想法呢 得到肯定的李扬很是兴奋 索性把他这几日琢磨出来的东西 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魏长天接连听到了饥饿销售 明星代言 品牌包装等诸多现代营销手段的影子 有的甚至已经十分相近了 靠 你呀不会也是穿越过来的吧 李兄 你真乃经商奇才啊 跟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李扬 魏长天由衷赞叹道 你要是早生几十年 还有那许家什么事 大宁首富之位 绝对是你的 李扬文言又惊又喜 魏兄 你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以后书方生意上的事 你不用再问我 全部自己拿主意 就好 魏长天拍了拍李扬的肩膀 然后突然冷不丁 说了一句 鸡变呕不变 李扬一脸茫然 魏兄你说什么呢 哈哈 没什么 魏长天大笑两声 举起茶杯 似乎是要喝茶 不过就在杯盐触口的一瞬间 他却再次猝不及防地脱口喊道 轻害理批蓬 李扬 王二 从李扬的反应来看 他并不是啥穿越者 这很正常 毕竟李扬之前 也并未有过什么 太过现代的表现 但其实魏长天刚才 还真挺希望听到一句符号看向线的 如果真是这样 自己也算是在这样一个世界 找到了同类 或许就不会这么孤独 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很难 不过要是有一个跟你来自同样地方的人 这一切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并且 那人保不准 还是个科学家呢 自己玩不成的科技革命 岂不是就能实现了 咦 要不要把鸡变偶不变作为一个对联的上联散播出去 重金悬赏 能对出下联的人 想到这 魏长天突然记起前世的一则笑话 说的是 同一宿舍四个男生群穿到古代 其中一个穿越成了皇帝 于是便向全天下征集能够对上五年高考这四个字的人 借着这个办法 他很快就找到了两个兄弟 但最后一个 却迟迟没有音讯 一晃数年过去 他本以为最后的这个舍友 应该是不幸死掉了 直到某天 他跟辛娜的妃子云语过后 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句 三年模拟 哈哈 魏长天突然忍不住笑出声 而李扬和王二则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喂 魏兄 你没事吧 是啊公子 是不是被那圆腰伤到脑子了 我这就去找御医 你给我回来 魏长天瞬间黑脸 我没事 可是 我刚刚只是感觉 能有李兄这样的人才助我一臂之力 太开心了而已 李扬和王二对视一眼 勉强接受了这个解释 小插曲过后 密谈继续 三人又开始讨论共计会的事情 现在共计会的成员 主要来源于大理寺待审的犯人 由李扬提供名单 王二初步面谈筛选 魏长天确定最终名单后 再交给李勘 从而让这些人恢复自由 而人员的流向则主要有两个渠道 一是春生书方的伙计 二是上午刚谈好的柳叶处差役 毕竟是秘密组织 平日里还是要有一个正常身份打掩护的 差不多又聊了一个时辰 李扬和王二各自去忙了 而魏长天则是调出了系统界面 张红文被砍头后又得了150点数 再加上拿下杨有试给的50点 现在已经有200点 魏长天并不准备消费 而是计划攒着继续买肖风的同款金手指 舍妖 特殊神通 拥有者可吸收妖师部分修为 吸收比例由拥有者自身进阶决定 300点 剧情相关道具 三折促销 还差100点 估计等李勘转正大理寺清后还能再涨一点 到时候要是还不够 就只能把陆敬尧这个存钱罐也给拿下了 赚点数的速度还是太慢啊 魏长天略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 而就在此时 腰间却突然传来了一阵温热 他现在身上一直会带着两块子母浴牌 一块是柳叶丝的 一块是杨柳诗的 自己伤还没好 孔长贵肯定不会给自己派任务 所以 是肖风终于找上杨柳诗了 此时 这个时间大部分百姓都已经睡了 可平昌方却依旧灯火通明 阴声艳雨不绝于耳 因为这是全京城最大的青楼聚集地 不管你是手握大权的朝官 还是壮志未愁的书生 不管你是腰长万贯的富甲 还是囊中羞涩的武夫 这里都可以是你的温柔香 这里的春宵不要千金 不要百金 最便宜的 只要几千岁银而已 甚至你要是有个写师 或者长得帅之类的一技之长 又或者只是技长 不仅不花钱 有可能还能倒赚点零花钱 如此场合 如何不令男人向往 而在这之中 大家最向往的 恐怕便是位于凤七馆 最顶层的那间秀房 小姐 今日又有人为了见你在楼下 跟妈妈吵起来了 是吗 最后怎么样了 杨柳诗正坐在桌前梳头发 文言连头都没回 似乎对这种事 早已司空见惯 被妈妈甩给其他姑娘了呗 丫鬟答了一句 看到杨柳诗正在往头发上插簪子 便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小姐 你大晚上的打扮做什么呀 我试试新买的首饰好不好看 你觉得怎么样 西西 小姐你怎么打扮都好看 油嘴滑舌 行了 我困了 你出去吧 是 丫鬟乖巧地退走 而杨柳诗又欣赏了一会儿 自己的美貌后 却没有宽衣睡觉 反而是从柜子中 翻出一件黑斗篷 劈到身上 吹灭烛火 轻轻打开窗户 外面是一条小河 河边有不少喝醉酒的嫖客 杨柳诗钻井斗篷一跃而下 而暗中盯着窗口的几双眼睛 却好似什么也没看到一样 甚至在他们眼中 那扇窗户自始至终 就未曾打开过 两刻钟后 青磁河下游的 一座河新凉亭中 杨柳诗终于等到了 姗姗来迟的魏长天 你来迟了 他轻轻摘掉兜帽 国色天香的俏脸上 有些娇嗔之色 魏长天却是满不在乎的白白手 毫不客气道 你多等一会儿 又能怎么样 搞得好像你多忙似的 你 你就不能随便找个理由 敷衍我一下吗 杨柳诗的语气中 已经没有了上次 在花船上时的那种 忐忑与恐惧 反而像是一个 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差不多得了 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魏长天此时压根 没兴趣跟他调情 一屁股坐在石凳上 直接开口问道 那个萧公子找你了 杨柳诗气鼓鼓地憋了半天 最后还是无奈地点点头 是 是昨日夜里来的 还是说 让你勾引柳原山的事 你答应他了没有 魏长天连续发问 没有 杨柳诗摇摇头 小公子说 不需要我做这件事了 不需要了 魏长天一愣 为什么 你将原话说 与我听听 哦 他当时说 杨柳诗思索一番 如实重复道 多亏了一个家伙的一脚 此事 你不用劳烦杨姑娘去做了 一个家伙的一脚 什么玩意儿 魏长天皱眉思考半天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一个家伙就是指自己 一脚指的则是自己 当时在花船上 踹柳宗亮的那一脚 萧峰估计 本来是想拉着柳家来对付魏家 但可能柳家一开始有些犹豫 所以 他便想借杨柳诗来添一把火 不过之后 因为自己把柳宗亮踹了得半死 柳家彻底被激怒 因此 也就不需要再动用杨柳诗了 魏长天越想越觉得靠谱 又琢磨了好一会儿 才继续问向杨柳诗 那他还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说了 他想让我去勾引另一个人 谁 杨柳诗轻笑着看过来 红唇轻奇吐出一字 你 我 魏长天文言愣住了 不是 萧峰这是要干啥 宋女 牛头人 还有这种嗜好吗 可中秋那日之事 他不可能不知道 魏长天这边苦思冥想 而杨柳诗则是有点得意地 在一旁偷笑道 哥哥哥 奴家觉得 萧公子是想找机会杀你呢 杀我 魏长天顿时反应过来 你是说 他想让你把我引进他的圈套里 嗯啊 原来如此 魏长天点点头 心说 这法子虽然简单 不过倒是实用 以前主老色批的性格 还真的很有可能就中招了 你答应他了吗 答应了呢 杨柳诗解释道 奴家觉得这对公子来说是个好机会 所以便擅作主张印了下来 你倒挺替我着想 魏长天似笑非笑地看过去 不过我怎么知道你究竟想帮我还是帮他 公子怎会如此想 杨柳诗一脸哀怨 奴家都已是你的人了 自然一心只想着公子 呵呵 你要是个人这话 或许还有几分可信 魏长天深深看了杨柳诗一眼 但可惜你是妖 晚风拂过凉亭 四下无人 只有青瓷和水在月光下不急不缓地流淌 杨柳诗低头不语 毛子里水盈盈的 一时间不知该说点什么 而就在此时 他耳边却又突然传来了两句话 不过 既然我上次说过会相信你 那我便会相信你 只希望你能别让我失望 杨柳诗默然抬头 情绪有些复杂的脱口 轻换了一声 公子 行了 别搁这感动了 魏长天摆摆手继续问道 既然你已经答应他了 邀灵丹拿到手没有 嗯 萧公子先给了一半 剩下的说是事成之后再给我 杨柳诗收敛心绪 边说话边从袖口中 摸出两颗魂缘的宝珠 相比妖丹 这两颗圆珠明显要更有光泽 其中还隐约有雾气流转 一看就是非凡之物 可惜了 剩下的那一半 估计你是拿不到了 魏长天扎扎嘴 伸手将妖灵丹拿在手里 一颗稍大一颗稍小 估计都蕴含着二三十年的道行 这种品级的妖灵丹 一般情况必须得斩杀 二三百年的老妖才能得到 可人家萧峰一出手 就是两颗 问题不大 等自己攒够点数 把射妖买了 也能这样 看了一会儿 魏长天把稍大的那颗揣进怀里 稍小地重新放回桌上 面不改色道 反正你也没法同时花脸两颗 这颗大的 我就拿走了 本以为杨柳诗会表示抗议 谁知这狐妖 确实把小妖灵丹 也往他这边推了推 轻轻说道 公子都拿走吧 我今天带来 就是想都拿给公子的 嗯 魏长天有些惊讶 你自己不用吗 妖灵丹对你们妖来说 不是增加道行的质宝吗 杨柳诗柔声回答 确实如此 不过奴家觉得 公子或许也需要此物 所以愿意给公子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魏长天二话不说 直接将稍小的那颗 也揣进兜里 这不赚大了 管他杨柳诗 到底是不是真的想给 反正东西 是已经进了自己口袋了 不过 抬头看了看 对面似乎有些心疼 但并无悔意的翘脸 魏长天犹豫一阵后 还是伸手 把他原本戴在身上的 那颗十年妖灵丹 拿了出来 算了 这颗给你 你先凑合着用吧 嗯 杨柳诗眼睛一亮 轻轻将明显 小了好几号的妖灵丹 握在手心 欢喜道 谢谢公子 谢什么 我肯定不会占你便宜 魏长天大手一挥 心说自己实在是太善良了 而另一边杨柳诗文言 却是突然红了脸 公子 今晚你不想 占我的便宜了吗 嗯 魏长天立马环顾了 一圈四周的情况 你已经试过幻术了吧 是 旁人是看不到这梁亭之内的 小小的梁亭晃得厉害 第二天一早 魏长天到了玄静司后 便直奔指挥室堂厅 准备把肖峰和柳家 可能有大动作的事情 告诉魏贤志 肖峰这边的计划 他已经知道了 不过柳家要做什么 目前却不清楚 只能是让魏贤志 先有个心理准备 柳魏两家 虽然暗中斗了几十年 但之前都是小打小闹 基本就是相互恶心一下 各自赚点小便宜 吃点小亏 而这次 恐怕不会再 这么简单地收场了 公子 魏大人正在见客呢 您要不先去厕厅稍等一会儿 小的这就进去禀报 紧闭的扇门外 两名亲卫很客气地 拦住了魏长天 门内则是时不时响起 阵阵豪迈的笑声 不用了 等我爹交客人我再来就是 换做前主 此时很有可能嚷嚷着 硬要进去 不过魏长天肯定 不会如此不识好歹 点点头便准备先撤 而也就在这时 魏贤智的声音 却突然自屋中传出 常天 进来吧 是 魏长天立刻停步回头 伸手整理了一下衣服 两名亲卫已经将房门打开 他一步迈进房间 又绕过一面屏风 很快就见到了 正在跟魏贤智聊天的一男一女 男子 约莫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身材魁梧 气质粗犷 而那女子 应该跟自己差不多大 虽然身穿锦绣裸裙 不过没眼间的英气 却不输徐青晚 甚至还多了一份杀气 这两人都杀过人 并且还杀了不少 这是魏长天的第一感觉 父亲 拱手给魏贤智行了个礼 而后者笑呵呵地点点头之后 便把目光投向二人 好像是在等魏长天叫人 卧槽 看这意思 自己应该跟这两人认识啊 这尼玛咋整 魏长天瞬间头大 先是冲男人喊了声是输 见众人没有异常反应 这才又把目光投向那名女子 美女 还 吃了没 好久不见 无数开场白 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又一一被否决 最后 魏长天磨叽了半天 只憋出撒字 姑娘好 魏贤智 粗广男子 俩人都是一副惊讶的表情 而那女子 本来脸上还有些喜色 但听完这撒字后 笑容便瞬间僵住 紧接着就咬住嘴唇扭过头去 似乎是生气了 无比尴尬的氛围中 魏长天看着那个青丝高婉的后脑勺 突然冒出一个狗血的想法 这尼玛不会是什么娃娃亲之类的吧 房间中的沉默持续了数息 最后还是那个粗犷汉子 大笑两声开口解围道 哈哈 我跟气儿都三年没有回京了 长天贤智一时间没认出来也是正常 哈哈 也对 毕竟女大师八变嘛 魏贤智一边跟着笑 一边疯狂跟魏长天使眼色 而魏长天也不含糊 立马心神领会地 露出一副惊讶无比的表情 冲到女子脱口问道 你是气儿 女子微微侧头 大大的桃花眼 撇向魏长天 长天哥才记起来吗 不是 气儿 这次真的不能赖我没认出来啊 魏长天毫不犹豫地大声喊冤 你现在怎么这么好看了 跟几年前走势相比 就跟换了个人一样 那就是我之前不好看了 女子依旧斜着眼 不过看样子倒是已经不生气了 果然 夸女人漂亮永远都不会有错呀 魏长天赶忙摆摆手 之前当然也好看 只不过现在更好看了而已 哼 气儿哼唧一声 看着魏长天颇为感慨 长天哥 你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吗 哪里不一样 你以前不会这样有嘴滑舌的 哈哈 我这可不是有嘴滑舌 说的全都是真心话 魏长天心虚地打了个哈哈 而气儿却是不说话 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 直直盯着他 俩人对视了好半天 就在魏长天被盯得心里一阵发毛 差点以为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露线了的时候 气儿才终于垂下眼帘 嘴中清脆道 呸 我才不信 久别重逢 自然有很多话说 之后的时间 魏贤之三人一直在追忆往事 魏长天只能干坐着听 顶多时不时会呼应上几句 是啊 好怀念 我当然记得之类的废话 不过听了半天之后 他倒是也大约搞明白 这俩人的身份了 男的叫梁振 女子叫梁庆 梁家是武将出身 跟魏家算是世交 从好几倍前就开始往来了 因为两家相熟 再加上前主跟梁庆年龄相仿 两人慢慢就混到了一起 不是鬼混的混 而是混社会的混 俩人除了没法一起逛窑子之外 基本上狼狈为奸地做遍了所有坏事 当时在京城可谓是雌雄杀一般的存在 只可惜三年前梁振出任蜀州总兵 顺便把梁庆也带了过去 雌雄双煞便就自此解散 边境守将每三年要回京述职一次 这次两人就是因为这个回来的 梁兄 你打算何时去见皇上 魏贤志给梁振续了杯茶 笑着说道 不行就跟皇上说说 还是调回京城算了 这年头又无仗可打 你在蜀州顶多也就视脚剿匪 杀杀妖怪 有什么意思 唉 我倒是想回来 梁振叹气道 但是京城现在哪里还有实质的空缺 倒还不如留在蜀州当个山大王 挺好的 哈哈 你愿意当你的山大王就当 我不劝你 魏贤志大笑两声 看了眼梁庆后 这才又说道 不过 我可不能让你耽误气儿的大事 蜀州那地方虽说富足 但大都是些地主富商 少有名门望族 不行 这次你便将气儿留在京城 我替你 给他找个门当户队的如意郎俊 唉 他要是愿意留下就好了 这丫头现在对蜀州可是喜欢得紧 梁振继续叹气 不过目光却隐隐看向魏长天 至于嫁人的事吗 不急 我们还有一个月才回蜀州 到时候保不准这事就定下了呢 哈哈 说的也是 魏贤志辅长微笑 意思静在不言中 四人又聊了一会儿 约好两家晚上一起吃个饭 然后梁振父女就告辞走了 魏长天此时才得以长舒一口气 终于跟魏贤志说起正事 爹 萧峰跟柳家勾搭到一起去了 什么 你详细说说 为了引起魏贤志的足够重视 魏长天这次 基本是把所有情报和盘拖出 不过杨柳诗是狐妖这是没说 而至于他是如何征服杨柳诗 为自己所用的 那自然是因为自己的帅气外表 和精识师才 一番交谈之后 魏贤志确实对此事很是重视 立刻便答应 从玄境司派人 甚至亲自出马 帮助魏长天 完成反杀萧峰的计划 对于柳家那边 因为还不知道对方具体的动作 暂时能做的 也只有提高警惕 筹备反击 魏 梁两家的聚餐 是在魏府进行的 魏长天由于下午的时候 特意找王二 饿补了一番相关知识 因此 席间总算也能说上几句话 不至于像白天那样 一问三不知 气氛愉快 菜很好吃 梁震的老婆很大 这是他对这顿饭的全部感受 除此之外 便就是两家长辈话里话外的 撮合之意了 魏长天说实话 对此兴致不大 梁庆放到寻常女子中 无疑算是绝顶漂亮的 但要是跟自己现在的女人比 别说杨柳诗了 就连陆敬尧和徐清婉也比不上 更何况 他在小说里 压根就没出现过 吃过饭 一众人转移到堂厅喝茶聊天 说的无非又是那些 两家互帮互助的美好回忆 魏长天听了一会儿后 困到不行 不停往嘴里灌茶 而坐在他身边的梁庆 犹豫了一会儿 突然轻轻问道 长天哥 好 毕竟是青梅竹马 魏长天没拒绝 两人打了声招呼 便走出房间 并肩在魏府里瞎溜达 夜空算不得多黑 月光和星光 透过树叶的缝隙撒下白光 倒让魏长天想起一句诗 月在梧桐缺处名 他当然不至于丧心病狂到 把这诗背出来装逼 只是慢慢悠悠地走 而梁庆则是低头不语地跟在一旁 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人就这么走了一阵 直到停在一处小湖边 我们坐一会吧 梁庆扭头问了一句 见魏长天点头 他便用长袖抹去一块青石上的水路 然后自顾自坐了上去 魏长天先是跟着在旁边坐下 又觉得不太舒服 最后干脆一头躺倒在石面上 身后湖水微微荡漾 梁庆看了看躺在自己身边 但又隔着一段距离的男人 突然开口说道 长天哥 我爹娘似乎是想将我许配给你 嗯 我看出来了 魏长天无所谓地应了一句 那 你想娶我吗 正常情况下 如果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问出这个问题 那前台词应该是 你快娶我吧 不过眼下 魏长天却听出了另外一种意思 他稍稍愣了一下 然后直接反问道 你想嫁吗 梁庆没说话 也没犹豫 他只是在月光下看着魏长天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长天哥 你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性子 梁庆轻轻将一缕青丝笼到耳后 颇为认真的说道 如果你真的想娶我 那我便嫁给你 但若是你并非那么想娶 我们便还是做兄妹吧 我会去跟爹梁说清楚的 绝不会让你为难 梁庆小声解释 魏长天默默地听 心中实则并没太大的情绪波动 一方面 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 确实没有感情基础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人家说得也挺诚恳的 你要是非得娶我 我也不抗拒 更不会闹得两家难堪 不过要是可以的话 你最好还是别娶我 因为我 并不怎么想嫁给你 说实话 梁庆能如此坦诚 就已经比魏长天前世的女友 墙上不知多少倍了 身后小湖中 鸡尾肥胖的井里 可能以为二人是要投石 便晃晃悠悠凑了过来 他们在两人身下的湖水中 挤来挤去 等了半天 也不见有食物丢下 便有些焦急的企图 跃出水面 跃是跃出来了 怎奈实在太胖 把握不好姿势 最后大多是横着又摔了回去 只留下一阵扑通扑通的动静 魏长天回头看了一眼这些无忧无虑的鱼儿 随口问道 已有心上人了 没有 梁庆摇摇头 沉默半晌后才继续说道 掌天哥 你想听听我这三年在蜀州都做什么了吗 好 你说吧 魏长天坐起身子 带起一阵威风 嗯 梁庆伸手轻轻摘掉 粘在魏长天衣经上的一根杂草 抱着膝盖陷入回忆 我其实一直在跟着我爹剿匪杀妖 你知道我从小便不洗琴棋书画那些东西 只喜欢习武 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跟着教头修炼 每次你都是练不了一个时辰便想跑 教头又不敢拿你怎么样 最后总是我去把你找回来 我之前一直觉得 习武是为了快一人生 只要成了绝顶高手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杀谁就杀谁 可待我到了蜀州之后 才发现 梁庆没有继续说完这句话 而是停顿片刻 换了个叙述方式 我现在都记得 第一次跟着官兵去角山匪时的场景 掌天哥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死人 遍地的死人 一个村子数百口人 只因我们晚去了半日 便全被山匪给杀了 老人 孩子 女人 甚至连刚出生没几日的婴儿 没一个活口 山匪把数百巨人尸码在村口 故意给官兵看 还用写在地上写了四个字 在角 在图 梁庆的声音有些颤抖 魏长天等了一会儿 轻声问道 后来呢 后来 梁庆深吸一口气 又过去一个月 这波山匪 终于被我们给围住杀光了 死了很多官兵 但匪人一个也未曾逃脱 我们从山上下来 在山脚休整了一晚 而当转天一早 我们准备把营回城时 长天哥 营外居然跪着成百上千 破衣啰嗦的男女老少 有人绑来了家里的鸡鸭 有人攥着几串铜钱 有人背着一筐山货 甚至有姑娘家 连自己的嫁妆都带来了 他们也不说话 就是在那跪着 只等我们经过时 才会上前把东西塞到官兵手里 官兵若是不要 他们就从地上捡起来继续塞 直到有人收下才肯退回去 长天哥 打那日起我才知道 这歌舞升平的京城之外 是这般样子 我也才明白 原来习武并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那些不曾习武之人 月光白皙 与方才并无不同 那鸡尾胖胖的井里已经游走 湖面再次恢复平静 原来这便是梁庆不愿嫁的理由 魏长天暗叹一声 心中了然 对于这样一个亲眼见过苍生疾苦 并且已经改邪归正的女人来说 确实不可能愿意嫁给一个 整日就会视强凌弱的大魔头 魏长天并没有说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之类的话 即便他说了 梁庆也不一定会信 更何况 这种话本就没有意义 两人各自沉默不语 魏长天看着夜空 梁庆看着他 直到梁庆伸手自发间 摘下一根簪子 这是一根做工无比粗糙的银簪 又或者说是银皮果木的木簪 长天哥 这根簪子 便是那日一位姑娘赠予我的 三年来我一直带着 今日我将它给你 要是有一天你想明白了 便写信告诉我 那时 你若还愿意娶我 我定心甘情愿地嫁给你 魏长天看了看这个严格来讲 他今天才认识的女子 伸手将簪子接过 好 半个时辰后 梁家的马车 缓缓自卫府门口识愿 你跟妾刚才说什么了 秦彩真收回视线 狐疑地看向魏长天 看他那样子 怎么好像哭过 他就是跟我讲了 讲在蜀州的事情 魏长天扎扎嘴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哭 你怎么跟块木头似的 秦彩真气不过伸手 打了儿子一下 然后又自顾自分析道 不会是因为你那姚儿做妾 妾她吃醋了吧 也不对 妾儿嫁过来 肯定是要做妻的 怎会吃这种醋 秦彩真苦思冥想半天 等再回头想问点什么 却发现魏长天已经不见了 儿子呢 他赶忙问向魏贤志 魏贤志笑呵呵地 把手背到身后 回去了 回去了 你怎么不拦着他点 我拦他做什么 话都还没问清楚呢 小辈的事 就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呗 你总跟着瞎掺和什么 我瞎掺和 呵呵 你今晚别碰我了 两人说着说着 照例开始日常伴嘴 而魏长天 则是一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陆敬尧正等在堂厅 表情有点紧张 自打他从秋云那里 打听到了梁庆市何许人也之后 心中的警铃 就一直没停过 有了一个徐星晚还不算 现在居然又多了一个青梅竹马 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了 陆敬尧越想越有危机感 所以见到魏长天后 便第一时间赢了上去 想要嘘寒问暖一番 以展现自己的贤淑柔情 可谁知魏长天却压根不给他机会 只留下一句早点睡吧 便转身回了屋 看着紧闭的房门 被晾在门外的路径 摇气到跺脚 而魏长天此时则正坐在桌边 手中把玩着那根银簪 在他看来自己跟这个梁庆以后 应该不会有太多交集 毕竟一个月后 人家就要回蜀州了 异地恋 拉倒吧 魏长天只当此事是一个小插曲 不过之后的事实证明 命运的本质或许就是出人意料 一日 距离受伤已过去七天 魏长天果断决定继续去打泪 昨夜的事情已经被他抛之脑后 不再去想 梁庆这女人确实不错 不过魏长天并不觉得自己 一定要拿下这个青梅竹马 虽然是LSP没错 但也不至于见个女人就要上 那特么的不成太敌了 此时的魏长天尚 不知道他跟梁庆 还有很长的一段故事可讲 就像他并没料想到 柳家的动作 居然会来得如此之快一样 碰 碰碰碰 甲二类上 两个人隐缠都在一起 打得难舍难分 而就在他们激战震撼之时 王二的声音 却突然自远处传来 公子 别打了 杀 魏长天立刻皱眉脱颤 翻身跳下擂台 怎么了 王二脸色很不好看 出大事了 公子 咱们边走边说 好 魏长天从未见过王二这种样子 立刻披好外套 走出演武堂 到底怎么了 供机会出事了 不是 王二表情凝重 公子 是柳家 柳家 他们干什么了 魏长天目光一灵 他们要弹劾老爷 王二压低声音回答道 今日早朝刑部那边 拿出一份张红文的遗书 内容大约是说 老爷早就知道他死妖 却隐瞒布局 并且一直以此要挟 他为魏家做事 后来他不愿再受魏家操控 于是老爷便翻了脸 遗书中 还列举了数条 他之前为魏家办过的事 全都有迹可循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靠 这不是纯放屁吗 魏长天大感惊讶 因为他很清楚 魏贤智之前 压根就不知道张红文四妖一事 然而还没等他细问 便听到王二继续说道 还没完的公子 代刑部将这封遗书拿出来后 督察院 礼部 吏部 户部 包括一些地方上的官员 差不多三四十人 居然又联名参了老爷一本 参本足有百页之多 检举了老爷结党营私 收受贿赂 滥用私刑之类乱七八糟 数十项罪状 据说皇上看完之后 当场大发雷霆 两人一路说着话 很快便进了马车 魏长天没在插话 一直等王二说完这才问道 我爹现在在哪 刚刚被赵进攻 现在估计已经进了内城了 王二着急问道 公子 咱们现在该做什么 老爷这次进攻不会 直接就被扣下了吧 你别急 魏长天看了王二一眼 能看出他对魏家 是真的忠心耿耿 不过 有些世光有心是没用的 王二 皱眉想了一小话 魏长天突然问道 你觉得柳卫两家 哪家是大 这 王二犹豫到 柳元山身居宰相 又善笼络人心 魏长天出声打断 不用说这些废话 王二一愣 很快便点头肯定道 柳家是大 魏长天立马在问 好 那 那 那 许家跟柳卫两家关系如何 王二在答 许家只想着赚钱 两边都不得罪 说不上跟谁走得更近 嗯 那就没问题了 魏长天突然露出一丝笑容 伸了个懒腰 回家等着吧 我爹估计最多晚上就回来了 啊 王二惊讶道 公子 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做什么 魏长天恨气不争地瞪了王二一眼 你告诉我 现在除了等 还能做什么 我 王二张张嘴说不出话 明显是还没想通其中关节 魏长天见状 只好无奈解释道 我问你 当今朝中的那些官员哪个是干干净净的 这 怕是没有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事 王二冷了一下 好似有点懂了 公子 你是说皇上 没错 魏长天点点头 我爹会不会出事 绝不是一封遗书 一折参本便能决定的 归根结底 还是要看皇上如何想 既然柳家比我们是大 宁家也不在我们这边 那你觉得 皇上是会帮柳家 还是帮我们 可今天皇上很生气 王二还是有些不放心 哎 样子都是 做给别人看的 魏长天叹了口气 望着马车外 玄静思的牌匾轻轻说道 你记住 若是想猜出别人的想法 别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此时此刻 皇宫 石曲阁 一个老太监 站在白袍男子身侧 俯身轻声说道 皇上 魏大人已经进宫了 嗯 宁永年点点头 抿了一口茶水 老李 今日之事 你如何看 奴才说不好 老太监小声道 只是想不明白 柳家为何会突然发难 若只是因为两家的小辈之争 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 朕也想不明白 宁永年伸手指向 散落在桌面的折子 又问 这其中所说 你觉得有多少是真的 这 真假个半吧 老太监犹豫了一下 继续说道 皇上 此次柳位之争 恐怕不似之前那样简单 如若应对不好 保不准会有大乱子 哈哈哈哈 朕巴不得他们 斗得再狠一点 宁永年大笑两声 开心道 他们哪天要是不斗了 怕是才会有大乱子 皇上英明 老太监轻拍马屁 已经明白 宁永年会如何处理此事了 不过他心中却还是有些担忧 皇上 奴才还有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是 老太监组织了一番措辞 刚想说话 门外却是在此时 突然传来一阵吆喝声 微臣魏贤志 求见皇上 老太监瞬间闭嘴 见宁永年点了点头 这才走到门口 将魏贤志迎了进来 皇上 今日早朝之事 我已经听说了 魏贤志一进门就大声叫冤 简直是欺人太甚 血口喷人 我愿当面与他们对峙 哈哈 爱卿莫造 宁永年点了点身前的座位 甚至还亲自给魏贤志倒了一杯茶 我自然相信爱卿 今日照你进宫 也是为了让你放宽心 此事镇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一刻钟后 魏贤志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地离开了石区阁 宁永年透过敞开的房门 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 这才问向身边不知啥时候 又冒出来的老太监 老李 方才你想说什么 奴才想说 柳家虽然全是胜于魏家 但柳相对皇上还算言听计从 可谓大人他 哦 宁永年饶有兴致地扭头盯着老太监 直到后者突然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皇 皇上 奴才对您的忠心日月可见 说此话 也全然是为您着想 绝 绝无半点偏袒之意啊 起来吧 我又没说什么 宁永年收回视线 嘴中自言自语 魏家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次的弹劾风波 就像是一阵台风 虽然来势汹汹 但去得也快 之后几日 此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不论是站队柳家的 还是站队魏家的 一众当事人都集体保持了沉默 大家虽闭口不谈 不过也知道这大概率只是一个开始 京城又恢复到了往日的平静 又或者说 一直都是如此平静 而借着这份安宁 魏长天也过了几天十分有规律的日子 上午打泪 下午跟徐清晚练习天螺拳和龟尘刀 黄昏时练字 晚上继续讲猴子的故事 哦 偶尔还会去找杨柳诗切磋一下 毕竟萧峰让杨柳诗勾引自己 那总要做点样子出来 为了表示 自己已经被勾引 成功 魏长天每次去凤七馆的时候 都大摇大摆的 而这样做 除了要经常忍受旁人极度的目光之外 也难免会被陆静摇 听到些风言风语 对此 魏长天从不否认 气得陆静摇 几乎天天都要生闷气 就这样 到了8月28 终于发生了两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一是 李堪转正成为大理四卿 系统奖励了100点 魏长天清空余额 顺利买下第二个主角 同款金手指 射邀 二是春生书方 今日正式开张卖书 这种事 魏长天并不方便露面 不过陆静摇 却是按捺不住 跑去凑热闹 一直到黄昏 才头顶着夕阳回来 你没去好可惜 人可多了呢 书房里 陆静摇坐在魏长天对面 正眉飞色舞地 汇报着今日的盛况 李扬将云雁诗社的首席都请去了 有好多读书人去看热闹 后来还在聚在一起音师作队里 这个云雁诗社 在京城颇有名气 聚集了不少文人默客 不过在魏长天看来 所有的文人组织 其功能也就 仅限于相互交流一下 哪家青楼的姑娘好 对提高文化修养 没有半点帮助 他看了看喋喋不休的陆静摇 无奈道 去的人再多又有什么用 关键是 书卖得怎么样 当然好了 陆静摇兴奋到 西游记 首印的五百本都卖光了 那些典藏版的诗集之类 也都卖出几百本 确实不错 魏长天点点头 既然是开书方 肯定不能只单卖一本书 总归是要再准备点名家诗集 文集之类的书拿来卖 反正这年头 也没有版权保护意识 再说 这些书的作者大都早就归西了 不嫖白不嫖 只不过这种书 毕竟别家书方也有卖 于是为了提高春生书方的差异性 魏长天琢磨一番 最终抛出了典藏版这个概念 书不一定要用来读 也可以用来收藏 如此新颖的理念 一经问世 便被李扬惊为天人 并且立马付诸行动 制作出了一批典藏版书籍 成本是普通书的十几倍 价格是普通书的几十倍 利润是普通书的上百倍 就这还能卖出几百本 魏长天只能感叹一句 任何时代的人都逃离不了 智商税产品的魔爪 对了 我还给你 带了一本典藏版 西游记 回来呢 另一边 陆敬尧说着说着 突然想起这件重要的事 立马起身跑回自己屋 很快便拿了一个锦绣绸带回来 袋子完全是由绸缎织成 上面绣着清雅的云纹 只在正中央 有四个字上而下排列的小字 春生书方 魏长天大为惊讶地接过袋子 万万没想到 李扬居然能把奢侈二字 发挥到这种程度 虽然典藏版的概念 是自己提出来的 但他一直以为 这年头 能给书家个硬一点的封面 就够到奢华了 看来花钱这一块 自己一个伟夫二代 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魏长天一阵感慨 伸手拉开袋子顶端的布条 轻轻抖出其中的物件 一本精美无比 还带着封面化的西游记 一个木制小盒 其中整齐码放着一副扑克牌 一张折叠整齐的扑克牌说明书 其中详细说明了包括 豆魔头 炸金花 除大地等五种玩法的规则 所有的东西 都印着春生书方的logo 而除此之外 袋中还有一只小小的银燕 只有拇指大小 但雕刻的却是唯妙唯肖 这是啥玩意儿 魏长天把玩着银燕 随口问道 这是春生施舍的信物 陆敬尧解释道 只有买典藏版的西游记 才会附赠此物 而有了此物就算是加入了春生施舍了 春生施舍 这又是什么时候弄的 魏长天一脸茫然 哥哥喽 是李扬前几日刚想出来的法子 陆敬摇五嘴笑道 他将京城的几位才女 还有好些青楼红牌 都重金请到了施舍里 不少公子哥今天一听这个 想都不想便买了书 好家伙 我直接一个好家伙 VIP会员制都出来了 还特么的兼职拉皮条 呸 高端交友 只怕再用不了多久 就变成大型商务社交平台了吧 李扬你呀 真不是穿越来的 魏长天人都傻了 而陆敬摇见他这副样子 却以为是对那施舍新生向往 于是赶忙将银燕一把夺过去 嘴里碎碎念着 你不许去 那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魏长天心思 还在书方之势上 也不在意银燕被抢走 愣了半赏 才问出一个关键问题 这一套卖多少钱 五十两银子 陆敬摇伸出一只小巴掌 五 五十两 魏长天瞬间目瞪口呆 真有人会花五十两买这玩意儿 陆敬摇肯定道 当然啦 我刚刚不都说了吗 很多公子哥都买了 魏长天张张嘴 又问过简装版西游记的价格 然后大约估算了一下今天的利润 抛开场地 设备这些前期投入外 净利润大约在两三千两 虽然是开业当天 但这也未免 太多了点吧 如果以后 西游记和扑克牌 真的风靡起来 魏长天越想越美 心说也是时候 拿出那样东西了 将手中的典藏版西游记丢到一旁 抬头笑问向陆敬摇 想不想玩个比扑克牌 更有意思的游戏 啊啊 陆敬摇脸一红 低头捏如道 是 是什么呀 魏长天没看到他的反应 自顾自得一道 麻将 相比于扑克牌 魏长天相信 麻将这东西虽然稍微复杂一些 但绝对在这个世界 会更受欢迎 持碰杠听胡 这一摸一打 才是东方的风韵 至于扑克 还是差点意思 制作麻将需要几天 伤势已经痊愈的魏长天 当然不至于玩物丧志 而是继续按照计划 做自己的事情 既然已经有了神通射妖 那就终于可以开始抢妖头了 第一个目标 魏长天选的 是一只四十年道行的鼠妖 一是因为 这只鼠妖 是小说里 消风近期会杀的妖怪 如果这段剧情 没有提前的话 二是因为这妖物 比较好勾引 不会像上次的野鸡妖那样 半天找不到 最后才知道 早就被吃了 三是因为道行也合适 不强不弱 风险小收益大 既然打定注意 魏长天第二日 就去找孔长贵说了一下情况 孔大人 大约就是这样 坐在大光头的办公室 魏长天一脸严肃 这只鼠妖道行极深 危害极大 我建议必须尽快铲除 公子说的是 孔长贵虽然有点疑惑 这情报是哪来的 不过也没问 而是立刻表态道 事不宜迟 我这就点派人手 一起跟着公子 去将此妖斩杀 这样最好 魏长天点头 很满意大光头的理解能力 孔长贵见状心中了然 大喊一声来人后 便对着刚进来的差役 下达指令道 去通知康铁 申斩红 程大飞 上官炎 罗江五人 让他们即刻带着手底下的人来见我 哦 还有许总棋和周成 让他们也来 是 大人 差役记下名字 转身就要去卓裕喊人 不过魏长天却突然把他叫住了 你先等会儿 公子 怎么了 孔长贵问道 孔大人 魏长天一脸疑惑 你这是打算派多少人 不多 总共也就是 二三十人吧 孔大人 这鼠妖是四十年道行 不是一百四十年 我知道 但多派些人手 总归更保险一点 好家伙 真就吃一欠掌一掷 这大光头也够稳啊 如果换作之前魏长天 其实也巴不得人多一点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 因为自己这次 可是要去实验一下射妖的能力的 到时候吸收妖物修为时 还不定是中什么场面 万一动静太太被别人察觉到异常 那岂不是坏菜了吗 想到这 魏长天赶紧劝道 孔大人 真不至于 少点人就可以了 魏公子 依我所见 还是稳妥一点为好 咦 对了 正好我也闲着没事 不如一起 跟你走一趟 一番争论后 孔长贵最终还是一楼魏长天 只派了徐清晚和周成两人 一同前去斩妖 三人在处理碰头 然后便一起坐马车赶往那妖物的藏身地点 南陵县的某个地主家 时隔十几天再次一起出任务 这次马车内的气氛总算是正常轻松了许多 魏兄 徐总齐 你们这刀 周成看着二人腰间的龙吟与雀蹄 满脸的羡慕之色 徐清晚有些不好意思的把刀藏了藏 魏长天却是不在乎 直接解下地过去 凡尔赛道 嗨 用起来跟柳叶刀也差不太多 是吗 周成拔刀出鞘几寸 耳边顿时响起悠长的金歌之音 他眼中的艳羡之意瞬间更浓了 这出鞘声 绝是宝刀啊 魏兄 此刀可有名字 魏长天笑着点头 龙吟 大妾 周成一伸大拇指将龙吟还给魏长天 然后又盯着雀蹄若有所思地问道 徐总齐 你这刀 跟龙吟是一对吧 徐清晚红沉默不语 恰恰证明了 猜测为真 周成顿时兴致大发 忙不迭追问 魏兄 徐总齐 你们俩该不会是 他本来想说搞到一起了 但觉得有点粗鲁 而受制于文化程度 又一时间没想出什么合适的措辞 便硬生生把后半句憋了回去 不过 意思三人倒是都明白 徐清晚顿时就红了脸 魏长天看了他一眼后 则是直接大方承认道 周成 我确实对徐总 对清晚有益 周成先是瞪大双眼 然后紧接着 便一拍大腿兴奋道 哈哈哈哈 我早就猜到会是如此 这下发财了 发财 魏长天莫名其妙 周兄 你发的什么财 你们还不知道吧 周成得意道 自打圆腰之事后 私中便有人开盘 魏兄 你会不会娶徐总齐 已有不少人下了住 还有几日便截止了 这次带我们 回去我便将全部身家都押上 岂不是能大赚一笔 哈哈哈哈 周成那边狂笑不止 而魏长天 却是听得目瞪口呆 好家伙 这玩意儿都能开盘的 果然是万物皆可赌啊 这自己要是压上的几千两 魏兄 你就不要想着自己下着了 周成似乎是猜出了他的想法 人家开盘之人又不傻 怎会让你白赚银子 再说 一人最多 也只能压三十两 你还瞧得上这点钱不成 这 倒也是 白嫖失败 魏长天叹了口气 大胆可惜 而就在此时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徐清婉 却突然干咳了一声 瞬间就吸引了他和周成的目光 两人这才想到 徐清婉不管怎么说 也是个姑娘家 他们当着人家的面说 这些话 确实太让小旭同志难为情了 那什么 徐总棋 我这人说话不懂理说 周成赶忙不就到 你当没听到就好 千万别往心里去 没关系的 徐清婉沉默一阵后终于开了口 小幅度白白手道 周成 你 你 我怎么了 周成跟魏长天对视一眼 眼神中都有些疑惑 徐总棋你但说无妨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定不会推脱 好 徐清婉文言终于下定决心 深吸一口气 从怀中摸出一个沉甸甸的小钱袋 这 这里是二十辆 你替我压上马 马车内一片安静 只有车轮滚过路面的咕噜声在耳边回荡 周成和魏长天两人都是一副瞠目结舌的表情 万万没想到 徐清婉竟然这都要薅羊毛 特别是周成 脑海中简直有一万个问号 你都快要嫁入魏府了 以后还能差钱吗 再说 一个人只能压三十辆 就非得从我这抢走一大半 这女人想钱想疯了 周成半天没回答 徐清婉等不及 本想直接把钱袋塞给他 但手伸到一半 却又突然缩了回来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着魏长天小声确认道 那个 你会娶我的吧 啊 啊 魏长天愣愣地点了点头 听到答案 徐清婉这下放心了 他立刻就将钱袋塞进周成怀里 嘴里认真叮嘱道 挤得全都要压上啊 说实话 魏长天其实一开始对徐清婉的态度是十分吃惊的 他才穿越过来一个多月 观念尚未完全转变 还总觉得男女在谈婚论嫁之前肯定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谈恋爱过程 性格处不处得来 生活习惯合不合适 夜生活合不和谐 即便这些都不需要 那也得用一段时间来培养感情吧 所以 刚才他只是说我对清婉有益 没想到这话到了徐清婉和周成耳中 就变成了我要取他的意思 不过想了一阵后 魏长天也就明白了 这年代又不似前世 婚姻之事基本就遵循八个字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大多数情况 男女间只见个几面 就直接成夫妻了 即便是两人私下里心生情愫 也没有先谈个恋爱事事的这种说法 肯定是直接奔着提亲 定亲 结婚这套流程去的 不结婚 还想谈情说爱的情况也有 不过都在沟兰瓦斯 所以 对徐清婉这种正经人家的姑娘来说 自己竟然这么说了 那他所要考虑的 无非就是愿不愿意嫁而已 眼下答案很明确 愿意 小徐同志愿意嫁 魏长天无疑是愿意娶的 就是稍微有些担心 一件事情 现在自己院子里 已经有了仨女人 外面还有一个杨柳诗 这要是再加上徐清婉 也不知道 以后身体受不受得了 南陵县离近的距离 与上次去的山阳县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黄昏时分 三人便到了南陵地界 不过却没进城 而是沿着关道继续往南 又使了两刻钟 才在一处地主大院外 缓缓停下 愿意 冲坐车夫的差异停好马车 回头问道 三位大人 不需要小人去知会县衙医生吗 现在不用 待我们将妖物必杀之后 再让他们来收场就行 魏长天嘱咐一句 便一马当先下了车 静止走到大院门口 扣响门环 只呀 不多时侧门缓缓打开 一个家仆探出脑袋 看着魏长天三人的胡椒服 有些疑惑 三位是何人 来我张福 有何贵干 寻常百姓并不常见玄静思之人 因此不认得也正常 周成上前一步亮出腰牌 我等在玄静思柳叶处当差 今日是来除腰的 玄 玄静思 家仆结巴了一下 想都没想 便赶忙让出门口 我这就去通 啊不 我这就带三位大人去见老爷 反请带路 三人都不是那种会摆架子的人 客气一句便跟着哆哆嗦嗦的家仆 往内院走去 一路上顺便打量了一番院中之景 与京城中的大户府邸不同 这张府明显要大上许多 但景致布局却远远比不上京城人家 怎么说呢 有点像装修的 还算不错的农家乐 沿着碎石路 走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其间早有仆人先一步进去通禀 因此 三人很快便看到了一个大富翩翩 贼眉鼠眼的中年男人 男人正颠着大肚子 往这边迎 而周成却是突然目光一灵 手掌已慢慢摸上刀柄 卫兄 这便是你所说的鼠妖了吧 卫长天一愣 又抬头看看对面的男人 旋即没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 周兄你不用这么紧张 他不是妖怪 再说 像鼠妖这种灵智低下的畜生 仅四十年道横 如何能够划行 这 也对 周成文言反应过来 有点不好意思的 将手从刀上挪开 眼前这位胖地主 确实不会是妖 最起码不会是鼠妖 因为妖物划行有一个规律 那就是 很大程度取决于 它本身的智力水平 就比如说杨柳诗 它其实也只有不到五十年道横 但因为狐妖的智商 又或者说灵智比较高 因此很早便能化作人形 再像是那只五十年的猿妖 虽然还是猿猴模样 但打斗中 明显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慧 如若不死 估计不出十年 便可划行成功 而至于属乙蛇虫 这类智力低下的妖物 这辈子基本上 也就不用想划行这种事了 除非有什么天大的机缘 看了一眼略有些窘迫的周成 魏长天拍了拍他的肩膀 故意打去道 周兄 一貌取人可使不得呀 如果单从相貌气质 便可判断的话 我岂不是也是妖了 嗯 周成一头雾水 魏兄此言何意 你是什么妖 那自然是 魏长天停顿一下 扭头看向徐青婉 青婉你说 我是什么妖 徐青婉略一思考 然后一本正经地给出答案 龙妖 周成 魏长天 两人撒凉一狗吃 三人很快便走到了胖地主面前 眼前这位地主 也不敢问他们在聊什么 只是满脸堆笑道 草名张大金 见过三位营业大人 咦 魏长天看了他一眼 张老爷颇有眼力啊 不敢不敢 张大金摸了摸额头上的汗水 弯腰善笑 只是之前有幸见过一位 营业大人办案而已 嗯 魏长天没多纠结这个话题 直接开门见山道 张老爷 我们得到消息说 贵府藏有一只妖物 因此特意赶来除妖 明白 小人明白 张大金连连点头 三人大人先进屋稍坐一会儿 我这就将妖物献上 嗯 那鼠妖已经被你们捉住了 魏长天一时间大感惊讶 不对啊 按小说里 写的这张府上上下下 都应该不知道鼠妖的存在啊 现在竟然已经被捉住了 到底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魏长天带着疑惑进屋坐下 然后便见张大金 很快便捧着一个小木匣走了过来 大人 妖物在此 不是 那鼠妖再小 也不可能被装进这小玩意儿里面啊 魏长天狐一的伸手接过木匣 十分谨慎地缓缓打开 而当他看到 侠中整齐马放的三颗妖丹时 心中瞬间豁然开朗 好家伙 以为我们 是来收保护费的事吧 他这边哭笑不得 而自始至终就会错意的张大金 则是在旁边忐忑介绍道 大人 鼠妖草民这里实在没有 这三颗妖丹 分别来自于一头鹿妖 一头熊妖 一只蛇妖 都是三十年上下的道行 我 我的意思是 三位大人 此次要不先换个妖物铲除一下 侠中的妖丹两黑一红 放到市面上任意一颗 都能值二三百两银子 张老爷 你误会了 魏长天把三颗妖丹 一股脑全部塞进怀里 将空侠递还给张大金 我们此番来 确实是除妖的 张大金无比心疼地 看着魏长天鼓鼓囊囊的胸口 一脸苦涩地哀求道 大人 我这里真的已经没妖了呀 你说你 怎么就不信呢 魏长天摇摇头 也懒得再劝 直接开口问道 张老爷 府上最近 可曾丢过财物 有没有出现过 人口失踪之事 这 张大金愣了一下 支支吾吾地不说话 周成立刻跳出来唱白脸 你不要不识台卷 藏腰不抱 可是重罪 足够让你掉脑袋了 再者 这鼠腰危害极大 此次如若不死 下次等他出来吃人时 你再报官 那可就晚了 大 大人息怒 大人息怒 被周成这两句话一下 张大金扑通一下 便跪倒在地 嘴里大声喊冤 草民是真不知哪里有妖啊 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魏长天沉声喝道 啊 是 是 张大金忙不迭哆嗦道 那个 草民家中最近 确实偶会丢失财物 但都是些散碎银两 我并未太当回事 至于人口失踪 近几月是有几个家铺不见了 嗯 魏长天眼睛一眯 你可曾报官 没 没有 为何不报 大 大人约望啊 草民只以为 他们是逃走 回老家了 绝不知有妖啊 你就没想过 好端端的他们 为何会逃走 这 张大金脸色胀红 说不出话来 三人看他这副样子就知道 张家仆人平日里 被压榨得有多惨 估计早就有家奴逃跑之事发生过 不过这跟他们此行没有关系 魏长天才懒得多管闲事 行了 将这些事 仔仔细细讲一遍 是是是 张大金 此时已经深信不疑 家里确实有妖怪 芒不迭将最近发生的怪事 一股脑全都搂了出来 说完之后 他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嚎道 三位大人 求求你们 一定要将那鼠妖杀掉啊 不论需要我做什么 草民定会全力配合 嗯 魏长天皱眉思索一番后 摆了摆手 杀妖之事 你不用管 我们自有办法 不过 你得先带我们去个地方 张大金赶忙问 哪里 大人只管说 魏长天微微一笑 你家的钱库 张大金 入夜 害时 事实证明 魏长天要来钱库 并不是为了再捞一笔 看着面前房间里堆放的银两铜钱 他跟周成和徐清婉解释道 这只鼠妖对食人的兴趣不大 但特别喜欢金银珠宝等物 只要我们藏起来守在此处 估计它很快 便会现身的 竟还有如此妖物 周成闻言有些惊讶 难怪张府时不时会一失银两 感情都是被这鼠妖偷走的 嗯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魏长天笑了笑 跟周成十分默契地一起看向徐清婉 小徐同志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 一瞬间只感觉自己快要尴尬死了 他本想解释一番 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干脆一言不发地直奔某处角落而去 很快就将身形藏匿在黑暗中 直至此时 魏长天和周成才隐约听到一句 我 我先藏起来了 两个男人强忍住笑 对视一眼后 这才也各自去找位置躲藏 前库外很快便重新回归安静 甚至整个张府都静悄悄的 虽然张府众人被要求该干嘛都干嘛 但听说有妖 大家哪里还敢在外面晃悠 此时基本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头顶的月亮缓缓移动 耳边只有夜风扶过树梢的声音 也不知就这样过去多久 早就等得不耐烦的魏长天 终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动静 吃了 吃了 这是一种类似指甲划过墙面的声响 很微弱 好似是从旁边的一口井中传来的 难不成这鼠腰是藏身井中 魏长天死死盯着井口 很快便看到了一对一闪而过的血红小眼睛 果然 没白等 这畜生居然在井中打洞 心中一阵暗喜 但身体依然保持原状 老鼠洞普遍很深 更何况是一只鼠腰所打的洞 所以 必须要在洞外解决战斗 绝不能让它逃回洞里 时间一点点流逝 魏长天三人继续按兵不动 而这鼠腰也十分谨慎 脑袋不停探出井口又缩回去 如此足足重复了七八遍后才 慢慢现出真身 并不似魏长天想象的那么大 体型跟中型犬差不多 浑身上下的特征 也基本与寻常老鼠无异 简单来说 就是一只放大版的老鼠 风中似乎略有些血腥气 那大老鼠围着井口转了两圈 然后终于是在三双眼睛的注视下 快速向着前库大门 故意被流出的缝隙跑去 就是现在 按照事前说好的 魏长天率先从藏身之处慢慢起身 悄无声息地直奔前库 徐清晚和周成也没掉链子 几乎是同一时间现身 从另外两个角度 对前库大门形成了包围之势 但鼠腰也不傻 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光浪浪 一阵嘈杂的声音自前库内传来 下一秒 魏长天便在前库门口 撞见了那只正准备夺命而逃的大老鼠 没有丝毫犹豫 几乎是下意识地拔刀出鞘 龙鹰刀立刻便带着仿佛能斩断一切的威势 直奔鼠头而去 龟尘刀入门径 断金 哗啦 刀刃狠狠斩在青石地面 碎石乱剑中留下了一道足有寸身的裂缝 没砍中 那鼠腰在最后关头成功调转了方向 只留下了一小结尾吧 不过问题不大 因为另一个方向上徐青丸也到了 熟悉的鹊蹄生物的响起 紧接着寒芒变质 相比于魏长天 他的这一刀明显经验更丰富 没有直劈竖砍 而是横着向下挥刀 以追求更大程度的覆盖面积 毕竟这鼠腰体型不大 想要击中目标 就要尽可能地提高攻击范围 事实也证明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吃了 刀刃划破皮肉 本该坚韧无比的腰皮 瞬间裂开一道大口子 鼠腰尖叫着翻滚回前库 但徐青丸却并未立刻追击 而是先回身 将前库大门关死 然后才拎刀和周成 一起向着那只满屋乱窜的鼠腰冲去 魏长天没有着急上去帮忙 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 那个招招狠利的翘影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徐青丸这儿 扒筋动手 够冷静 够凶 够狠 喂 这跟平时的样子 也差太多了吧 定 检测到情节有所变动 奖励系统点数 三时 没有显向还生 没有决定逆转 甚至都不需要魏长天再次出手 鼠腰很快便死在了徐青丸和周成的围攻之下 这畜生倒也有趣 临死前最后一秒 不想着反击 反而一跃跳上一箱敞开的银子 最后竟然是搂着几个银元宝闭了眼 看到这一幕 魏长天和周成不自觉再次向徐青丸望去 后者顿时 又便回了傻憨憨的模样 红着脸低头不语 哈哈 魏长天笑了两声 将鼠腰的尸体一脚从银子上踹下来 提刀弯出腰单 鞍唇淡大小 通体有黑 确实是四十年左右倒横 这种黑色的腰单不怎么受欢迎 相比于相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其他腰单 要便宜个三四成 不过这跟魏长天三人并没关系 反正此物回去就要上交 他们一分钱也捞不着 魏兄 我们还要不要去这鼠腰的洞里查看一下 周成此时已将前窟大门打开 清醒的夜风将雾中的血腥气吹淡了一些 看看吧 万一他生宰了呢 魏长天点头指挥道 把张府的人喊来 让他们自己去井里检查 咱们在上面守着就是 好 周成走出前库去叫人 徐清晚也收刀准备出去 不过他很快便发现 魏长天仍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不禁疑惑道 你怎么不走 我还有点事情 你先出去吧 有什么事情 魏长天没回答 只是笑着不说话 徐清晚反应过来 魏长天是不想告诉自己 犹豫了一下 也不再追问 只是小声叮嘱道 那你小心一点 我就在门外守着 需要我帮忙就喊一声 我很快就进来了 嗯 我知道了 魏长天点点头目 送徐清晚走出前库 顺便还将大门轻轻虚掩上 他并未完全降门关死 应该是想着 万一出了事 可以第一时间冲进来 不该问的不问 该做的都做 看看 这才是一个优秀的闲内住 该有的样子 不像陆敬妖 除了跟自己志气 就不会干点别的 嗯 也不能这么说 好歹还能整理一下书稿 魏长天胡思乱想一阵 重新将目光投向身边那只 已经四角朝天的鼠妖身上 终于可以实验一下射妖了 盘腿坐下 深吸一口气 慢慢开始运转神通 不出几息 功夫神气的事情便发生了 只见那原本毫无生计的妖师 突然轻轻颤抖几下 紧接着便有乳白色的雾气 自其身上升腾而起 旋即就将魏长天 整个包裹其中 这些雾气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拼命地想透过毛孔 往魏长天体内钻 但可惜的是 大部分都没能钻进去 它们便只好汇集到一起 最终压缩成了一颗不大的金银宝珠 周遭很快恢复如常 妖师依旧还是老样子 只是稍稍比刚才干扁了一点 吸收完毕 魏长天却并未立刻起身 而是又打坐了约么一炷香的功夫 才缓缓睁开眼睛 牛皮 果然牛皮 仅仅是一只四十年倒横的妖物 便让自己提高了近一年的修为 直接从七品中期 跃到了七品后期 按照这种速度 只要再杀个七八支 估计便能彻底突破七品 达到内力外放的六品镜了 脑海中浮现出 刚才徐清婉和周成刀器还身的样子 魏长天不禁大为向往 恨不能立马就去杀下个妖怪 抢腰头这事儿 实在太爽了呀 既能快速提高修为 又能转系统点 还有妖灵丹 咦 妖灵丹呢 突然想起这茬 他赶忙四下看去 然后便在脚下 发现了那颗晶莹剔透的宝珠 相比肖峰给杨柳诗的那两颗要小一点 估计其中蕴含的倒横 应该不足二十年 已经不错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 美滋滋地将妖灵丹收好 起身走到前库门口 徐清婉果然很是认真的守在这里 旁边还站着一脸忐忑的张大惊 见魏长天出来 他嘴中赶忙不停道谢 但眼神却总是忍不住往前库里面瞟 魏长天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由得好笑道 张老爷要不要进去清点一下钱物 啊 大 大人 草民绝没这个意思 张大惊连连摆手 三位大人乃是我的救命恩人 哪怕就是姜 行了 没拿你东西 魏长天翻了个白眼打断道 我等在玄境寺当差 怎会贪图老百姓的财物 是是是 大人真乃高风亮节 一心未明的好官 张大惊不停奉承 心中却是想到 被魏长天拿走的那三颗腰单 一时间脸上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魏长天也不管他 抬眼看向院中的情况 张府派入井中的五人 此时刚刚上来 脸色很不好看 张大惊第一个跑过去 着急问道 怎么样 找到那鼠腰的洞穴没有 老爷 找到了 就在水面上方不足一丈的位置 五人深吸一口气 如实汇报道 其中已没有妖物 不过却有 有什么 有十几具白骨 井底还散落着不少 具体是多少看不清楚 此话一出 周遭瞬间安静无比 围在旁边的张家之人 顿时各个脸色煞白 更有甚者 已经忍不住弯腰肝偶 平日里喝的水中 竟然泡着人的尸骨 会有如此反应 也算正常 而与他们不同 魏长天三人 此时却是对视一眼 都从五人的话中 察觉到一丝不对 张大惊下午交代的是 只失踪了几名家仆 但眼下却有 至少十几具尸骨 要么就是 这鼠妖从别处托人来吃 要么就是 这其中还另有隐情 徐清晚有些想查 周成却建议 不要管此事 魏长天最后 做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决定 将此事私下里 告知了前来收场的 县衙衙衣 他们愿意查便查 他们要是不查 也就没办法了 反正自己的本职工作 只是斩妖 查案这种既浪费时间 又没啥收益的事 还是算了吧 将此事处理完之后 已到了子时 拒绝掉张大金的盛情挽留 三人决定去 南陵县的官邑休息一晚 坐在飞驰的马车上 魏长天笑呵呵地 将那三颗不小心 装进自己怀里的腰单拿出来 开始进行分赃 他跟周成都很自觉地 一人拿了一颗 相对便宜的黑色腰单 主动给徐清晚 留下了那颗红色的 可小旭同志 此时却开始纠结起来了 跟上次在张福宝库时一样 明明很想要 但又觉得的是不义之才 就这么磨叽了好久 他才求助似的 拉了拉魏长天衣角 那 那个 嗯 又要洗钱 懂了 魏长天心领神会 立刻抓起腰单 塞进徐清晚怀中 这是 呃 这次找个什么理由 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徐清晚小声提醒 哦对 魏长天一本正经道 这是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 你一定要收下 嗯呐 徐清晚很开心地将腰单收好 露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魏长天对徐清晚的多此一举 已经见怪不怪 可周成却是第一次见 一时间人都傻了 好家伙 你俩搁着左手倒右手的 除了是在故意秀恩爱之外 我想不到任何别的理由 这马车 不带也罢 扑通 一道黑影突然从马车上一跃下 魏长天从车窗探出头去 看着正跑步跟在马车旁的周成疑惑道 周兄 你干嘛呢 我 周成上气不接下气的愤怒回答 我宁可累死 也不愿再受这份窝囊气 之后的几日三人一直没有回京 而是跟赶场一样 不停东奔西跑的斩妖除魔 总共又杀了四只妖物 柳叶处是有杀妖任务的 这番下来 三人直接把未来一个月的KPI都给提前完成了 并且 每个人还有不少额外收获 徐清晚和周成赚了银子 魏长天则是长了修为 又吸收了四只妖物的道横 境界已经达到了七品巅峰 距离六品仅一步之遥 不得不说 射妖这个神通实在是太bug了 要不是大家都有些累了 他是真想一次性把所有能记得的妖怪 全部杀完拉倒 不过慢点杀也有好处 最起码不用跟魏贤智和秦彩真解释 自己的境界为何提升得这么快 九月初八 一番合计后 三人总算是结束了这趟不长不短的除妖之旅 动身回京 正午 挂着虎娇旗的黑色马车 一路飞驰进京城东门 守门的官兵无人赶拦 进城后不久 马车便慢慢停靠在路边 魏长天三人纷纷从车上下来 准备先各回个家 明日再去处里碰头 周成作为一条单身狗 这几天时不时就要被喂一波狗粮 眼下已经是一口也吃不下了 于是打了声招呼便飞也四地逃走 看那方向应该是直奔平昌方去的 魏长天目送他猴急地离开 然后才问向徐青晚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按照前世女权大V的观点 男生问这句话的前台词就是 我不想送你回去 此定理也可适用于诸如 你想要什么礼物 需不需要我去接你 用不用给你送点药 之类的问话 但其实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 问这些问题 不外乎只是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而已 真没想得那么复杂 需要就说需要 不需要就说不需要 非要云周绕地猜来猜去 有意思吗 什么爱我就会明白我的心思 在魏长天看来 纯属无稽之谈 幸好徐青晚尚未遭受此类心灵鸡汤的荼毒 所以 他此时只是很诚实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 被家里人看到不好 那行 那过几日 我便让我爹去你家 拜访一下 把咱俩的事定下来 魏长天刻意避开了提亲一词 对于徐青晚嫁过来之后的身份 他其实是无所谓的 不过魏贤智和秦彩珍 肯定不可能允许小旭同志做正妻 毕竟连陆敬瑶那种出身都做了妾 更何况这样一个整日抛头露面的女差役 而既然不是正妻 那便不存在提亲这一说了 徐青晚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又或者说 他早就知道自己嫁入魏府后的名分 因此 现在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同 反而微微红了脸颊 不议你的 你若想再等些时日 便再等些时日 我不急的 你不急我急 魏长天一脸坏笑 你早点过门 我们才好早点一起修炼吗 我们现在不就在一起修炼吗 徐青晚有些不解 可 我说的是另一种修炼 徐青晚并非是懵懂的小姑娘 虽然有时候有点憨 但也能听懂魏长天的话中之意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只感觉脸上烫得厉害 最后干脆留下一句话 便自顾自跑走了 那 那你就早些娶我 阳光洒落在街弄胡同 路边的各个小摊中 热气翻腾 时不时有诱人的香气飘逸而出 魏长天笑了笑 然后便头顶正午的大太阳 迈步往魏府的方向走去 嘴里还情不自禁 哼记着前世的一首广告歌 死犹破爱豆的笑容 都没你的田 八月正午的阳光 都没你要眼 一路上 魏长天都很开心 但可惜的是 这份好心情 带她回到魏府十遍 戛然而止了 书房中 檀香鸟鸟一片静谜 不过身处其中的魏长天和王二 却脸色都很不好看 尤其是魏长天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柳薇之争的事态 会发展得这样快 就在他离京四处杀妖的这几天 两家竟然毫无征兆地 彻底撕破脸了 谁先发难的 已经很难去追溯 反正这场斗争 已经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蔓延至整个京城 朝堂之上 每日都会有无数餐本如雪花一样 递到宁永年面前 不管是魏派的 还是柳派的 几乎牵扯了一大半朝官 一群人天天面红耳赤争的不亦乐乎 朝堂之下 柳卫两家的产业 也都开始遭受对方明里暗里的算计和打压 数个江湖帮派参与其中 打砸抢烧 蝶血街头 已是常态 总体来说 一片大乱 但又并未到失控的地步 看来当今天子有点手段啊 魏长天心里明白 柳卫两家原本脆弱的平衡 之所以会被突然打破 背后绝对少不了宁永年的推波助澜 至于萧峰 目前顶多算是一个介势而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其能量绝对不至于左右占局 这一点倒是跟自己一样 这一切来得太快 魏长天自己 包括手下的势力 都尚未发展起来 很难对局势起到什么影响 如果再等几年 他或许便能决定这场斗争的走向 不过眼下能为魏家做的却十分有限 算了 帮不上就帮不上吧 对自己来说 只要能在风暴中保存实力 同时按计划把萧峰杀掉就足够了 想到这里 魏长天终于对王二下达了指令 共机会的是 这段时间先放一放 不要再吸纳新人了 同时把春生书方里的兄弟 慢慢都撤出来 尽可能让李阳那边干净一点 告诉李勘 大理寺不要站队 保持中立 玄天会和刘甫那边多派点人 最好能找几个戏座摸进去 后秋村 那个叫刘盈盈的小姑娘 和他爷爷一定要看死了 算了 直接给我抓回来 一连下了好几条命令 魏长天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他总觉得还忘了点什么 不过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透过窗户向外看去 约正拿着一根竹竿 去赶飞到屋顶的大母鸡 秋云在弯腰打扫鸡窝 陆敬遥坐在凉亭中低头绣手绢 魏巧琳依旧趴在大鬼身上 呼呼大睡 夕阳的霞光 给他们披上一件橘红色衣裳 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成了温柔的女子模样 看着这一幕 魏长天突然觉得 这样就挺好的 有女人 有亲人 有宠物 衣食无忧 平静祥和 唉 摸了摸腰间有些发烫的子母欲 他收回视线 轻轻将木窗合上 天即十五年 九月初九 重阳节 刚刚入夜 魏长天便大摇大摆 钻进停在魏府门口的马车 此番 他并非是去玄境司 也不是去凤七管 而是要主动钻进 围杀自己的圈套之中 等了十几日 萧峰终于再次找上了杨柳诗 让他将自己勾引到 城南一座名为鱼堵的矮山之上 一同赏局 色欲熏心的魏长天 自然不会拒绝 车轮溅起一阵尘土 很快便在几个探子的视线中 消失不见 知 知 魏府门口的老树之上 秋缠衰弱的残生 此起彼伏 这些小家伙 只顾着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 放声高歌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 身后几乎与绿叶融为一体的大螳螂 就像全身贯注盯着猎物的螳螂 也没有察觉到另一个枝头的那只黄雀一样 杀 前连挥舞 却赤震飞 螳螂和黄雀 几乎同时发难 直奔自己的目标而去 黄绿交错中树叶一阵摇颤 只有秋缠 一度山在城外约么十里地的位置 因形似于堵而得名 这里虽然离京城不远 但因为远离关道 所以 即便是重阳节 也并未有太多人来这里登高赏局 只是偶有一些零散的文人默克 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会独自来此登山饮酒 待卫府的马车从关道上拐下来 驶如一条林中土路时 天色也暗了一半 周遭林中隐隐绰绰 马车上悬挂的四盏灯笼 能勉强照亮一方昏暗 这团亮光移动得不算很快 马蹄声在夜色中分外响亮 而此时就在前方的土路两侧 有数十个蒙面人正趴在树丛中 每人左肩处 接绑着一根绣有白胶的黑布条 如有绿林中人在此 定能认得这布条代表着什么 玄通天地 终并山河 玄天会 堂主 沿途的探子确认过了 魏长天确实就在此车之上 除了车夫之外 同行的便只有那个叫王二的蒲丛 嗯 隐匿在黑暗中的萧峰点了点头 压低声音叮嘱道 告诉兄弟们 一定要速战速决 魏府定有暗哨跟在后面 堂主 咱们这次来了足足二十个六品高手 哪里还怕 隐冷的眼神一扫而过 说话之人 瞬间硬生生将后半句话给憋了回去 沉默扮上后 才将食指和拇指咸入口中 啾啾啾啾夜风震震 如鸟鸣般的口哨声 轻轻响起 萧峰重新将视线聚焦到那团火光之上 手中紧紧攥住玄天剑的剑柄 虽然他跟杨柳诗说的是 要将魏长天引至山顶 但那只是一个幌子 其实他一直便是打算在半路动手 毕竟杨柳诗直不值得信任 尚且未知 即便真的可信 那魏家的暗哨 也绝对会在山顶提前不防 萧峰并不想跟魏家硬碰硬 而是更愿意以埋伏的方式 将魏长天尽快斩杀 然后逃之夭夭 为此 他几乎将手底下能调动的所有高手 全部带来了 甚至还从柳家借来一人 这人不一定会出手 但只要有他在 萧峰便有十足的把握 让魏长天允命于此 那日在魏府 你让我失去的 我定要千百倍地讨回来 哒哒哒 哒哒哒哒 遥远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映在车窗上的两个人影 隐约可见 终于 就在马车 行至众人面前的一瞬间 玄天剑争的一下猛然出鞘 一声爆喝于林间乍响 杀 嗖 嗖嗖嗖 萧峰第一个从藏身之处跃身而起 紧接着便有无数利剑破空而去 从四面八方 直奔向那飞驰的马车 扑哧扑哧 扑通 会 会 眨眼间 那车夫便瞪大双眼 从马车上一头栽倒 两匹骏马也撕叫着 高高扬起前踢 浑身上下插着树根脆毒长剑 眼看是没有几息 可活了 不过萧峰才不管他们如何 眼睛一直死死盯着车窖中的人影 直到鲜血溅满车窗 两个人影晃有几下 歪倒身子之时 他的嘴角才渐渐露出笑容 只不过这笑容仅维持了一瞬的功夫 就突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疑惑 不对 似乎有点太顺利了 即便魏长田毫无防备 但为何连喊都没有喊一声 难道是踢身 假人 为什么 是杨柳失泄的命 还是玄天会中有戏作 无数猜测挤入脑海 萧峰也不再等 脚下一蹬地面 便化作一道黑影 直奔已经歪斜在地上的车窖 杀 碰 顺手一剑将还在挣扎的码头斩飞 紧接着又是一剑劈砍在轿身之上 凌裂的剑气几乎瞬间 就将车窖斩成粉碎 也露出了其中那两个躺在血泊中的人影 两人浑身上下插满羽剑 已经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碎木四剑中浓郁的血气扑鼻儿来 萧峰铁青着脸定睛望去 本以为有可能会看到两个陌生人的尸首 但待他真正看清 被自己一番精心谋划所扶杀的人是谁时 翻滚在一旁的灯笼依旧闪烁着火光 照亮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老流头 银 银儿 月色凄凉 故人重逢 萧峰如同失了魂一样正在原地 嘴中一遍遍重复着银儿二字 生中数件的少女自然无法给予她任何回应 只是瞪大着已没有了生机的双眼 眼神中似乎还残留着临死前的那份惊恐 银儿 银儿 饿啊 树叶一阵摇颤 惊飞了林间无数鸟雀 萧峰无比痛苦地抱住脑袋疯狂嘶吼 但其他玄天会帮众却只是短暂地愣了一下 然后便赶忙冲过来劝道 堂主 咱们快撤吧 车中既然不是魏长天 那这就定是一个圈套 恐怕很快魏家的人就要来了 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几句提醒就如平地惊雷般 在萧峰耳边乍响 对啊 魏家既然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计划 又怎会轻易放过自己 不再去看已无丝毫气息的少女 他深吸一口气 艰难地下达指令道 走 分散撤入林中 先回堂口再说 是 众人硬喝一声 便准备立马分头跑路 然而就在此时 林中四面八方 却呼的一下 突然亮起一片火把 火光中 近百名持刀大汉 已然形成了包围圈 军方致势的强弩寒光闪烁 如同毒蛇的杏子一样 随时都会击射而出 取人性命 见到此景 玄天会众人 皆是瞬间大惊失色 冷汗沉沉 他们慌张举起冰刃户在胸前 然后便听到了一个 满是嘲讽之意的声音 走 我看你们还是去黄泉路上走一走吧 鱼渡山顶 杨柳诗一袭红衣 立于一座凉亭之中 正看着脚下隐约晃动的火光 冷冷出神 遥远的厮杀声若有若无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红唇微起 有些奇怪的问象 站在身边的魏长天 你是如何猜到 他会在那里动手的 问这个干什么 魏长天抖了抖衣袖 表情不甚在意 杨柳诗娇称道 奴家只是好奇 你若不愿说就算了 倒也没什么 你真想知道 嗯 其实 我没猜到他会在哪动手 咦 杨柳诗愣了一下 不满的小声嘀咕道 不愿意说 便不愿意说 没骗你 魏长天看着一脸不相信的杨柳诗 随口道出答案 我只不过在沿途每个 可以设下埋伏的地方 都提前做了安排 包括这里 一瞬间 杨柳诗脸上写满了震惊 他下意识地四下环顾一圈 然后才不可置信地轻声问道 你是说 你在这一路上都提前埋伏了人 差不多吧 那 那要多少高手啊 几百个 杨柳诗不说话了 又或者说压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其实也不怪他想不到 因为这种手笔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几百名高手 悄无声息地 从魏府一路埋伏到这里 这已经不单单是 人手够不够的问题了 这完完全全 就是魏家硬实力的展现 可 就是魏贤志有点苦逼 他并非一直埋伏在这里 而是一路 跟着马车跑来的 山峰拂过二人身侧 吹动了杨柳诗的霞山 过了好半天 他才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那马车一路行来 肯定也会有玄天会的探子盯着 你是如何从车上下来 死的那两人 又是如何上去的 我没下来 他们也没上去 魏长天此时心情不错 便也没藏着掖着 继续回答道 我们压根就在两辆车上 我懂了 杨柳诗轻呼一声 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 一辆马车行至视野盲区时 突然停下 而另一辆早就停在这里的马车 则接力驶出 道理并不难懂 但确实很能混淆视听 此时此刻 他看向魏长天的眼神 已经越发复杂 既有崇拜 又有不解 还有柔情和渴望 如果非要说的话 可能渴望的情绪 要更多一些 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 不是 你咋这么多问题 魏长天扭头看着 突然变身问题宝宝的杨柳诗 没好气到 有问题自己想去 最后一个吗 杨柳诗一把抱住 魏长天的胳膊 疯狂撒娇 感受着那难以名状的香软 以及在自己手臂上 不停磨来磨去的小硬疙瘩 魏长天终于是没能抵挡住诱惑 无奈妥协 问吧问吧 嗯嗯 我保证是最后一个 杨柳诗连连点头 凑到魏长天耳边轻声问道 车上的替死鬼 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 魏长天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才语气平静地如实回答 一个是他的救命恩人 一个是他的女人 一位在身上的娇躯 微微颤抖了一下 大白兔也不再动他 美眸中 突然又浮现出了一抹久违的巨异 甚至比中秋 那夜还要更甚 杨柳诗一动不动 不过魏长天却懒得管他 此时作何感想 而是自顾自将胳膊 从山谷中抽出 抬眼盯着山脚处的火光 眉头渐渐皱起 战斗应该已经结束了 但为什么 还是有几处火把在飞快移动 难道说 这次萧峰又死不掉 事实的确跟魏长天猜得差不多 虽然魏贤志说完狠话之后 就直奔萧峰而去 但后者确实没死 甚至这么半天过去 都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萧峰再怎么牛逼 也不可能在一个月之内 就成长到 可以跟魏贤志过招的程度 他之所以到现在都没事 完全是因为 有那个从柳家借来的高手 陈杰 魏贤志看着对面的精壮男子 满脸阴森 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堂堂一个镇北将军 居然也做了柳元山的走狗 魏大人 你误会我了 叫陈杰的男子神色淡定 我不想站在柳维任何一边 今日来这里 也只是为了 环柳元山一个人情而已 可笑至极 魏贤志指着陈杰的鼻子 破口大骂道 你可知这群人 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是要服杀我 你他妈的 现在立马丢滚开 否则别怪我连你一起杀 看得出魏贤志此时此刻 确实无比愤怒 但陈杰却不为所动 依旧挡在消风身前 魏大人 他们来这里 干什么我不管 我今日来 只是受柳家之托户此人一命 过了今晚 他跟柳家如何 便都与我没关系了 如果我等不到明天呢 魏贤志从牙缝中 挤出几个字 那位大人仅可以试试 陈杰微微屈身 首付于刀柄之上 我虽自知不是你的对手 但还是自信 能拖住大人一会儿的 他刻意在拖字上 微微加重了语气 消风文言之后 哪里还不知其中意思 想都不想 立马扭头就跑 周围几个魏家五人 立刻追击过去 但速度明显要慢上一截 恐怕早晚要追丢 陈杰 你很好 魏贤志瞥了一眼 众人消失的方向 语气无比阴冷 你今日确实能拦住我 但你要明白 你也有妻儿 他日若你妻儿出事 不知你那时 又能否护在他们身边 我只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若你还不让开 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想你应该清楚 三 二 话说到这里 已经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其实像魏贤志 和陈杰这种境界的 顶尖高手之间 除非有血海深仇 否则绝不会说这种话 因为你可以杀人家的家人 人家也能杀你的亲友 如果真的相互杀起来 那最后的结果 大概率就是 两败俱伤 双双家破人亡 成了老光棍 所以虽然陈杰 乍听此话时十分愤怒 但一想到自己要保的 正是欲杀人家儿子的凶手 一时间却也无话可说 两人间的空气激进凝固 就在魏贤志 即将脱口而出最后一声一时 陈杰终于长叹了一口气 慢慢说道 魏大人 柳家的人情太大 此人我还是要保 不过他看着魏贤志 轻声报出一个地址 石道巷 顺龙赌方 魏家有人被捉到了那里 你快些去吧 应该还来得及 什么玩意儿 陈杰 镇北将军 顺龙赌方 有魏家人被抓去了 一住香后 魏长天看着面前报信的男人 满脸问号 萧峰没死 这他勉强还能接受 但有人被抓走了 又是什么情况 是谁被抓走了 他赶忙问道 小人不知 对面的男人摇了摇头 老爷已经先一步往那边去了 公子宁 我也去 魏长天毫不犹豫 小人这就去被骂 来人看了一眼杨柳诗 转身先一步下山 待他走远后 已经恢复常态的杨柳诗 这才有些看热闹时的笑道 哥哥哥 看来公子的谋划是失败了呢 唉 是啊 魏长天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又斜眼看过去 不过 我实在想不明白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萧峰没死 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 我 杨柳诗顿时反应过来 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僵住了 不过魏长天此时也没工夫嘲讽他 一边往山下 走一边说道 赶紧回凤七管 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去春生书方 找一个叫李扬的 你先在他那躲一段时间 之后 我会告诉你 该怎么办 既然你帮了我 那我肯定不会不管你 这点你不用担心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 魏长天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杨柳诗愣愣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这才小声自言自语一句 公子 我也信你呢 石道像 顺龙赌方 燥热的空气中 混杂着汗液和铜钱的味道 几张长条形桌台上 洒满散碎银两 虽然这里没有前世赌场的性感兔女郎 和免费烟酒 但仅仅是那小小的筛子 就足够令每个赌客为之疯狂了 大大大 小小小 老天保佑一定要中 这可是我娶媳妇的钱啊 张公子 这地气可抵三百两 刘掌柜这是把老婆的首饰都拿来了 乱七八糟的声音 响彻整个房间 除非两人面对着面说话 否则都难听清 对方到底在讲些什么 不过 当这些造杂声 穿过几扇木门 最终钻进一间密室中时 便几乎变得微不可闻了 大哥 这几个女人的身份 似乎很不一般 不大的房间中 一个刀疤脸汉子的表情 有几分忌惮 而他对面被绑住手脚的几人 正是陆敬尧 秋云 魏巧琳 还有一条死去的大黑狗 你管什么身份呢 匪头朝地上吐了口唾沫 嘴里不屑道 咱们只管拿钱办事 等收了钱就远走高飞了 就算他们是皇亲国妻 又能拿咱们怎么样 大哥说的是 刀疤脸顿时放宽了心 看向陆敬尧的眼神 也多了些色意 不过 还没等他说啥呢 脑袋上就狠狠挨了一巴掌 老三 你别跟个色鬼一样 大哥 可这女人确实漂亮啊 再漂亮 能抵得上咱们的命 先等老二回来再说 哦 刀疤脸不敢造次 百无聊赖之下 只好靠着墙开始打瞌睡 再次安静下来的密室中 嘴巴被塞住的陆敬尧和秋云对视了一眼 眼神中满是恐惧 他们是在从春生书方回魏府的路上 被突然劫走的 自打春生书方开张以后 陆敬尧可算是找到了 能够帮魏长天分忧的途径 因此 几乎每天都要跑去书方帮忙 那时候回去的 甚至比魏长天还要晚 今日也是一样 二女吃过午饭 便去了书方 一直到入夜才动身回府 跟往常唯一的区别 可能就是因为 架不住魏巧琳的软磨硬泡 第一次把这个小姑奶奶也带上了 可谁知 二女扭头向魏巧琳看去 只见小丫头一动不动 一双大眼睛 直直盯着被随意丢在角落里的大黑狗 毛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遭遇绑架时 大鬼为了救他们 被那个刀疤脸大汉 随意一脚就直接踢死了 他只是一条普通的狗 虽然直到最后 大鬼也没能完成魏巧琳对他的殷勤期盼 突然变成像孙猴子一样的神仙 但他却也算是尽到了一条狗的全部责任 比主人先死 陆敬尧和秋云 不知道魏巧琳现在到底有多难受 更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 是像大鬼一样 死在这个小房间里 还是 更可怕的事情 枝丫 密室的房门 突然被慢慢推开 几个匪人警觉地举刀抬头 不过很快便又放松下来 老二 怎么样 见到雇主了 嗯 操他妈的 来人回身关好房门 嘴里骂骂咧咧道 大哥 咱们被坑了 这仨娘们是魏家的人 魏家 哪个魏家 玄敬尸的魏家 什么 一众大汉瞬间站起身 脸上皆是惊恐之色 虽然刚才还都口口声声说 皇亲国妻也不怕 但那毕竟是壮胆之言 越是亡命之徒 便越知道哪些人不能惹 房间中顿时响起一片骂声 只有那匪头还算冷静 想了一会儿便出声喝道 都闭嘴 老二 这消息 你是从哪得来的 雇主说的 他怎么可能说实话 尖嘴猴腮的男人撇撇嘴 外面现在全是魏家的人 都在找这仨娘们 那剩下的钱结了没有 结了 还多给了一千两 说没说 怎么处置他们 两个大的杀了 小的放了 好 问完话 匪头沉默了一阵 然后才沉声说道 兄弟们 事儿已经做了 现在哪怕就是把他们放了 魏家也绝不会饶过咱们 既然这样 那还不如按规矩办事 你们觉得如何 密室中安静了几秒 旋即响起一阵附和声 好 都一大哥的 就这么办 除了京城玄境司 又能如何 大哥说得有理 赶快动手吧 众人都知道 此时多拖一刻 便多危险一分 就连那刀疤脸 也顾不上 缠陆敬尧的身子了 嘴里不住嚷嚷着 快点杀人 好 匪头并不磨技 立马起身 走到陆敬尧身前 准备先从他开始 姑娘 方才我们说的话 你也听到了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对不住 他说完这两句话 便高高举起拳头 毫不留情地 直接往陆敬尧腹部砸去 做这行有个规矩 撕票必须一拳毙命 这是为了让人质 尽可能少一些痛苦的同时 又能留个全尸 明明是杀人越货的行当 却又有如此规矩 确实让人不知 该说什么好 碰 眨眼间 带着无比刚烈之势的一拳 如漆砸下 巨大的闷想过后 女子娇柔的身躯 缓缓瘫倒 不过倒下的 却不是陆敬尧 而是 嗯 嗯嗯 陆敬尧身体疯狂挣扎 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自己怀中的秋云 顷刻间 泪水便布满了眼眶 不过秋云却已没法回应什么 鲜血已将他嘴中塞着的白布 全部染成了红色 然后又顺着步脚继续向下流 直到浸满了衣精 何必要替他挡呢 另一边 匪头只是微微一愣 然后就再次举起拳头 无非就是让他晚些 碰 挂擦 一句话尚未说完 密室的木门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 旋即炸裂 匪头惊恐地想要扭回头去看 不过还未等他看到来人 脑袋便如同被刺破的气球一样 瞬间爆裂成一团血雾 此时 卫福 平日里这个时间 整个府底上上下下 应该早都睡了 不过今天却没人能睡得着 大哥 大鬼死了 大鬼死了 抱着嚎啕大哭的小丫头 卫长天又扭头看了看 正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的秋云 以及旁边如同湿了魂一样的陆敬尧 脸色阴沉欲滴 从审讯那群劫匪的结果来看 这次绑架事件的幕后主使 无疑是柳家 估计他们的一开始的目标 应该是陆敬尧 秋云是烧带手 魏巧琳是意外 毕竟对方最后的命令是大的杀掉 小的放了 这就说明 他们很清楚魏巧琳的身份 也明白 如果杀掉魏巧琳所要面对的后果 杀掉一个丫鬟无关大局 杀掉陆敬尧 也勉强可以算作是自己把柳宗亮打个半死的对等报复 可要是杀掉魏巧琳 那就是彻底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魏贤智或许确实也如此想的 因此 现在并未愤怒到立刻杀上刘甫 以牙还牙 但是在魏长天这里 不管是魏巧琳 陆敬尧 还是秋云 鱼儿 他们的分量并无区别 魏大人 小人已经尽力了 床边 御医抬起头来 看着魏贤智叹了口气 哎 只是这位姑娘的五脏六腑 全部都受了重创 而他又并非修行之人 无法借助内力疗伤 说实话 要不是他先前服下了那调命的药物 恐怕早就香消遇了 只是这药效能 最多还能再维系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过后 如果受损的内脏 还是无法恢复 那便是神仙来了 也难救了 悲伤的气氛营绕屋中 魏贤智摇摇头 刚准备说话 而陆敬尧却在此时突然回过神来 抢先一步师生问道 到底有没有法子 能疗好他内脏的伤 花 花多少钱都可以 这不是钱的问题 御医苦笑道 据我所知 只有一味仙药能治此伤 那便是产自吉北天山上的云母之 云母之 魏贤智跟秦彩真对视一眼 明显是没听过这个名字 郭御医 此物哪里可寻 登天难寻 我已经多少年未曾 嗯 御医突然一愣 想了一会儿才犹豫到 魏大人 你运气不错 眼下京城中 或许还真有一只 在哪 皇宫 魏贤智略意沉吟 站起身来沉声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去皇宫走一趟 我与你同去 秦彩真也跟着起身 好 魏贤智点点头 又伸手拍了拍魏长天的肩膀 看好你妹和静瑶 叮嘱了一句之后 他与秦彩真便行色匆匆地出了门 看样子是直奔皇宫见皇上去了 一个玄境司指挥使 外加一个天罗教圣女 两人居然为了一个丫鬟 亲自大半夜跑去皇宫向天子求药 此事乍一听 无疑十分令人动容 但魏长天心中却明白得很 魏贤智和秦彩真此番进攻 只是借着求药的由头 去给宁永年施压而已 并且除此之外 魏长天还总有一种隐约的感觉 这样 求不到 至少 如果换作 是他坐在龙位 应该就不会把这样拿出来 哎 但愿宁永年的想法 跟自己不一样吗 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又看了看 这就已经在门口 焦急等待神药送回来的陆敬遥 脑海中浮现出系统界面 云母之 灵药 天极 虫塑肉身 可遇万极 四百点数 三百 自己前几天杀完妖怪后 总共赚了一百八十点 还差着二百二十点 差得有点多 魏长天轻轻将怀里 已经哭到睡着的魏巧玲 交给约 然后又走到床边 默默看了一会儿气若油丝的秋云 双眼清河 脸上毫无血色 就连嘴唇也是一片煞白 跟偶尔会耍点小性子的约儿不一样 秋云什么时候 都是一副任劳任怨 言听计从的样子 即便是打牌作弊 她都会毫不犹豫 站在自己这边 自己本来还承诺过 要找时间给她和约儿一个名分呢 结果忙起来也忘记了 操他妈的柳佳 魏长天咬紧牙关 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而就在此时 一件堆叠在角落里的沾满血迹的衣裙 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是秋云的衣裳 应该是刚才为了方便治疗换下来的 其中好似夹着一张皱巴巴 以被鲜血染红大半的宣纸 这是什么 秋云不是不识字吗 魏长天疑惑地抽出宣纸 展开在手心 而当他看清 其上歪歪扭扭所写的小字之时 整个人却一下子愣住了 赠秋云与渊儿 物骨风萧妙剪裁 秋云香送上摇台 陈渊一线十时段 碧海青天刃去来 这重爬般的小字 并不是出自魏长天之手 但又有几分相似 估计是秋云将他写的真迹 留给了渊儿 然后自己又一字 一字踏写了一份 整首诗算上题目 一共三十四字 只有两处秋云 格外规整 因为秋云唯一会写的俩字 便是他自己的名字 呼 来回又看了鼠编这首小诗 魏长天将宣纸履屏叠好 慢慢放到秋云枕边 王二 公子 我在 备车 我要去玄境寺 魏长天头都没回 还有 你现在马上去皇宫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只要打听到 我爹没有拿到云母枝 立刻燃子母浴通知我 是 王二没有任何废话和疑问 转身便走出房间 而一直站在门口等 云母枝的陆静摇 听到这些话后 则是忙不迭跑过来 带着哭腔惊慌失措地问道 相公 你 你要做什么去 皇上不会给我们云母枝吗 秋云他不会出事吧 相 相公 你说话 相比于还在考虑这次绑架事件 对大局影响的其他人 陆静摇的心思很简单 他甚至连到底是谁绑架了他们 都不想知道 满脑子只有秋云的安危 虽然他经常会气秋云打牌时 总是帮着魏长天 虽然他偶尔撞见秋云深夜 走进魏长天房间时还会吃醋 虽然秋云大字不识 琴棋书画更是样样不通 跟他除了打牌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但就是这样一个丫鬟的生死 却让他的心一直晃荡在嗓子眼 陆静摇只能依靠魏长天 因此现在特别害怕听到一个否定的答案 又或者是沉默 相 相公 你说啊 秋云他不会死的 对吧 你 你告诉我 求求你 告诉我 月色朦胧 菊花满城 陆静摇死死攥住魏长天的衣角 以激进哀求的语气 一遍又一遍发问 直到一个虽然不大 但却让人无比信任的声音 自耳边响起 你放心 秋云他不会有事的 大宁皇宫 魏贤志和秦彩珍 是在华贵妃的长春殿中 见到宁永年的 把皇上大半夜 从妃子床上喊下来 这俩人也是没谁了 不过越是这样 才能越发凸显出魏家的愤怒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香气四绕的奢华厅堂中 宁永年将茶盏狠狠蹲在桌面 脸上满是震怒之色 朕这就令人去查 定要将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不管是谁也定会严惩不待 哦对了 爱卿还要那云母之事吧 来人 奴才在 老太监推门进来 前一阵天山宗送给朕一只云母之 就放在私库之中 宁永年看着老太监 挥手命令道 你赶紧去找来 为爱卿家中有人等着此物救命 是 奴才这就去 老太监应了一声 立马脚步匆匆地转身出门 只不过才刚走出长春殿 便就慢慢停了下来 他身旁跟着的小太监有点疑惑 义父 咱们不是要去找那云母之吗 怎得不走了 云母之没了 啊 找都没找 怎就知道没了 小太监大感惊讶 义父 难道是你 闭嘴 我怎么就认了 你这么个不成气的 老太监怒气不争地瞪了小太监一眼 压低声音解释 皇上说没了 就是没了 皇上哪里 小太监还想再变 不过当看到老太监的眼神时 便又缩缩脖子 换了个问法 儿子愚笨 还请义父指点一二 哼 老太监鼻孔出气 抚摸着小太监的手问道 我姐问你 方才皇上对我说话时 你在门外看清 他的手是如何摆的没有 啊 小太监一愣 回忆一番后 才勉强答道 我只记得 皇上确实冲义父摆手来着 具体是如何摆的 好似是这样 他一只手被老太监摸着 另一只手在空中左右挥摆两下 算你有点眼力 老太监点头解释 今儿我就告诉你皇上的这个习惯 你听好了 皇上当着外人吩咐事情时 左右摆手便是不要做 前后摆手才是要做 你记住了 啊 记住了 小太监先是点点头 然后又摇摇头 不解道 可皇上为何不愿给魏大人那云母汁 魏家不是有人等着此物救命吗 自然是因为 皇上不愿意救那人的命 为何不救 这不是拉拢魏家的好时机 行了 老太监突然立刻一声 不再解释 自己琢磨去吧 玄境思 当魏长天将写满字的宣纸 吹干装进信封 又将信封揣进胸口中时 腰间的子母欲 恰恰好也开始发烫 果然 跟自己想的一样 宁永年并没有将云母汁拿出来 激化矛盾这一手玩得溜啊 轻轻叹了口气 起身走出房间 沿着石路 一直往玄境思的最深处走去 此时已是深夜 路上除了偶有巡逻的少尉之外 一个差异也没有 唯独一处小矮楼的四周 却是守备森严 这小楼的建筑风格 与玄境思别的建筑都不相同 通体无窗 也无牌匾 只有一扇紧紧关闭的黑铁门 乍一看 颇有点像前世的堡垒 此门自玄境思成立以来的400余年中 一共打开过13次 上一次还是60多年前 那时成交出现了一只500年大妖 至于如此神秘的建筑中 到底有什么 只有一物 祖狱 子母狱是玄境思人人都佩戴的物件 灼烧母狱 子狱也发烫 这个过程是点对点的 相当于双向通话 但祖狱不同 只要灼烧祖狱 所有与之关联的子狱 统统都会有反应 有点类似群发短信的那种感觉 而至于这座小矮楼中的祖狱 具体能群发多少短信 是除去要保卫皇宫的内卫之外 玄境思总舵的所有人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发出了这个信号 花灵位 布衣位 棕密处 柳叶处 粘杆处 全部没有任务 在深的在京差役 统统需要在一刻钟之内 赶到玄境思衙门 听后调遣 如此阵仗 也难怪四百多年 此门只开过十三次 魏公子 您怎么还在衙门 眼见魏长天走过来 几个职业班的护卫 立刻挺着身子招呼道 今日不是重阳吗 您没去赏局 没有 魏长天摇头笑道 劳烦几位兄弟开一下门 好说好说 我们这就 什么 一众差异瞬间瞪大双眼 以为自己听错了 魏公子 您方才说 我说魏长天神色如常 嘴角依旧挂着笑 开门 公子 小人斗胆问一句 其中一个比较机灵的护卫 小声问道 您可知这门内是什么 自然知道 那 那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是指挥使大人让您来的 此事与我爹无关 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 几名护卫面面相去几眼 虽然没人吭声 但却都十分统一地挡在铁门之前 与魏长天形成对峙之势 打开此门的钥匙 一共有三把 一把在历任玄境司指挥使手里 一把在历朝皇帝手里 还有一把 依玄境司归例 若有重疾情况 且不及上报者 魏长天指着嵌在锁孔之上的黑色钥匙 沉声喝道 皆可打开此门着玉 你们现在拦在门口 何意 这 这下几个护卫更傻眼了 魏长天说的没错 玄境司确实是有这样一条规律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情况 并且来不及上报了 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开门 设立这第三把钥匙的初衷 是为了防止层层上报浪费时间 导致错过应对危机的最佳时间 但是 但是 自打玄境司成立以来 也从来没有过 除去指挥使和皇上的其他人来开门的时候 毕竟一旦灼热阻遇 就相当于拉响了最高级别的全程警报 而这可能引发的后果 喂 魏公子 您到底是为何 你没资格知道 那要不还是先请示一下指挥 我说过 此事跟我爹没关系 魏长天彻底没了耐心 邱云的命还剩一个多时辰 他必须要在此之前弄到云母之 一步迈到一众护卫身前 目光死死盯着黑铁门上的那把钥匙 魏长天的语气竟然第一次有些争鸣 如果出事 我一人承担 跟你们没关系 现在 我再说最后一遍 开门 平昌方 迎春楼 迎春楼是这附近 乃至整个京城口碑最好的平价清楼 消费低 服务好 其中女子虽然不是情妻书画样样精通 但各个贤惠体贴 总能给顾客一种回家的感觉 而此时就在迎春楼的一间秀房中 一男一女便正抱在一起 耳并撕磨 观人 在玄境司当差 定是很危险的吧 你可切记要保重身子 否则奴家会心疼的 女子娇柔的声音 传入已经吞去外衣的大汗耳中 后者只感觉舒心不已 男子 你放心即可 我可是出了名的谨慎小心 绝不会去做那些以身犯险的傻事 对了 我前几日刚从一个狗官身上 又捞了一笔 很快便能攒够钱 替你赎身了 呀 真的吗 女子轻呼一声 紧紧勾住大汉的脖子 我以后定会好好伺候观人的 嘿嘿 你今天也要好好 汉子话才说了半句 就闭上了嘴 脸色突然变得古怪 观人 怎么了 没怎么 我现在有事要去办 啊 女子一愣 扭头看了看窗外漆黑的夜色 这么晚了 观人要去做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汉子此时已经将胡椒服匆匆穿好 伸手抓起靠在墙角的花铃长刀 便向门外走去 不过在临出门时 她还是回头叮嘱了一句 关好门窗 今夜怕是要有大事发生 是 什么大事 女子没有等到答案 留给她的 只有一扇紧闭的房门 汉子就这样走了 甚至连早已给出去的一两银子 都没来得及往回 此时此刻 无数相似的情景 正在京城各个角落上演 如果站高一点俯瞰下来 便会看到那从四面八方出现的无数黑影 在街向屋顶中飞奔 夜色深沉 黑云压成 霹雳霹雳的雨滴声 与曹乱的脚步声 混杂成一片 下雨了 一刻钟后 玄境丝点降台 魏长天挺身站立在高台之上 任由雨水随意砸落周身 他身后是一群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玄境丝高层 眼前视野所及 全是身着虎胶腹的差异 得益于良好的职业素养 虽然众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两千余人 却无一丝交头接耳之声 所有人都笔直站着 目光直直盯着魏长天 是时候了 诸位同僚 魏长天的声音 于雨水中清晰可闻 我乃玄境丝柳叶处总旗 魏长天 灼烧祖欲 实属迫不得已 但我又必须如此选择 因为魏长天扫十一圈点降场 以无比肯定的语气高声喊道 因为我已掌握确凿证据 当朝宰相柳元山 将于今夜谋逆造反 华 暴雨如铺 喧哗声更甚 任凭玄境丝的纪律再严格 此时此刻也很难有人 还能保持淡定 柳元山造反 这怕不是天大的玩笑 在柳卫之争的结果眼上 没几个人会相信这种的话 即便魏长天上次说中了张家四妖之事 魏公子 点降台上一人立马向前一步 吏声喝道 此事切不可乱说 我并未乱说 魏长天表情没有丝毫慌乱 是真是假 曹大人与我一同去刘府看看 不就知道了 这 那人有点语色 但魏长天却是不给别人再次质疑的机会 再次冲着台下大声命令道 此事事关重大 我已派人进宫 禀报皇上 但迟则生乱 柳家已有反叛之意 得知此事暴露后 定会殊死挣扎 请诸位同僚 即刻与我同去刘府 捉拿反贼 以防柳家霍乱京城 以保大宁江山无恙 啪 吼完最后一句话 魏长天便翻身从点降台上月下 一步步向外走去 他所经过之处 人群皆让出一条通道 但一时间却没有一个人跟上来 也不怪大家如此反应 毕竟这事儿换谁 也要琢磨琢磨 点降场一片沉默 直到不知是谁 首先喊了一嗓子 我欣慰公子的 我去 看着从远处挤过来的周成 魏长天心说一句 这时候还是熟人靠谱 他脚步不停继续走 而被周成这一带动之后 周围响起的复合声也越来越多 玄境司被魏家把持这么多年 本来人人就看柳家不爽 再加上魏长天最近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属实不错 从侦破张家四妖案 到狮成骑花魁再到英雄就每刀斩圆腰 哦 还有那块树立在阎武堂 记录了他从五十八负零圣 到如今九十负九十圣的木牌 所有的一切加起来 让很多人终于愿意在此刻跟着魏长天去那流府走一趟 柳家谋逆之事 如果为真 那最好 即便是魏公子想要公报私仇 那这个盲老子也帮定了 带着这个念头 无数人或者大吼大叫 或者沉默不语地跟在魏长天身后 如同黑色洪流般往流府涌去 而他们的动作很快便传进各方势力而终 惊讶 六扇门 纪洪安此时刚刚点齐了手下二百来号人 准备直奔流府 他倒不是柳家这头的人 只是六扇门作为维护京城治安的最主要机构 发生这种事实必须要在场 不过就在他准备下令出发时 一个声联捕快却是急匆匆跑过来 压低声音问道 纪大人 您可还记得欠我家主子一个人情 嗯 纪洪安眼神一灵 知道这人肯定又是谁家派进六扇门的细作 你家主子是谁 不快并未正面回答 而是笑着说道 八月二十一 菜市口 纪洪安深吸一口气 魏公子想让我做什么 纪大人放心 不会让您为难的 不快凑到纪洪安耳边小声说道 您只需要晚一刻钟再去留府即可 六扇门 陈备军 都魏府 所有京城中的武装力量 都突然因为种种原因按兵不动 不过有之最为精锐的魏长天 却没办法 大宁皇宫 近千骑近卫 自其中气势恢弘地奔腾而出 与只负责安全事务的内卫不同 近卫相当于皇帝的私兵 是整个大宁平均战力最高的组织 听到那震耳欲聋的马蹄声 逐渐远去 宁永年这才推开阁门 重新出现在魏贤智和秦彩真面前 魏爱卿 秦夫人她盯着满脸茫然的两人 好扮上才神色复杂地缓缓开口说道 你们的儿子 带着玄境丝千余人 把柳家给围了 安化门街 刘府 雨越来越大了 闪电没能撕碎浓重的乌云 巨雷在滴滴的云层中滚过之后 便化作了滂沱大雨 铺天盖地地压下来 风如跋山怒 雨如绝合青 天地一线的水帘之中 黑压压的斗笠 自魏府正门处 一直向两侧延伸 挤满了整条街道 而百余名柳家五人 则持刀 站在府门前仅有的一小块空地上 硬着头皮 与石被鱼 他们的玄境丝差异 挺身对峙 没人知道 魏长天此行的真正目的 但用屁股想也知道 绝无好事 因此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退 即便全部命丧于此 也要让玄境丝 首先背上一个强闯相辅的罪名 魏公子 柳家护卫中 为首那人手摁刀柄 眼睛死死盯着 立于所有玄境丝差异 最前方的魏长天 沉声喝道 你深夜带着如此多人 围困相辅是为何意 玄境丝竟真如此无法无天 是朝廷和皇上为无物吗 啪哒 一脚踩下 水花四剑 听到如此质问 魏长天面无表情的踏前一步 立声道 我今夜来 正是为了朝廷和皇上 我已掌握柳家谋逆罪证 而你等此刻 又持刀阻拦玄境丝 捉拿反贼 可是要一同谋反 魏公子 说此话 可是要有凭据的 凭据我自然有 否则今夜也不会来了 魏长天抱贺一声 再者 玄境丝办案 反抗者是同谋逆 单凭这一条 你们便以罪无可赦 你 为首那人脸色铁青 但一时间 又确实无法辩驳 这便是玄境丝的可怕之处 跟前世的廉政公署类似 玄境丝完全脱离于三省六部 机构独立 人事独立 财政独立 办案独立 不受任何朝廷部门的节制 并且最关键的是 一大凝律 玄境丝还拥有所有司法部门中 最为宽松的独立调查权限 只要我怀疑某人犯了罪 不需要任何证据 不需要任何批文和手令 直接就可以 对一罪者 采取搜查 扣押 审讯等一系列手段 因此 现在魏长天说柳家谋逆 并且要带人入府搜查 严格来讲 并不违反法律 反倒是故意阻拦的柳家护卫 确实已经犯了暴力抗拒执法的重罪 轰隆 墨一般黑的夜空中 曲折的电光 猛然颤抖两下 方才说话的护卫 见讲不过魏长天后 干脆闭嘴不言 但身子却未动分毫 摆明了 不会退缩一步 而魏长天 也没再跟他废话 只是轻轻一挥手 身后立马便有数百道黑影 急事而出 刷刷刷 围墙 屋顶 东南西北各处大门 一时间 黑色的虎胶符 便布满了整个刘府 雨水击打在出鞘的寒芒之上 叮叮咚咚的声音 仿佛一曲恢弘 且肃杀的乐章 气刀 跪下 把刀放下 玄境司办案 所有人出来接受盘徐 反抗者一律可斩 统统滚出来 令人闻风丧胆的呼喊声 此起彼伏 刘府已是乱作一团 正门处的玄境司众人 与柳家护卫 也到了刀兵相间的最后关头 魏长天高高举起手 酝酿已久的沙字 即将脱口而出 而也就在此时 却有一个沉稳的声音 抢先一步 自辅中传了出来 放下刀 让他们搜 嘈杂声停顿了一瞬 所有人都扭头看向 那个正缓步走来的白发老头 他同样没有打伞 身上已经湿透 但整个人却没有丝毫狼狈之色 反而有一种 比这滔天大雨 更加磅礴的气势 这种气势 只属于两种人 达到是鸭山河的二品镜五人 以及手握苍生之命的大权者 老爷 柳家百余号护卫 瞬间弃刀跪倒在地 而玄境斯众人 虽然各个眼神不善 但也都打从心底 萌生出一丝惬意 不过柳元山 却是压根不看这些人 只是盯着魏长天淡淡道 卓祖欲 为相府 我不知道 你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只能说 你比你爹更有胆子 也更蠢 简单一句话 充满了上位者 对下位者的嘲弄 柳元山自信玄境斯 不可能从刘府找到钉点把柄 他甚至还希望魏长天 闹得再凶一点 因为越是这样 魏家今后的路 便越难走 皇上之前 确实更倾向于魏家 也更需要魏家 但任何一个统治者 都绝无可能容忍一把 脱离掌控的刀 因此 不管魏贤智以后怎么变 柳魏两家在宁永年心中的地位 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 雨还在下 其中似乎还夹杂着 若有若无的马蹄声 好伴赏过后 隐藏在黑色斗笠之下的魏长天 才慢慢说了一句 都把刀放下 玄境斯众人惊愕地看过来 然后又仗红着脸 一点点垂下刀尖 魏长天同样没有去看任何人 只是慢慢走过 两侧低垂的寒芒 直到在柳元山身前停下脚步 柳相 我此番来 只是为了讨一个说法 哦 柳元山的语气有些玩味 不知魏公子是什么意思 魏长天轻轻抬起头 脸上还是没有任何表情 今日的绑架之事 是柳家做的吧 呵呵 柳元山轻笑一声没有回答 又或者说 懒得回答这种问题 魏长天沉默片刻 突然莫名其妙地问道 柳相 看来你 确实不知此事 不如我给你讲讲如何 魏公子 柳元山笑着摇摇头 此事我已经听闻了 说是死了一个丫鬟 哦 还有一条狗 不知可对 柳相消息灵通 魏长天深吸一口气 但那丫鬟现在还没死 也不会死 是吗 那还真是可惜 柳元山轻轻叹气道 不过魏公子也不用过分伤怀 一个丫鬟而已 便是真死了 又能如何 若是公子不嫌弃 明日我便拆人 再送几个好的道府上 也算是赠予公子的见面里了 谢柳相好意 但是 魏长天看了看不远处 正快速向这边移动的火光 轻声说道 但是我说过 今日我只是来讨一个说法 你 这一瞬间 柳元山突然没来由的一阵心计 强烈的生死危机感涌上心头 你 你要干什么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大叫一声 但下一刻 眼前的景物便开始颠倒 紧接着又急速坠落 碰 一袭白袍 狠狠砸在地面 污水哗啦一声四下炸开 此时此刻 无数双目睹此景的眼睛全部瞪圆 所有人都傻愣在原地 竟有一种仿佛身处梦中的错觉 而趴在泥泞之中的柳元山 同样充满了疑惑与不解 他未曾习武 此时本应被摔得七昏八速 但死亡的恐惧 却还是让这位身居相位数十年的老头 颤抖着说出两句话来 你 你敢杀我 为了一个丫鬟 你要杀我 碰 又是一声闷响 魏长田毫不犹豫地 一脚踏在柳元山胸口 右手轻轻扶住刀柄 我说了 他不会死 抽刀 出鞘 龙银之声响彻天地 快点 再快点 距离刘府已经很近的一条街巷中 纪红安带领着一群捕快飞奔而过 他一边催促手下之人再快一些 一边不停眺望向远处那座笼罩在雨幕之中的府邸 没有什么动静 看来两方并未真的火冰起来 稍稍松了口气 但又总觉得 事情好似有哪里不对 魏长田 为什么要让自己晚来一刻钟 这一刻钟能做什么 纪红安想不明白 只能不停加快速度 直到看见前方那支人人身着红甲的队伍 飞驰而过 进军都来了吗 这一瞬间 他突然有点后悔 这个人情 自己好像还得太大了 魏福 陆敬尧依旧傻愣愣地坐在秋云床边 眼 今已经数不清 第几次看向角落里的计时铜露 还有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 秋云的气息 已经缠络到激进于无了 但不论魏贤志 还是魏长田 都依旧没有将那云母之带回来 他不知道 自己该做点什么 只是又看了一遍 放在秋云枕边的那首小诗 秋云 等你好了我便教你写字 我以后不会再吃你的醋了 相公答应过我 你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会没事的 凤七馆 小姐 你收拾东西做什么 丫鬟看着正在翻箱倒柜的杨柳诗 表情很是不解 小秀 你跟了我多久了 杨柳诗停下手上动作 扭回头来问道 丫鬟回忆一番 认真回答 三年了呢 那我如果我要离开凤七馆 你愿意跟我走吗 杨柳诗又问 啊 叫小秀的丫鬟一愣 忙不迭反问道 小姐 你要去哪里 为什么要走啊 是有人替你赎身了吗 赎身 没有呢 杨柳诗笑了一下 倾国倾城 不过却有人将我的新手走了 秀房中一时间安静了片刻 看着呆愣愣的小丫鬟 杨柳诗突然无嘴笑道 你还没说愿不愿意跟我走呢 我 我愿意 是吗 杨柳诗的眼神柔和几分 同时轻轻挥动了一下衣袖 谢谢你啊 小秀 一炷香后 这间被无数男人视为人生终极目标的秀房中 已是空空如也 只留下了一个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小丫鬟 她睡得很死 身下压着一张面额很大的音票 刘福 魏长天死死攥住龙鹰刀柄 身后柳元山的人头砸落在地 抛开前主不算 这是他前世今生第一次杀人 杀的是大宁王朝的当朝宰相 可能是因为前主曾经见识过太多这种血腥残暴的场景 所以魏长天此时此刻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 甚至还有思思畅快之意 或许人与人的出身并不平等 天赋并不平等 机缘并不平等 气云并不平等 一切都不平等 但生命面前 确实人人平等 杀一个宰相 并不需要比杀一个乞丐 多用哪怕一刀 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 魏长天缓缓将龙鹰龟翘 抬头看了看夜空 此时距离他离开魏府才一个多时辰 卓祖裕 为刘甫 逼柳元山现身 杀人 事件的发展 第一次完全按照计划走完 反倒让他有点不适应 今后自己会面对什么 尚且不知 但是 周 却提之音突然想起 不知 从哪里冒出来的徐清晚 正举刀 挡在自己身前 再往前 便是那群刚刚从震惊中回过神 正不顾一切 向这边冲来的柳家护卫 他如今的样子 正如那日的自己 发间系着的红绳 已被雨水浸透 无法在四肢前那样会迎风跳跃 魏长天张张嘴 却没说出话 又一次伸手握住刀柄 向前一步 与徐清晚并肩而立 上百号柳家护卫 越来越近 但下一刻 他们便突然于惊天爆裂声中 轰然道飞而回 儿子 逃 秦彩真的吼声 仙智 紧接着 魏贤智便砰的一声 落到魏长天身边 俩人终究还是不顾宁永年的拖延 抢在进魏军之前 先到了一步 长天 跟我走 我带你出城 没有去管 正在阻拦柳家护卫的老婆 更没功夫质问儿子 为什么要杀柳元山 魏贤智一把抓住魏长天的胳膊 便于纵身跃起 可耳边却突然传来一句 爹 我不走 你帮我挡一下 魏贤智一瞬间愣在原地 而魏长天也没时间解释 立刻弯腰藏在他背后 脑海中飞快调出系统界面 云母之 灵药 天极 虫塑肉身 可遇万极 四百点数 之前有180 杀掉柳元山 给了300 系统余额变成了80 他手中也多了一只鲜艳如血的灵芝 将怀中那封早在玄境思时 就写好的信拿出来 连同灵芝一起塞到满脸惊恶的魏贤智怀中 魏长天急促地嘱咐道 爹 这就是云母之 赶紧拿回去 给搓云服下 我记着时间 来得及 还有 如果您永年非要杀我 将此信给他看 定能保我一命 但要记住 一定要等到迫不得已时 才可将此信拿出来 魏贤智愣愣地接过两误 下意识地问道 长天 你一直就没准备逃 逃 魏长天看了眼 已经冲到门口的禁卫君 轻轻摇了摇头 他或许确实可以在魏贤智和秦彩真的掩护下逃走 但这么多的代价 就是要整个魏家 来承担柳元山之死的后果 魏长天不愿意牺牲一大家 成全我一个 更何况 在他看来 自己有九成概率不会死 作为魏家独子 魏贤智定会死保自己 再加上那封写满皇室隐秘之事的保命信 宁永年绝对会好奇 自己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 当然 还是有一小点概率会死的 不过就如同那日所说 人啊 总是不能做到完全铁石心肠 再者说了 好不容易穿越一回 总是畏畏缩缩的 也没意思 不是吗 时间倒退一点 拨回到三个时辰之前 此时正值黄昏 魏长天正准备出发去反围角萧峰 陆敬尧正跟秋云在春生书方帮着算账 旁边那骑在一条大黑狗上的小丫头 吸引了不少顾客的目光 徐清婉则是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数银票 所有人都不知道 接下来的三个时辰会发生什么 就像此刻正在平昌方游乐赏剧的百姓 并不知道等下便会落雨一样 无数文人骚客 留恋于临次至比的青楼之中 一边小酌着杯中的穷江玉叶 一边朗声吟涌着自己刚坐的重阳诗词 太平盛世的繁华之景 溢于言表 但在某座青楼门前 一个喝醉酒的邋遢老道 却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多少与这如花似锦的场面有些违和 青楼的小丝正跑过来 重打一顿后扔到别家门口 而老道早就醉得不省人事 哪里知道他接下来要有一场皮肉之苦 只是自顾自地哼记着一首山歌野调 声音断断续续 若隐若无地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大瓮一扬青江海 隐日吞跃胸中来 大梦一场三千载 悲喜穿长莫挂槐 大风吸张浪行孩 疏狂放歌死便埋 大风一趟两相望 不知东方天即白 如果说前段时间的柳位之争是一场风暴 那么柳原山之死便如同十八级台风 外加十级地震一样震惊了整个朝野 茶楼酒馆 勾兰瓦寺 书院学斋 乃至于田间地头的农户 都能一边挥着锄头 一边就此事高谈阔论上几句 有人说 魏长天此举是惊世骇俗之恶行 骂他目无枉法 简直就该立刻被当众处以极刑 也有知情人士赞他一怒为红颜 夸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韦的热血好男 当然了 不管民间如何议论 终究也只能是一轮而已 真正能决定魏长天命运的人 还是都站在那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 皇上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若是就这样放过 语法 语理皆讲不通 哼 要不是柳家先做了那绑架之事 魏公子又如何会做出此番过激之举 放屁 绑架案尚未有定论 皇上 此事就是魏家的阴谋啊 关于魏长天杀柳相一案该如何处置 朝堂之上已经争了整整十天 一众官臣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柳派官员为主 认定此事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谋杀 整个魏家都脱不了干系 必须要全部严惩不待 第二类大部分都是中间派 那边谁也不想得罪 主张依律办事 一命长一命 把魏长天杀了拉倒 第三类是魏派 坚称魏长天此举 是针对绑架事件的报复 咬死柳家有错在先 报复之事虽然不妥 但情有可原 应该轻盼 三种声音争执不下 但总体来看 第二类的呼声是最大的 并且 宁永年其实也更倾向于第二种处理方法 魏家肯定要为此事付出代价 不过此时此刻 魏家缓手斡旋近思 背后又有天罗教 现在还不到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否则魏家如果拼死反扑 那到时候才会是真正的大麻烦 至于柳家这边 柳元山死了 无疑让柳家元气大伤 但根基尚在 并不至于就此树倒弥孙散 顶多也就是从三大家族首位 沦落到末位而已 如此局面 再加上一个一直置身世外 坐山观虎斗的许家 三大家族相互牵制的局面 短时间内还不能变 这种情况下 杀掉魏长天 便是最合理的选择 既算是给了柳家一个交代 又顺应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同时也不至于将魏家逼得太紧 宁永年基本已经拿定注意 不过他 还是低估了魏贤志 要保下儿子的决心 9月19 魏家五格第三层的铁门 再次打开 不到一个时辰 宁永年便在书房 见到了一位气质鬼爵 充满危险气息的干别老头 魏老 面对这位曾备受先皇信任的 前任玄境司指挥使 且已经迈入二品镜的魏家老祖时 宁永年倒也不算太惊讶 而老头则更是淡定 他瞥了一眼 站立在宁永年身后的老太监 然后才轻轻拱手道 老臣魏赵海 见过皇上 魏前辈不必多礼 快快请坐 宁永年笑呵呵地 指了指身侧的椅子 不过魏赵海却是纹丝不动 皇上 坐就不必了 我只有几句话 说完就走 魏老此番来 是为了您孙子吧 宁永年问 是 魏赵海也不否认 点点头道 我这孙儿所作之事 我已经听说了 理应是要掉脑袋的 不过魏家一脉单传 常天又尚未生子 如果他死 皇上 别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老朽却绝不能看着魏家 就这样绝后 这 宁永年听完后 立刻面露苦涩道 魏老 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若你孙儿杀的是 别人也就算了 但他杀的 可是当朝宰相 柳家几百口人 朝野上下几万万人 都等着朕给他们 一个交代 如果不杀 皇上 魏赵海不想去听这些废话 直接打断道 魏家 需要为此付出什么 你直说即可 说话被打断 宁永年也不气恼 思考片刻之后 才缓缓试探道 既然魏老执意要保卫长天 那朕也不是 不能留他一命 不过 玄境司近年来机构臃肿 我觉得 可以适当缩减一部分了 老朽懂了 魏赵海要比宁永年爽快得多 文言后也不墨迹 直接反问道 皇上想要多少 不多 两位而已 那位和花灵卫 是 宁永年点点头 坦承道 玄境司交出两位 我便可不杀魏长天 魏赵海沉默半赏 花灵卫乃玄境司 数百年来的根本所在 皇上能不能换一个 不能 五日后 玄境司 柳叶处 孔长贵看着再次准时出现的徐清晚 满脸无奈 徐总期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劫法场这种事 不是过家家 我也并非贪生怕死之徒 如果魏大人真要我去劫法场救公子 我绝无二话 可是现在案子还没出结果呢 我又怎么可能 提前先答应你这种事情 你快些回去吧 处里 定有些别家的戏作 这些话 若是被旁人听去 咱们两人反倒有可能比公子早一步上刑场 大光头如往日一样苦口婆心的劝 徐清晚也如往日一样 倔强的就是不走 他已经在孔长贵这里 守了七八天了 每天早来晚归的 比上职都准时 这实属无奈之举 自打魏长天被关进刑部天牢之后 徐清晚立刻就捧着自己攒下的全部银子 跑去魏府门口联手了三天 结果一个人也没见到 魏贤志和秦彩真正为了儿子的命 上下奔波 疏通关系 陆敬尧天天茶不思饭不想 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闭 没人搭理 小徐同志只好自己想办法 思来想去便决定去劫阀场 他再笨也知道 这种事自己一个人做不来 而其他同僚除了周成之外 又个个犹犹豫豫的 于是他便开启了 天天在孔长贵这里上班的模式 其实徐清晚早就明白孔长贵的态度 但他却还是日日都会来 因为只有这样 他的心里才不会那么空落落的 才会觉得自己也做了点什么 即便毫无意义 徐总齐啊 你不要这么悲观 公子他真不一定就会被判死 另一边 孔长贵还在喋喋不休 只不过他说的话 自己都不太相信 根据这几日的情报来看 魏长天大概率是要死的 顶多在行刑方法上有所区别 到底是千刀万剐 还是五马分尸 诱惑着 来消消啊 魏公子判了 判了 突然 一声呼喊自窗外传来 声音里 似乎还带着些欣喜之意 徐清晚瞬间脸色一片煞白 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样 瘫软在椅子上 而孔长贵 则是脸一黑 下一秒 竟然是直接破窗冲了出去 紧接着 他的怒吼声 便透过窗户上的大洞传了进来 魏公子判了 你很高兴是吧 啊 孔大人 这 这确实是一件喜事啊 你很好 那我就让你更高兴一点 啊 孔大人 您要干什么 您误会我了呀 误会 什么误会 魏公子他 他没被判死啊 什么 到底是怎么判的 孤独 喊话之人咽了口唾沫 然后才战战兢兢地说道 发配边疆 三年不得回京 9月25 魏府 正午时分 魏长天在众人的簇拥下 从缓缓下了马车 他身上穿的还是走失衣服 整个人好似比之前 胖了 好家伙 虽说是坐牢 但除了不能出来之外 他可是没受半点委屈 吃的是山珍海味 喝得的穷姜酝酿 天天除了吃就是睡 这能不胖吗 可以说 除了偶尔会担心一下 邱云有没有就过来 自己会怎么判之外 魏长天基本上过了一段 自穿越之后 最为轻松的日子 而最终的结果 他也比较满意 邱云就过来了 自己发配边疆 注意 不是发配边疆冲军 这二者间的区别可大了 儿子 你想什么呢 秦彩珍的声音自耳边响起 眼前大门上的牌匾 还是老样子 没什么 魏长天笑了笑一步 迈过门槛 爷回来了 虽然说魏长天暂时回来了 不过很快就又要走了 按照最后的判决结果 他被要求三日内离京 目的地可以在边境十七城中任选 不过不能带家眷 这也能理解 毕竟是发配边疆 不是去边疆旅游 三日之期从今天开始算 因此 魏长天还有两天时间 来处理一下京城中的各项事宜 回到自己院子 三只老母鸡上蹦下跳 向他表示了热烈迎接 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的主人经历了什么 只是奇怪 最近一段时间 为什么都没人喂米 给他们吃了 咕咕咕的鸡叫声中 进到里屋 邱云正躺在床上 泪眼朦胧地看着自己 公子 声音很微弱 从动作趋势上来看 应该是想置起身子 躺好别动 魏长天赶紧把他按回去 扭头对一直从天牢 跟回来的路径摇合约说道 你们先出去 我跟邱云单独待一会儿 是 二女点点头 轻轻退出房间 他们其实有很多话 想对魏长天说 不过也知道 应该先把机会让给邱云 房门轻轻关上 魏长天看着邱云笑道 听说你再有几日 便可下床了 嗯 邱云点点头 回想起约告诉他的那些坊间传闻 这些传闻大都在讨论 魏长天是为什么要杀柳元山 其中一个版本便说 是为了替他报仇的 邱云并不知道 魏长天究竟为了什么 但一想到 那只连皇上都不给 却被公子不知从哪里寻来的云母之 他就总感觉 这是跟自己有关 想到这 泪滴便啪哒啪哒 从眼眶中掉了下来 哎 这咋还哭上了呢 魏长天想要替邱云擦眼泪 不过手才伸到半空 就被一只小手给抓住了 邱云一边哭 一边紧紧握住魏长天的手掌 断断续续哽咽咽道 公 公子 你为何对我这样好 我 我只是个丫鬟 命不值钱的 死就死了 打住 魏长天皱了皱眉 语气突然变得严肃 你若是自己都不将自己的命 看作一回事 那我拼死拼活为你弄来 那云母之又是为了什么 邱云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 他一时间 不知该说点什么好 只是手上更用力的一些 似乎是怕魏长天一生气就走掉了 不过魏长天其实并没生气 只是有点无奈 他知道 在这样一个世界 人有尊卑贵贱之分的观念 是十分根深蒂固的 也没指望几句话 就能让邱云明白 什么是生而平等 邱云 想了一会儿 他换了个比较好接受的说法 继续说道 你虽然是丫鬟 但却是我的丫鬟 更何况 你还是我的女人 你要知道单凭这一点 别说是宰相 哪怕就是皇帝 我也敢杀 公子 听到如此大逆不道之言 邱云慌忙伸手 想要去捂魏长天的嘴 不过魏长天 却是一把攥住他的手腕 眼神很认真 我并未开玩笑 皇帝又如何 他在我心里并不及你重要 你 月儿 我爹我娘 巧玲 你们才是我在乎的人 我可以为了你们做很多事 但却不想这些事 变得没有意义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邱云愣愣地看着魏长天 好半场过后 才无比郑重地点了下头 公子 我明白了 以后我定会好好活着的 从房间出来 魏长天立马又去了魏贤智 和秦彩真那里 魏长天虽然这十几天胖了不少 但这俩人 却是都比之前憔悴了一些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密室中 三人先是讨论了一下要被发配到哪里的问题 很快就达成了统一意见 蜀洲 站在魏贤智的角度 蜀洲是梁振的地盘 到了那里有人罩着 儿子最起码不容易出意外 站在秦彩真的角度 蜀洲是天罗教的地盘 到了那里有人罩着 儿子最起码不容易出意外 站在魏长天的角度 蜀洲是萧峰下一阶段的小地图 去了有系统点可转 同时又有梁振和天罗教罩着 自己最起码不容易出意外 三人一拍即合 确定完这件事情后 又聊了一会儿 魏家今后的发展路线 那位和花灵魏将会在三个月之内脱离玄境司 一个并进禁魏军 一个归了督察院 虽然玄境司仍然保留着一位三处 但失去花灵魏也就意味着 失去了监察百官的巨大权力 这样一次夺权 对魏家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不过魏贤智和秦彩真并不后悔 说实话 哪怕宁永年要整个玄境司来还魏长天的命 他们估计都会答应 其实要不是魏赵海出面 宁永年本来还真打算要整个玄境司的 只能说二品高手的面子还是足啊 又讨论半天 最后三人确定了今后一段时间魏家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低调形势挑拨刘许 放眼蜀州 留好退路 因此魏长天此行前往蜀州 表面上是受罚 实则却还肩负着为家族开荒的重任 儿子 你到了蜀州后 先去一次天罗教 去见见你老爷 顺便将这封信交给他 秦采真说着话递过来一个信封 他嘴里的魏长天的老爷 正是天罗教教主 秦正秋 娘 我知道了 魏长天点点头 将信封收好 在抬眼时 前面却又出现了一个信封 正是那晚 自己交给魏贤智的保命信 目前来看是没用上 爹 将信封拿在手中 魏长天想了一下后 还是问道 这信你看了吗 没有 魏贤智的眼神 有些复杂 他确实没看信 但一想到这信中 所写内容的价值 居然抵得上玄境思两位 心里便又有点不安 长天 我知道你有事 瞒着我跟你娘 你既然不愿意说 我们也不问 不过你要记得 今后行事 一定要万分小心 蜀州不是京城 很多事 你要自己拿主意 我们也帮不上你 这是魏长天第一次 见到魏贤智 如此虚导 他一直听完 然后又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后竟然是将保命信 重新放回到了桌上 爹 这信还是你留着吧 如果魏家以后 遇到什么大的危机 还是直接将信 拿给宁永年看 应该便能渡过去 魏贤智看着信封愣了一下 旋即重重 拍了拍魏长天的肩膀 虚实没 春生书方 借着烛火 魏长天随意拿起 几本书翻看了一下 心里有点百感交集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这里 想不到 就已经是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的 最后一次了 西游记 卖得很火 而扑克牌更火 已经在整个京城 形成了一股燎原之势 据说不少青楼里 打茶为食 都不完非花令 投壶之类的传统项目 改成斗魔头了 也不知道 等麻将问世之后 又会是何种场面 魏长天扎扎嘴 将手中的剪装板 西游记 放回到货架 而李扬也在此时 将杨柳诗带来了 魏兄 我先出去了 这里绝对安全 你们尽管放心说话 李扬很识趣 把人送到后 就又从暗门撤走 魏长天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 问向有些惊喜的杨柳诗 在这里住得怎么样 很好呢 杨柳诗坐到旁边 无嘴笑道 李公子对我很照顾 一直好吃好喝伺候着 凤七管没找你 怎么会没找 可他们哪里能找得到我 也是 魏长天点点头 顿了一下后才叹气道 唉 我的事 你肯定都听说了 后天一早 我便要离京 至于你以后该怎么办 我在狱中时 也有了一个大致的打算 你暂且听一听 如果愿意的话 我便替你安排好 如果你另有打算 那就当我没说 魏长天原本是想着 将杨柳诗安排进 尚未暴露的共计会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说呢 后者就抢先一步打断道 公子 我要跟你走 跟我走 魏长天一愣 你知道我要去哪吗 就跟我走 不管公子去哪里 杨柳诗突然凑过来 几乎是舔着魏长天的耳裤 倾土香兰道 我都要跟着去 魏长天扭头看着 那双寒情默默的大眼睛 不由得好笑道 你不是还要救 你们的妖王之子吗 对啊 所以我更要跟着公子呀 杨柳诗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公子可是答应过 我要帮忙的呢 我若是不跟着你 万一你赖账怎么办 可 这事当然我记得 魏长天浑身燥热 微微转了转脑袋 我既然答应了一年之内 帮你就出他 那就肯定会做到 奴家自然是信的 不过 杨柳诗低了低头 轻声道 不过公子 还没说肯不肯 带奴家走呢 你愿意去就去吧 魏长天对此倒无所谓 杨柳诗如果真跟去蜀州 正好还能给他 困苦的边疆生活 增添点乐趣 行了 今日就这样吧 我先走 正式谈完 魏长天便准备撤 不过还没等他站起来呢 杨柳诗却突然伸出小脚 在他腿上柔柔地蹭了两下 公子 青纱退下一半 香肩微露 春色满堂 你在那天牢里待了半月多了 可想奴家的身子 这话问的 看不起人是不是 魏长天一脸严肃 朝不保夕 哪里还顾得上想这种事情 杀群又滑落几寸 可奴家想公子了呢 春生书方第一次名副其实 高高的太师椅 晃得厉害 一个时辰后 魏长天在李扬钦佩无比的眼神中 走下马车 回魏府的路上 两人聊了不少 李扬拍着胸脯 保证要在三年之内 将春生书方的分号开遍天下 并且表示 有空一定会去蜀州看魏长天 魏长天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且表示自己 先去蜀州探探路 等李扬 真去的时候 一定带他好好体验一番男方女子的风情 李扬说 京城的青楼中也有不少男方女子 并且感叹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跟魏长天一起逛过窑子了 魏长天感慨确实如此 并且当即扭头又钻进马车 上演了一出过家门而不入的戏码 古有大雨至水 今有魏长天陪兄弟逛窑 此情此景 任谁不要赞上一句 兄弟轻身 欲 又是两个时辰过去 马车再次停稳在魏府门口 魏长天拖着疲惫的身体 一路回到院中 很快就在外屋看到了 已经苦苦等了一夜的陆静窑 他第一时间迎过来 小巧的鼻子耸动两下 明显是又闻到了别的女人的味道 不过这次陆静窑倒是没再质问你干嘛去了 之类的话也没生气 只是小声问道 你饿不饿 要不要再吃点东西 不饿 魏长天摆摆手 那我让人去烧洗澡水 不用 我刚刚洗过 樱桃小嘴张了又张 一声委屈巴巴的 轻轻响起 魏长天见他这副样子 不由得一阵好笑 脚下一顿扭头说道 跟我进屋 神 什么 路径摇一愣 灯石变红了脸 心中一番天人交战 好半场过后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不过却发现魏长天已经自顾自走出一段距离了 于是便在身后着急喊道 你 你等我一会儿 我 我要先回一下房间 一出箱后 陆静窑就跟要上战场一样 咬着嘴唇 轻轻推开了魏长天的房门 他脸上明显补过妆 袖中 还藏着一块白绸缎 来了 坐吧 屋中的烛光不怎么亮 因此 魏长天并没注意到这些细节 只是挥手示意陆静窑坐下 你困不困 要是不困的话 就听我把西游记 讲完 正好剩下的也不多了 啊 陆静窑屁股才刚刚挨到椅子 文言一下子又站了起来 你 你喊我进来 就是要给我讲西游记 对啊 不然你以为呢 没 没什么 陆静窑疯狂摇头 然后便着急忙慌地 伸手去拿旁边的笔墨纸燕等物 准备做记录 不过 啪哒 白绸缎字绣中滑落 正正好摔在二人中间的地面上 陆静窑 魏长天 求求了 给今儿放个假吧 大约就是这样了 都记下了吗 昏黄的烛灯微微摇晃几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魏长天总算是把西游记给讲完了 按照原著所写 师徒四人最后求正果的得正果 求长生的得长生 求宝石的得宝石 求脱离痛苦的脱离痛苦 算是个喜剧结局 当然也有人觉得是悲剧的 这里就不多讨论 但反正光凭妖怪 竟然成了神仙这一点 就百分之百不符合大宁官方 妖无可涉的价值导向 因此 为了保证这本书能顺利出版 别惹上什么麻烦 魏长天干脆直接魔改了一个结局 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个妖怪 一个又被镇压了五百年 一个直接被一掌拍死 唐僧和沙僧两个 倒是基本跟原著一样 一个成了佛 一个成了金身罗汉 别管这个结局合不合理 够不够艺术 写小说 首先保证 别被404才是真的 魏长天口干舌燥地喝了口茶水 陆敬尧也将笔轻轻割下 嗯 都记下了 他对这个结局并没什么疑问 犹豫了一会儿才问到 西游记 之后 还有下本书吗 下本啊 魏长天知道陆敬尧什么意思 不过此事 他现在也拿不太准 可能有 可能没有 如果有的话 我会写出来寄给你的 哦 陆敬尧低了低头 沉默半晌后 突然以微不可闻的声音又问 我 我能跟你去蜀州吗 魏长天有点惊讶 你也要跟我去 爷 陆敬尧茫然地抬起头 可 察觉失言 魏长天赶紧敷衍过去 这不重要 关键是我此行不可待家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可以扮作丫鬟的 陆敬尧脱口出一句 看来是早就想好了办法 扮丫鬟 魏长天一愣 行事行 但你总不能办三年丫鬟吧 我能 陆敬尧毫不犹豫地表态道 我 我能吃苦 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我的身份 肯定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这 看着那张充满期待的俏脸 魏长天一世间有些纠结 说实话 他其实到现在都不太知道自己 对陆敬尧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 要说完全当他是个工具人吧 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可要说喜欢 也算不上 他最初留着陆敬尧 只是想多赚点系统点的 不过后来 却也慢慢适应了 院子里永远有一个会生着闷气等 自己回来的女人 过了好久 一个声音才打破屋中沉默 还是算了吧 陆敬尧就像是被一柄隐形的锯锤砸中 身子猛然晃了一下 他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但还未等说话 便又听得魏长天继续说道 不过我曾经说过 你只需要在魏府留半年 半年之后 我不会再管你要做什么 到时候 你若还想去蜀州 那便去 陆敬尧瞬间变得惊喜 激动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看着他如此开心的样子 魏长天表面没什么反应 实则却是暗叹了一口气 唉 也不知道这么做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9月27 天还未亮时 魏长天便起了床 他此去蜀州所带之物 都已搬上了马车 回头看了一眼 稍显空荡的房间 心中不免有点感慨 满打满算 穿越了还不到三个月 想不到 这就要挪窝了 这三个月 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初在演武堂立下的百胜誓言 还差十胜 答应得要跟孔长贵一起逛窑子也没去 共济会尚未发挥出钉点作用 还有几只剧情中的妖怪 没来得及杀 更重要的是 有一个人没去 魏长天出来后 去找过徐清晚 孔长贵说他 告病回家了 他便又去了徐家 可依旧没见到人 在徐家门口等了整整一下午 直到最后 才有一个小丫头 出来递给自己一截红绳 魏长天不知道 徐清晚为何不愿意见自己 只当是他受不了这离别之苦 相见识难别一难啊 摇了摇头 伸手抓起桌上的龙吟 脉步走出房间 绑在刀柄上的红绳 随风晃动 一如那抹鱼青丝间跳跃的红霞 回身关好房门 又看了眼躲在窗户后面 偷偷望着自己的路径摇 魏长天笑了笑 叮嘱一句 别忘了给巧琳的东西 咕噜咕噜 残月洒下白光 车咕噜碾过青石路面 马脖上的一铃晃动 魏长天没让任何人来送 此时车上坐着的除了自己 便还有正在悄悄抹眼泪的渊 和一个精壮汉子 王二因为要打理共济会的事情 便被魏长天留在了京城 这汉子便是他选出来的接班人 名字同样很敷衍 张三 法外狂徒 他终于来了吗 随手撩开车帘 看着有些熟悉 又有些陌生的景物 自眼前一一闪过 不多时马车便驶出了城门 此刻太阳还依旧没有升起来 深秋的尘雾格外重 沉甸甸的露水挂在 关道两侧的草叶之上 晶莹剔透 前方有百余骑轻甲士兵 早已等着了 为首地除了一个朝廷派来的监官之外 还有一男一女 正是树丸直 恰好要回蜀州的梁振 以及神色有些复杂的梁庆 哈哈 贤知 你不下车 再看一眼京城吗 似乎是为了缓解魏长天的愁闷之情 梁振笑得很大声 不过魏长天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 只是同样大声笑道 梁叔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有何好看的 那咱们现在就走 走 一百余骑 外加五六辆马车 缓缓动了起来 不多时便消失在关道尽头 身后的京城依旧在沉睡 天边却已见白 三日后 玄境司 柳叶处 周城看着病玉归来的徐清晚 脸上有点惊讶 徐总齐 你今日怎地没绑红绳 徐清晚愣了一下 没说话 自顾自走开了 周城疑惑地摸摸脑袋 只当是徐清晚忘记了此事 第二日 周城再见徐清晚 又问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却依旧没有得到答案 第三日 周城又问 第四日 还问 一连问了五日 周城这才隐约琢磨出了原因 从此不再问了 又过去两个月 这日周城正在处理 跟几个差异斗魔头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就在他离胜利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头绑红绳的徐清晚 却突然出现了 周城 我要离开京城了 啊 周城瞬间扭回头来 连下加十七张牌秒了 自己都没注意到 离京 你要去哪 有任务 不是 徐清晚笑了笑 很甜 我调去蜀州了 卫福 陆敬尧披着厚厚的斗篷 推开院门 脸颊红扑扑的 秋云在旁边抖了抖直伞 笑着催促道 夫人 这雪太大了 咱们快些进屋暖暖吧 嗯 陆敬尧点点头 不过走了两步后 却又突然停下脚步 伸手接了一片雪花 秋云 你说蜀州会下雪吗 夫人 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京城 怎会知道这些 秋云无嘴笑道 您是不是又想给公子写信了 这个月 您都写了五封了 您又取笑我 陆敬尧做事要去打秋云 这里面还有一封是替你写的呢 呀 夫人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你莫跑 二女一个逃一个追 小院中一时间竟有些热闹 而也就在这时 又有另一个同样熟悉的声音 自院外飘了进来 大鬼 你怎么这样笨 跑快一点呀 汪 汪汪汪 第一句 那位公子就这样带着约和张三离了京城 直奔蜀州而去了 各位看官 咱今日便讲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说书先生将手中醒目 重重拍在桌面 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且听下回分说 谢谢各位爷捧场 谢谢各位爷的赏钱 说书人这边宣布完工 茶馆中众人却是不干了 怎么 这就完了 接着讲啊 就是啊 那狐妖不是要跟去吗 又在哪里 对啊 还有萧峰 他又如何了 快些讲 赏钱大大的有 一时间 无数铜板碎银飞进说书人面前的小铜炉里 发出叮铃光浪的脆响 不过却也有些脾气暴躁的汉子 更直接一些 竟是直接将腰间配着的各式兵刃 啪的一声拍到桌上 有剑 有锤 有斧 有符 有棍 最夸张的是一把大刀 竟足有一仗之长 说书人见得此景一阵哆嗦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各位各位 今日是真没有了 小子已经连着讲了一月有余 总要歇歇嗓子 歇个屁 拿那大刀的汉子 一声怒喝打断道 赶快给老子讲 否则 叫你做不了男人 啊 说书人脸色惨白地缩了缩脖子 赶紧求助似的 看向其他好汉 好在其他人还算明白事理 纷纷开口解为道 算了算了 就让他歇个半日 又能如何 说的是 这等好故事 我已许久未听过了 好事多磨吗 快把你那刀收起来 别吓着先生 对对对 有我这把脆梗剑就足够了 听闻众人都这样说了 那持刀汉子 总算是勉强将刀收了回去 不过嘴里 却是依旧不依不饶 哼 今日不讲也行 不过 你得先告诉我们 下一回叫什么 被汉子这一勾动 众人顿时附和道 是啊是啊 小先生你就说说吧 你要是不说 怕今日是出不了这门了 看到这银元宝没有 说了 你的 不说 没了 可 那我便提前说说 被逼无奈之下 说书人总算是干咳一声 答应了这个要求 他脸色正经几分 目光扫过四周 茶馆中慢慢归于安静 然后便有一个清朗的声音缓缓响起 醉卧美人息 醒卧杀人见 不求连城壁 但求杀人拳 各位看官 下回咱们要讲的是 说书人稍作停顿 旋即一字一句出声高炕道 扶摇直上 九万里 滑 如同临过一场暴雨般畅快 茶馆里顿时响起一片哗然 不过带大家回过神来再看时 说书人却已不见了踪影 与其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尊装满了赏钱的小铜炉 人虽然不见了 但那最后一句话 却是余音绕梁 久久不散 扶摇直上 九万里 第二日一早 茶馆中便坐满了人 只是大家等了半天 那本该早就来到的说书人 却迟迟没有现身 小二 怎么回事 说书先生怎么还没来 是啊 老子瓜子都特么磕了一盘了 我看你这店是不想开了 我刀呢 一片骂声中 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的小丝 慌张跑了出来 满脸紧张地弯腰搓手道 各位老爷 他 他今日可能不来了 什么玩意儿 不来了 你给我说清楚 操 害老子白等了半天 大伙动手吧 把店给他砸了 刷刷刷 各式兵刃再次掏了出来 而小丝则是一边哀嚎 一边手脚并用的 想要阻拦一二 各 各位老爷 他不来关 我们茶馆何事啊 别砸了 别砸了 就在茶馆中乱作一团之时 某个离此处不远的小院中 那说书人 却是正在揪着头发 苦恼不已 到底该从哪讲起呢 哎呀 好苦恼 实在想不出来了 不行 先上一日 可会不会被砍啊 一想到那三丈长的大刀 说书人又是一阵胆战心惊 但是 不管了 就些一日又能怎样 朗朗乾坤 他们还能真砍落不成 既然打定了主意 说书人瞬间便放松下来 一头躺回到床上 不过躺了一会儿后 他又觉得无趣 总觉得要找点乐子 好不容易些一日 做点什么好呢 听说满春楼 来了几个歌舞巨家新人 要不 杀 说书人立马翻身下床 从铜炉中抓了一把赏钱 便脚步匆匆地推门而出 小娘子 我来了 十月初一 放到前世 一提起这个日子 大部分人想到的 都会是国庆 甚至可能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其实农历的这天 是每年三大鬼节之中的寒衣节 祭奠先王之人 为之送寒衣 寒冬将至 给已故的亲人 送一些遇寒的衣物 顺带给孤魂野鬼送温暖 有钱人家会烧针的衣裳 普通家庭变粉五色纸做代替 若是实在穷困 烧些皇纸也说得过去 没人知道 这三者究竟有何区别 到底哪个方法 送去阴间的衣物更暖 反正都是惊人 对故人的一份怀念和悲悯罢了 正午时分 位于潭州地界的一处驿站里 陆续迎来了不少 刚在旁边山上寄过祖的百姓 他们大都自己带着吃食 只是在此处歇歇脚 顺便讨完水来泡干粮 好在管理这驿站的一程 也是个心善之人 直接在门口摆了几个大木桶 其中装着甘甜的井水 任由来往之人取用 有人取完水 会在旁边放一两枚铜钱 有人实在心疼之前 便高声喊一句谢官老爷赏水 虽无应答 但也算不白喝这水了 旁边的矮山上 依旧有青烟飘荡 驿站里外安宁祥和 眼见这个赏五就要这么过去 关到尽头 却突然扬起一阵烟尘 旋即便有百余骑轻甲军兵 护着几辆马车急驰而来 虽不算大阵仗 不过在场的乡下人 却没几个见过 因此 立刻便吸引了一众目光 有一族慌忙从驿站中出来 跑过去高声问道 诸位军爷可是要再次休整 官碟能否拿给小人一瞧 军兵中有人翻身下马 递过一碟通关文书 我等在此只谢一个时辰左右 你去弄点吃的过来 一族接过官碟 只看了一眼 表情便瞬间变得惶恐 不过此人也算是机灵 很快便将目光锁定在梁振身上 见 见过总兵大人 嗯 梁振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旁边有兵族 立刻出声喝道 行了 还不快去准备吃食 是是是 一族忙不迭 躬身殷生 不过表情却有些为难 军爷 此处只是一座小翼 一时间怕是背不出这样多的饭菜 有多少背多少 怎地这么多废话 啊 军爷息怒 军爷息怒 小 小人马上便将饭菜送来 一族本来还想请梁振去驿站中休息的 这下也不敢问了 赶忙跑走去准备饭菜 不远处的老百姓听不清他们说的话 依旧在往这边看 时而还会压低声音说几句闲言碎语 这些官军好生威猛 也不知是何处的兵 亲家 应当是南边的那几个州府吧 咦 起码的女子好俊秀 当真是英姿飒爽 那丫鬟打扮得也不错 模样比咱东家的几方夫人都要好 快看快看 马车上又下来一个穿红裙的 说话的两人突然沉默了 眼睛瞪得贼大 好半晌过后 他们才喉结如动一下 不约而同地一起咽了咽口水 这 这是仙女儿吧 呼 马车旁 魏长天伸了个懒腰 抬眼看向前方凹字形的矮山 一道贯穿上下的峡谷将矮山分作两半 仿佛是天府在山巒中奋力劈开了一条缺口 此时山中树木已少有绿色 大片红黄韵染开来 颇有几分豪迈质感 则则则 这要是放到前世 随便开发一下就是个5A景区 魏长天暗自撑到了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又把视线转移到旁边的杨柳诗身上 他是前日跟自己会合的 一出现便险些引起梁振这一百多号清兵的骚动 其实这还好 关键是梁振都差点骚动了 红颜祸水啊 我建议你以后能不下车的话 就别下车了 魏长天一本正经的劝道 实在不行就整个面具或者面纱之类的戴着 哥哥喽 公子是吃错了吗 杨柳诗也不管周围人来人往的 回头搂住魏长天的胳膊娇声道 可奴家天生就这般模样 自己也没有办法呢 快拉倒吧 你压天生是只狐猎 魏长天心里吐槽一句 摇摇头道 我没那么小心眼 主要是替别人着想 公子为何这样说 你看那个人 魏长天指了指不远处 一个正在呲牙咧嘴揉额头的君汉 他刚才就是因为偷偷看你 然后一头撞到树上了 还有那个 也是因为看你 撞到马屁股了 最惨的是那个 拴马的时候 把将绳拴自己身上了 杨柳诗张着小嘴挨个看去 很快便被逗得乐不可知 而他这一笑不要紧 周围立马又有嘈乱之声响起 很明显又有人中招了 魏长天一阵无奈 刚想把杨柳诗弄回马车上去 梁庆却在此时走了过来 长天哥 饭菜送来了 我们去吃吧 他先是跟魏长天说完话 然后又瞥了一眼杨柳诗 略显冰冷地补了一句 柳诗姑娘要一起来吗 我啊 杨柳诗不去看梁庆 只是寒情默默地望着魏长天 我听公子的 梁庆看着样貌身段 都要比自己强的杨柳诗 一下子想起 那晚在魏府他跟魏长天说过的话 你要是非得娶我 我也会嫁 但我更希望我们做兄妹 结果 梁庆有些气恼 借用前世的话来说 就是突然有种小丑 竟是我自己的感觉 想到这里 他冷不丁蹦出来一句 哼 吃饭这种事 柳诗姑娘自己都做不了主吗 我并非做不了主 杨柳诗柔声道 奴家本意是不想抛头露面的 但又怕搏了梁姑娘的面子 我又没请你 只是顺便客气一下而已 梁庆越想越气 竟然是直接伸手拉住魏长天 便往远处走 长天跟我们走 柳诗姑娘愿意来的话 自己跟来就是 啊 好好好 魏长天无奈地被拽走 心说 这修罗场来的 也太莫名其妙了些 梁庆不是不喜欢自己吗 这吃的是哪门子醋 难道说是因为自己 最近干的种种光辉事迹 被梁庆听说 从而改变想法了 也不是没可能 魏长天这边胡思乱想 而梁庆却是 一边拉着他的手 一边又扭回头 满是敌意地看了一眼杨柳诗 杨柳诗抬眼看回去 也不生气自己的男人 被别的女人拽走 甚至翘脸上 还挂着一丝笑 这笑容就好似是在说 姐妹 你压根就不懂男人 当梁庆拉着魏长天的手 出现在梁震等人面前时 大家除了有点惊讶外 倒是并没觉得有太多不妥 在场的都是五人 本来就对男女受受不轻这种事 不甚在意 再加上都知道 两人曾经关系亲密 于是此刻便都当没看到 长天 快来 梁震招呼了一声 众人纷纷在桌边落座 桌椅等物 是一城刚刚带人 从驿站中搬来的 就摆在一棵大槐树下的阴凉处 其上已经摆了不少碟碗 虽无好菜 但也算丰盛 几人没那么多讲究 坐下就冻块开吃 一边赏着远处的山景 一边聊这些闲话 一个副将开口汇报道 将军 公子 咱们现在已进了谭州地界 晚上便能赶到中林县 此县算不得多大 卑职已先派人进城 通知了官府 对了 据说县城西面 有一名为断天的骑山 将军和公子有兴致 可以去看看 梁震他们回京时 没走谭州这条路 因此 这几日 一路所欲景色还算新鲜 每到一处 总会去当地的奇观庙景转一转 本是一趟压界犯人复边之旅 现在反倒颇有点像秋游 当然 这样一来 行径速度肯定就要慢一些 不过看起来 大家都不怎么在意此事 反正没什么要紧之事 边赶路边游山玩水 也挺好的 只是断天这山名 梁庆眉头一皱 发表了反对意见 这山不好 跟长天哥的名字犯冲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这 梁震文言也反应过来 立刻硬喝道 倾儿说得对 这山一听名字 就没什么看透 钟灵就不多呆了 在县城歇一晚 便接着赶路 是 将军 那副将赶忙放下筷子 拱手承认错误 公子莫怪 此事 是小人考虑不周 没事 魏长天哭笑不得的摆摆手 心说 古人的讲究就是多 他明明还挺想去这山看看的 但现在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门头继续吃饭 五人吃饭普遍比较快 没多久功夫 众人便将肚子填了个八分饱 长天哥 你吃饱了吗 梁庆在旁边小声问道 嗯 饱了 魏长天撂下筷子打了个宝格 随意看向四周 直到视线某处停下 那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 身上穿着明显不合身的麻布衣裳 头发也乱糟糟的 她似乎有点怕人 既不敢靠魏长天众人太近 也不敢靠驿站太近 就孤零零地坐在两处中间的石头上 手中捧着一个杂粮磨磨 慢慢地吃 顺着魏长天的目光 梁庆也注意到了这个惹人脸的小丫头 一下子心头便涌了上一股不忍之意 她犹豫片刻 立刻便挥手将一君族招至身边 却将那小姑娘带过来 说话轻一点 别吓着她 是 君族应了一声 走到那小女孩旁边 弯腰说着什么 看得出那丫头有些害怕 不过最后还是背起一个大竹筐 怯怯地跟着君族走了回来 她在在离众人几步远的地方站定 低着头部说话 你别怕 我们不是坏人 梁庆笑着挥挥手 过来一点 小女孩抬头看看梁庆 可能是 感觉她确实不像坏人 终于迟出着走近了一点 你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 梁庆拉起她的小手问道 酒 九岁 叫阿春 女孩的声音很好听 就是音量太小 似乎来阵风就能给吹散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爹娘呢 梁庆又问 在那里 小丫头怯生生地指了指不远处的矮山 梁庆跟魏长天对视一眼 又看了看竹筐中的火折子 皆明白这小丫头的爹娘 怕是已经没了 她今日应该便是去山上上坟的 这种自幼丧亲的情况 在这个年代 其实并不少见 若是男孩还好 可能还会被其他亲戚收养 但要是女孩 大概率便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 最终饿死冻死的并不在手术 哎 梁庆轻轻叹了口气 回身从桌上盛了一大碗饭菜 递到小女孩手里 饿了吧 吃些东西 我 阿春努力咽了咽口水 又将碗摆回到桌上 夫人 我带了干粮的 夫人 梁庆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明白过来 对于这种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孩子来说 老爷和夫人 应该便是他们所能知道的 最尊敬的称呼了 梁庆笑了笑没有去纠正 而是柔声细语地劝道 不用不好意思 这些饭菜你不吃 我们也要丢掉的 啊 阿春一愣 大大的眼睛不解地忽闪着 似乎是想不明白 如此好的饭菜 为何要丢掉 那 那我吃 他纠结了好一会儿 终于再次将碗筷拿起 在梁庆的眼神鼓励下 小口小口吃了起来 梁震等人 见状没说什么 依旧在自顾自地聊天说话 很快 阿春便将一大碗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可能是因为 太久没吃过这样饱 小丫头居然压制不住地打起了嗝 喝点水 吃饱了吗 梁庆笑着 又递过去一碗清水 吃 嗝 吃饱了 阿春喝完水 却依旧没止住嗝 小脸羞得通红 谢谢 嗝 夫人 不客气的 梁庆想要替他拍拍背 不过阿春却在这时 突然弯下身子 将竹篓中为数不多的山货 抖了出来 野山菇 野木耳 还有几位药材 他一面打嗝 一面将这些东西归拢到一起 又用一根草绳 仔仔细细地绑成一捆 轻轻放到梁庆脚边 夫 夫人 这些给你 拿回去 我不要你的东西 梁庆拎起山货 想要塞回到竹篓里 但阿春却后退一步 低头认真道 夫人给我饭吃是心肠好 不是我理所应当的 梁庆的眼神有些惊讶 他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而阿春则在此时 又冲着众人拘了一躬 然后便背着空空的竹篓 往远处走了 瘦小的身影 很快就走出一段距离 梁庆沉默半赏后 不由地跟魏长天感叹道 想不到这孩子竟这样懂事 是啊 魏长天看了眼脚下那款山货 这些东西 他若卖掉换做粮食 估计还能多吃些食 梁庆瞬间愣住了 魏长天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摇摇头 从袖中抖出一块碎银 随手往远处一丢 银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正好落进了阿春的竹篓中 太阳落山时 魏长天一行人 赶到了中灵县城 确实如同那副将所说 这县城并不算大 城门破破旧旧的 城墙上还长着青苔 明显是常年疏于管理 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 不外乎两种 一 此地的百姓太穷 二 此地的官太富 从县令那同样破旧的府邸来看 中灵县应该属于前一种情况 梁大人 乡下地方 实属寒酸 晚宴时 瘦瘦的县令表情紧张 满是歉意道 饭菜若是不合胃口 还望诸位别嫌弃 王大人这是什么话 我等都是整日风餐露宿的粗人 能有口 热壶饭就不错了 梁震没什么架子 大笑两声 便率先动快 县令轻轻松了口气 脸上有些感激 众人纷纷开始吃饭 虽无好菜 亦无好酒 但多少要比中午在驿站 吃得那顿好一点 魏长天一边吃 一边看了两眼衣服上 还打着补丁的寿县令 心说 看起来 这倒是个清官 只不过这中陵县地处交通要道 并不是那种鸟不拉屎的破地儿 也不知道 为何会在他的治下这样穷 梁震似乎也有此疑问 因此吃了一阵后 便随口问道 王大人 这一路行来 我看中陵地界的土地 还算肥沃 又紧挨一条宽河 为何本县会如此穷困 这 寿县令文言 有些愧疚地放下筷子 老脸一红 说不出话来 梁震也没拿官职去压他 只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王大人别往心里去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若不愿意说便算了 唉 寿县令张了张嘴 最后长叹一口气 似乎是想说 却又不敢说 而就在此时 魏长天却突然开口问道 王大人 钟陵县的匪患 怕是挺严重吧 这 寿县令一愣 这位公子 您何出此言 他不知道魏长天的真实身份 还以为是梁震的家眷之类 魏长天当然也不会闲得 没事自我介绍 我就是那个宰了宰相的魏家公子 只是一边吃菜 一边解释道 沿路我们经过了几处村子 可过村时 竟不见一个村民 家家户户皆是 门窗紧闭 但又明显不是荒村 可见这些村民 应当是听到马蹄声后 便躲起来了 寻常百姓竟如此怕马 除了山匪 我想不到别的原因 再加上 今日虽说是寒一 但一路上祭祖烧纸的人 未免也太多了些 且那些坟也多是新坟 所以我才会有如此猜测 魏长天几句话说完 桌上众人看向他的眼神 都有些惊讶 这些事 他们也都看到了 但却从未想过这么多 那受县令的表情 同样有些讶异 他犹豫了好一阵 终究是苦涩地点了点头 这位公子说得没错 近些年来 本县确实匪患严重 百姓苦不堪言逃走了许多 所以才会如此颓凉 既然有匪 为何不搅 良庆疑惑 小姐有所不知 并非我不搅 受县令语气很痛苦 而实在是有心无力啊 连年闹匪 耕地大片荒废 很多农户 更是连田赋都交不齐 百姓穷 衙门便也穷 哪里有钱养官差 说出来 也不怕诸位笑话 整个中林县的捕快 加上官兵 一共还不到百人 又如何敢去搅匪 明知有匪却搅不得 眼看着中林几十万百姓 受苦受难 是我无能 是我无能啊 这 看着垂胸顿足 机遇落泪的受县令 众人皆是漠然 这中林县 未免也太惨了点吧 这么大的地方 结果连一百个官兵都养不起 自己搅不了 为何不上报周牙 让他们派人来搅 良庆皱着眉头又问 自然报了 但周牙出兵所需的开销 却是要由县衙承担的 中林县实在难以凑出那样多的钱 受县令咬着牙 握紧拳头颤抖道 再者 光凑够军饷还不行 还要有钱打点周牙里的那些老爷 我 我实在是 房间中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默默看着破一啰嗦的受县令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直到魏昌天又突然开了口 王大人 钟林现在小 城中各种商铺店家应当也不会少 让他们每家捐点银子 也差不多够请周牙出兵的花费了吧 我哪里没有试过 受县令摇了摇头 可除了少数几家外 其他人却连一钱银子也不愿意掏 他们都觉得自己躲在城中很安全 压根不在乎城外那些百姓的死活 不愿意掏 魏昌天看傻子一样 看着受县令 那就拿刀逼他们掏啊 这 受县令一时间愣住了 好半赏才憋出一句 公 公子 此乃不合律法之事 他这句话说出来 众人立刻都明白 钟林县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没钱缴匪 所以匪人猖獗 所以百姓死得死逃得逃 所以更加没钱 所以匪人更猖獗 好一个恶性循环 照这样下去 估计用不了几年 整个钟林县就成匪窝了 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想发设法搞到钱 为保上面人的肚子 请周牙出兵剿匪 只要匪患一灭 所有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可问题就在于 这位王大人实在是太倾态正了 他不愿意花钱去巴结周牙的老爷 也不愿意通过违法的方式 来逼迫商户捐钱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匪患迟迟得不到解决 且越来越严重 魏长天咋咋嘴 突然想到康熙说过的一句话 清官不一定是好官 现在看来 还真颇有点道理 这顿饭吃到后面 实属有些沉闷 梁震等人 听完钟林县的情况后 深表同情 然后继续吃饭喝酒 并没有要去帮着剿个匪之类的意思 毕竟这是谭州地界 他一个蜀州总兵带人 在人家地盘上剿匪 虽然受宪令肯定会感恩戴德 但谭州府衙的那些大人们会如何想 那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梁庆之外 大家都当梅太把钟林县的匪患当回事 吃饱喝足后 就从寿县令家告辞 回到客栈各自休息 准备明日早起继续赶路 但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不愿意去招惹麻烦 麻烦却主动找上门了 魏长天差不多是在丑时 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的 迷迷糊糊从床上坐起身子 劈好外套后喊了一声 王二 枝呀 房门被轻轻推开 闪身进屋的黑影低声应道 公子 我是张三 哦 习惯了 魏长天揉了揉额头 不慎在意地开口问道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吵 是王县令来了 他大半夜地跑来干什么 城外有山匪图村 张三跟王二不同 没那么多废话 基本是魏长天问什么 他便答什么 王县令来求梁大人出兵剿匪 这要巧 魏长天一愣 人也清醒了几分 梁震答应他了 暂时还没有 张三摇摇头 梁大人对此倒无所谓 主要是梁庆小姐想要帮忙 不过曹大人却是反对的紧 两人此时正在外面吵 张三所说的曹大人叫曹叔 是这次押送魏长天去蜀州的监官 他肯定是怕节外生枝 所以才不愿意梁震失缘的 我去看看 魏长天想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穿好衣服 翻身下床 想不到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享受到赶个路 都能出现意外的主角待遇 就是不知道 隐藏在这背后的 究竟是收获还是危机 走到客栈大堂 果然一众人都在 那受县令 正满脸急切地站在梁震身边 额头上通红一片 甚至还有血丝渗出 很明显 他刚才应该是为了求梁震 出兵跪下磕头了 县令的能力如何暂且不论 但为了百姓能做到如此程度 这份爱民之心 倒是没什么说的 梁小姐 王大人 我并非是那冷血之人 见忠灵县百姓 枉死在匪刀之下 同样也难受得很 另一边 梁沁似乎刚刚说完话 此时正轮到曹书发表意见 他看了看愤愤不平 望向自己的梁沁 沉生解释道 但我等此行有重任在身 如果因为多管闲事 出现了什么意外 救人性命 怎可称作多管闲事 梁沁反应很快 立马就抓住了 曹书话中的措辞问题不放 曹大人 你可是朝廷命官 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 曹书一阵哑然 而梁沁则在此时 正好看到了从楼梯上 走下来的魏长天 连忙打岔道 贤侄 把你吵醒了 没有 我恰好也没睡着 魏长天摇摇头 听说是由匪人图村 是 梁沁有些无奈道 王大人想请我们出兵 赶走匪人 这种事 魏长天笑了笑 梁叔您拿主意就是 有何好吵的 唉 我这不是 贤侄你觉得该当如何 梁振看了看梁沁 而魏长天 也立刻懂了他的意思 看来 梁振是倾向于 顺便帮一把的 他没兴趣主动 带人去剿匪 但既然现在正好赶上了 他还是不忍心 不管不顾 从这件事上来看 这妇女俩人的性子 倒是差不多 魏长天也没立刻表态 而是先看着寿仙令问道 王大人 这剥匪人有多少 实力如何 据回来禀报的官差说 有差不多百余人 实力最多不过六品 寿仙令看出 梁振好似很重视 这个年轻公子的意见 虽然不知原因 但还是扑通一声 又一次跪倒在地 颤巍巍地俯身叩头 恳求公子劝梁大人 救救那些百姓 老朽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啊 周围有人立刻去搀扶 而魏长天 却依旧站在原地 再次看了一眼梁振 见后者冲自己微微点头 确实有失言之意 他这才沉声道 王大人 忙可以帮 但有些话 我却要替梁舒适 先说清楚 正如曹大人所言 我等此行有重任在身 绝不能因小失打 因此 如果那群匪人太过彪悍 我们到时候有心无力的话 还望王大人不要怪罪 不会 一定不会 寿仙令一听这话 眼泪都快下来了 赶忙冲着几人 又连连叩头 魏长天也不去管他 而是悄悄 走到曹叔身边 压低声音道 曹大人不必担心 我会借机逃走之类的 大不了我等下一起跟去就是了 曹叔闻言 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 他看了看字出现后 就一直十分平静 沉稳的魏长天 突然摇头感叹道 魏公子 朝廷说你是一时冲动 才杀了柳相 之前我是信的 可现在 我却是打死 也不会信了 不得不说 梁振这百余号清兵 确实训练有素 从被叫起来 到穿挂整齐上马出城 总共用了也就一炷香的功夫 只不过 此时距离官差 回来报信 却已过去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按照一般情况 这个时间足够一群山匪 将一个村子图得一干二净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魏长天等人在官差的指引下 策马赶到事发村庄时 整个村子已经没有了哀嚎惨叫 只剩下刺破黑暗的冲天火光 很明显 他们终究还是晚来了一步 其中村民已经基本死光了 不过幸运的是 那群匪人 却是还没来即走 正正好跟众人面对面撞在了一起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 山匪情报太过闭塞 又或者因为长期横行霸道 产生了一种老子天下无敌的错觉 总之 当他们见到梁振的轻甲兵后 不紧不逃 反而是大吼大叫着 举刀率先冲了过来 匪人 受死 梁庆早已怒不可遏 第一个拍马杀进匪群 瞬间便将三四个人砍翻在地 而这几个匪人也是勇猛 竟然丝毫不顾身上的伤势 爬起来便挥刀企图反击 怎奈还没等他们的刀砍在梁庆身上 自己就先被树根长矛给刺了个透心梁 紧接着又被密集的马蹄踏入尘土之中 再也没了生机 杀 呃吼 保护小姐 砰砰 叮叮当当 很快 两拨人便杀在了一起 魏长天并未上前 而是跟梁振和曹叔立马于后方 默默观察着场中局势 梁振武功太高 懒得亲自出手 曹叔未曾修行 没法出手 至于魏长天 他是求吻 不愿意出手 这又不是杀妖怪 半点好处没有不说 还有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如此出力不讨好的是他才没兴趣 再说 就目前的场面来看 也压根不需要他 虽说这群匪人 确实恨不畏死 但境界 装备 战法各个方面 都更胜数仇的青甲军 却理所应当地占据了绝对优势 不仅没死人 甚至连受伤的都没几个 照这样下去 估计用不了一会儿 便可以将匪人全部斩杀于此 兵刃碰撞之声越来越小 痛苦的嘶喊也越发稀薄 看着已经为数不多 且还在接二连三不停倒下的匪人 梁振和曹书都是一脸轻松 唯独魏长天 微微眯着眼睛 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这场并不在计划中的剿匪之战 结束得出乎意料的快 从跟匪众狭路相逢 到结束战斗 总共用了还不到一刻钟时间 整个村子重新回归安静 只有雨火燃烧房屋 所发出的噼里啪啦之声 回荡在夜色中提醒着众人 这里刚刚发生过两场屠杀 捕刀 救火 找找还 有没有火口 梁振自始至终 连马都没下 高声发出指令 清甲军立刻分成竖拨 按照命令四下行事 有人去挨个探查 匪人厌眉厌弃 有人去提水救火 有人去找幸存者 也有人将村民的尸体 陆续从房屋中拖了出来 一一排放在村口的空地处 他们大都被一刀毙命 且刀口都在心脏的位置 看着这些尸体 魏长天越发感觉不对劲 而梁庆却在此时回来了 爹 长天哥 他先是冲二人喊了一声 然后便扭头盯着曹叔 语气中有几分气氛 几分悲痛 曹大人 你现在满意了吧 若不是你 一开始推三阻四的 这些百姓便不会死 我 曹叔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而梁振则赶忙怒喝 一声解为道 气儿 休要胡言乱语 曹大人有自己的考虑 你要怪别怪这些匪人 哼 梁庆张张嘴 不过最终还是闷哼一声不再说话 自顾自走到一边 开始擦拭身上的血迹 梁振拱手跟曹叔说了些 曹大人别跟小女一般见识之类的话 然后不远处便有几个兵族 跑回来汇报情况 将军 一共是128名匪人 无一人逃脱 已全部被逼杀 兄弟们只有十几人受了点轻伤 不过死了几十匹马 嗯 梁振点点头 问道死了多少百姓 已找到二百多具尸体 还有些估计埋在了房屋的废墟中 可有活口 有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妇人 将他们带过来 是 冰族向后一招手 立刻有人便领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走了过来 妇人约摸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一身麻布衣服破破烂烂 头发也杂乱不堪 不过若是仔细观察 便能发现 她其实不论是相貌还是身段 都属实不错 要是打扮一番应该挺有风韵的 简单来说就撒字 美熟赋 而至于另一个小姑娘 众人今天中午才刚见过 阿春 梁振第一个反应过来 立刻跑过去弯腰问道 你家住在这里吗 阿春瞪大眼睛不说话 似乎是被吓得够呛 梁振有些心疼地 替她擦掉脸上的污渍 抬头看向旁边的一个兵族 后者立刻心领神会地开口解释道 小姐 我们是在一口井中找到她的 当时我等正在一处已经烧毁的屋中寻查 正好听到井中传来了落水的动静 过去查看之后 便将她救了上来 估计她起初应该是攀着井绳藏在井里 最后体力不支 才掉入水中 兵足几句话解释完来龙去脉 而阿春也在此时终于回过神来 膝盖一弯便扑通跪到地上 俯身不停磕头 谢 谢谢夫人 谢谢老爷 阿春抑制着哭声 小小的身影趴扶着 声音中充满感激 梁庆上前一步把她抱在怀里 心都快化了 这么懂事的孩子 结果命竟然这样苦 不仅爹娘没了 这一下更是连家都没了 阿春不哭 阿春不哭 梁庆一边拍着阿春的小脑袋 一边柔声道 你以后便跟着我们 好不好 夫 夫人愿意收留我 当然 梁庆笑着点点头 小丫头愣了片刻 突然眼泪就再次涌了出来 声音中满是激动和欣喜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夫 夫人您放心 我吃的很少的 也会做很多活 阿春忙不迭开始介绍自己的优点 而众人听的 则是心里有些酸楚 一个没有亲人 又刚从鬼门关上 捡回一条命的小丫头 为了活命 像介绍货物一样 推销着自己 这些兵族中很多都有妻友 此时难免会想到 万一自己哪天死了 家中的妻儿 不知又该如何活下去 有人黯然神伤 不过梁震此时 却颇为苦恼 因为梁庆 已经像这样收了不少丫鬟了 倒不是说梁家养不起这么多人 只是这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 天底下那么多可怜之人 总不能见到就收吧 可这种事 她又拗不过梁庆 最后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扭头看向那个妇人 随口问道 你又是如何活下来的 大人 妇人打钢材 就一直在抹眼泪 如今听到终于问到自己 便立刻大声哭喊道 我方才一直躲藏在家中柴堆里 听到外面打斗声 停了才赶出来 正好碰见了几位军爷 旁边几个兵族点了点头 证明确实是这样 你家中其他人呢 梁震又问 死了 男人 儿子 都被那群寡千刀的匪人给杀死了 妇人悲痛欲绝地哀嚎道 只留下我一个女人 该怎么在这个世道上活下去啊 早知如此 还不如让那匪人将我也杀掉算了 呜呜 如果说阿春给人的感觉 是心酸和心疼的话 那此刻这个妇人便是凄惨了 如果村子中其他人没事还好 她一个寡妇或许还有些活路 但现在整村人都没了 她又已是这般年纪 恐怕除了流落进窑子之外 再无他选 众人又是一阵漠然 而就在此时 魏长天却突然说了一句 十分不合时宜 甚至是无比刺耳的话 既然活不下去 那你不如干脆 现在就去死吧 一时间 所有人都无比惊恶地 看着魏长天 不知道他为何要说这样的话 不管这夫人的身份怎么低贱 这都是一个 刚刚丧夫丧子的可怜人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魏长天却紧接着做了一个 令他们更为惊骇的举动 只见他说完话后 几乎没有犹豫 竟然直接从马背上飞身跃出 以极快的速度 直奔那瞪大双眼的妇人而去 杀 龙鹰出鞘 龟尘一刀 只是一瞬间 妇人的头颅便翻飞到空中 而魏长天 竟然还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就如同疯了一样 回头又在妇人身上的几处要害位置 连捅了五六刀 扑通 人头落地 尸身翻道 鲜血四溅 长天 你这是做什么 梁震此时才回过神来 默瞪口呆地想问问魏长天为何要暴起杀人 然而还没等魏长天回答 梁庆却突然冲过来挡在那富人千疮百孔的尸体面前 脸上写满了愤怒与失望 有什么好说的 长天哥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本以为你变了 但想不到你 竟然还似从前那般 不 比从前更加可怕 梁庆此时是真的对魏长天失望透顶 毕竟前主虽然暴力无比 但杀人时 好歹都有个原因 可现在 梁庆突然又想到 剿匪时 魏长天那副袖手旁观的样子 心中越来越难受 眼神也越来越冷漠 他死死盯着魏长天 甚至连周围其他人表情的变化都没注意到 长天哥 这是我最后一次战换你 以后我与你再无 梁庆这句话并没有说完 因为魏长天就在此时 伸手指了指他的身后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然后便瞬间瞪大眼睛愣住了 月光之下 雪坡之中 哪里还有什么妇人 只是一只巨大的鬼脸蜘蛛罢了 美淑妇突然变成了大蜘蛛 这颇有点像西游记 李三打白骨精那段 离妖师最近的梁庆 立刻脸色煞白地倒退几步 魏长天也不管他 自顾自走上前去 蹲身检查着蜘蛛腰的情况 八条长腿瘫软在地 身子跟一头成年的猪差不多大 背部布满了红黄相间 骷髅头模样的花纹 妖师之上 有数处贯穿前后的刀口 明显是彻底死翘翘了 龙银翻转 从滚落在一旁的蜘蛛头里 弯出妖单 深蓝色 六十年左右倒横 看着妖单 魏长天眉头微皱 心底涌上不少疑问 化形妖物死后 会变回妖身 这没问题 可一只六十年的蜘蛛腰 为何能够化形 这种倒横能够化形成人的 黄皮子 猿猴之类的高灵质妖物 像蜘蛛腰这种玩意儿 应该一辈子也化不了形啊 并且六十年倒横 差不多等同于 人类六品巅峰的实力了 自己虽说是偷袭 但得手的 未免也太轻松了一点 魏长天想了一会儿 也没想明白 便决定回去问问杨柳诗 而梁震见他站起身 这才赶忙开口问道 长天 你是如何看出 这妇人是妖的 梁说 其实打从我们一来 我就有点奇怪了 魏长天将龙鹰龟翘 一边擦拭着腰单上的血迹 一边回答 寻常匪人大都是些乌合之众 哪里会有明知不敌 却依旧死战到底的勇气 可这群匪人 却一个个汗不为死 甚至直到最后 都没人逃跑或是投降 这其中明显有问题 再者说 匪人形势大都以抢掠为主 除非是被逼急了 否则很少会做出图村这种事 然而这群人却不同 不仅图村 甚至连杀人的手法都一模一样 全部是一刀穿心 结合这两点 我推测背后 肯定有什么东西在操纵着他们 大概率便是一只精通蛊惑之术的妖物 确实如此 梁震一边回忆 一边不住点头 而魏长天也在此时接着说道 至于是如何看出这妇人是妖的 其实我刚才也拿不太准 只是猜测而已 猜测? 梁震赶忙问道 你是如何猜出来的? 第一 这妇人说自己是躲在柴堆中 才逃过一劫 魏长天解释道 但柴堆这种地方并不算多么隐蔽 别的村民肯定也都躲藏在类似的位置 为什么别人都被找出来杀掉了 可偏偏他就能躲过去 第二 这妇人接着又说自己的男人和儿子 都被匪人给杀了 家中只剩他一个 寻常之人此时肯定悲痛万分 但他倒好 丝毫不见丧亲之痛 只是在担忧自己将来能否活下去 这明显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所以 我便觉得他非常可疑 又恐吃着生辩 干脆先杀了再说 魏长天将自己的想法简单说完 众人皆是面面相去 眼神中除了惊讶外 还有几分钦佩 如此观察分析能力 他们这些五人 确实都自愧不如 只不过魏长天仅凭这几点 就断定 妇人是妖 似乎还有些不够 魏公子 曹叔突然问道 猜测终究是猜测 万一猜错了 猜错便猜错 魏长天毫不遮掩 大大方方回答道 只是一个农妇而已 即便错杀 也无伤大雅 但若他真是妖却不杀 那危险的 可就是我们了 这 曹叔先是一愣 片刻之后 又神情复杂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死妖既然精通蛊惑之术 如果不死必成大患 公子心思缜密 曹某佩服 曹大人过奖了 见众人该问的都问完了 魏长天这才扭头 看了一眼呆站一旁的梁庆 后者此时的表情 可谓是精彩分成 有惊恶 有羞愧 有后悔 有尴尬 常天哥 梁庆张张嘴刚想说话 却被魏长天笑着打断道 你方才不是说 以后不会再这样 换我了吗 我 梁庆瞬间脸红到了耳根 魏长天大约知道 他想说什么 但却没功夫听 因为此刻 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去做 好了 我没有怪你 有什么等 我们回去再说 摆了摆手 魏长天不再去管 窘迫到无以复家的梁庆 转身跟梁震正色道 梁叔 此妖虽然已死 但这种以化形妖物的妖师 却必须谨慎处理 否则危害极大 哦 梁震虽然杀过不少妖 不过化形成人的妖怪 却也是第一次见 因此丝毫没有怀疑魏长天的话 贤侄 需要如何处理这妖师 这个 很复杂 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魏长天面不改色地忽悠道 但是我之前在柳叶处当差 却是懂得一二 只需梁叔你们回避一下 其他的我自会处理妥当 回避 梁震一愣 常天 难不成是有什么危险 我还是留下来 帮你打打下手吧 这 魏长天故意面露难色 倒是没有危险 只是这处理妖师的手法 乃柳叶处机密 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先去那边等着 梁震很上道 答应一声 便立刻带着众人离开 只将蜘蛛妖的尸体留了下来 目送一群人慢慢走远 魏长天等了一会儿 又十分谨慎地将妖师转移到某个被烧毁一半的房屋之中 借着残缘断壁的遮挡 他这才开始运转射妖 吸气 呼气 吸气 几期过后 熟悉的乳白色雾气 自蜘蛛妖师之上升腾而起 这次的雾气 要比魏长天之前 见过的都浓 吸收速度也更快 虽然这蜘蛛妖 跟小说剧情无关 并没有系统点数奖励 但六十年道横所能转化成的大量内力 却也让他这趟 算是没白来 浓郁的雾气 自毛孔渗入经脉 自周身流转一圈后 再一点点汇集于丹田的汽海之中 魏长天此前就已达到了七品巅峰 此刻又突然吸收了如此多的精纯内力 宛如在满杯之中 滴入了最后一滴水 磅礴的内力 如同开闸泄洪一样 突然自汽海喷泊而出 很快便充斥满整个丹田 魏长天的身体猛然一颤 旋即咬紧牙关 抵抗着腹部传来的阵痛 八条主脉 五十六条刺脉 一次全部打开 他整个人就像是身处在桑拿房中一样 汗水很快便将衣物全部浸透 屋外黑夜如墨 屋中白雾翻腾 也不知就这样过去多久 白雾突然炸散开来 露出了其中已经睁开眼睛的魏长天 他脸上多少有些激动之色 停顿片刻后 才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虚空一挥 吃了 黑油有的土墙之上 瞬间出现一道 足有寸深的裂缝 沙土哗啦啦落下不少 魅力外放 六品鉴 成啦 半个时辰后 钟灵县的夜空重新归于安静 星星在天上打着哈欠 月亮沉沉欲眠 受县令感恩戴德地走了 估计是要去处理遇难村民的后事 百余号青甲兵已经归营 梁震和曹叔也回了自己房间 客栈的小院中 只有魏长天和梁庆在房檐下并肩而坐 长天哥 对不起 梁庆没换衣服 身上虽无血迹 但尚且存留着淡淡的血腥味 晚风微服过他的发烧 留下丝丝凉意 明明刚才还在匪群中三进三出的一个人 此刻却又像做了错失的小孩子一样 在不停揉搓着自己的衣角 属实有点不可思议 没事 我理解 魏长天扭头看了看梁庆窘迫的样子 笑道 再者 你说的也没错 我确实好像比之前更过分了 之前我也就是欺负欺负平头百姓 现在却连宰相都敢杀了 哈哈哈哈 突兀的笑声回荡在院中 梁庆瞪大着眼睛 欲言又止 魏长天本来想开个玩笑 缓解一下气氛的 这一下反倒搞得自己有点像个傻叉 可 不好笑啊 兴兴地摸了摸鼻子 他心里一阵尴尬 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沉默了一会儿 直到梁庆颇为认真的说道 长天哥 你真的跟三年前变了好多 有时候 我都感觉自己不认识你了 这已经是梁庆第二次说这话了 魏长天心说 你的长天哥 早就不是之前那个长天哥了 嘴上故意打句道 不会吧 像我这样玉树临风的男子 应该见一面 便此生难忘才对 长天哥 梁庆惊讶地张着小嘴 你以前从就不会讲这种自夸的话 以前是以前 再说了 魏长天摆摆手 正色问道 难道我不帅吗 梁庆愣愣地看着魏长天 然后忽然脸一红低下头去 跟蚊子哼哼一样 小声承认 帅的 这不就得了 魏长天身体后倾 双肘撑住身后的台阶 抬眼看向头顶 那如银线般的上弦月 连月亮每天都会变 人又为什么不会变 但不管怎么样 千百年过去 月亮终究还是那个月亮 不知道是不是被魏长天这句看似说了 实则又是废话的解释给糊弄住了 梁庆居然真的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甚至脸上 还有一丝说不清到不明的感动 他犹豫一下 突然轻轻往魏长天这边挪动了一丢丢 默默抱住自己并拢的膝盖 两人就这么不远不近地挨在一起 被风吹起的衣巾 时而会轻轻贴合交错 梁庆闭眼享受着 这份深夜的静谧与祥和 有些向往的呢难道 长天哥 有事我会想 如果这世上没有妖也没有匪 人人都能过上太平日子 那该多好 好家伙 别看这女人胸不大 胸怀倒是挺大 但是从小养尊处优的官家小姐 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 为何那么多人 哪怕是将脑袋绑在裤腰带上 也要去做山匪 魏长天没有立刻说话 更没有嘲笑梁庆这句 颇有点和不食肉迷的感慨 最起码 这份愿景总归是好的 夜色凉如水 星月一张弓 过了一会儿 他才慢慢叹了一句 何日天下宝 何日天下白 跟梁庆分开后 魏长天便直接去了杨柳诗的房间 上半夜外面那么折腾 后者果然没睡着 此时正披着一件薄薄的斗篷 靠在窗边看月亮 公子 见魏长天进来 杨柳诗轻轻将木窗合上 扭头笑问道 跟梁姑娘聊了些什么 家国大事 魏长天白了他一眼 一屁股在桌子边坐下 招手道 你过来 公子 斗篷缓缓滑落 杨柳诗跪爬两步来到床边 轻声提醒 这边有床 好家伙 老子看起来就这么不正经 魏长天脸一黑 历声喝道 把衣服穿上 我有正式问你 嗯 杨柳诗愣了一下 看魏长天并不思在开玩笑 这才重新将斗篷劈好 公子想问什么 方才我们去剿匪 结果碰到了一只蜘蛛腰 魏长天摸出那颗深蓝色的腰单 随手丢给杨柳诗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后问道 为何这蜘蛛腰才六十年倒横 便能化形 你可知其中原因 嗯 杨柳诗看着腰单 想了一会儿才回答道 寻常情况确实是无法化形的 此腰极有可能是得到了些许机缘 其实十万大山中 便有不少能够帮助我们妖族 提前化形的灵药 此事并不算少见 就是运气好呗 点点头 魏长天接着又问 你们妖族化形之后 实力会如何变化 为何这蜘蛛腰明明倒横不低 却被我一刀便杀了 哥哥哥 那是公子出手太快 他尚未反应过来 杨柳诗无嘴笑道 不过妖物一旦化形实力 也确实会大打折扣 最主要的便是 没了那坚韧的皮毛 就比如说这蜘蛛腰 如果刚才还是腰身 公子怕是难以一刀破防的 原来如此 听完杨柳诗的解释 魏长天有些了然 但又有些疑惑 不对啊 你之前不是说 妖族化形前后的修行方式 并无差别吗 既然化了形 也无助于修炼 甚至反而还会让实力跌落 那你们又为何要化形成人 这 杨柳诗这次 没能立刻答上来 而是露出一幅 若有所思的表情 他还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 诚如魏长天所说 既然化形之后 只有坏处并无好处 为何大家还要以此为奋斗目标 难道说 是为了能更好地隐藏自己 不被人类发现 可一直躲在深山老林里 明明更安全啊 杨柳诗想了好一阵 都没想出个所以然 但就在他摇摇头 再次看向魏长天时 心中却突然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或许 是想明白 这人世间爱恨情仇的滋味吧 是吗 魏长天点点头 对此不知可否 那你的化形这么久了 现在明白了没 别的不敢说 但这情字 杨柳诗一边说着话 一边没开二度 再次吞掉斗篷 奴家却已知道是何滋味了 看着面前 似于月光融为一体的白花花一片 魏长天心底 暗骂撒字 狐狸精 今天老子不光让你明白 什么叫情 更要让你了解一下 什么叫情去 啪 弹指一挥 屋中的几盏烛灯 阴声熄灭 杨柳诗目光稍稍一致 公子 你到六品镜 啊 嗯 嗨嗨 一日 因为昨夜折腾了一晚 梁震决定 多在中林县休整一天 魏长天对此道无所谓 早上起床后便跑到县城中转了一圈 直到午饭时才准备回客栈 坐在马车上 他看着张三脸上的一条刀疤 百无聊赖地问道 张三 你之前犯了何事 共计会的成员全部来自大理寺的代审犯人 因此 张三之前身上肯定也背着罪名 公子 您是问我犯过的所有事 还是只有那些写在卷宗上的 张三面不改色地反问道 哟 听这意思 你犯的是还不少啊 魏长天顿时来了兴致 所有的 都讲与我听听 是 张三点点头 回忆片刻后便开始逐条坦白道 公子 我第一次犯事是在十岁 殷村中有恶霸抢走我家两只鸭 我便悄悄宰了 他家三头牛 第二次是在我十一岁那年半个时辰后 我第三十六次犯案是在二十五岁 当时我已达七品镜 加入了一个小帮派 你先打住 魏长天头大不已地 打断了张三的序道 这些事 有多少记在了 你的卷宗之上 一件也没有 啥 魏长天一愣 那你究竟是殷河最被抓的 张三如实回答 一共有十二条罪告 第一条是 停停停 不用再说了 魏长天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位法外狂徒 感慨道 难怪你叫张三 张三面露疑惑 公子此言何意 没什么意思 张三是你的本名 还是华明 华明 那你本名叫什么 张全弹 我还是接着 叫你张三吧 魏长天一阵无语 半晌才回过神来 换了个话题问道 对了 你是如何将过去 发生之事 记得如此清楚的 回公子 小人别的不行 但记性特别好 张三认真道 所见所闻 基本都能记得一清二楚 魏长天有些惊讶 此话当真 不敢欺瞒公子 那这倒算是个本事 魏长天拖着下巴想了一会儿 脸色逐渐变得严肃 张三 我虽不知王二为何要让你跟在我身边 但我既然信他 那便也信你 此番我们去蜀州 我或许会让你去做不少事 你知道该如何做吗 知道 张三立刻答道 只做不问 那如果我交代了一件你做不到的事呢 魏长天又问 小人自当竭尽所能 错 魏长天摇摇头纠正道 无论何事 如果你自觉做不到 便应当及时告诉我 绝不能自己逞能 亦不要自作主张 凡事切记拖大 尤其是在蜀州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小心谨慎才能成大事 记住了吗 张三认真点头 记住了 公子 魏长天看了他一眼 突然又问 方才我说的四句话头 一个字 各是什么 无 一 凡 小 张三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一字不差地脱口而出 不错 魏长天满意地点点头 确实有几分本事 当马车回到客栈时已经是晌午了 月儿一直等在门口 说时那受宪令又来了 在客栈摆了一桌 众人正等着他回来开席呢 魏长天一听便赶忙进到大堂 果然菜已上桌 梁震等人 正在边喝茶聊天 边等他回来 贤侄 你回来得正好 快些上桌吃饭了 梁震放下茶杯招呼了一声 魏长天则是赶紧冲众人拱手抱歉道 诸位 实在不好意思 此前不知王大人设宴 便去城里转了一圈 回来得有些晚了 哈哈哈哈 不晚不晚 梁震大笑两声在守卫坐下 随口问道 贤侄感觉这钟灵县城如何 这个 街道宽敞 一尘不染 魏长天实在没得夸 便只能随便找了俩词 不过这话到了受宪令耳中 却有点讥讽之意 百姓都跑光了 城里可不是宽敞吗 他老脸一红 低头拱手道 是本官无能 让公子见笑了 王大人 魏长天也懒得解释 干脆顺着他安慰道 您不必太过自责 只要匪患能平 以后钟灵定会再现繁华之景 借公子急言 受宪令强行挤出一丝笑 可任谁都能看出 这笑中的苦涩之意 虽然昨天他们杀了一波匪人 但这只是钟灵县匪患的冰山一角 其他匪人背后 或许没有妖务控制 形势不会那么极端 不过靖村抢掠这种事 肯定是家常便饭 所以匪患的问题 其实压根就没解决 爹 不知是不是见受宪令 和钟灵百姓太过可怜 梁庆突然开口建议道 要不然 你给谭州的刺史写封信 说一说钟灵之事 谭州不是边疆 因此不设总兵一职 军政大权都集中在刺史一人手里 从级别上来说 谭州刺史跟蜀州总兵 同为从三品 如果真写上这样一封信 对方肯定会卖个面子 出兵剿匪 但梁震怎么可能愿意 为了一个小小的钟灵 欠下这等人情 哼 我与冯大人并不相识 贸然写信怕是不妥 爹 你不认识 又怎知谭州刺史姓冯的 我 梁震心头抓狂 恨不能把梁庆的嘴给堵上 可偏偏此时他又发作不得 便只能稍微把话说白一点 气儿 这毕竟是谭州之事 我们只是路过 不宜胡乱插手 怎是胡乱插手呢 梁庆认真劝道 你一封信 便可就钟灵无数百姓于水火之中 此事为何不做 这 梁震被如此义正言辞的理由 对到说不出话来 一时间尽不知该如何让自己的傻闺女 明白其中关节 幸好魏昌天在此时开口解围了 气儿 其实不用梁书写信 也有办法能让周牙出兵剿匪 啊 梁庆赶忙问道 常天哥 还有什么办法 魏昌天笑道 就是我昨日说的 只需钟灵的富商大户 愿意捐钱便行了 可是 梁庆看了一眼受宪令 犹豫到 王大人不是说 他们不愿意捐钱吗 那是之前 魏昌天把玩着酒杯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轻轻说道 我有法子让他们明日一早 便乖乖到县衙 将银子双手奉上 公子 受宪令满脸急切地 抢在梁庆之前问道 敢问是何法子 此事很简单 只需王大人和梁叔配合一二 魏昌天笑了笑 杨伯将杯中酒意饮而尽 外加死几个刁民而已 当夜子时 钟灵县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近百号装备精良的匪人 杀至城下 与官兵一番大战后 第一次破城而入 玄机就是好一番打砸抢烧 城内几乎所有的富商大户 都遭到了的袭击 虽然他们也有所抵抗 怎奈寻常家丁护院 根本不是这群匪人的对手 最后各家各户都损失惨重 有的甚至连家主都被杀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 持续时间并不长 不到一个时辰 匪人们便大呼小叫着 离开了县城 嘴中扬言等以后 钱花光了 还会再回来 哭喊 咒骂声响成一片 整个钟灵厂一夜未眠 一直到第二天清早 这些遭受损失的富商大户 才勉强收拾好家中残局 集体跑到县衙门口 来讨一个说法 吴儿 你死得好惨啊 卫父定要亲自首任 那匪人为你报仇 王县令呢 我们要见他 官兵都是干嘛吃的 连区区几十个山匪 都对付不了 老爷你放心 奴家绝不会 让你死得这样憋屈 呜呜呜 我的家产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县衙门口的灯纹鼓 几乎要被捶破 门外空地上聚集的人 也越来越多 不过若是有心人在此 便不难看出 前来告官讨说法的 全市城中的大户人家 寻常百姓尽无一人 当然这也很合理 毕竟匪人进城抢了一趟 不容易 肯定不会把时间浪费 在没什么油水的 小门小户之上 只呀 在众人惊天动地的哀嚎声中 县衙大门 终于被两个鼻青脸肿的 牙翼推开 不过门后站着的 却不是县令 而是一个白发老头 是耶 王县令呢 立刻有人高声质问道 出了匪人进城这样大的事 你不要告诉我们 他不知道 让王大人出来 我们要当面向他讨个说法 他莫不是 想当缩头乌龟吧 此事若解决不好 我等便告上周牙 诸位 诸位 先听说我 面对一众质疑 白发老头满脸悲痛的沉声喊道 王大人他昨夜 亲自带兵与匪人击战 却不幸被匪人一掌击伤 此时确实连床 不吓不得 你们有何事与我说便可 何事 这还用问吗 有人历声喝道 当然是要衙门 赔偿我们昨夜的损失 还要出兵 将作案的匪人尽数捉拿归案 对 没错 此人的说法 立刻就得到了一片呼应 而那白发师爷 也不着急说话 一直等到众人都喊累了 这才苦笑道 诸位 你们都是中林县人 应当最清楚本县的情况 匪患连年不息 衙门若是真能缴 又哪里会等到今日 其实匪人之前从未进过城 并非是忌惮官府 只是我们运气好而已 可如今县城周围的村子 都已被他们搜刮殆尽 怕是这县城 日后也要时常遭受匪人的侵扰了 师爷这番话 即是在诉苦 同时也传达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这匪患官府是管不了了 爱咋咋地吧 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 众人当然不能答应 一时间愤怒的斥责声 较之刚刚还要更甚 什么 这便是衙门给我们的说法 王大人身为中林的父母官 就这样 置百姓于水火之中 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 哼 乡亲们 既然王大人不管 大不了 咱们便去周牙告状 听着一句句威胁之言 白发师爷无奈地摇摇头 心中暗叹了一句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骑 明告官这种事 别地不是没有 但最起码都是偷偷摸摸干的 哪有像眼下这种 敢光明正大威胁的情况 不过这也冤不得别人 要怪就只能怪自家大人 实在太过软弱 太过世事为民主想了 心中牢记魏长天所交代的说辞 师爷又等了一会儿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这才冲众人一拱手 嘴里无奈道 诸位 实至如今 我也不瞒大家了 其实也不用你们去告 县令大人 他自觉对不起中灵的父老乡亲 已经准备辞官还乡了 王大人一走 待下人县令来之前 少说也要个一年半载的光景 且即便新官来了 他又一定能平得了这匪吗 诸位 听我一句劝 这中灵县 今后怕是再无宁日了 你们 还是早些收拾东西走吧 这一次 没有吵闹 没有愤怒 没有不满 师爷这几句话说完 所有堵在门口的人 全都傻眼了 他们哪里想得到 平日里那个高高瘦瘦 从不会发脾气的县令老爷 居然就这样要辞官走人了 不用他们告上周牙 人家自己先不干了 可县令能走 他们却走不得呀 这些人的家业全在中灵 谁会愿意 放着县城的好日子不过 跑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 重新开始 但若不走 难不成还要在这里 等着匪人一次次地来抢 来杀 县令老爷不能走啊 我 我愿意捐赢剿匪 不知道是谁 突然喊了一嗓子 短暂的沉默过后 硬鹤声便瞬间响成一片 对对对 王大人可不能辞官啊 我刘家也愿意捐赢子 县令之前不是说 只要有钱 便能请周牙出兵剿匪吗 这钱我卖凑 切不能将这中灵县 让给匪人啊 是极 王县令这种好官 举世难徐 我贾家同样愿意拿银子 万昌米航也愿意 为了我死去的 我也捐 都捐 我们大家都捐 县衙门前一时间画风突变 刚刚还一份填膺要讨说法的一群人 瞬间变成了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好市民 纷纷争强着表示要捐钱剿匪 师爷看着这一切 心中惊叹那位魏公子的神机妙算 脸上却露出为难之色 诸位 你们这是 罢了 那我便将此事告知县令大人定夺 师爷 你一定要劝县令老爷 别此官啊 是啊 钱都好商量 这官可万万辞不得 之前不愿捐钱剿匪 是我等糊涂 还请师爷告诉县令 我们已经知错了 好好好 我定会如实转告 白发师爷一边应付着众人 一边跟旁边的牙医挥了挥手 后者见状立刻悄悄退走 很快便有一骑自县牙后门而出 直奔城南而去 一刻钟后 城南的官道上 百于其轻甲兵 森然挺立 而那位受县令 则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跪倒在梁震和魏长天身前 最后愣是好几个人才 将他搀扶起来 梁大人 公子 老朽实在 不知该说什么好 如此大恩大德 钟灵百姓定会铭记于心 哈哈 王大人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梁震大笑两声 看得出心情很是不错 既然那帮富商大户 已愿意捐钱 那我们也该启程赶路了 王大人不必再送 我们日后有缘再见 梁大人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受县令看向魏长天 十分郑重地问道 树老朽冒昧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魏长天微微一愣 玄机大方自爆家门 京城魏家 魏长天 魏公子 多谢 什么 受县令浑身突然猛地一颤 瞬间呆愣在原地 你 你就是那个 是 魏长天对受县令会有如此反应 并不奇怪 笑着跟梁震对视一眼 便准备上车走人 不过他走出几步后 却又突然回过头来 大声问道 王大人 我知你是个清官 但却不知你为官究竟是为了百姓 还是一己清欲 自然是为了 回过神来的受县令 下意识想要回答 但后半句话 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哒哒哒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宣告着魏长天等人 南下蜀洲的一段小插曲 就此结束 受县令在原地愣了好久 突然挺直有些勾楼的身子 胆去破旧官府上的尘土 他双臂前身如抱一环 举手制额 冲着杨起的路程 深深做了一衣 谢公子 离开忠灵县后 魏长天一行 很快便出了潭州 正式进到卢州地界 此番他们选的这条路线 沿途要经过潭州 卢州 佩州 安州 一共四个州府 差不多一万里路 虽然如此 距离乍一厅挺远 但放在修真世界 即便是低武 却也不算太过遥不可及 这个世界的快马日行千里 并不困难 五品以上的高手 甚至跑起来比马都快 几百年前 大宁在于西面大凤的举国之战 获得胜利后 便曾有二品高手 一夜奔赴两万里 回京报喜 因此 魏长天他们虽然是边旅游边赶路 但大约也就还需十日左右 便可到达蜀州 抢魔头 不抢 微微有些摇晃的马车中 魏长天正在跟杨柳诗和约儿斗魔头 昨晚 他们在卢州城歇了一夜 现在正往安逸县去 离经快十天了 几乎天天 在路上的魏长天 早已没了欣赏沿途美景的兴致 再加上立冬之后 天气逐渐变冷 他现在基本就是上车睡觉打牌 下车吃饭上厕所的状态 像极了前世的老年旅游团 公子 顺子 杨柳诗轻轻轻将一落牌搁到桌上 魏长天随意撇了眼手中之牌 摇摇头道 不要 那奴家可就赢哦 杨柳诗喜笑颜开地 放下手中最后一对三 自己给自己鼓了鼓掌 魏长天撇撇嘴 一边动手洗牌 一边打了个哈欠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少了路静谣之后 打牌便不似之前那么有趣了 张三 你来打吧 我歇一会儿 把位置让给 因为记性太好 而很少有机会能上牌周的张三 自己坐到车窗边伸了个懒腰 老爷 喝茶 身边响起一个窃窃的声音 正是捧着茶盏的阿春 这小丫头被收留之后 本来是跟着梁庆的 但后来梁震觉得 闺女的丫鬟实在太多 便给了魏长天 不过魏长天却不太适应 被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伺候 正好杨柳诗此番来也没带侍女 他便干脆又给了杨柳诗 所以 阿春现在 其实是杨柳诗的小丫鬟 结果茶盏抿了一口温度刚刚好的茶水 魏长天随口问道 阿春 你爹娘是婴和死的 回老爷 我爹是进山打猎时 被毒蛇咬死的 阿春咬着嘴唇小声答道 我娘是之后害病死的 魏长天将茶盏放回桌上 又问 那时候你几岁 六岁 你今年是九岁吧 是 那中间这三年 你靠什么过活 村中的邻里见我可怜 有时会失手我一点事的 阿春纠结着小手 我偶尔也会采些山货进城去卖 这样啊 魏长天看了他阿春的小辫子 突然想到了一事无忧的魏巧琳 我有一个妹妹 与你差不多大的年纪 她应该会挺喜欢你的 阿春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便只好有点窘迫的低头不语 见他这副样子 魏长天只是笑笑 自顾自接着说道 他有条特别笨的狗 叫大鬼 狗 阿春念如道 我之前也有一条狗 叫大黄 他后来怎么了 有一天自己跑走了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他当时很老了吧 老爷您怎么知道 魏长天笑着 摸了摸阿春的小脑袋 他是条好狗 哦 阿春不太懂魏长天的意思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此时 车外突然响起一阵声音 魏公子 我们还有半个时辰 就到安义县了 当地县令设了家宴 将军让我来跟您说一声 知道了 魏长天隔窗喊了一嗓子 而车内另一边的牌局 也恰好在此时结束 毫无疑问 又是人性机牌器张三营了 得知快要到地儿 三人也不继续打了 简单将牌收拾起来后 便各自坐着休息 入冬之后 天黑得早 现在才有识出 窗外就已是一片居红 前世的科学研究表明 黄昏是人一天当中 最容易产生思乡之情的时间段 因为这是回家吃饭的饭点 不过 眼下车中几人 却大都没有这方面的愁绪 杨柳诗是妖 张三是法外狂徒 阿春是孤儿 三人身份特殊 可能已经都快没有了故乡的概念 魏长天是穿越来的 真要思乡 也是思前世 那颗蓝蓝的地球 所以此时此刻 恐怕也就只有约儿 真的在挂念着 京城那栋大大的宅子 和住在宅子里的人 公子 他悄悄挪动到魏长天身边 眼泪汪汪的小声说道 我想夫人和秋云姐了 不是 咱们满打满算 才走了十天 魏长天先是有些无语 不过转念一想 约儿从小就生活在魏府 从未出过远门 所以现在有点不适应 倒也正常 想到这里 他便想开个小玩笑 缓解一下气氛 我的意思是 你哥这想他们 但他们可能压根就不想你呢 月儿身子一僵 玄机哭腔更重了 我不信 夫人和秋云姐 一定也会想我的 靠 怎么一点幽默细胞也没有 魏长天见自己的玩笑 起了反作用 只好赶紧补救安慰道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嗯 月儿顿时瞪大眼睛 很快就气鼓鼓地嚷嚷道 公子 这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你 你就不想他们吗 我 魏长天稍微愣了一愣 抬眼看向窗外 那落于山间的夕阳 万里通秋燕 干风供夕阳 说完全不想 肯定是假的 不光陆敬尧和秋云 还有徐清晚 魏巧琳等等 嗯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想的人 肖风 魏长天是不可能将肖风 留在京城祸害魏家的 至于怎么样 才能把他搞到蜀州 京城 玄天会 清暮堂堂口 肖风穿过道道 暗门进到密室之中 脸色很不好看 他最近一段时间的日子 确实太不顺了 先是诱杀魏长天的计划失败 几乎损失了清暮堂 全部高手不说 他自己还被玄境司 接连围追堵截了十几天 虽然次次 都能有惊无险地躲开 但其中过程 却实在太过提心吊胆 其次便是魏长天 居然莫名其妙 跑去杀了他 好不容易才搭上线的柳元山 并且竟然还活了下来 就离谱 肖风感觉 自打爹娘死后 她的运气就从来没有这么差过 因此 现在对魏长天 恨得是牙痒痒 魏长天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碰 一拳泪在墙壁之上 普通淡不平凡的脸上 满是争鸣之色 不过也就在此时 密室的房门 却被突然推开 有一个大汉手中拿着什么东西走了进来 堂主 这有一封信 说是给你的 信 肖风努力平复了下情绪 扭回头来 谁送来的 这我不知道 不过信封上的落款 落款是谁 魏 魏长天 密室中火光摇颤 空气激进凝固 什么 肖风不可置信地伸手接过信封 看了看上面写的肖风清奇 以及落款处的魏长天 深吸一口气问道 这信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下午时 被人用飞刀钉在堂口门上的 汉子咽了咽唾沫 如实回答道 堂主你那时又不在 我便先将信收了起来 好 这信你看过没有 肖风一边拆信 一边随意问道 没有 汉子表情淡定 但额头却渗出细腻的汗水 肖风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而是低头先去读信 整封信并不长 总共就一页纸 可就是这十几行字 却让肖风反复读了好久 脸色更是变了数遍 从疑惑到震惊 到惶恐 再到阴沉 梦到 射妖 剑妖罗盘 玄天剑 自己的大小秘密 尽数被写于信中 其中绝大多数 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 哪怕一丝半毫 但现在却偏偏都被魏长天 给说了出来 信的最后 魏长天还留了一句 我在蜀洲等你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在逼自己去蜀洲 自投罗网 肖风沉默了好一阵 轻轻将信装回信封 再次抬头看向对面的大汉 这信 你其实看过了吧 孤独 汉子咽了口唾沫 挣扎片刻后 终于抵挡不住压力 扑通一下跪到地上连声哀嚎 堂主 我 我真不是有意要看的 当时我是怕这魏长天 要对您不利 又恐有什么紧急之事 这才拆信看了几眼 您 您放心 我绝没将信中之事告诉任何人 我 我的忠心您是知道的 还 还望堂主饶过我这次啊 大汉哆哆嗦嗦地不停求饶 而肖风则是低着头 沉默不语 搁在身边的玄天剑 不知何时已微微出窍几寸 讲道理 这汉子所言应该为真 如果他不是真心效忠自己 此刻也不会冒着如此大的风险 将信再送过来 但从理性上来说 又只有杀人灭口 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真 啪 一声轻亮的翠响 回荡在密室之中 黑剑归翘 肖风强忍住心头的暴力 慢慢将汉子从地上扶了起来 任大哥 我虽然才坐上这个堂主之位没多久 但也清楚 谁才是值得信任之人 而我既然信你 那信中之事 你便是知道了 也无妨 堂 堂主 大汉文言瞬间抬起头来 脸上满是感动之色 我 我今后愿为您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任大哥 不必说这种话 肖风苦涩地摇摇头 你先出去吧 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是 汉子深深抱拳 不过走了两步后 却又突然回头问道 堂主 你真要去蜀州吗 肖风犹豫了一下 表情有些不甘于无奈 他之前回京 是因为有个算命道士说 他在京城将会有一番大机缘 可如今 机缘不仅没得到 甚至还数字险些丧命在魏家手中 就连陆敬尧都被判了自己 当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他本来还想找机会 伺机报复一下魏家的 但又突然冒出这样一封信 肖风此刻已经很明白 自己真正的死敌 并不是下令 杀害自己全家的魏贤志 而是那个仿佛知道自己所有秘密的魏长天 想到这 他终于轻轻点了点头 我再留在京城也无意义 有些事总要有个决断 那 大汉眼神认真 语气十分坚定 那我愿意追随唐主 同去蜀州 任大哥 肖风一愣 旋即郑重回应道 你放心 你若不负我 我定不负你 卢州 安逸县 就在肖风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 又收获了一名忠心耿耿的跟班之时 魏长天正在满桌山珍海味前 推杯换盏 跟钟灵相比 安逸县简直可以称得上富道流油 这一点 从两位县令府邸的豪华程度 以及晚宴标准 便能窥见一二 不仅非情走兽应有尽有 旁边甚至还有奏曲跳舞的清官助兴 梁大人 你们不妨再安逸多谢几日 胖胖的县令 脸上满是诚挚的笑容 举杯敬了梁振一杯酒 正好我也能多尽些地主之意 哈哈 陈大人客气 梁振大笑两声 将酒一饮而尽 不过 我们先前已经在路上耽搁了些时日 如今就不多叨扰了 是 下官不敢耽误大人行程 胖县令看了眼外面的天色 眼睛一转又问道 但不知大人今夜可有安排 今夜倒是没有 那 胖县令笑道 大人可有兴趣去看看那花榜之争 真花榜 梁振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安逸也有这种事 让大人见笑了 胖县令有几分自得 本县虽不大 但地处南北交界之位 天南地北流落至此的可怜女子颇多 烟柳之地便也多了些 不瞒大人 整个卢州的富商大官 几乎都在安逸购置了宅居 每年都会来住上一段时间里 而这红尘女子一多 自然便会争个高下 今日便是城中九十九座花楼 数百位青楼女子争魁的日子 原来如此 梁振点点头 心中了然 而在一旁边吃边听的魏长天 则是大为惊讶 好家伙 区区一个县城 竟然就有九十九家青楼 梦回东莞 也难怪这安逸县这么富 这个年代 别人还在第一产业苦苦挣扎 这里 直接就开启了 依靠服务业创收的大门 不赚钱才怪了 梁大人 您若想去瞅瞅 我这边安排一下 见梁振露出些许向往之色 胖县令芒不迭小声保证到 自古美女配英雄 我相信今日绝出的花魁也定愿意陪大人共度一夜凉消 梁振听闻此言 恨不能现在就撂筷子走人 不过 当他看到正义脸平静 望向这边的梁庆时 顿时又有些泄气 去是肯定要去 但这话绝不能由自己说 可 贤侄 倾咳一声 梁振几眉弄眼地问向魏长天 陈大人方才说的你也听到了 我是不愿意去的 但你 若是想去看看热闹 梁说 我想去 魏长天翻了个白眼 不过好歹没拆台 哎 梁振长叹一口气 好似被逼无奈一般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便勉为其难陪你一起吧 虚实 梁振终于如愿以偿地陪着魏长天来到了平花榜现场 一座位于河边的秀楼 八条长长的红绸缎 自楼顶一直拉到楼底 楼中灯火通明 楼外花团景簇 无数文人骚客 富商巨谷或座 获利于秀楼之中 热闹气氛称 一具无以复加 不算过分 你当时选花葵的时候 有这等牌场吗 魏长天一面东瞅西看 一面问向身边藏于面纱之下的杨柳诗 是的 自打那天魏长天提过一嘴之后 他就真弄了个面纱 每次去人多的地方时 便都会戴上 京城的牌场 自然要比这里足一些 杨柳诗笑道 不过此处也不差了 最起码这秀楼周围 也算是凑齐了百雁 百雁 是一百种花的意思啊 魏长天一愣 发现包裹秀楼的花团 好像确实团团品种不同 是呢 杨柳诗开口解释道 既然是要评花葵 自然要百花争宴 不过大多地方的评花会 并凑不齐这样多种 大多只有几十种而已 因此 这里能凑齐百种 虽然不少是无名野花 但也实属不易了 好家伙 可是不容易 此时都已经立东了 也不知道这些花 到底是从哪里寻来的 魏长天撇撇嘴 暗叹一句真尼玛会玩 又将视线挪到 走在旁边的梁振身上 他此时正跟陪同而来的胖仙令 相谈甚欢 估摸着脑子里 已经满是那尚未见面的小娘子了 在亲闺女已经知情的情况下 还要坚持出来体恤名女 魏长天着实有点佩服梁振 不过也知道 古人在这方面 确实有够宽容 男人逛逛烟柳之地 基本就跟前世去洗个脚一样 大部分女人还是能接受的 就比如说他自己 之前不也是经常当着 陆敬尧的面 大摇大摆去找杨柳诗吗 平花榜这个活动 最初是源自于 文人骚客的恶趣味 可能实在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干 这些流连往返于 勾兰瓦斯的文人们 除了发泄欲望之外 还要兼顾发泄一下 无处安放的诗才 于是便会写一些厌词 来品评花娘们的才貌 不过 当经验愈加丰富之后 他们又开始不再满足于 这种简单的评价方式 而是想要一种全面 客观 公正的评分制度 最后 就模仿科举 搞出了所谓的平花榜 起初平花榜只凭容貌 但这玩意儿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很难选出一个绝对的第一名 为了增加评选结果的幸福力 后来便又加入了神态 言语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等考察内容 难度丝毫不亚于前世的高考 好家伙 还真特么应了那句话 360行 行行出状元 诸位老爷 奴家字写完了 还望莫要嘲笑泽个 当魏长天等人 在秀楼中的位置坐下时 台上的女子 也正好结束了 才艺展示环节 诗 书 歌 情 画 看来他抽中的是书 几个丫鬟上台 将他刚写好的字高高举起 台下顿时响起阵阵叫好声 同时还有十来多红牡丹 被丢到女子脚下 估计这就是选票了 魏长天抬头看了看那幅字 写的是一首词 风日迟迟弄轻柔 暗香流 清明过了 不堪回首 云锁珠楼 五窗睡起 阴声巧 何处换春愁 绿阳营里 海棠之盼 红杏烧头 以魏长天的书法水平 自然无法评价 这字究竟写得如何 不过看起来倒是颇为顺眼 便想着扔点花 支持支持 过来 给我拿十朵 挥手招来提着花篮的小丝 伸手摸出一张百两银票 不过 小丝爆出的价格 却让他愣了一下 公子 一朵五十两 十朵便是五百两 五百两 好家伙 你怎么不去抢 这牡丹花 再怎么反季节 也不至于这个价 魏长天当然不是拿不出五百两 只是单纯地觉得很不值 所以他也不觉尴尬 立马改口道 那我只要两朵 好的公子 小丝倒是没有因为他的小气 而表现出任何轻视之意 递过两朵大牡丹后 又恭敬问道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府上何处 姓魏 魏长天接过花 随手丢到台上 摇摇头 只报了个信 小人明白 小丝知道魏长天不愿意透露太多个人信息 便也不再问 而是挺身高喊道 魏公子 赏羽蒙姑娘牡丹两朵 有不少人文言向这边看来 而台上 那叫羽蒙的女子 也立刻转过身 柔情默默地施了个半幅 体验倒是不错 魏长天扎扎嘴 突然有点理解 前世为什么那么多土豪 会在直播间刷礼物了 他丢完这两朵牡丹之后 便在无人丢花 台上的丫鬟又等了几夕 然后就将花朵一一拾起 跟着女子下台去了 魏长天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 可才等他喝了两口茶 便有人送来了一帕小手卷 这还有纪念品 魏长天一脸茫然 而杨柳诗则在旁边笑道 恭喜公子赏花最多 今夜得入羽蒙姑娘的绣房了 啥 魏长天瞬间猜出 自己可能是享受到了绑一大哥的待遇 不过 却还是有点疑惑 不对啊 我看给他扔花的人也不少啊 怎么我猜两朵就最多了 哥哥哥 公子有所不知 杨柳诗解释道 那羽蒙姑娘 或许在自家楼里算是红牌 但在这平花会上 怕是还比不过别人 可姑娘家总是要面子的 所以 所以他就自己花钱买花 魏长天惊讶道 这不是庄大尾巴狼吗 庄大尾巴 狼 杨柳诗眨巴了两下 露在面纱外面的眼睛 似乎很是疑惑 魏长天赶紧糊弄过去 我的意识是 公子还是不懂女人的心思 杨柳诗也没纠结 到底什么是大尾巴狼 无嘴笑道 对我们来说啊 有些东西哪怕是假的 却也不能没有 虚荣 魏长天翻了个白眼 刚想接着看下一个选手表演节目 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对了 你当时评花魁的时候 得了多少花 嗯 这么多 杨柳诗伸出一根手指 一百 魏长天问 呃 公子就如此看不起我吗 杨柳诗笑了一阵 然后才得意到 是一千朵 一千 魏长天一惊 多少钱一朵 也是五十两 五十 乘以一千 这尼玛的好家伙 一夜狂澜五万两 自己天天睡的 竟是这种人物 台上的倩影 一个个来了又走 魏长天一边看 一边听杨柳诗 讲解着其中门道 比如说 这赏钱的分成 再比如说 凭上花魁之后的权力 与义务等等 总体来说 跟前世的直播行业差不多 赚了钱 相当于直播平台的官府 要抽一部分 相当于工会的各家青楼 要再抽一部分 最后落到主播手里的 也就剩一两成 魏长天粗略算了一下 光是他来之后 所见各位姑娘的赏花加起来 便有二百多朵 折音一万多两 照这架势 官府一夜赚个几万两 恐怕不在话下 想起远在中林县的那位 连剿匪前都凑不齐的受献领 魏长天心中不由得一阵唏嘘 还真是天下之大 十里不同天 自打被杨柳诗告知 即便得了多块秀帕 也不可能同时跟几位姑娘共眠之后 魏长天就彻底没了在打赏的兴致 只是在坐着看热闹 虽然花娘们各个娇媚可人 不过阴阴艳艳艳看多了 也会审美疲劳 毕竟这些女子 相比于杨柳诗 在各方面都差着不少 这种感觉说 文艺一点叫 朱玉在前 瓦石难当 说诗意一点叫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说简单一点叫 就这 这也就是杨柳诗不能上台 否则将直接通杀 香林姑娘 共得花三十七朵 列百花榜二十二位 台上又有女子下来 计票的归宫大喊一声 将刻有香林二字的小木牌 置于花榜相应位置之上 而排名在她之下的人 则集体倒退一名 比如说 那位羽蒙姑娘 此时就有五十三落到了五十四 还特么的 有十十排名 魏长天百无聊赖地喝了口茶 扭头看向梁震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 看得出后者 已经有点急了 这些女子虽然不错 但明显都还入不了梁震的眼 魏长天是见过梁震老婆 梁庆生母的 别的不说 光是那大小 就足以僻逆群方 二人越看越无趣 而就在此时 台下去突然爆发出一阵 极为热烈的捧场吆喝声 苏鱼姑娘来了 枝叶扶苏 结余美好 是苏鱼仙子 这腿 这要 啥 只是一瞬间 数十朵牡丹花 便纷纷被丢到台上 台下小四的暴鸣声响成一片 永龙当行 刘掌柜 赏苏鱼姑娘 牡丹三朵 段家 段龙公子 赏苏鱼姑娘 牡丹两朵 庐山居士 宋征明 赏苏鱼姑娘 牡丹一朵 这还是魏长天第一次见到 人才刚上台就收到赏花的 便不由地抬眼 向那位苏鱼姑娘看去 散花水雾绿草白者群 淡蓝色的脆水薄烟纱 头上斜叉 一根镂空金簪 坠着点点红玉 容貌气质确属一流 尤其是那牵牵细腰 很容易让人在心头猜测 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某些剧烈运动 不过实话是活 魏长天此时并没有当初 第一次见杨柳诗时的那种经验感 因为这位确实不如杨柳诗 顶多也就跟陆敬尧同一水平 勉强能比梁庆强上一线 奴家谢过诸位公子老爷 站在花堆之中 素鱼轻轻屈膝失礼 温柔的目光一一扫过致花之人 不过后面还有姐妹在等着呢 要不奴家还是先抽签线一把 让他们等着就是 我们就要看你 有人大声起哄 立刻就引起振振附和声 是极是极 这花魁之位非素于姑娘莫属 别人比不比都无所谓了 诸位莫与我争 我连家中房气地气都带来了 素于姑娘今夜必是我的人 哼 张公子好大的口气 听着乱七八糟的各种声音 素于倒也不理会 只是笑着 将小手探入抽签的木箱中 很快便拿出一张小纸条 有闺公接过纸条看了一眼 旋即高声喊道 素于姑娘抽中的是 画 人像 顾名思义 这个题目的要求 就是当场作画 跟其他考察项目相比 画应该是最难的一项 不过素于却没表现出丝毫担忧与慌张 明显是对自己的画迹很自信 台上有小丝丫鬟 准备好了笔墨纸燕等物 而既然是画人像 那当然还要有一个模特 一众看客都争先恐后地摆出 各种自认为最是潇洒风流的姿态 希望有幸能被素于看中 从而成为那仙子笔下的画中人 不过素于的美目流转一番后 却偏偏将视线停在了正翘着二郎腿喝茶的魏长天身上 这位公子 红唇轻起 苏生入耳 不知奴家可否望着您作画 想画我就直说想画我 还非得换这么大暧昧的说法 魏长天心中感叹 长得太帅 实在难以低调 然后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 不能 秀楼之中顿时一片安静 无数双眼睛望向魏长天 好像在看一个天大的傻瓜 有人以为他脑子不好使 有人以为他眼睛不好使 有人则是 觉得他这招欲擒故纵 玩得实在太烂 不过魏长天却是 不管别人怎么想 拒绝完之后 就继续自顾自喝茶 仿佛对此事毫不在意 幸好苏瑜也算是见过大事面的 只是微微愣了一下 便立刻失礼抱歉道 是奴家唐突了 还望公子莫要责怪 无妨 魏长天摆了摆手不再理他 而苏瑜也知道 此时若是在找别的男子 恐怕有些不妥 颇有些拿别人当后补的意思 他想了一下后 干脆令人搬来一面同镜 轻声对台下说道 既然是画人像 不若奴家便画自己好了 画自己 众人闻言皆是眼睛一亮 大声赞同道 这主意好 美人对镜画美人 妙啊 哈哈哈哈 此事若传出去 定是一段佳话 见多数人应允 再加上画自己 也不算违反规则 苏瑜柔柔一笑 很快便一面照着镜子 一面开始在宣纸上作画 如此美人自画之景 确实又够新鲜 一时间 又是无数牡丹落在台上 不过别人扔得再多 注定也是徒劳无功 因为苏瑜今晚 早就被梁震给内定了 梁大人 您想丢多少牡丹 尽管丢 买花的钱 全又下关包了 胖县令见时机差不多了 便招来几个提着花篮的小丝 脸上满是讨好之色 当然了 安逸县衙 作为本次平花榜的主办方 丢几多牡丹花 肯定不需要掏钱 他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想让梁震多成点情而已 陈大人 我也不懂这些 梁震心里跟明镜似的 不过面子上 还是要装一装 不过 这位苏瑜姑娘的话计确实高超 倒是值得加赏一二 至于多少吗 他看了看几个小丝 开口问道 你们这些花篮里 总共有多少花 回答人 有百余朵 嗯 梁震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全丢上去吧 这 几个小丝瞬间傻了眼 倒是那胖县令反应够快 立马催促道 没听见梁大人怎么说的 还愣着干什么 是 是 小丝们不敢抗令 立刻跑到台边 然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 拖着花篮向上一抖 一百多娇艳欲低的大牡丹 漫天散下 仿佛落了一场花雨 整个秀楼之中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甚至连苏瑜都停下作画 张着小嘴 惊讶地扭回头来 蜀周 梁大人 赏苏瑜姑娘 牡丹一百零八朵 按照平花榜之前的情况 一人赏花五朵 便算不少了 即便苏瑜是花魁的 最有力争夺者 目前最多的一人 也只是 赏了二十朵而已 还分了四次 毕竟多赏一次 便会多报一次名字 相当于多露了一次脸 可如今 梁振一出手 就直接将这个记录 提高了五倍 一百零八朵 只有五千两百亿 在座的很多人 倒是都有这个身价 可没人 会为了睡女人花这么多钱 更何况 还只能睡一晚 短暂的沉默过后 秀楼中便爆发出 一阵惊讶与议论之声 大都是在讨论 这位旭游县令亲自陪同的 大人物到底是何来头 梁振对此倒不在意 依旧是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 反正只要胖县令不说 便没人能认出 他是蜀州总兵 即使日后此事真的传开了 那也无伤大雅 顶多就是会被留在京城的夫人 写信讥讽几句而已 魏长天看了看梁振淡定自若的模样 心想着恐怕 就是直播平台的内部号了吧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上头的傻蛋 跳出来对刷 而似乎是为了证明任何年代 都有这种为了面子不要命的人 面头未落 他便看见 又有几个小丝 捧着花篮直奔台前 几乎如出一辙的 将所有牡丹一洒而空 安逸彭家 彭本之公子 赏苏鱼姑娘 牡丹120多 华 台下又是一阵华然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集中到一位 身着白衣的公子哥身上 不过跟梁振的淡定相比 这位彭公子 明显就是在强颜欢笑 脸色甚至有些煞白 魏长天并不清楚 这个彭家有多少实力 但秀楼中 却是有人知道 彭家 就是做不匹生意的那个 我记得他家买卖不算多大 嗨 你当当没听彭公子说吗 他这次可是将家中的房契地契 都偷偷带来了 发誓今夜 定要入苏鱼姑娘的墓连 这 彭家家主知道此事后 岂不是要被气死 谁知道呢 众人窃窃私语 看向彭本芝的眼神并无钦佩 甚至多有不屑 而彭本芝此时 却早已顾不上别人的 怎么看自己了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梁振 似有些愤怒 却又好像有一丝求起之意 他已经山穷水尽 不仅动用了生意上置货的钱 甚至还将家中的房屋 押出去几间 如果梁振再抬价 梁大人 要不您再赏几多 胖县令瑶瑶瞥了一眼彭本芝 扭头对梁振谓媚道 依下观看 不如直接凑齐二百只数算了 嗯 那就依陈大人所言 梁振无所谓的点点头 很快就有几个小丝 在彭本芝绝望的眼神中 第三次向台上撒了几筐牡丹 众人对此已经麻木了 苏鱼更是愣愣地举着毛笔 不知道自己此事该说点什么 蜀昭 梁大人 再赏苏鱼姑娘 牡丹九十二朵 二百朵 万两百银 一千斤 扑通伴随着这句吆喝 原本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 突然瘫软在地 周围有人好心将他扶起 凑近之时 才听到彭本芝嘴里好似在 颤抖着嘀咕什么 钱 钱 我还能凑到钱 苏鱼姑娘 今夜一定是我的 一定是我的 平花榜 是在一种颇为怪异的气氛中 继续进行下去的 虽然彭本芝嘴里 说他还能凑到钱 但实际却并无动作 一直就跟失了魂一样 呆坐在桌边 模样很是凄惨 可能是受到这争绑风波的影响 苏鱼奈副自画像的后半部分 明显水平有所下降 不过总体来说 却依旧算是上乘之作 不难看出 他确实还是有些本事的 至于他最后总共得了多少牡丹 476朵 断层位列榜首 谢诸位赏花 谢梁大人 谢 彭东子 苏鱼看了一眼 依旧人不仁鬼不鬼的彭本芝 轻叹一口气 挪不下台 而之后的几位姑娘 也知道自己已经毫无机会 于是便都主动压缩了登台时间 不到一刻钟 就完成了全部正赛 花魁归属已十分明确 现在距离整场评花榜结束 仅剩最后一项流程 摘花 聚集了百种鲜花的大花团 被送到台上 最高处便是那被誉为百花之王的牡丹 苏鱼需要选一位男子 上台为他将牡丹摘下 既寓意他得了这花魁之名 又代表他已选好 自己成为花魁之后出业的归属 客串主持人的老宝 避避了几句群方敬艳牡丹为首之类的废话 重新打扮过的美人也再次登场 一袭红裙脱地 宽大的衣摆上 绣着华丽复杂的花纹 长发盘成发际 玉拆松松粘起 上面还插上一只金布瑶 相比于方才素雅的装扮 苏鱼现在这身 简直跟代价的新娘子差不多了 溪溜 绣楼中响起一片倒吸口水之声 老宝特意等众人看了一会儿 才笑着说道 苏鱼姑娘 快些将那一中人指出来吧 是 苏鱼低了低头 慢慢将身子转向梁振的方向 这个结果是大家意料之中的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 必须要选打赏最多之人 但人家既然花钱最多 你要是还不让人家睡 那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梁大人 台上的苏鱼已经开了口 梁振也微微坐直了身子 但就在此刻 却有一人不知何时 走到了几乎快要晕厥过去的蓬本之身边 忽然放声喊道 苏鱼姑娘 且慢 嗯 突如其来的变故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 说话之人是谁 宋征明 宋大家 什么 这便是那庐山居士宋征明 绝对错不了 他数月前在庐州城讲学时 我恰好见过 可他这是要干什么 这宋征明 好似在庐州颇有名望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为何突然打断了苏鱼 蓬公子 宋征明看着蓬本之 轻叹一声道 哎 你我虽素不相识 但我十数年前 却受过另尊的恩惠 罢了 今日我便帮你一把 也算是还了这份人情 宋征明这几句话说完后 众人都以为他要替蓬本之掏钱 可闻人的是 提前就俗了 只见他突然从怀中摸出一张纸 然后向着苏鱼 一字一句朗声道 我将此事带蓬公子赠予姑娘 以抵千金 一师抵千金 听到这句话 不仅蓬本之傻了 苏鱼傻了 一众看客傻了 甚至就连梁震 也皱眉向那宋征明看去 而后者 也不愧是文明整个卢州的大文士 面对此情此景 丝毫不慌 继续对着苏鱼正色说道 姑娘 此师 乃我方才有感而作 你若觉得可抵千金 那便请碎了彭公子的心愿 你若觉得不能 只当我从未讲过此言即可 这 苏鱼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张着小嘴 一时间不知道该回应点什么 毕竟师这玩意儿 又不是买菜可以称金轮两 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宋征明嘴里 说他的诗值千金 可不论这诗好或不好 总归也不能卖啊 他不知该如何处置 而别人却是看热闹 不嫌诗大 很快便有人兴奋到 送大家 那您倒是先将诗拿出来啊 是啊 我等也听听 好帮苏鱼姑娘断一断 这诗究竟价值几何 不论如何 如此盛会能得送大家提诗 便已是一桩美谈 启鸿生瞬间响成一片 宋征明也不莫记 转身便将诗值 递给还没回过神来的彭本枝 彭公子 便由你来将此诗赠予苏鱼姑娘吧 孤独 彭本枝猴杰如动两下 颤抖着打开纸张看了一眼 脸色立马便有白转红 表情也越发激动 他像是得了什么西式珍宝一样 死死攥住宣旨 反反复复看了数遍后 才充满感激的望向宋征明 宋 宋大家 此诗您 您果真给我了 宋征明佛了佛衣袖 泰然落座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谢 谢送大家赏试 无数道急不可耐的目光中 彭本枝先是冲颂争鸣 身身一败 然后又挺着身子 目光扫尸一圈后 最终定在苏鱼身上 相比于刚才的失魂落魄 他此刻的状态 就像是连杆了五罐红牛 外加一瓶风油精一样 兴奋到了极点 苏鱼姑娘 诸位 且听此事 台上台下 瞬间鸭雀无声 只有彭本枝颤抖且高亢的声音 回荡其中 落尽残虹石土方 家鸣换作百花王 净夸天下无双雁 独占人间 第一项 一诗结束 全场稍顿片刻 好诗 有人率先喊了一嗓子 硬喝声很快便响成一片 确实如此 独占人间第一项 素鱼姑娘 或许可像那京城的杨柳诗一样 凭此句扬名天下呀 此句确实妙极 真不愧是送大家 入耳之言 大都是表示赞叹的 魏长天却没什么感觉 杨柳诗在旁边笑问道 公子 你觉得这首诗如何 还行吧 魏长天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这倒的确是他的真实想法 此时要说有多么精妙 足以流传百事 这当然不至于 但有一说一 却十分贴合今晚的情景 更关键的是 整首诗以牡丹御人 称素鱼是天下第一项 算是把她吹捧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这对青楼女子的吸引力 是格外大的 从素鱼目前激动的样子来看 这女人还珍宝不准 会因为此诗改选彭本之 正如魏长天所料 素鱼此刻确实很纠结 她能看出梁振身份不凡 但此诗的诱惑力 着实有些大 一诗底千金 但是这个故事流传出去 就定将成为一段佳话 何况这首诗 还极大的抬举了自己 对于素鱼这种档次的红牌来说 钱挣得多少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更关键的是要给自己 博一个好名声 只有她的名气越大 那些名门望族的公子们 才有兴趣替她赎身 从而让她彻底摆脱这烟柳之地 回归到正常生活 想到这里 素鱼终于是开口说道 谢送大家 彭公子赠师 奴家很喜欢 不瞒诸位说 奴家自打前一阵听闻了那 云响一长花响容之后 便朝思暮想着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得这样一首传世好诗 想不到今日竟是如愿以偿了 她这几句话 其实颇有点商业互吹的意思 这首独占人间第一箱虽说不错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 跟那手写杨柳式的云响 一长花响容差距很大 甚至完全就是两个档次 不过此情此景 也没人会跳出来唱反调 反倒是宋正明 自己听闻此言后 突然沉下了脸 哼 休要将我的诗与那诗作别 一个手刃当朝宰相的 最大恶极之人 诗写得再好 也是有才无德 这尼玛 这都能烫枪 魏长天一阵无语 同样被提到的杨柳诗 则是在一边无嘴偷笑 公子 看来这宋居是 怕是柳家那头的呢 我当然知道 魏长天翻了个白眼 而台上的夙语此刻 也颇有点尴尬 他窘迫的低头 说了一句是奴家诗言了 然后就再次看向梁震 梁大人 承蒙宁如此看得起小女子 听这意思 这是已经决定要选蓬本枝 准备跟梁震道歉了 梁震的脸色自然很不好看 胖县令更是着急的不行 可俩人此时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众目睽睽之下 总不好强迫一个弱女子 不过魏长天却不一样 他本来就憋着火 再加上 想顺便送梁震一个人情 因此 当即出声打断道 等会儿 就这破诗 也值千金 哼 就如同点燃了炸药桶 绣楼之中 瞬间一片哗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场众人只感觉 今夜所发生之事 比看戏还要刺激 这不就是之前那个拒绝了 苏玉姑娘的公子哥吗 对 我记得姓魏 应该是跟那梁大人一起来的 他竟敢如此搏颂大家的面子 也不知是什么来头 嘿嘿 我们看戏就是 一片嘈杂声中 苏玉又不知该怎么办了 而宋正明 则是先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盯着魏长天 沉声喝道 这位公子 我的施价值几何 苏玉姑娘自有评断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指点点 如此粗鲁之举 你家大人就没教过你礼数吗 这话算是很不客气了 魏长天当然也不会惯着他 冷笑一声 直接回怼道 若不是我现在不想再招惹是非 单凭你最后一句话 此刻就已经脑袋搬家了 你 宋正明何曾见过如此粗蛮之人 气到语气都有点哆嗦 你 你究竟是何人 宋居士 你刚才还骂过我吗 魏长天满是讥讽的撇撇嘴 我就是那个 杀了宰相的最大恶极之人 京城魏家 魏长天 魏长天 如同平地起惊雷 这仨子虽然声音不大 但却把所有人都炸得脑袋嗡嗡作响 这年头又没有互联网 也没有照相技术 大家伙只是听过魏长天的名字 却不知他究竟长什么样子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 如此目无王法的恶哨 大概率是那种一脸暴力凶恶 或许还带着点猥琐的形象 谁又能想到 眼前这位英俊替躺的公子哥 竟然便是那杀了宰相的魏家独子 魏长天 这 胖县令蹭地一下站起身子 满脸惊恶地向梁震求证道 梁 梁总兵 他真是魏家那位公子 可能是因为 此刻实在太过惊讶 胖县令一时没注意称魏 竟然是直接把梁震的身份也给暴露了 总兵 这位梁大人 竟然是蜀州总兵 在场众人虽然之前 就猜测到梁震一定是某位大人物 但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跟刺史同级的大官 好家伙 今晚到底是怎么了 先是梁震与彭本之豪致敬 两万两银子 只为征苏于出业 然后又是送大家 一师抵千斤 谁知他只是随口骂了两句魏长天 结果人家郑主就出来了 现在又多了一位总兵大人 惊讶一下子来得太多 搞得众人都有些麻木了 一个个全都傻愣在原地 不知道此刻该看谁好 而梁震 却并不在乎众人的目光 也没搭理胖县令 他先是看了看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宋征明 然后才开口问香魏长天 长天 此人你打算如何处置 五人自古就看不起闻人 更何况 现在双方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因此 他也是丝毫不含糊 与其中杀气净险 一句话 秀楼中的气温 便仿佛瞬间迈入了寒冬 而任凭那宋征明 再有文人傲骨 此刻也不自觉打了个寒战 下意识地失声叫道 你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魏长天冲梁震点了下头 示意这是他来处理 然后便一步步走向宋征明 吻合忍是两个概念 虽然魏长天现在处事时 一直都在求吻 但不论是穿越前 还是穿越后 他都不算是一个能忍之人 既然你敢骂我 又恰好被我听到了 那就总要付出点代价 五丈 四丈 三丈 魏长天走的速度并不快 脚步也不重 但他的每一步 却就像是 他在宋征明的心跳上一般 令后者的呼吸越发急促 光浪 挡在二人中间的桌子 被魏长天一脚踹飞 宋征明不受控制的腿一软 竟然是被吓到 重新跌坐回椅子上 也幸好有这椅子 否则他这下 有可能就直接摊到地上了 早就躲远的众人 看到这一幕后 表情皆变得有些诧异 可能是想不明白 一个大文士 为何会表现得如此懦弱 他们并无法完全 感同身受宋征明此刻的压力 以及内心的恐惧 毕竟很少有人 能在自身性命难保时 还可以面不改色 宋居士 哗插一声 魏长天踩碎一只茶盏 在宋征明身前站定 他微微低头 脸上挂着些讥讽之意 我与你说话 你却坐着 你家长辈没教过你 何为礼数吗 咽 气泻上涌 宋征明的脸色 瞬间变账的通红 只是他哆哆嗦嗦半天 也没说出个什么来 最后还是魏长天 无趣地摆了摆手 接着说道 算了 我没你这么多讲究 你愿意坐着就坐着吧 不过 方才你当中骂了我 这事又该怎么办 我 宋征明一阵雨色 他要是早知道 魏长天就在这里 肯定打死 也不会说那番话 不过 眼下事态 既然已经如此了 那摆在他面前的 便只有两条路可选 委屈求饶 或者宁死不屈 前者他有一定几率活下来 但余生 却注定 再也抬不起头了 估计要被人戳着几两骨 耻笑一辈子 至于后者 便只能赌魏长天 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杀自己 毕竟杀相风波未过 魏长天也亲口说过 现在不愿意招惹是非 再退一步讲 如果选第二条路 即便自己真死了 倒也算是留了个好名声 到底是人如苟活 还是以死明智 宋征明一咬牙 很快便有了决断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虽然还是腿软站不起来 但他的背 却是挺直了不守 死死盯着魏长天 正气凌然地大喝道 骂便骂了 又能如何 我方才所言 乃天下万民所想 你若是听不得 要杀要寡随便你 我绝不会皱一下眉头 宋征明的此番表现 终于令旁人心生敬佩 甚至连魏长天 也稍微惊讶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到 刚才那似笑非笑的模样 淡定道宋居士果然傲骨 不过却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些 万民所想 你又如何代表得了万民 哼 公道自在人心 是非自有公论 宋征明摁住椅子扶手 终于站了起来 魏公子不会还不知道 自己在这天下百姓心中 是何种人物吧 嗯 我还真不知道 魏长天笑了笑 不如我现在问问 问 宋征明愣住了 魏长天也不管他 而是扭头 看向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 竟然真的笑问道 这位兄弟 你觉得我是宋居士所说的那种 罪大恶极之人吗 啊 被问之人直接傻了 哪里敢说是 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当 当然不是 很好 魏长天满意地点点头 又问向第二个人 你觉得呢 我 第二个人直接选择装聋作哑 公子 我压根 就不知您做过何事 但俗话说 面由心生 您长得如此俊朗 想必也定有高尚的品德 嗯 魏长天笑容愈发浓烈 又问了几人之后 这才重新 把头转向宋征明 宋居士 这便是你所说的万民所想 哼 宋征明冷笑一声 正气道 他们无非是怕你而已 魏公子如此自欺欺人 又有何意义 哦 原来是因为他们怕我 所以没说实话 魏长天脸上的笑容 慢慢脸去 与其瞬间变得冰冷无比 那皇上呢 宋居士觉得 皇上也怕我吗 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魏长天斜眼看过去 我杀柳相之事 皇上并非不知情 既然我罪大恶极 皇上为何不将我处死 也不将我关在狱中 若按照宋居士的说法 难不成是皇上糊涂了 你 宋征明哆哆嗦嗦 指着魏长天 脸上毫无血色 而魏长天 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继续步步紧逼道 我懂了 怕不是宋居士觉得自己 比皇上更聪明 更明事理 一定是这样了 毕竟你刚刚也说了 自己所言 可代表天下万民 连皇上都不敢说的话 宋居士却敢说 还真是厉害 小子实在佩服得简 魏长天说到最后 甚至还细血地冲宋征明 拱了拱手 这个举动本来再平常不过 但此刻却就像一柄重锤 狠狠砸在宋征明的胸口 他只觉自己猴头微甜 旋即便是一口浴血喷出 破 鲜血应燃 染红了唇白的文士袍 宋征明被气脱了血 不过还不至于就此丧命 只是瞪大眼睛 再一次跌坐回了椅子上 但不管他日后会如何 反正魏长天给他扣的 这顶灭君之罪大帽子 算是摘不掉了 众人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样一种发展 全都愣愣地看着 直到梁震的大笑声 自不远处响起 哈哈 好 梁震蹭的一下 从座位上站起身 向这边走来 看得出确实很痛快 他甚至觉得 魏长天的这番操作 要远比一刀 砍了宋征明来的还要爽 长天 咱们走吧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梁震便喜滋滋地准备走人 谁聊魏长天却是纹丝不动 梁叔 还有一事没办呢 梁震一愣 何事 当然是苏鱼姑娘 这 梁震万万没想到都这时候了 魏长天竟然还记挂着 自己睡女人的事 虽然苏鱼现在肯定会选自己 可总有点仗势欺人的感觉啊 长天 此事 梁震有些犹豫 不过魏长天却笑着打断道 梁叔 这本就是梁马士 梁震看了一眼 一直傻愣在台上 此刻也不知做何感想的苏鱼 摇摇头道 还是算了吧 为何要算了 魏长天正色道 就因为那手破尸 梁叔你从容数十年 为了天下安宁 斩妖杀敌无数 如此英雄功绩 却抵不过一首写女子的俗诗 我不答应 不是 这都哪个奶啊 梁震先是一阵无语 但同时又有点莫名的感动 确实 自己十六岁便从容入伍 为了大宁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现在居然连个女人都睡不得了 睡 必须得睡 他当即不再拒绝 而魏长天也在此时继续说道 再说不就是诗吗 我也有 既然宋居士觉得他的诗能抵千金 那我便赠梁叔一首 也好让宋居士平平 能值多少钱 值 笔 大手一挥 立刻有梁震的清兵 从旁边将摆放着笔墨纸焰的桌子 直接整个搬了过来 刷 刷刷刷 魏长天毫不犹豫 提笔飞快地写好四句短诗 然后将纸递给梁震 梁叔 此诗赠你 好 梁震接过宣旨 本以为应该也是一首类似云响一场花响容的抒情诗 可谁知 好诗 这才是好诗啊 豪迈的笑声 比之刚刚还要成上几分 他脸上畅快的样子 怎么看 也不像是装的 众人一阵不明 所以 就连嘴角血迹未干的宋征明 此时也死死盯着那薄薄的宣旨 不知道魏长天 究竟写了一首什么样的诗 不过 大家 虽然心里好奇得紧 但却无人敢催梁震 一个个都只是面面相去地默默等着 直到笑声渐息 浑厚的声音 缓缓将全诗送出时 所有人的表情 才开始逐渐变得精彩 有人激动到无以复加 有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有人则面露热血之意 男儿何不带无钩 横刀立马十二周 请君赞上林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 毫无疑问 这首充满了对书生文士比夷之情的诗 并不是写给苏瑜 而是写给宋征明听的 不过魏长天改了其中一句 原诗的第二句是收取观山五十周 如今被改成了横刀立马十二周 此十二周指的是位于大宁边境的十二个周郡 并不影响整世的意境 宋居士 你听得懂这首诗不 带梁振宋完诗 魏长天笑着俯身看向宋征明 要不要我给你讲讲 你 宋征明瞪大眼睛 身体不住颤抖 看来是不懂 魏长天故作惊讶地摇摇头 自顾自解释道 这首诗是说 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多做些斩妖杀敌之事 而不是只会在这烟柳之地卖弄笔墨 不幸的话 你可以去朝廷经表功臣的林烟阁看看 数数其中 又供着几位书生学士 嗯 大体就是这样 现在懂了吗 咦 宋居士刚刚不是还挺能说会道的吗 怎的现在又不说话了 要不我再讲得更直白一点 魏长天凑到简直就要 被气晕的宋征明耳边 小声说道 我的意思是 像你这种伪君子 就不是男人 扑吃 血溅如注 鸡舍半空 宋征明喷完这口血后 竟然真的一番白眼晕死过去 梁叔 魏长天扎扎嘴直起身子 对着 还沉浸在淋漓失忆中 不能自己的梁振说道 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好 梁振回过神来 扭头看向台上的苏鱼 后者此时早就吓得说不出话了 还是那胖县令反应够快 忙不迭催促道 苏鱼姑娘 你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跟梁大人走 是 是 苏鱼连忙答应 可脚上就跟灌了签一样 寸步难行 他求助似的四下望去 想要找人帮忙 不过那些丫鬟 老宝 早就躲到不知哪里去了 一时间 周身竟是空无一人 幸好此时 有位戴着面纱的女子 从台下上来 伸手轻轻拉了他一把 莫怕 杨柳诗扶住苏鱼 柔声笑道 他们又不会吃了你 苏鱼虽然知道 眼前这位女子 是陪魏长天来的 但听到这句话后 也确实瞬间放松了不手 最起码总算是能迈开步子了 他一边跟着杨柳诗走 一边小声道谢 苏鱼谢过 夫人 哥哥喽 我哪里是什么夫人 杨柳诗开心地笑了笑 轻声说道 我之前跟你一样 也是个花魁呢 只是后来被那位公子 一手势给骗走了 啊 苏鱼一愣 下意识地问 敢问姐姐是哪手 就是你羡慕的锦的那手 杨柳诗不顾苏鱼 惊讶无比的目光 默默抬眼望向不远处的魏长天 云响一长花响容 横刀立马十二周 公子 总有一天 我会搞懂你的 一住相后 魏长天等人坐着马车 带着苏鱼回客栈去了 不过就在马车 驶出一段距离之后 魏长天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大叫一声道 坏了 我忘了一件事 公子怎么了 杨柳诗本来正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这一下也被搞得一阵紧张 忘了何事 宇蒙姑娘 魏长天的表情无比懊恼 忘了 把他也带回去了 白白花了我一百两银子 杨柳诗 公子 还真是难以搞懂呢 一日一早 众人便离开了安逸县 继续南下 魏长天昨晚本着钱不能白花的原则 最后还是派人把宇蒙姑娘 也接到了客栈 具体过程没什么好说的 总之体验尚可 他们今早走时顺便把苏瑜和宇蒙送回了秀楼 期间还听说了两件事 一是那彭本之回家后 被他爹活生生打断了腿 二是气个半死的宋征明 昨夜好不容易醒过来之后 立马便被官府带走了 没有官身的闻事 没人在乎 马车卷起烟尘 众人在胖县令如是重负的眼神中 终于消失在地平线尽头 只留下了昨夜那段一波数折的故事 以及一句 男儿何不带无钩 横刀立马十二周 魏长天并未太将这一切放在心上 上车之后 又整着杨柳式的大腿 睡了个回笼觉 然后起床开始打牌 梁震心情畅快 一边策马奔腾 一边喊着些四哥四号的吊子 仿佛找回了于战场上奋勇杀敌时的感觉 梁清气鼓鼓地从车帘中探出脑袋 时而看看自己得意忘形的轻爹 时而又望望不远处的黑色马车 似乎在犹豫着 要不要找魏长天谈一谈 车轮滚滚 朝日未生 清白的曙光和淡淡的陈雾交融在一起 点染着官道两侧的山山水水 而就在此时此刻 尚且留在京城的萧峰 却正守在春生书房外的一家早点铺子中 目光死死盯着晨光朦胧的道路尽头 他跟身边的汉子都带着行囊 俨然一副要即将出远门的模样 所去之地自不用说 只不过在此之前 他却还是想再见某个人最后一面 堂主 我们在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万一被魏家的人发现 汉子手中拿着一张吹饼 不过却一直没吃 只是不停四下张望 萧峰相比他就要淡定得多 虽然也没吃东西 但表情明显不那么紧张 任大哥不必担忧 我已给你一锅容了 魏家人不会那么轻易认出我们的 是 汉子无奈地点点头 他咬了一口吹饼 由于半天后 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好奇 试探着问道 堂主 话说明冒着如此危险 到底是在等谁啊 早点铺子里人声鼎沸 搭着长津的火鸡 在堂内来回穿梭 萧峰沉默半赏刚欲作答 一辆马车却在此时 突然出现在视野当中 哒哒 哒哒 枣红色大马拉着严严实实的车轿 有远即进驶过门前 带起一阵风 轻轻吹动了店铺的棕色招翻 萧峰一直目送着马车 驶进春生书方的院子 然后才轻声说道 任大哥 你先去城外的老地方等我吧 堂主 您等的人来了吗 汉子一愣 立刻将吹饼撂下 我陪您一起去 也好有个照应 不必了 萧峰摇摇头 眼神有些忧郁 不会有危险的 那堂主自己多加小心 大汉虽然有些担忧 但他也不是那种扭捏的性格 稍微思索片刻 便拿起包裹 低头离开了早点铺子 而萧峰目送他离开后 又在原处坐了好一会儿 一直等到接对面的春生书方 将写有书字的招翻挂出来之后 这才慢慢站起身子 冲旁边的伙计吆喝道 小二 结账 来了 火鸡似乎跟萧峰很熟 立刻跑过来 一边收拾碗筷 一边笑道 公子 今日你们是两个人 总共五十文 给 萧峰随手丢了一小块碎银到桌上 剩下的是赏钱 啊 小二既惊又喜地 赶忙将碎银握在手里 嘴中连连道谢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无妨 萧峰伸手拿起搁在旁边的包裹 笑道 你家澡粥的味道确实不错 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喝的 公子 小二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您是要出远门吗 是啊 迎着朝阳 萧峰大踏步向春生书方走去 只留下了一句 多少有些莫名其妙的话 此番一去 怕是能回来的便只有一个 李公子 我昨日就跟您说过了 只有买典藏版的西游记 才可得那营业 简装版是没有的 这位小姐 您可是来买书的 扑克牌不单卖的 不过您只要买本店任意一本书 我们便会赠名一付 郭老爷 西游记 中部 还有十日便应售了 还请您在耐心等些十日 虽然才刚开门没多久 但春生书方的店铺中 便已有了不少顾客 几个伙计在其中忙里忙外 若实在太忙 一个大户人家丫鬟模样的女子 也会出来帮衬一二 此人当然是邱云 至于陆静遥 此刻正在后厅中 给李扬展示麻将呢 如此情况便可碰排 一对为将 如此便是胡牌了 李公子 麻将的规则大体便是这样 你懂了吗 差不多懂了 李扬皱眉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地嘀咕道 比只扑克牌一局所需的时间更长 也更考验打牌之人的排计 不过却不似扑克牌那样方便 必须要四人才可成局 也不知卫兄是怎么想出这等游戏的 他一边琢磨其中门道 一边自言自语 差不多一炷香后 才想起旁边还有个陆静遥 啊 小嫂子对不住 方才我光顾着抢着麻将了 没事的 陆静遥笑道 相公走之前 让我只管将这麻将交给公子 说是 你定能将其发扬光大 卫兄太看得起我了 李扬面露些许感动之色 小心将麻将收好 小嫂子 麻将之事 我先回去琢磨琢磨 若有不懂之处 还要再向你讨教 嗯 李公子千万不要客气 陆静遥轻轻喝了口茶 又跟李扬开始商量 西游记和书方的其他事情 春生书方原本是李扬占股两成 魏长天占股八成 不过魏长天走之前 考虑到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再管书方之事 干脆便又多给了李扬两成 剩下的六成 也暂时化到了陆静遥名下 因此 目前春生书方纸面上的大股东 其实是陆静遥 而之后 他若是去蜀州 那这些干股 便会再转给王二 魏长天能如此做 也算是挺幸的过陆静遥了 李扬和陆静遥两人 一面喝茶 一面开股东大会 直到秋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李公子 夫人 他看了看陆静遥 小声说道 外面有位男子找您 说是您的故人 正厅之中人来人往 陆静遥却并未发现 有自己的故人 秋云 那位公子呢 他疑惑地扭头问向秋云 后者此时却同样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咦 那人方才明明就在这里的啊 夫人 秋云姑娘说的没错 刚刚确实有位公子找您 旁边一个伙计作证道 不过 我只是赚了个身的功夫他便不见了 不见了 陆静遥皱眉问道 那人长得什么样子 嗯 个子不高 但是挺精壮的 穿了一身布衣 眼睛不大 嘴唇有些薄 伙计努力回忆了一番 而陆静遥听了半天 却也不曾记得自己 还认识这样一个人 他在嫁到魏家之前 基本都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状态 本就不认识几个年轻男子 就更别说什么故人了 难道是找错人了 可对方明明是点名道姓 要见自己啊 那人说什么了没有 想了一会儿 陆静遥又问 没有呢 秋云如实回答 他只是问我 陆姑娘可在这里 他喊我做姑娘 陆静遥一愣 嗯 秋云点了点头 我当时也有些奇怪呢 还在想他若 真是夫人您的好友 又怎么会不知 您已经出嫁了 听着秋云的话 陆静遥微微张了张嘴 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此人该不会是萧峰吧 虽然魏长天之后 从未再跟他提过 这个男人的事情 但毕竟 那晚萧峰并没死 陆静遥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忙不迭又问向那个伙计 那男子的样子 你再仔细 与我讲一遍 是 伙计见陆静遥 突然变得如此紧张 便赶紧重复道 个子不高 眼睛不大 嘴唇有些薄 陆静遥一面听 一面企图与萧峰进行抵对 但直至此时 他才察觉到了一件事情 自己竟然已经有些 记不清萧峰的模样了 秋云 晨阴片刻 陆静遥突然看向秋云 表情有些严肃 准备纸笔 我要给相公写信 啊 秋云一愣 夫人 公子现在怕是还没到蜀州呢 陆静遥摇摇头 没事的 相公走之前说了 如果有紧急之事 便可以先将信寄到蜀州的梁府 紧急之事 秋云好似明白 陆静遥为何要写信给魏长天了 当下也不再多问 立刻提群去准备纸笔 而陆静遥 则是抬眼向四周看了一圈 甚至还跑到屋外左右张望了一番 街道上的行人熙熙攘攘 并无任何一样 陆静遥当然找不到萧峰 因为后者 在听到他说出那句 我要给相公写信之后 便转身离开了 萧峰今日来本是想看一眼 陆静遥便走的 但最终却没忍住 多听了两句话 早知如此 还不如不听呢 凭借着高超的易容术 混出城门 在一处的茶滩边 找到了早就等在这里的汉子 唐主 汉子牵着两匹马迎了上来 您来了 嗯 您见到那位想见之人了 没有 萧峰接过缰绳 嘴中冷漠地吐出三个字 他死了 汉子张大嘴巴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好半赏过后才试探到 唐主 你 我没事 萧峰摇摇头 翻身上马 任大哥 走吧 哒哒 哒哒 马蹄声渐远 吹起一阵秋叶 两人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五日后 就在萧峰和陆静遥的信 一前一后直奔蜀州而来时 魏长天已经站在 刻有蜀州二字的大界事前 摇头晃脑了 终于到了 自从在安逸县 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之后 众人的行程便安稳了许多 再未发生过什么意外 如此情况下 他们赶路速度自然就大大加快 终于在离京半个月后 进入了蜀州境内 长天哥 这届时足有三丈高 梁庆见魏长天 仿佛对这届时颇有兴趣 便笑着在旁介绍道 据说其上的蜀州二字 是先帝已剑刻成的 用剑刻的 魏长天好奇地伸手摸了摸 时尚的凹陷之处 嘖嘖称其道 看这二字像是一笔而成 想不到有人对内力的掌控 竟能达到如此精准的程度 长天哥却是猜错了 梁庆笑道 先帝刻这二字时 并未用内力 没用内力 魏长天一愣 怎么可能 不用内力如何能刻得这样深 这便是此时的奇妙之处了 梁庆拔出随身佩戴的一柄匕首 灌住内力后 用力向石面上一划 当 一声翠响过后 石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看着魏长天惊讶的眼神 他颇为得意到 此时名为所先时 可屏蔽天地真气 若想在其上留下痕迹 就必须得以纯利为之 说吧 梁庆又再次挥动匕首 不过这次确实没用内力 吃了 匕首闪过 留下了一道微不可查的白痕 靠 这么神奇吗 魏长天一副留姥姥金大观园的样子 竟然还有这种石头 长天哥 你要不要也试试 梁庆将匕首递过来 笑眯眯道 看看能留下多深的刻痕 这又有什么说法 魏长天不解 梁庆解释道 既然内力对此时无用 那便只能靠技法 一般来说 能够留下的刻痕越深 便说明 此人对所习武器的领悟程度越深 很多人路过这里 都会是上一世呢 但从未有人超过先帝的三寸之身 三寸 魏长天摸了摸梁庆留下的那道白痕 眼神有些古怪 那你这 长天哥 你莫要笑我 梁庆有点脸红 嘴里争辩道 这 这边已经算是不错了 就这 还算不错 魏长天心里吐槽 但却没敢说出来 还是留条后路吧 万一等会儿 自己要是连条白痕都留不下 虽然有这方面的担忧 不过魏长天还是觉得 自己应该不至于这么拉垮 毕竟 梦到练的 就是实战和技法 再加上天际的刀法 龟尘刀 他还不幸 能比梁庆都差 那我也试试 颠了颠笔手 微微退远半步 魏长天也不默计 深吸一口气 旋即便在梁庆的目光中 狠狠像石面一刀扎去 咔嚓 一声闷响过后 梁庆就像是突然被试了定身咒一样 目瞪口呆地傻愣在原地 这个 魏长天要稍微好一些 最起码 此事还能说出话来 他伸手直指自己的杰作 咽了口唾沫问道 你不是说 从没有人能磕三寸身吗 那这又是咋回事 梁庆完全没有反应 眼睛依旧死死盯着石面 只见那把匕首的刀刃 已有一大半没入石中 只剩下了底端的一小节外加刀柄 在微微颤抖 半竹相后 一群军汉无比震惊地围在戒石周围 嘴巴张得一个比一个大 他们一会儿看看 依然定在石面上的匕首 一会儿看看魏长天 感觉就像是在看一只三条腿的蛤蟆 长天 梁震占据了最有力的位置 摸了摸匕首刀刃后 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梁叔 我也不知道 魏长天此时也很猛 他是万万没想到 龟尘刀这门武技 竟然如此牛逼 你嘛 早知道这样 自己就该留点力的 可能 是我太过天赋异禀 梁震被噎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揭查 由于片刻后 便手握刀柄 发力先将匕首给拔了出来 没有掉落任何碎石粉末 从匕首整体的长度来看 刚刚刺入石中的深度 大约在两寸左右 还好还好 不算太夸张 魏长天暗自松了口气 梁震看了看他后 也没再多问 而是深吸一口气 陈生对一众清兵命令道 都散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此事谁也不准说出去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是 将军 一群军汉微微一愣 玄疾四下散开 常天 带众人走远 梁震这才将匕首还给魏长天 正则说道 看起来 你所习的武技颇为犀利 但又不是你爹的鬼煞刀法 不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个 魏长天没想到 梁震瞬间就能猜出一半原因 想了一下后 也没藏着掖着 梁震 此刀法名为龟尘 是我从家中的五格里随意挑的 原来如此 你的运气倒实属不错 梁震点点头 又看了眼一脸向往的梁庆 接着说道 可 贤侄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不情之请 魏长天声音一顿 立马懂了 梁叔可是想让我将此刀法交给气儿 是 梁震挠了挠头 好像是有点不好意思 我知此事有些强人所难 但是 没事的 气儿如果想学 我自然愿意交 魏长天笑打断道 梁叔这一路上 对我如此照顾 如此小事我 当然不会推脱 哈哈 好 梁震满意地大笑两声 梁庆的脸上 此时也露出了惊喜之色 长天哥 你果真愿意教我 当然 那 那我们现在便开始吧 正好离吃午饭 还有一段时间 啥 魏长天一愣 想不到梁庆的学习欲望 竟然如此强烈 不过 他很快也就理解了 这种感觉 可能就跟前世网购完之后 等快递差不多 恨不能下一秒 便把心仪之物拿到手 行 那便听你的 魏长天点头答应 而梁庆文言后 则是立马迫不及待地拉住他的手 转身便往远处跑去 爹 我们去那边了 吃饭时再来喊我们 知道了 梁震看着两人消失在路边的树林中 心中对魏长天越发满意 长天这小子现在真是不错 既能闻又能武 做事也够果决 关键是还有情有义 这么厉害的刀法 说教就教 一点都不含糊 只是不知道这样一个大人情 自己该怎么还 算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还想这些做什么 嗯 俩人大婚的时候 摆多少桌合适 嫁妆又该被点什么东西 老魏家世代单传 自己闺女要是能多给 常天多生几个男娃就好了 梁震那边已经开始畅想 魏长天跟梁庆的婚后生活 而这俩人 此时则正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 一本正经的上课 任何一门功法 都不是说一上来就能练的 都需得先了解一下 这功法的原理 以及一些优劣之处 眼下魏长天 就在点梁庆讲这些东西 这龟尘刀 最讲究一个发力的精准 出刀石的力量 需要集中在一点之上 此刀法的好处就是 并不太过依赖内力 只要练好了 即便是境界低微之人 也能施展出巨大威力 缺点就是难练 每日须得至少挥刀练习万次 才会有进步 且要日日如此 长天歌 梁庆听到这里突然疑惑道 你也是如此做的吗 为何这半月当中 我从未见你练过 这个 魏长天只是顿了片刻 立马正色道 我平时都是等你们睡了之后 才会起来独自练习 你当然见不到 啊 竟然是这样 梁庆轻呼一声 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场景 朦胧的月下夜风阵阵 魏长天站在空无一人的院中一遍遍挥刀 收刀 额头上虽有细密的汗珠 但眼神却无比刚毅与顽强 长天歌 他心头突然涌上一股敬佩与感动 轻轻低头说道 以后 我陪你一起 啥 一起 魏长天文言 差点脱口而出一句 大可不必 虽然不知道 梁庆为啥想跟自己双修 但反正 自己是 绝对不会闲得 没事跟他一起练刀的 梦道 他不香吗 一比五的时间流速 还能睡觉修炼 两不耽误 不比苦哈哈的 一刀一刀练强多了 可 气 想到这魏长天赶紧拒绝刀 你的好意我明白 不过 我一般都是一个人练刀 等我把归尘刀的招式 全部交给你之后 我们就还是各练各的 你有不懂之处 再来问我就好 梁庆默地抬起头来 表情有些不解 又有些委屈 长天歌 你 你是嫌弃我吗 你想哪去了 我不是都说了吗 魏长天慌忙劝道 我只是习惯了一个人修炼而已 习惯了 一个人 梁庆愣愣地看着魏长天 又回想起 那柄定入戒时 足有两寸身的匕首 即便这龟尘刀法再如何厉害 长天歌也定是练了很久很久 才能达到如此程度吧 所有人都在说 长天歌是混吃等死顽固子弟 可他们又哪里知道 其实长天歌一直都在默默努力 只是这个过程 没人能够理解 认同 所以长天歌便只能忍受着世人的白眼 背负着骂名与嘲讽 独自坚持着走下去 直到孤独变成一种习惯 好心疼哥哥 长天歌 我明白了 过了好一阵 梁庆慢慢将一缕长发拢到耳后 语气十分真诚地轻轻说道 我听你的 不过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 突然红着脸走进一步 不过你要答应我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坚强 魏长天 不是 这都哪个哪啊 我怎么就不坚强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梁庆是怎样一种脑回路 刚想说话 耳边却又传来了一句 长天歌 最起码 你还有我呢 半个时辰后 树林外随形的厨子 已将午饭背后 而魏长天 也跟梁庆一前一后 从林中走了出来 魏长天 已经把龟尘刀最基本的练刀之法 交给了梁庆 待他自己练个几日后 便可以正式开始学习招式了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梁庆为啥对自己的态度 突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什么叫最起码 你还有我 这一句话怎么听 怎么暧昧啊 魏长天哪里会想到 这居然是梁庆自己脑补的结果 琢磨了半天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最后也懒得再想 算了 大不了就是家里再多张床 问题不大 吃过午饭 众人又在原地休整了一会儿 便准备继续赶路 此处距离蜀州城 还有两日的路程 但既然都已经进了蜀州境 那梁震也不愿再跟之前那样走走停停 更希望早些回到自己的老巢 不过就在大家各自忙碌 做着开拔前的准备工作之时 魏长天却鬼鬼祟祟的 又一次站到了那届时之前 手里捏着龙银刀柄 嘖嘖嘖 索现实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别的用途不知道 但最起码用来做个护甲 效果肯定好 能屏蔽天地真气 也就意味着 所有内力攻击对他无效 这不就是磨免效果吗 自己已经有了那件在张府得到的那甲 如果再加上这么一件护甲 好家伙 物抗魔抗 岂不是就都有了 魏长天越想越美 目光反复在大大的介石上打量几圈 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好下刀的地儿 一小块凸起 挺薄 自己多来几刀 应该便能砍下来 打定主意后 他也不犹豫 抬眼瞅了瞅不远处忙碌的众人后 便直接拔刀出鞘 用尽全部力气 向着那处凸起一刀斩下 咔 咔咔咔咔咔 没功夫去研究 自己这次砍了多身 魏长天一连又挥出七八刀 每一刀都落在了同一条裂缝之上 扑通 终于 差不多拳头大小的石块 从介石上脱落 切面如金属般反射着青光 魏长天美滋滋地拿起石块 心中估摸着 如此大小 够不够做成一件那甲 若是墨成粉 再搭配上其他的一些材料 应该是够的 就是 可能效果会有所折扣 等会儿 不对啊 魏长天看着手中石块 突然愣住了 这所先实 自己切起来就够费劲了 又怎么可能把它磨成粉 靠 这不白折腾了吗 要是没法磨成粉状 单就手里这么点玩意儿 做个护心镜都费劲 除非 再切一块更大的 可这未免动静就太大了 魏长天皱着眉头有些纠结 甚至都没注意到 自身后走来的梁振 长天 你这是在干嘛呢 梁叔 魏长天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扭回头来尴尬道 我本来是想再来试试 自己能砍多身 结果一不小心砍下了一小块石头 梁振看了一眼魏长天手中的石块 好笑道 这怕不是不小心吧 这个 魏长天见自己被拆穿 也干脆不再找借口了 一咬牙直接说道 梁叔 我其实是想弄块石头 回去做个内甲什么的 梁振一愣 做假 用这所先实 对啊 魏长天理所当然道 既坚硬 又不具内力 如此石头 简直就是 做护具的最佳材料 嘶 梁振倒吸一口凉气 愣了好半场 然后突然狠狠一拍手掌 对啊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 长天 你这颗未免也太小了些 来 我来帮你 魏长天目瞪口呆地 看着已经拔出佩刀的梁振 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长天 你还站着干嘛 快些一起动手啊 来 来了 哒哒哒哒 当密集的马蹄声再次响起时 已是黄昏了 迎着落日 一百余骑和七八辆沉甸甸的马车 很快消失不见 只在原地留下了几堆燃尽的篝火 和一块芥石 芥石一丈来高 表面凹凸不平 骑上单刻着一个鼠字 其实 要不是魏长天和梁振 最后实在太累了 这个鼠字 应该也没了 不过做人也不能太贪心 弄走一半 已经足足够用了 这便是那所先实 你们想想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用处 马车里 魏长天随手将一小块石头丢给张三 虽然人累得够呛 但脸上却是洋溢着喜色 公子 张三仔细端向了一阵所先实 又用内力试了试 这才若有所思道 这石头除了可作防具 或许还能用作毒药 毒药 魏长天不解 这玩意儿有毒 有没有毒小人不知道 但既然 他能组织内力 张三眼睛微眯 如果将其磨成粉末 给修行之人服下 轻则气息紊乱 重则经脉鼻塞也说不准 说得有道理 魏长天微微点头 嘴中称赞道 张三 索先实能不能用作毒药我不知道 但你确实够毒 谢公子夸奖 张三面不改色 又将索先实递给了杨柳诗 杨柳诗倒是没有这么阴毒的建议 只是觉得 这东西或许可以做储物之用 来屏蔽一些至宝自身所散发的天地灵气 嗯 这个想法也不错 果然还是人多力量大 魏长天满意地点点头 刚想把索先实拿回来 却突然发现 坐在杨柳诗身边的阿春的脸色有些不对 是那种因为缺氧而导致的惨白 怎么回事 刚刚还是挺正常呢 阿春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魏长天接过索先实后 立刻问了一句 而阿春此时 也好似终于一口气喘了上来 赶忙摆着小手说道 老爷 我没事的 就是刚刚突然有些气闷 现在已经好了 是吗 魏长天跟杨柳诗对视一眼 月儿则是 已经给阿春倒了杯热茶 还贴心地在里面加了块糖仪 谢谢月儿姐姐 可能是感觉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 阿春很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 好半上才捧起茶杯 开始小口喝茶 看着脸色逐渐恢复正常的小丫头 众人都轻轻松了口气 唯独魏长天 却突然皱了皱眉 慢慢又将那块锁鲜石拿出来 直接摆到了阿春面前 嗯 就像是发生了什么奇特的化学反应 阿春的小脸几乎是一瞬间便又开始变白了 此情此景 任谁也能看出阿春有问题了 月儿满脸不解 杨柳诗秀眉微皱 张三已经一手悄悄摁住了刀柄 不过魏长天倒并不是太担心 虽然尚不知 阿春为何会有如此反应 但结合上他之前的表现来看 他应该不会是妖 也不是什么反老还童的绝顶高手 之所以会有这个判断 感性一点来说 是因为阿春的眼神跟魏巧琳很像 都带着小孩子独有的那种清澈与纯真 理性上则是因为不论是狐妖杨柳诗 亦或是修行之人的自己和张三 在接触到索仙石时都没有什么不是 这也就说明索仙石对妖族和武人 并没有明显的压制效果 阿春将索仙石拿远了一些 魏长天轻声问道 你刚才是什么感觉 嗨嗨 阿春努力平复了一下呼吸 有些害怕地回答 老 老爷 我喘不上气 好像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喘不上气 魏长天思考一阵 又问 是一靠近这块石头 就会有这种感觉吗 是 是 那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 阿春犹豫了一下 跟犯了错误一样 小声承认道 可 可还是有些气闷 嘶 这是怎么回事 魏长天眉头紧锁 人的内力跟呼吸 完全是两套运转系统 相互之间几乎不影响 这所现实 能组织内力 可也组织不了正常呼吸 更何况 阿春并未修炼过 经脉未通 体内压根就不会有内力 魏长天并不是那种 会让一个定时炸弹 留在身边的人 既然自己想不明白 那就只能问问梁振了 一出香后 阿春又被折腾了一次 梁振一开始 同样是面露疑惑之色 不过 待他捏住阿春的手腕 感受了一番后者体内的气息之后 表情却瞬间变得惊讶 常天 阿春他 或许是先天道体 先天道体 魏长天一愣 这是什么 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体质 梁振解释道 出生时便六十四脉全开 一呼一息 皆是在炼气吐纳 阿春可能是从小便习惯了这种呼吸方式 因此 如今靠近所先时候 才会有气闷之感 靠 还有这种体质 魏长天惊讶道 那修炼起来 岂不是会很快 岂只是快 梁振的眼神里竟然有点羡慕之一 简直就是一日千里 听到这句话 众人的眼光 一下子齐刷刷 集中到阿春身上 小丫头并不太明白 梁振说的是什么意思 下意识地往杨柳诗身后躲了躲 有些害怕的小声问道 夫人 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阿春别怕 杨柳诗摸了摸她的脑袋 柔声安慰道 对你来说 这不是一件坏事 嗯 阿春捏着衣脚 犹豫着抬头又问 那那我以后还能伺候夫人和老爷吗 这孩子是呃怕了呀 杨柳诗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看向魏长天 等着他拿主意 魏长天也没有接着说话 一直看着阿春若有所思 虽然梁振说阿春是先天道体 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具体阿春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也可能永远都没有定论 因为连原著里 都不曾出现过这样一种体质 魏长天记得 小说里唯一提过的一种 特殊体质是悬婴圣体 估计还是作者为了后期那段女子体质特殊 不跟萧峰啪啪啪 就要死的狗血剧情 瞎编出来的 所以 对于这种深藏秘密 且来路不明的人 最稳妥的处理办法 便是尽早撇清关系 以免养虎为患 不过 如果阿春真是悬天道体的话 将来又很有可能成长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到底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呢 魏长天想了好一会儿 终于开口问道 阿春 你想跟着我们吗 嗯嗯 阿春跟小鸡啄米一样 不停点头 我想跟着夫人和老爷 那你愿意修炼吗 魏长天又问 修炼 阿春对这俩字很陌生 虽然最近几天 总是会听到魏长天他们偶然提起 但从未觉得会跟自己沾边 能吃饱饭 不用在四面漏风的屋子里睡觉 便已经是他最高的追求了 我听老爷的 他弱弱地答了一句 算是答应了 嗯 不过修炼是要吃苦的 魏长天正色提醒道 我不怕吃苦 可能是觉得自己口说无凭 阿春有些恐惧地 看了一眼摆在桌角的索仙石 由于片刻后 竟然主动拿起来 颤抖着举到魏长天眼前 老 老爷 以后我要是不听话 或者 咳 或者偷懒 你就用这块石 石头罚我 阿春这句话 因为气闷说得十分费力 不过他还是断断续续地坚持说完 然后便满脸 祈求之色地望着魏长天 小丫头是真的害怕 再回到之前那种吃了 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并且也已经有点把魏长天等人 当作是自己的亲人了 老爷虽然严肃起来的时候 有点吓人 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很好说话的 有时还会给自己讲一些新奇的故事 夫人不仅长得跟仙女一样 性子也很温柔 前两日路过佩州城时 还给自己买了好几件新衣服 还有不爱说话的张三叔 和特别照顾自己的约儿姐姐 因为喘不上来气 阿春举着索仙石的小手越发颤抖 只感觉手中的石块越来越沉 不过他还是紧紧咬着嘴唇 用尽全身力气 把索仙石又往魏长天面前送了送 老老爷 阿春还想再祈求一下 魏长天不要丢掉自己 可眼下却实在气短到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不过也就在此时 随着手上一清 他全身上下的不适感 突然大大缓解 气血也瞬间恢复了流通 魏长天终于是接过了索仙石 好 那以后 我便亲自教你修炼 谢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阿春等不及身体恢复一些 眼泪汪汪的 便跪下磕头 魏长天也没拦 等他磕完三个头后 才示意杨柳诗 将他扶了起来 阿春 既然我要教你修炼 那以后 你便是我徒弟了 刚刚那三个头 就当作是你的拜师礼 你可愿意 我 阿春愣了一下 憨憨道 我愿意 老爷 叫师父 师 师父 收阿春做徒弟 还真不是魏长天一时兴起 既然这小丫头 有如此修炼天赋 而自己 又准备着重培养她 那两人间之前的主仆关系 便显得有些约束力不够 而魏长天 又不可能跟阿春 发展出男女关系 所以师徒关系 便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之后的两日 他也真的担负起了一个师父的责任 开始传授阿春修炼之法 其实九岁再开始修炼 已经算很晚的了 在这个世界 如果有意走修行习武这条路 一般来说 都是五岁左右便会尝试开脉 由一个达到内力外放的六品进五人 将内力注入孩童经脉之中 相当于是借助外力来突破先天的智骨 当然了 这个过程也并非人人都能成功 八条主脉 五十六条次脉 一共六十四脉 只要八条主脉全通 便意味着此人可走修行之路 比例大约占天下人的十之三四 而剩下的五十六条次脉能通多少 这则关乎着修行之人的上限 通三十脉以下者下等天资 如果没有天大的机缘 终生便只能止步六品进 通三十至五十脉者中等天资 最高可达四品 但其实没几人能做到 通五十脉以上者上等天资 理论上可达二品 不过真正达到二品进的高手九成九 其实都属于最后一种情况 六十四脉全通 除去像阿春这种先天道体之类的特殊体制 这便已经是最顶尖的修炼天赋了 得益于魏贤智和秦彩真的优秀基因 魏长天就属于此类 这也是为什么前主几乎不花时间修炼 却依旧能领先大部分人进入七品进的原因 当然了 每天跟吃糖果一样吃掉的丹药 从小就佩戴的妖灵丹 等等这些也很关键 其实说句难听的 就这天赋和资源 换头出来可能都比前主进步得要快 而如果将这种待遇 放到天赋更胜一筹 且还很努力的阿春身上 那他的修炼速度 呼 呼 呼 临终 梁青在一刀又一刀练习着归尘刀的基础式 魏长天在旁边一面看 一面偶尔指出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而阿春则是盘着小腿坐在不远处 正任任真真感受着丹田的位置 这个过程叫巡抚 算是开脉之后 踏入修炼之路的第一步 感受到丹田 才能将天地灵气引导其中 进而转化成内力为己所用 此时说简单不简单 但也算不得多难 一般人顶多十日便能做到 不过阿春却只用了十分钟 气儿 你出刀时 手腕要放松 手指却要用力 要将力量集中在刀刃上任意一点 就在阿春完成了魏长天交代的任务 傻乎乎地 不知道该干嘛时 后者此时正举着龙吟给梁青上课 要想练好龟尘刀 极力是最基础的 只有这样 这股力量爆发开来之后 才有巨大的威力 刷 魏长天一边说 一边快速挥出一刀 虽然这一刀没用内力 但周围的矮草 却齐齐向四周浮倒 紧贴地面好久 才重新直立起来 原来如此 梁青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视线却总是往龙吟上绑着的那段 红绳看去 他犹豫了一下 终于忍不住问道 长天哥 这红绳 是哪位姑娘的信物 是柳诗姑娘吗 啥 魏长天没想到 自己在这里教得这么认真 梁青却在关注这玩意儿 一时间有点哭笑不得 可 不是他的 话说你 那是静咬嫂子的吗 梁青颇有点打破杀 郭问到底的精神 紧接着又问 也不是 看起来长天哥 有好多红颜知己呢 梁青悠悠道 你肯将此绳绑于刀上 日夜带在身边 怕对那位姑娘 是真心的吧 魏长天一阵无语 敷衍一句 便想转移话题 可 当然是真心的 你还要不要练刀了 自然要练 梁青悠悠地看了魏长天一眼 不过 长天哥 我现在心里不知为何有些乱 你乱个锤子 魏长天心说 想不到这梁青 竟然也跟陆敬尧一样 是个大醋坛子 要是换做陆敬尧 他现在绝对扭头就走 可对梁青 又不能这样绝情 毕竟有梁振这层关系在 自己以后在蜀州 还要仰仗梁家呢 那什么 尴尬地四下看了看 魏长天本想继续强行转移话题 不过目光却正好撇到了 傻傻站在不远处的阿春 好 这下总算是找到理由了 他当即一板脸 严肃地对着阿春喝道 阿春 你为何不修炼 在那里站着干什么 啊 阿春赶紧哒哒哒跑过来 那就道 师父 我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不是让你感受丹田的位置吗 我 我已经感受到了 哼 你已经 魏长天突然愣住 不可置信道 什么 你已经感受到了 嗯 阿春弱弱地指了指自己小腹 在这里 魏长天跟同样惊讶无比的梁青对视一眼 又问 你能将土纳的气息引导其中吗 可以的 不过不多 阿春似乎很羞愧 小声捏如道 只能引一点点 魏长天这下不说话了 准确地说是 不知道该说点啥 人家十天干的活 他十分钟就办完了 好家伙 这就是天之骄子的实力吗 萧峰天天享受的 也是这待遇 干啊 沉默半上 魏长天终于是叹了口气 从怀中摸出一雾 魂元踢透 其中似有雾气流转 是之前萧峰给杨柳诗 又被自己拿走的那颗三十年的妖灵丹 之前在京城杀了好几只妖 在中灵县又杀了一只蜘蛛 魏长天现在并不缺这玩意儿 此物你收好 以后不管干什么 哪怕是睡觉 都要日夜带着 有助于你修炼 我知道了 谢谢师傅 阿春猛猛懂懂的接过妖灵丹 但却并不知道 这玩意儿的价值 甚至心里还在自责 刚刚惹魏长天生气的事情 可他虽然不懂 旁边却有人懂 梁庆长大嘴巴看着妖灵丹 短短时间内 已经是第二次被震撼了 先是阿春一炷香 便完成巡抚 接着又是魏长天如此随意 便送出去一颗 蕴藏三十年道行的妖灵丹 三十年啊 想得这枚妖灵丹 至少要斩杀三百年大妖 梁庆傻愣愣地瞪着眼睛 直到又一颗 差不多大小的妖灵丹 突然出现在眼前 切儿 这颗给你 其实给梁庆妖灵丹这事 魏长天真没想太多 反正这玩意儿 自己有的事 将来也不会缺 送就送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他虽然不在意 梁庆却是感动得紧 不仅瞬间便将刚刚的小情绪 抛至脑后 就连看向魏长天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痴痴的 长天哥 我 俊俏的脸颊 涌上一抹红韵 梁庆结果邀灵丹 念如半天后 竟是突然转身跑走了 我练刀去了 魏长天摸摸鼻子 长舒一口气 而旁边的阿春 则是有些疑惑地问道 师父 切儿姐姐 他怎么了 发春了 发春 阿春眨巴着黑溜溜的大眼睛 明显不明白意思 什么是发春 问这么多做什么 魏长天一瞪眼 你也接着修炼去 两日后 一阵尘埃自关道尽头 飞快奔向一座万年古城 快开城门 是总兵大人回来了 直嘎 伴随着脚轮缓缓转动 足有三丈高的巨大城门 一点点打开 魏长天一行人 终于是抵达了本次旅途的终点站 被誉为镇西南的蜀洲城 为了确保边境的稳固 大宁边将十二州郡的府城 全部设在边境线上 而这其中 当属蜀洲城的规模最大 难靠神秘莫测的十万大山 西陵大宁的附属国大骊 建成数万年来 有四个王朝曾建都于此 人口最高峰时 甚至超过如今的大宁京城 龙庚细作与金戈铁马 风调雨顺与妖翼横行 佛语道 礼与蛮 种种看似矛盾的要素 在这个古城中交汇融合 最终形成了一种 既温文儒雅 却又彪悍尚武的奇特名风 这里有温柔似水的江南女子 和明镇文坛的名士大家 也有能争善战的蜀军 和无数战山为王的山匪 明里按理蜀不清的势力 在此处盘踞 维持着一种微妙 且坚固的平衡 长天 蜀洲城还算不错吧 挺身于马背上 梁震笑着问向旁边 同样没有坐车 而改成骑马的魏长天 是不是跟京城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确实 看了看路两侧该干啥干啥 对他们毫不在乎的人群 魏长天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似乎百姓的胆子要大一些 确实如此 梁震解释道 蜀洲城位置特殊 既要提防着十万大山中的妖怪 又与大骊的黎真一族实有摩擦 因此 几乎所有的大户都养着私兵 多者甚至有千余人 他们不太将官府看在眼里 长久以往 便致使百姓也有些清官 嗯 魏长天对此不太在意 甚至还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自己现在离了京城 便就脱离了魏家最核心的权力范围 虽然无法再借家族之力 但也方便做一些 之前不好做的事情 对了梁叔 我出来乍道 你觉得 有哪些人是要去拜访一下的 此事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等晚饭时再与你细说 一边看着城内街景 一边跟梁震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一行人很快变到了位于城北的总兵府 府邸很气派 除去刻有梁子的门边有些心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很有历史感 也不知其中住过多少任驻守边疆的大将 其实魏贤智已经提前给魏长天 在蜀州城置办了一栋小院子 不过眼下时间有些晚了 魏长天便先准备在梁府睡一晚 明天再搬去新假 晚饭没有什么好说的 毕竟这一路上 众人并非是风餐露宿 沿途都有人好吃好喝的招待 不曾委屈半分 因此 现在也不至于有那种终于吃上一顿好饭的感慨 蜀州气候殷失 饭菜多辣 不过可能是害怕魏长天水土不服 梁震还是嘱咐厨子做了金菜 手艺不错 跟魏家厨子做出的味道差不多 魏长天吃得津津有味 鱼儿则是一面吃一面偷偷抹眼泪 很明显是触景生情 又在想念京城的人和物了 吃过饭 时间已至害时出 又跟梁震喝茶聊了会儿天 魏长天便回到客房 准备洗个澡 早点睡觉 梁府的仆人早就将热水准备好了 鱼儿正拿着咬子 往木桶里添凉水 调试水温 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 魏长天刚想身体力行地安慰一下 房门却是被突然敲响了 魏公子 这是刚刚一兵送来的信 说是京城寄来给您的 嗯 魏长天一愣 伸手接过信 只见信封上写着无夫钦剑四个字 路径摇写的 倒确实是他的笔迹 不过怎么这么快就写信来了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 魏长天心中疑惑 刚准备撕开信封一探究竟 旁边却是突然出现了一张满是急切的小脸 公子 是谁给你写信了 是夫人吗 是 那信里写的什么啊 我还没看呢 怎么会知道 魏长天哭笑不得地抖开信纸 从头开始读 月儿虽然不识字 但也不愿意离开 就这么在一边等着 直到看见魏长天一脸平静的将信放下 才赶忙问道 公子 夫人在信里说了什么 你快与我说说啊 也没说什么 魏长天笑道 就是问我们有没有到蜀州 他跟秋云都很记挂我们 信里还说 他们在京城过得很好 让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 哦对了 还特意嘱咐你要把我伺候好 是吗 月儿对这番话并无疑问 但又总觉得 魏长天是在敷衍自己 公子明明读了那么长时间 怎的到头来 只有这样两句话 他本想再问 不过还没等话说出口呢 便被魏长天指使着 继续去准备洗澡水了 而就在月儿撅着小嘴走远后 魏长天脸上的笑容 也瞬间消失不见 皱着眉头陷入了思考 陆敬尧将那日春生书方之事 都写在信上了 很明显 那个始终未曾露面的故人 便是消风 只是他 为什么要去看陆敬尧 甚至连多等几日都不愿意 哪怕是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也要整这么一出 搞得像是得了绝症的病人 跟亲友临终告别一样 等会儿 告别 魏长天眼神一灵 瞬间想通了 一定是自己的那封信起了作用 消风决定提前来数周了 刘潇兆华